皇后娘娘正带着众人 来到了玲珑殿门口 哟 营妹妹 你这是打算去哪啊 皇后 营贵妃眯了眯眼 不得不按照规矩 给她行礼为安 好妹妹 这可使不得 你现在身子可金贵得很 本宫可真的担不起你这里 皇后阴阳坏气地说着 营贵妃语气善善地开口 皇后 你这不是折煞妾身吗 妾身哪里来的金贵 瞧你说的 你这肚子里面的孩子 不金贵吗 营贵妃抬起头讥讽道 皇后娘娘 就算有这个孩子又怎样 想喝一碗银耳莲子羹 都是苦的 皇后故作震惊地 看向一旁跪在地上的狼狈侍女 怎么会是苦的 宝宁 这是怎么回事 奴婢 奴婢没找到蜂蜜 营贵妃愤怒地抱怨道 皇后娘娘 你正好来了 给妾身做主 内务府把我玲珑店的蜂蜜给取消了 还说今年蜂蜜短缺 先紧着几个受宠的娘娘 你说他们这不是明显不把妾身的孩子看在眼里吗 怎么说这已是皇上的亲骨手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 皇后文言也板起脸 是啊 这内务府也忒不懂规矩了 商官宿尔在一旁插口道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呢 不就是因为一罐蜂蜜吗 宿尔那里多的是 待会儿让人给贵妃娘娘送来几瓶就是了 娘娘 你可消消气 免得气伤了身体 对肚子里面的孩子可不好 她不说话还好 这一说话 更是气得迎贵妃眼眶发黑 她哪里是在帮自己 这明明是嘲讽 是在向自己炫耀 她那边蜂蜜多得吃不完呢 盈贵妃抬高了下巴道 不用了 妾身还不至于插了那点蜂蜜 婴儿妹妹 这后宫住室 都是本宫在管着的 让你受了委屈 本宫也是难辞其咎 待会儿就让内务府的刘大神 来给你请罪 短了谁的东西 总也不能短了你的 盈贵妃点了点头 心里郁洁的怒气消散了不少 皇后又洋装体贴地询问她 盈儿妹妹 本宫听说你们刘家出事了 是 盈贵妃皱了这眉头 真是丢神 他们刘家的事情 已经传得人尽皆知了 哎 好端端的 怎么就出这么一档子事呢 你们刘家 可就刘全一根毒苗了 这要是毁了 那将来就真的是后继无人了呀 哼 都怪那个贱人 贵妃娘娘 你说的是岭南王妃吗 山官 苏尔眨着眼睛询问道 还能有谁 不是她是谁 上官苏尔又错眉道 之前不是说 她在琉璃殿内染了重疾吗 竟然奇迹般得好了 老天爷还真是不开眼呢 盈贵妃着急地看向上官苏尔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个贱人 她的重疾好了 是真的 的确是好了呢 听说她还帮着杜青山 将得病十几年的晚妃娘娘治好了 皇上大喜 正要大赏她呢 盈贵妃气得心口不断起伏 大赏 皇上不是说 要替我爹做主的吗 怎么反倒是要赏那个贱人 这还不是人家有功了 救了晚妃娘娘 谁不知道 晚妃娘娘是皇上的心头肉啊 苏尔 皇后皱了皱眉心 瞪了她一眼 你这丫头 这是什么话都敢往外说 盈贵妃现在有着深远 自然听不得这些糟心的事情 山官苏尔抬手 轻轻拍了拍自己嘴巴 对 瞧我这张嘴 真该拿针缝了 盈贵妃只觉得自己头脑发射 脑子里面一直叫嚣着一个念头 那就是 见人伤了她的弟弟 不是该受到惩罚吗 怎么反倒因为她救了晚妃娘娘 就不惩罚了 这皇上怎可如此出尔反尔 想到这里 她就咬了咬牙冲着皇后挡 妾身还有事情 就不招待皇后娘娘了 说着就急不往外走去 啊 盈儿妹妹 你这是去哪 皇后着急地在她身后喊着 盈贵妃冲耳不稳 脚下走得飞快 正是冲着御书房的方向 上官苏尔和皇后互相对视了一眼 眼底皆闪过一抹得意 此时御书房内 皇上正在写字 晚妃就在她身侧替她研磨 只见皇上写的字 大气磅礴 似乎是心情好的缘故 字里行间 竟是带了钱所未有的 质得意满 婉儿 你觉得 这写的字如何 皇上让开身子 让王妃娘娘观看 晚妃冲着她灵动的一笑 婉儿觉得 皇上的字又进步了不少 是吗 得到婉儿的夸奖 朕怎么觉得飘飘然呢 皇上将她宠溺地搂在怀里 温柔地笑看着她 婉妃黯然道 皇上 这么多年 婉儿在极乐宫里 就是看着你的一副墨宝得以度视的 婉儿受苦了 幸好是杜青山治好了你的病 不然这辈子 朕的心里也不合好手 不 皇上 不是杜青山 是叶凤婉 好 婉儿说是她 那就是她 皇上伸手捏了捏她手心 一脸宠衣的笑颤 这时 外面陡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紧接着 生怒的盈贵妃闯进了御书房 让皇上的脸色纵然难看到几点 皇上 盈贵妃一看到 她正将婉妃抱在怀里 神色温柔浅全 眼圈灯时就红了 皇上不耐地瞪了她一眼 你怎么来了 皇上 你这么久都不去玲珑天看望盈儿 难道 你是把盈儿给忘了吗 盈贵妃一边说着 眼泪速速落下 皇上皱眉道 放肆 刘盈 你好大的胆子 一来就敢质问于朕 你难道没看到婉儿在这儿吗 抡起尊碑 你不该给婉儿行礼 盈贵妃猛然瞪圆了眼睛 还没想到 皇上就会怜悯戴性地叫她 更没想到 她肚子已经这么大了 她竟然要自己跪下 给婉妃行礼 明明在她之前受宠的时候 她刻意交代过 任何时候 她都不用给任何人行礼的 还愣着干什么 是谁教你的这么没规矩 还不赶紧跪下 皇上 算了 万妃伸手 拽住了皇上的明皇衣袖 皇上沉声道 婉儿别管 这个女人实在太嚣张了 应当让她吃些苦头 盈贵妃听了皇上的话 委屈地跪在地上 喉咙里面梗得难受 她认认真真地磕了一个响头 盈儿见过万妃娘娘 快快请起 万妃向前想要扶起她 却被她猛地扯住了手腕 因为她力气太大 万妃脚下一个部分 整个人就带着她 往一旁摔了过去 皇上大惊 眼看着两人就要摔倒 她连犹豫也没有 直接将万妃抱在怀里 而盈贵妃的腰 就重重地撞在书外上 撞得她小脸一白 腹中开始剧烈脚痛起来 万妃 你没事吧 皇上惊魂未定地 将万妃抱在怀里 我没事 这时盈贵妃嚎叫着 被蹲在地上 伸手去扯皇上的跑脚 皇上 我肚子好痛 我肚子好痛啊 皇上 血 万妃率先看到 鲜血从盈贵妃的身体里 不断地涌出来 片刻之间 就染脏了她的裙子 皇上慌忙捂住了她的眼睛 转眼立声喝道 快叫太医 小臣子不敢怠慢 急步跑了出去 没一会儿 就带了太医匆忙赶回 此时的盈贵妃 已经痛得晕死过去 太医阵脉后 汗筋筋地开口 回皇上 贵妃娘娘 大抵是要小铲了 来人 让她抬走 皇上冷力地下了命令 看着御书房的血气 脸色阴沉难堪 她扣住万妃的手腕道 走 咱们回朕的庆殿 万妃点了点头 随着皇上 去了庆殿 不多时 赢贵妃小产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后宫 消息传到了刘相的耳朵里 简直又如惊天霹雳一般 她忙待了刘夫婶 要进宫探望赢贵妃 临出门的时候 看到刘山 她眼眸一闪 就将刘山也带进了宫里 皇上并没有让人拦着刘相 让她在玲珑殿外后转 只是让刘夫婶和刘山 进到了殿内 清醒过来的刘盈 神情呆齿地靠在软枕上 就连刘夫婶和刘山走进来 她都没抬头看一眼 刘夫婶看到之前 明媚动人的女儿 此时脸色苍白得如银齿 犹如鬼魅那般 心都疼得揪了起来 宁儿 姐姐 刘山也心疼地开口 听到声音 刘盈回过头来 骤然看到刘夫婶和刘山 眼泪就像断了线的 珠子那般滚了下来 好盈儿 你别哭了 你哭得娘心都要碎了 刘夫婶一把 将她抱在怀里 刘盈咬牙切齿地说道 娘 你快去告诉爹 是叶凤婉那个贱人 害得女儿孩子没了 说不是她将晚飞救好 女儿怎能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怎么又是叶凤婉 刘夫婶脸色一变 玄机眼底 蹦射出无法掩饰的杀意 到底还是刘山脑子清醒一点 疑惑地开口道 姐姐 她不是得了重疾吗 被困在琉璃殿内 刘盈面色阴毒地说道 她的病好了 老天爷没眼 让这个贱人又活了过来 继续兴风作浪 哼 这个贱人 他还有什么脸活着 伤了我的全儿 如今又害得你没了孩子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婴儿 你等着 我这就出去跟你爹说 让你爹去找皇上 说着 刘夫人就气横横地往外走 刘盈一想到皇上对她的态度 眼泪又糊了一点 刘山心疼地握住她的手 姐姐 怎么会变成这样 之前 皇上不是最宠爱你的吗 刘盈目瞻地喃喃开口 都说半君如半虎 得宠和弑宠 正在朝夕之间 刘盈看着她痛苦的样子 抬头看了看周围 连个伺候她的老嬷嬷都没有 不由得心里更加难受 姐姐 你还想让我进宫里来吗 刘盈文言心里一颤 冰凉的手猛然握住刘山 妹妹 我不想了 我不能让你再冲到我的覆辙 绝不 刘山惊讶地看着她 美丽的凤眸里闪过一抹失忆 良久她才说道 姐姐 姐姐都知道这皇宫里面是勾心斗小的地方 但是却都争先恐后 打破了头都要往这里面来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刘盈疑惑惑地问道 为什么 因为权力 至高无上的权力 以及光耀门眉的责任 刘盈当时就愣住 伸手紧紧握着刘山 你还不死心吗 你难道没看到姐姐的下场 刘山眸光灼灼地开口 哥哥已经被毁了 姐姐也如此狼狈 咱们刘家 理应让我撑起来了 妹妹 刘盈的眼泪又速速落下 刘山垂下头去 眼底闪过一抹寒意 而此时流离殿内 叶凤婉和岭南王 完全不知道外面 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这几日叶凤婉身体好了不少 已经可以推着岭南王 出去晒太阳来 岭南王坐在木质轮椅上 看着他站在木棉花树下 眼底是满满的扳手 突然 一朵木棉花从树上掉下来 掉到叶凤婉头上 就在他皱眉 想要扔掉的时候 却听那领南王开口 婉婉 将木棉花给我 叶凤婉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 就将手里的木棉花 搁在他手心里面 令南王唇脚微微上扬 把木棉花拿在手里 看向了叶凤婉 过来 怎么了 叶凤婉走到他面前 不急地看着他 令南王是以他蹲下身子 然后将木棉花 粘在了他耳后 叶凤婉当时觉得 被他手指碰过的地方 又想发烫起来 带着这个干什么 我不喜欢 我喜欢 他霸道地按住叶凤婉的手 眼睛里是满满的笑意 叶凤婉皱了周眉心 心里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将那木棉花拿下来 真是俗气地要命 两人在花园里面 逛了一阵子 觉得乏了 就朝着琉璃店内 走了回去 随着这几日的相处 两人之间 也有了一些默契 比如走路的时候 叶凤婉会主动 帮他推着木质轮椅 那场景是那样的和谐 令南王的眉宇间 藏了一抹像 连一只紧紧绷的唇角 也悄悄地上扬 然而 他的好心情 并没有持续多久 就见一道明皇似的身影 站在琉璃店门口 他的身后 则跟着不少的锦衣卫 皇上 令南王皱了周眉心 隐于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下一瞬 就听皇上 一声令下 抓起来 锦衣卫冲上前来 瞬间就将叶凤婉 与他隔离起来 将叶凤婉困在其中 皇上 你想要做什么 令南王眼眸一沉 操纵着轮椅 就要冲上前去 朕知道你轮椅上有机关 所以朕准备了盾牌 你想护住叶凤婉 恐怕是不可能了 他伤了刘相唯一的儿子 朕要给他一个交代 皇上一挥手 就见所有的锦衣卫 都拿盾牌挡在身前 簇拥着皇上 以及叶凤婉 缓缓地后退 令南王单手 用力地按在轮椅上 骨节突充 眼底满是沉冷的寒意 皇上唯恐 他会不顾一切地冲过来 盲命人抓了叶凤婉 就吉捕出了流利店 叶凤婉被人束缚上 跟着他们的脚步走 直到走到外面 看到了神色冷立的流响 以及久不曾见面的锐 锐王正打量着 他日渐风营的小脸 眼底蹦射出了一抹杀意 刘相 朕已经将人交到你手里 你需要再说 朕半事不公了 臣惶恐 快点将人带走 若是领南王前来阻拦 朕可挡不住了 是 刘相忙看了锐王一眼 只见他皱了皱眉心 臣声道 带走 叶凤婉脸色一变 哪能这么容易就让他们带走 他眼眸一沉 单手猛地扣住一名锦衣卫的手腕 从他手中抢过了长剑 就大开杀剑 众人大惊 没想到他的身手竟是如此厉害 不过片刻功夫 不少锦衣卫就已经伤在他肩下 锐王唯恐事情有变 猛地俯冲向叶凤婉 一掌狠力地拍在他后背上 真的叶凤婉亮枪了几步 摔倒在地上 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来 容不得他有半年喘息的时间 锐王扣住他手腕 拖着他就急不离开 臣多谢皇上成全 刘相没忘记礼数 向皇上行了礼 这才去追锐王 皇上一回头 正对上领南王那双青龙的眼眸 他心头一颤 月儿 领南王暗黑的眼眸从他身上扫过 然后操纵着轮椅就急速离去 皇上被他的嚣张 气得心口起伏 心里暗暗发誓 早晚有一天 他一定要杀死这个孽种 这一次 锐王担心有人会再将叶凤婉劫走 并没有将他带到锐王府 而是将他送到一座 极其隐秘的院子里囚禁起来 叶凤婉被绑在床榻上 愤怒地叫嚣着 锐王 你个王八蛋 你有本事就光明正大的来 需要栽赃陷害于我 锐王机械地开口道 哼 栽赃陷害又怎样 到头来 你不是还落到了本王的手里 你以为那个残匪可以护得住你 不可能 这次 你就别再做梦了 叶凤婉眼看着一辆马车 从外面驶进来 他冷声问道 你想带我去哪儿 当然要将你带去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说着 猛人扣住他手帮 就将他往马车上拖 我不去 周王皱了周眉心 单手在他脖颈上劈了一掌 将他劈晕了过去 扛着就上了马车 马车出了院子 渐渐朝着关道上行去 天快黑的时候 已经出了京城 叶凤婉昏昏沉沉地醒过来 助人看到坐在一旁的瑞王 脸色一沉 抬腿狠狠地朝着瑞王下巴踢了过去 瑞王侧身躲过他的攻击 一手抓住他脚尖 邪魅地说道 婉婉 你这么快 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勾引本王了 叶凤婉眼底闪烁着恨意 迅速挣脱了他的前置 你要把我带去哪儿 当然是你想去的地方了 我想去的地方 本王实话跟你说吧 眼看着就要到丘烈了 即便是你知道了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也不会更改 而你 也将会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 瑞王伸手去摸他下巴 却被他厌无地避开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瑞王 什么时候是丘烈 瑞王皱了皱眉心 上下打量了他一遍 婉婉 你当真不知道丘烈之气吗 我若是知道 还问你吗 瑞王眼底闪过一抹怀疑 一时间拿捏不住 他到底是真不知道 还是在试探于他 叶凤婉眼见他没有回答 冷吼了一声 挪到角落里闭目养神 瑞王不得不佩服他的强大心智 几乎要命悬一线了 他竟依然能如此地镇定 不多时 马车停了下来 叶凤婉瞬间就睁开冷地的眼眸 瑞王看也没看他 直接跳下马车 片刻之后 他打开车门向他伸出了手 叶凤婉直接无视他 自己跳下了马车 入眼是一座青砖绿瓦的庄园 看上去很是不起眼 但是当他走进里面的时候 才发现这里面竟然是重兵把守 这让原本打算逃走的他 十分地恼怒 瑞王似乎看穿了他的心中所想 嘴角擒着一抹凉薄的笑意 两人穿过了亭台水线 就有几名穿着得体的工婢们迎上前来 跪下行李道 奴婢们见过瑞王殿下 起来吧 客店可收拾好了 都收拾好了 先得这位姑娘去客店休息 叶凤婉插口套 叫我领南王妃 那紫衣公婢邓氏就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向瑞王 瑞王皱眉看向叶凤婉 你不是不想嫁给他吗 你哪只眼睛看出我不想嫁了 瑞王眼底闪过一抹狠意 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叶凤婉 你不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战本王的耐性 说完 他看向紫衣公婢 紫衣 下去好好伺候他墨语更衣 今天晚上 本王要宠幸于他 叶凤婉猛然瞪圆了眼睛 瑞王 想不到你竟如此卑鄙 你连你侄媳妇都不放过 你就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吗 婉婉 你觉得在这个庄园里面 谁敢戳本王的脊梁骨 瑞王轻跳地挑起他下巴 叶凤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滚 瑞王闻言大怒 紫衣 让他待下去 是 紫衣 紫衣 花王上前 扶住叶凤婉胳膊 引领着他往客链走去 叶凤婉咬牙切齿 这个瑞王简直是太逼逼无耻 竟然注目睽睽之下 说要宠幸自己 这要是传出去 让他如何作人 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他心里盘算着 究竟要如何逃出这庄园去 估计领南王根本就不知道 他已经被坠王带出了京城 就算是想救他 也根本找不到地方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就听到身边的公婢 揉声道 姑娘 已经到了 叶凤婉抬头 看了一眼华丽的房子 幽冷地开口 叫我领南王妃 是 奴婢记下了 叶凤婉一边往里面走 一边警惕地打量着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瑞王殿下 在清风山的行宫 清风山 叶凤婉脑子里 如同滚雷炸开 原来这里就是清风山 在她的记忆中 这里是皇陵的所在地 难道这里 就是皇上他们 要丘烈的地方吗 她心中一动 慌忙开口询问紫妍 这里是不是就是 丘烈的地方 不错 原来就是这里 叶凤婉恍然大悟 紫妍并没有多话 而是将她带进了宫殿里面 只见这座宫殿 简直是华丽的不像话 所有东西都是金子打造 要多豪华就有多豪华 而墙壁上还绘着图画 像是一只展翅翁翔的熊鹰 而这只熊鹰 也昭示了瑞王的野心 叶凤婉冷笑 谁能想到 外面看着不起眼的庄园 竟会隐藏了一座 如此奢华的宫殿呢 那边有天然温泉水 奴婢去给王妃娘娘 拿新的衣服过来 紫妍寒笑看了她一眼 就连不轻易离开了 叶凤婉顺着她指的方向走去 看到隐在花圃之间 的确是有温泉水池 繁华包围 在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有什么 倒的确是个隐秘的地方 如果这里不是瑞王的行宫 叶凤婉相信 自己会很乐意来这个地方的 只是可惜了 瑞王的行宫 哪怕是再繁华 她也不稀罕 在温泉水里面泡了不多时 紫妍就走了回来 手里还拿了一套崭新的公裙 颜色很是清新 让叶凤婉挑不出任何的问题来 回到她的卧房里面 床榻看上去很是舒适 账满飞扬 令人心狂神意 王妃娘娘 奴婢已经命人传了膳事 就在那边的小暖阁里面摆着 紫妍抬手指了指不远处 叶凤婉冷声道 我没胃口 紫妍愣了一下 玄机展颜笑道 那奴婢让人去小厨房里面挽着 什么时候王妃娘娘想吃了 奴婢就命人 什么时候再送过来 我说了没胃口 就是绝对不会吃 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紫妍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 片刻之后才又开口道 奴婢要是娘娘 就绝对不会用吃饭来赌气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叶凤婉眼眸危险地眯起来 只有吃饱了饭 才有力气逃走啊 娘娘连这么前线的道理都不明白吗 叶凤婉猛然伸手 捏住她小曲的下巴 不要妄图自作聪明 揣摩本宫的心思 否则 你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会知道 紫妍疼得眼泪都滚出来 颤声道 娘娘放手 奴婢知道了 奴婢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她话音刚落下 叶凤婉猛然推开她 大步往卧房里面走去 紫妍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冷凝的眼底 染过了一抹寒意 无视锐王再次派人送来的饭菜 她只是闭着眼睛躺在床榻上休息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猛然听到外面 想起一阵脚步声 她浑身寒毛竖起 迅速在房间里面找了一圈 目光最后落在一个玉瓶上面 她毫不犹豫地拿起玉瓶 用力地摔在地上 哗啦一声响过 地下便满是花瓶的碎片 叶凤婉迅速拿了一块碎片 警惕地放在自己袖子里面 瑞王走进来 看到满地的玉瓶碎片 脸色顿时难看到了几点 婉婉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还问什么 瑞王的眸光沉了沉 沉声喝道 来人 将碎片全都收拾出去 是 外面的弓壁硬了一声 鱼灌而入 将满地的玉瓶碎片 迅速收拾了出去 待人都离去之后 瑞王这才把目光 又落在叶凤婉身上 婉婉 春宵已可值千金 你是聪明人 应该明白本王的意思 你无耻 婉婉 你骂我不耻 骂我卑鄙 我都不会反驳 对你 我是势赛必得 说着 瑞王就慢慢走到他面前 叶凤婉用力地摇了摇牙 想要出手 却突然觉得 自己身体提不起力起来 看到他满眼的震惊 瑞王斜笑道 是不是觉得 魂神没有力气来 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瑞王随手指了指 一旁燃着的烛货 这叫销魂煮 这里面 含了软骨散 软骨散 叶凤婉双眸发红 这混蛋 竟然又给自己下了药 瑞王一脸无辜地解释道 婉婉 你总是不听话 所以 本王才不得不对你使用这软骨散 叶凤婉气得咬牙切齿 却偏偏没有立即对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一步一步地逐渐走进自己 他终于一步步来到他面前 大手扯住他的公裙 用力一扯 就露出他刚刚被泉水泡过 还隐隐泛红的肌肤 叶凤婉的心口急剧起伏 那高耸的温软吸引了瑞王的视线 他的眼睛里面迅速射出了灼热的光芒 轻身将他狠狠地压在身下 婉婉 今晚你就是我的 瑞王灼热的呼吸喷洒在叶凤婉脸上 让他厌恶地相和心 瑞王似乎很不满意他的反应 张口就往他脖子上吻了上去 而叶凤婉却偏头躲过 咬牙将藏在袖子里面的玉瓶碎片划了出来 狠狠地往瑞王脖颈上的大动脉扎了下去 瑞王及时偏头躲过了致命一尽 但是他脖子却依然受伤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贱人 瑞王狠狠地一巴掌抽在叶凤王脸颊上 捂着伤口就快速冲了出去 叶凤婉不顾脸颊上的疼痛 从床榻上滚落下来 艰难地伸手捡起瑞王脱下的外袍 披在了自己身上 将原本撕裂的宫群处 掩掩掩掩掩地包裹起来 此地不易就留 他抬眸扫了一眼周围 猛然想起那个叫紫燕的弓壁 便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此时紫燕正在收拾东西 冷不防绝的脖子上一针刺痛 他惊得回头 正对上叶凤婉那双冷利的眼眸 王妃娘娘 你要干什么 紫燕又惊又怕 眼底满是恐惧 叶凤婉灭散冷凝地开口 帮我拿到伤骨伞的解药 诺 奴婉没有啊 叶凤婉也固捕得起他 直接将碎片往他脖子上扎了过去 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张小脸变得如银纸袋般 紫燕 你是聪明人 你应该知道 我的碎片若是扎到你的大豆脉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知道 奴婉知道 求娘娘饶命啊 紫燕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叶凤婉很丽地开口 声音里带了浓烈的杀影 饶你可以 给我人骨伞的解药 想变那销魂竹是你放上去的吧 你既然能有销魂竹 就必然会有解药 不然 为何你会一点事情都没有 紫燕从来没见过 有女子会如此狠立 她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寒车气势 让她呼吸不畅 她恐惧地吞了吞口水 想要说没有 陡然看着碎片已经扎进她脖子里面 疼得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有没有 叶凤婉眼神凶狠地瞪着她 有 有 紫燕咬了咬牙 在荷包里面掏出了一枚药丸 递给了叶凤婉 叶凤婉眸光沉了沉 将药丸掰成两半 一半吞了下去 另外一半直接塞到紫燕的嘴里 紫燕被迫咽下去 眼睛里的泪水已经被逼了下来 叶凤婉毫不犹豫地 一拳将她打晕过去 直接脱下她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 幸好她的身材与自己差不多 倒也看不出什么来 再重新摆弄了一下自己的发型 尽量做得能与紫燕相像一些 瞧着万无一失了 她这才急不往外面走去 刚走出宫殿门口 就被人拦住了去路 紫燕姑娘 这深更半夜的 你这是要去哪儿 王爷有命 让我下山一趟 你也敢拦 那护卫愣愣了一下 玄机冷笑道 紫燕姑娘 你说王爷让你下山一趟 还有王爷令牌吗 卧槽 竟然这么麻烦 还要令牌 看着他愣住 那侍卫也遇到 紫燕姑娘 你想去半两千赌房 就直接说嘛 别说替王爷出公差来糊弄小爷我 小爷又不是没跟过你 叶峰晚心中一跳 原来这紫燕竟然还好赌 这些好了 有借口了 是 我是去半两千赌房 你能不能放我去啊 不行 今天晚上非同小可 王爷可是交代了 任何人不能随意出入行宫 我看你啊 还是回去老实待着 等风声过去 我再放你出去 你别这样啊 我那天在那边 输了不少钱呢 我想着要追回本 叶峰晚着急地看着他 那侍卫上上下下地 打亮了他一眼 眼睛里满满的是不信 紫燕 你当我三岁小孩好糊弄是不是 谁不知道你赌钱的本事一流 只有你赢别人的份 哪有人有能耐赢了你的钱啊 叶峰晚咬了咬牙 焦急地看了一眼身后的宫殿 他担心锐王处理好伤口之后 再跑回来找自己算账 所以他必须要尽快脱身才行 他装作亲近地对那货卫道 不如我带你一起去办两千赌方 真的 那侯卫瞬间瞪圆了眼睛 都知道紫燕是赌钱胜手 他很想跟着他去学学这赌钱的本事 叶峰晚举起了两根手指发誓道 我绝不骗你 好啊 那侯卫答应了一声 扯着他就往里面走 叶峰晚着急地挣脱他 喂 不是要下山吗 傻瓜 我带你走近路 那护卫故作神秘地冲他眨眼 叶峰晚愣了愣 心里欣喜不已 能走近路更好 躲过更多的守卫 这人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天使啊 这上一秒还想着他会是天使 可下一秒他就觉得 应该叫他魔鬼撒旦还差不多 因为他竟然指着一个狗洞让他钻 狗洞啊 他不想钻行不行 那宫卫焦急地看着他 紫阳姑娘 我知道这委屈了你 但是从这里面走 能避开耳目啊 我这是真心为了你好 好吧 叶峰晚深深地吸了口气 毫不犹豫地低头钻进那狭小的洞口里 他钻出的那一瞬间 一抬头猛然看到了一双长腿 吓得他急忙扶在那儿 屏住了呼吸 后面的护卫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想要钻出来 叶峰晚就拼命地往下踹 使劲地往下踹着 没多大会儿 那一双长腿陡然离开 吹着口哨悠闲地走了 叶峰晚这才爬出来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好不容易钻出来的护卫 不满地冲他抱怨着 喂 你干嘛要踹我 差点把我踹晕了 叶峰晚竖起手指须了一声 这他妈什么味儿啊 一股尿骚味顿时钻入那护卫鼻子里 熏得他的脸色极其难看 叶峰晚看着他所做的方向 正是刚刚那双长腿踩过的地方 他没敢说出来 两人朝着山下的半两前赌方 急步行去 期间叶峰晚想要甩掉他 但是那护卫却跟得极紧 让他不得已 才真的将他带到了赌方里面 整座赌方看上去 毫不起眼 门口用一个黑色布帘子 紧紧罩着 那护卫轻车熟路地走过去 掀开布帘子 往里面大喊了一声 紧接着就有脚步声响起 布帘子打开 放他们两人进入 叶峰晚跟着那护卫走到里面 只觉得耳边忽然被1526的声音炸响 他宁眉望去 每一道隔间里面 都有人在光着膀子吆喝着 那护卫看向一旁 一名瘦弱的中年男子 同掌柜 还有隔间没 同掌柜皱眉看了他一眼 你 不是我 是紫妍姑娘 紫妍 在哪 同掌柜眯着眼 打凉了一眼夜凤晚 看着那护卫问道 嘿 同掌柜 你这是眼盲了吗 紫妍可不就在你面前的吗 难道你不认识了 那同掌柜怒声道 我说是你眼下了吧 找个替身来糊弄老夫呢 紫妍在咱这半脸墙赌坊里 也待了这么久 连个人都认不出来 我老夫不如回家卖红薯去了 护卫这才认真地去打量叶峰晚 只见叶峰晚突然指着不远处喊道 喂 你看紫妍来了 护卫下意识转头看去 那叶峰晚却是拔腿就跑 别跑 你站住 护卫焦急的声音顿时在他身后响起 叶峰晚身形小巧 专门往人多的地方窜 他一边钻一边嘴里喊着 借光借光 借光 有人给他让开路 嘴里还张口就骂他 偷偷跑出来赌钱 被自己夫君抓了现行了吧 叶峰晚也不争辩 眼看着后面的人追上来 他毫不犹豫地钻进了一个隔间里 躲在了一名公子身后 片刻之后 就听到一道温润的声音在他头领乍响 出来吧 人都已经走了 叶峰晚这才舒了口气 从他身后钻出来 探头探脑地往外看了一眼 这才放下心来 做了什么坏事了 这么怕人追 刚刚那说话之人 正好整以下地打量着他 只看到他一张小脸黑乎乎地 挡住他原来的面貌 看上去倒是滑稽 叶峰晚下意识地垂着眼眸回答 没 我没做坏事 你抬起头来 叶峰晚皱着眉心抬头 正对上一双温润的眼睛 只见眼前男子长得十分英俊 眉如墨化 面若陶白 目朔秋波 虽怒时而若笑 端得是一枚潇洒提躺的美男子 看傻了 美男子身穿白色锦衣 一抬手艺投诉之间 是说不尽的风流感 他拿一把折扇 轻轻地敲了敲叶峰晚的额头 叶峰晚善善地笑了笑 一双凌冻的璀璨眼眸 格外地吸引人 此时 他对面的人 似乎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大声地问他 端公子 你压大还是压笑 压大 叶峰晚偷口而出 美男子笑着看了他一眼 这一笑 那简直更是不得了 就像是琼花绽开 绝必是倾国倾城 按理说 他也见过像南宫叶那样 英俊帅气的男子 但是却跟眼前人 似乎有些不大一样 南宫叶的人是冷淡 而眼前人是暖淡 眉宇间的温暖浅笑 无不让人心吃荡漾 美男子笑着开口道 听他的 压大 公子 旁边站着一名 梳着双压记的书童 不满地冲他跺了跺脚 美男子皱了皱眉 小满别说话 叶峰晚眯了眯眼 这暖男就算是连呵斥人 都让人生不出讨厌来 一旁的小满 不敢再多说话 但是面上 却是愤怒地瞪了叶峰晚一眼 叶峰晚可不想因为自己的莽撞 让暖男输了钱 所以一双琉璃眼 朝着那碗里的骰子看去 刚才他听得清楚 大抵应该是六个点数 按理说 也确实是大的了 果然 那庄家将骰子一亮出来之后 的确是六个点 大 他这才稍稍地松了口气 美男子回头 浅笑地看着他 继续 叶峰晚咬了咬唇 他很想离开好不好 可是又担心 那护卫回青丰山上通风报谢 锐王带兵在门口围图自己 可怎么办 一时间 他神情有些纠结犹豫 一旁的庄家不难地催促道 段公子 你到底还玩不玩了 稍等 美男子走到叶峰晚的身边 关切地看着他询问 你是不是有事情 没 但当然没事情 叶峰晚紧张地挠了挠自己头发 美男子征求他的意见 那既然没事 不如就再玩一会儿 待会儿我送你离开 叶峰晚一听 顿时就乐了 那感情好啊 有他在身边 说不定能摆脱锐王的追逃呢 想到这里 他就眯眼笑道 好啊 再玩一会儿 美男子似乎对叶峰晚 保持着绝对的信任 他说压大就压大 他说压小就压小 不一会儿 两人面前的银铛 堆积得慢慢多起来 小满看到那银子 笑得合不拢嘴 看着叶峰晚的眼神 也没有敌意了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惊得叶峰晚心中一跳 下意识藏在了美男子身后 美男子皱眉疑惑地看着他 你怎么了 叶峰晚神色焦急地询问道 你能不能现在就带我离开这儿啊 美男子眼眸沉了沉 玄机点了点头 看向了小满 小满留下了伤后 我先带他出去 是 小满不敢反驳 乐滋滋地收拾桌上的银子 此时外面已经乱了起来 庄家自然不敢继续 将桌子上自己的银子 也迅速往自己袋子里面装着 美男子带着叶峰晚走出隔间 到处都是四处奔逃的赌徒 从两人的前后左右挤过来 差点就将两人积散 美男子皱了皱眉心 从容地掏出手帕 搁在了手掌心里面 轻轻握住叶峰晚的手腕 叶峰晚心里一动 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美男子很有修养 冲着叶峰晚眨了着眼睛 威免男女瘦手不轻地尴尬 他特意用了锦帕垫上 将叶峰晚拽到自己身侧 护在怀里面 拦住了一名奔逃的男神 询问道 这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啊 好像来了很多官兵 叶峰晚一听自然清楚 是锐王带了人追过来 一张小脸顿时变得有些苍白 美男子低头看了他一眼 低声问道 和你有关系 叶峰晚心情忐忑 他真怕美男子 会跟他及时划清界限 将他丢下一走了之 走 我带你走后门 美男子非但没有将他丢开 反而是扯着他的手腕 带着他往后院接步走去 叶峰晚跟着他低头闷走 越往后院走 人越稀少 奇怪巴绕之后 就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面 这里就是后门了 这美男子似乎对着赌房 很熟悉的样子 叶峰晚看着黑漆漆的巷子 那我们从这里逃出去 就不会被官兵给追掉了吧 应该不会 美男子松开他手腕 将手腕收回去 又塞回了自己袖子里面 叶峰晚皱了皱眉心的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套男装过来 我穿这身衣服出去 万一碰到官兵 恐怕会运出我的 美男子沉吟了片刻 那我去把小满找来 你穿他的 我看你和他的神娘 应该是差不多的 好 谢谢你啊 美男子温润地笑了笑 转身就消失在巷子里 叶峰晚靠在墙壁上 心里想着 万一这美男子一去不复返 可怎么办 他待在这巷子里面 迟早是会被瑞王的人寻到的 他焦急地往里面看了一眼 没有任何声音 美男子已经去了一小会儿了 竟是还没回来 糟了 难道他真的将他丢下了 叶峰晚心里咯噔一响 下意识用力捏紧了拳头 不行 他不能坐以待毙 他要尽快逃出这赌方才行 他打定主意 要赶紧离开这里 却突然听到 一阵繁杂的脚步声传来 惊得他眼眸一沉 迅速躲到了角落里面 为了以防万一 将一根棍子 拿在自己手里 美男子带着小满刚一走过来 就觉得眼前黑影一晃 一根棍子 就兜头朝他狠狠地砸来 住手 美男子眼急手快 抓住叶峰晚的手腕 偏头躲过了他的攻击 叶峰晚看清楚是美男子 愧疚的小脸一红 手中的棍子 灯时就落在地上 发出当浪的一阵声响 小满愤怒地冲他低吼 你这人好没道理 咱们公子怕你等得久了 巴巴的就来许你 你就是这么包大的 对不起 我以为你们不会来了 你想多了 快点去换衣服 官兵已经快搜到这边了 啊 好 叶峰晚用力点了点头 也不矫情 直接就在阴暗处换起了衣服 小满 背过脸去 美男子见状顿时愣住 他没想到 这丫头换衣服竟然不被人的 虽然这巷子里面很是黑暗 只能看到轮廓 但是毕竟是两个大男人 站在眼前呀 小满窘迫地背过身去 皱眉看向跟自己同样 背过脸来的美男子 公子 这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换衣服也不知道被人的 这么随便的女神 咱们干嘛要救她 闭嘴 美男子呵斥了他一声 眼底的温润褪去 闪过一抹寒意 小满委屈地抿了抿唇 他家公子今天晚上 已经因为这个随便的女神 骂了自己两次了 他实在是委屈得很 叶峰晚换好衣服 将头发绑成简单的麻绯 急步走回了美男子和小满的面前 我好了 咱们可以走了 美男子回头看了他一眼 从袖子里面摸出一颗小药板来 伸手递给了他 这是什么 你先吃下去 叶峰晚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 惊得美男子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你就不怕我交给你的是毒药吗 你要是想要害我早就动手了 美男子笑了一下 看向叶峰晚道 走 咱们从正门离开 不 不是走后门吗 怎么又走正门了 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后门 小满抱怨的声音隐隐地传来 看着叶峰晚站着没动 美男子又拿出手帕 拽着他手腕 就急不往外走去 此时瑞王正一点阴沉地站在赌方门口 正严格地检查每一个离开赌方的人 赌方掌柜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 一点地惊恐 美男子带着叶峰晚和小满 大大方方地走过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被两对侍卫拦住了去路 明亮的火把 照在美男子那张英俊的脸上 惊得瑞王脸色一变 段兄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们是怎么回事 放下手中的兵器 瑞王大声呵斥道 叶峰晚心头一抖 这美男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让瑞王如此敬重 他恭恭敬敬地给瑞王供身行礼 草民段子余 见过瑞王殿下 免礼快起来 瑞王急忙伸手将他扶起 并且哥俩好的拍了拍他肩膀 叶峰晚眸光沉宁 原来他叫段子余 名字还挺好听的 只是他跟瑞王看上去关系那么好 会不会将自己交出去呢 想起刚刚他让自己吃下那一粒药烦 他心里突然有些不确定了 段子余不解地看着瑞王 殿下 你这是在寻找什么呢 瑞王脸上闪过一抹尴尬 皱眉道 一名女币 偷了本王府上最重要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 段子余了人地点来点头 念念的双眸瞟了一眼深厚 叶峰晚的脊背瞬间紧绷起来 双手垂沾 已经五指收紧 紧握成全 那就不打扰殿下寻人了 时辰不走 我们先走了 哎 紫瑜 好不容易见到 你怎能就这样走了 不如你知本王的行功如何 反正你初回京城 也没落脚处吗 段子余客气地拒绝 客战早已定下 恐怕不大妥当 瑞王眼底 染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寒意 一把夺过小满身后背的包袱 哎 去客栈有什么意思 倒是不如去我的行宫 自然比那客栈 要好上千倍万倍 瑞王殿下 你快还给我 小满着急地去向瑞王讨要 段子余豁然开口 小满 算了 既然殿下盛情相邀 倒不如跟他去行宫就吃了 你去客栈把房间退了 让幽儿跟着我就吃了 段子余柔柔的目光 落在叶凤婉身上 叶凤婉的心跳顿时加速 下意识地拒绝道 公子 我不想去 话一出口 竟是粗哑难听 连他自己都惊住了 一双璀璨的眼眸 满满地惊诧 段子余 唇角微微上扬 拿着手中的折扇 轻轻敲了敲他的额头 怎么 不去锐王殿下 华丽舒适的行宫 想去那简陋难受的客栈吗 公子做主就是了 叶凤婉吹下头 反正他声音都变了 就不担心锐王会认出自己 而自己声音会发生变化 一定是跟他 刚刚给自己吃下的药烦有关系 看来他是真心想要帮助自己 自己也太小人之心了 段子余回身 冲着锐王拱了弓手 既然幼儿同意了 那我们今时 就讨扰锐王殿下来 相比于寻找叶凤婉的下落 结交段子余更加重要 锐王当机立断 选择回清风山上的寝宫 将自己亲信留下来 继续寻找 叶凤婉主动拉着段子余的衣角 抬眸询问他 不等小满回来吗 你在这里等他 我先跟锐王殿下上山 段子余不着痕迹地 看了他手一眼 柔手说道 好 叶父王抿了抿唇 点头硬下来 一旁的锐王 连忙讨好地说道 本王会安排人 带你们上山的 锐王殿下 请吧 段子余笑盈盈地 看了他一眼 身态潇洒 做了请的手势 段兄请 锐王满颜欢笑 带着段子余 往青丰山上走去 叶凤婉抱着一个小包袱 坐在一旁的石头上 等着小满回来 他的身后 跟着几名锐王留下的侍卫 反正他现在声音都变了 他也不怕那些人 把他认出来 不一会儿 小满就气喘吁吁地 跑了回来 看到叶凤婉在等他 就问道 咱们公子呢 那 跟着锐王上山了 叶凤婉朝着山上 挪了挪嘴 小满不解 那你怎么不去 我等你回来啊 叶凤婉将小包袱 塞到小满手里 急步就往山上走去 小满赶紧追上去 两人并肩 朝着山上走去 士兵们原本就没将这两人看在眼里 说是护送两人上山 其实都是离着他们远远的 根本就看不到他们有没有在后面跟上 趁着此机会 叶凤婉急忙询问小满 喂 你家公子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啊 我这嗓音怎么变了 小满瞪圆了眼睛 这是变生丸 你不知道吗 我真不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小满越过她就往前走 叶凤婉又赶紧跑了几步 将她拦下来 小满 我还得问你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小满抱着小包袱 傲娇地看着叶凤婉 叶凤婉心里冲着小满 大大地翻了翻白眼 但是面上 却是一副不耻瞎问的认真精神 能不能告诉我 咱们公子是什么身份 怎么瑞王会如此利益他 似乎觉得他这个问题很白痴 小满直接鼻孔朝天地 送了他一个大大的亨子 叶凤婉气急败坏地扯住他手腕 喂 小满 放手 你不告诉我 我去不放 你 你到底放不放 就是不放 有本事你打我呀 看我不找公子高壮 叶凤婉嘚瑟地 冲他眨了眨眼睛 小满秒怂了 真不知道 他给主子灌了什么米婚汤了 不但救了他 还帮他如此彻底 给了他变身顽不说 还将他收在了身边 真真是要郁闷死他了 他小满第一中仆的地位 可是岌岌可危了 小满沉吟了半上开口道 咱们公子兄段 废话 我知道啊 不都喊他段公子吗 那你知道 段家在咱们京城里 代表什么身份吗 段家 不知道啊 段家代表什么身份啊 叶凤婉满头雾水 在京城里面 他还真没听说过段家的传言 小满烦躁地看着他 怪不得公子喜欢拿扇子 敲他额头呢 看来他真是笨得够刻意 连段家都不知道 小满得意地说道 段家 就是军师之家 每一代的段家人 都效忠于帝王 通经史 小天文 经兵法 是辅佐帝王的重要谋士 叶凤婉皱着眉心 继续询问道 那 咱们公子 是辅佐皇帝的吗 小满几乎被他问得炸毛了 你个笨蛋 真是气死我了 都说了 每一代 每一代 话重点 这一代的军师谋士 是咱们公子的父亲啊 叶凤婉 当时明白过来 锐王本是有野心 当皇帝的人 自然要巴结段子鱼了 因为 他是下一代的军师谋士嘛 一想到段子鱼身份如此尊崇 叶凤婉的心情就愉悦起来 他好像找到了一个 貌似很厉害的护身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小满 咱们快走 我饿死了 等两人来到锐王行宫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了 也不知道段子鱼跟锐王 去干什么了 只是有人给他们指定了咒处 将两人带了进去 小满极力要求 要跟叶凤婉分开住 坚决不住一个房间里 叶凤婉也觉得不方便 就点头同意了 但是那女侍女就说道 不好意思 咱们的客房没这么多了 小满顿时怒道 你夸我们吗 那那边 还有那边 不都空着吗 那侍女直接翻了个白眼道 你们两个都是男人 住在一起又有什么大劲的 她 小满急得伸手指指着叶凤婉 侍女皱眉道 她什么 叶凤婉面色一变 急忙扯住小满的手腕 行 我们就住一间 我们就住一间 说着 就大力扯着小满 往那房间里面走去 两人走进去 砰的一声将房门关得紧紧淡 小满面红耳痴地瞪着她 你拉我干什么 叶凤婉皱眉眉心道 你急什么 你不想跟我一屋睡 我不打扰你就是了 你干嘛非要将我暴露出去 我 我没有将你暴露出去 叶凤婉挑眉看着她 没有将我暴露出去 那你想跟侍女说什么 我 小满被她反驳得哑口无言 将小包袱往床榻上一声 坐在一旁独自生闷气 叶凤婉也没吵她 她身上又皮又泪 走到外面打了个喝钱 蜷缩在软榻上 闭上眼睛 小满侧耳倾听了半天没动静 走出来一看 只见叶凤婉已经睡着了 她微微闭着双眸 双臂抱紧 似乎是觉得冷 眉心还拧在一起 小满气呼呼地骂了一句 真是一个随便的女神 跟个大男人通出一室 这么容易就睡着了 她走到内室 将床榻上的被子抱下来 愤怒地扔到了叶凤婉身上 叶凤婉拽过被子 弯了个身 沉沉地睡了过去 小满躺在床榻上 倒是久久不曾睡着 卿尘 叶凤婉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见小满顶着一副熊猫眼 急不走出去 她心里一沉 匆忙起身 也追着小满走出去 瑞王的行宫里面 有一处竹林 青竹摇曳 竹叶青楚 发出一阵沙沙的声响 清晨的阳光下 身穿练功衣的段子瑜 正在练剑 她剑法不似夜想 那般霸道锋利 相反 竟是有些柔和 看上去更像是舞剑 身子优美 叶凤婉看得眼睛都不眨 她从来没见过 长得如此好看的男子 无关乎喜欢 只是欣赏 在她心底 像段子瑜这样的男神 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而男公叶在她心中的地位 也是无可寒动 摇了摇头 她打消了心头烦乱的思绪 随着小满走到 淡子瑜的身后 段子瑜听到 身后的脚步上 耳朵动了动 收了见识 你们来了 段子瑜接过 小满手中的锦帕 擦了擦汗水 叶凤婉沉吟着开口 公子 我们还要在这里住多久 住到秋裂吧 叶凤婉心中一跳 瞪圆了眼睛 看着段子瑜 段子瑜不解的看向她 怎么 没怎么 叶凤婉摇了摇头 垂现了练眼的双眸 段子瑜没有追问她 而是看向小满 我先去温泉水里面泡泡 你去收拾早饭 让她伺候我泡温泉就行 啊 叶凤婉瞪圆了眼睛 指了指自己鼻子 你说 让我伺候吗 段子瑜笑了笑 当然是你 叶凤婉皱紧了眉心 那 我还是去收拾早饭吧 小满知道我的口味 你知道吗 我这人向来嘴巴有些雕 不习惯吃旁人做的 只吃小满做的 叶凤婉勉了敏唇 那边小满得意地冲她扬了扬下巴 那挑衅的意思很明显 你行吗 走吧 段子瑜说完 就朝着那边的温泉池走过去 叶凤婉只得硬着头皮跟在她身后 看到她穿着衣服 就直接跳入温泉水中 当即松了口气 还好 不是全脱光了 她突然发现自己好邪恶 不由小脸红了红 段子瑜眼角余光瞟了她一眼 看着她松口气吐舌头的样子 只觉得十分好玩 段公子 这时 一道温柔的声音豁然响起 只见一名长相清秀的女子 宽宽走来 段子瑜泡在温泉水里面 懒洋洋地掀来掀眼皮 叶凤婉自动站在那女子身后 眼眸微垂涨 那女子走上前 悠雅地行了一礼 奴婢白脸 奉殿下之命 前来伺候公子 我身边有伺候的人 不劳烦锐王殿下费心了 白脸似乎早就知道她会拒绝 展颜一笑 奴婢听闻段公子奇异非凡 正好奴婢也略会一点 还请公子能指教姨儿 指教 段子瑜唇角勾起 露出一个蛊惑人心的笑意 谈不上指教 你根本不会是本公子的对手 段子瑜傲娇地说道 叶凤婉终于明白 小满的傲娇姿态是跟谁学的了 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 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小满还真是跟她有样学样 这傲娇的姿态可是学得太香了 那白脸又大着胆子 向她说道 段公子 白脸倾慕你已久 更是做梦都想跟你下一盘棋 你就不能满足白脸这小小的愿望吗 段子瑜皱了皱眉心 再没有泡温泉的性质 从水里面猛地跃出 浑身湿里淋淋 喷泊而出的肌肉线条 丝毫与她的书生气不搭 那剑朔的胸肌 就犹如行祖的荷尔蒙那般 一人瞎想 叶凤婉无视了 早已经看傻的小白脸 直接拿了一旁准备好的锦袍 朝她递了过去 段子瑜结果 好整以侠地看了叶凤婉一眼 只见她垂着眼眸 面色无补无揽 好像不为所动 白脸早已经被段子瑜 那完美的身材 吸引得春心大动 下意识就朝着她贴过去 段公子 你能不能满足白脸 段子瑜厌无地避开 那白脸扑了个空 整个人就掉入了温泉洗衣店 只听她在水中嘶声喊道 救命啊段公子 快救救白脸 白脸不会浮水 叶凤婉在一旁 实在看不下去了 走到岸边道 池水本就不神 你鬼叫什么 白脸灯时就愣住 愤怒地看着她 她抬头狼狈地 看了一眼周围 这温泉水池的确是不神 只是刚刚到了她的腰部而已 看到岸上 段子瑜眼底的那一抹积讽 白脸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走了 从容不破 穿好衣物的段子瑜 冲着叶凤婉喊了一句 就急步而行 叶凤婉 一步一去地跟上 却不成想 她走了一段路之后 猛然停住了脚步 害得叶凤婉 一时间收不住脚 狠狠地撞在她脊背上 疼得她下意识 去摸自己鼻子 幸好是原装的 这若是整的 这一下子非撞歪了不可 叶凤婉不满地 揉着鼻子抱怨道 你怎么突然就停下了 你怎么知道 这温泉池水不及腰身 你泡过 叶凤婉急忙 双手摇着否认 没有 我没有泡过 说吧 这里没人 将你的真实身份 告诉本公子 也好让本公子知道 到底救了什么人 我 叶凤婉小脸发白 有时犹豫起来 段子余皱了皱眉 怎么 经过了昨夜 还没有对本公子 打消戒心吗 叶凤婉急忙否认 不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想你也不可能 会那么没了解 本公子费紧心机地救你 你还千方百计地防着 那情何以堪 叶凤婉认认真真 给她行了一顶 段公子 谢谢你出手 仗义相救 段子余眸光 紧锁着她的小脸 说你的名字 叶凤婉 叶家 段子余眸光一闪 眼底闪过一抹暗然 原来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 岭南王妃 叶凤婉不解地看向段子余 你知道我 听说过 既然你身为岭南王妃 为何又被瑞王抓来 不要告诉我 你真的偷了她府中重要的东西 怎么会呢 我能看上她府中什么东西 叶凤婉嗤之以鼻 段子余不解地问道 那为何她要抓你 说来话长 总之 是我知道了她的把柄 她非要软禁我不可 所以 我才不得已逃走的 把柄 她会有什么把柄 落在你手中 段子余温润的眼眸 闪过一抹隐藏的方顶 瑞王造反之事 可非同小可 叶凤婉不想连累她 这 算了 到底有什么把柄 我也不想知道 我跟令南王还算有些交情 既然救了你 就应该好好照顾你 你先跟在我的身边 有我在 她不会认出你 等到丘烈完毕之后 我再亲手将你交给令南王 段子余说完 急不就往前面走去 叶凤婉焦急地追上她 哎 什么时候丘烈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令南王也会来吗 就在明日 叶凤婉文言 双手豁然握紧 明日就是秋冽 也是端王 谋逆皇上之日 那么 令南王也会来吗 看到叶凤婉 猝着眉心 段子余低声道 有人来了 叶凤婉心间一颤 慌忙垂下眼眸 站在她身后 却听小满说道 公子 早饭已经做好了 一听到小满的声音 叶凤婉松了口气 眼神优怨地看向段子余 段子余伸手 下意识想去摸她头顶 却是突然意识到 这种动作很是不妥 玄机笑道 我倒是忘记了你的身份 走吧 一起去用早膳 小满不解地摸了摸后脑勺 公子刚刚说的是什么 她什么身份 她不就是瑞王府 逃出去的婢女吗 段子余催促的声音隐隐传来 小满 快点 小满不敢再胡思乱想 把腿就追了上去 小满做的饭菜 果然很是可口 几个精致的小菜 竟然还有三个烤好的玉米 叶凤婉看到 肚子里面咕咕作响 毫不客气地 直接拿了玉米就啃起来 小满大急 冲过去劈手 就把玉米夺过来 喂 谁说玉米有你的份了 你真够自觉的 小满 段子余板起了脸 叶凤婉却不急不躁地说道 你考了三个 不就是摆明了有我的份吗 公子胃口大 我考多了 是给公子吃的 本公子不是向来吃一个吗 这锅 本公子可不替你背 段子余懒洋洋地端起一碗中 轻轻地喝了一口 叶凤婉文言眼睛一亮 狡猾地从小满手中 又将玉米夺回来 一边啃着一边说道 我就知道你是考给我吃的 你别想否认了 手艺真不错 我给你满份 小满气得圆脸鼓鼓 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贪吃鬼 谢谢你送我如此好听的称号 是不是二段公子 段子余慢慢地咀嚼 皱了皱眉心道 果人眼 食不言寝不语 叶凤婉勉了敏唇 也不再开口说话 低头闷吃起来 三人用完早膳 小满就收拾下去 而段子余却是看向叶凤婉 陪我出去转转玩 转转 叶凤婉眨了眨眼睛 段子余点了点头 狭长的眼眸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 周眉道 明日 丘烈大军就要到达庆丰山来 想到瑞王和刘相那日所说的话 叶凤婉的眼色就沉下去 明日会有很多人来吗 不错 名为丘烈 实际上也是当今圣上 选拔精兵良教的日子 叶凤婉看着段子余 只见阳光照在他俊美的容颜上 竟是带了一种悲悯世人的感觉 明天是很休闲的一天 他突然不希望领南王会来了 因为他希望他能好好的 猛然心中一跳 好像这几时 他想领南王的时候多了起来 他皱了皱眉心 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 那我现在就陪你上上去转转吧 好 段子余点了点头 带着叶凤婉就朝着刑宫外面走去 两人刚走出刑宫 就被外面的侍卫给拦住了 段公子 怎么 段公子不解地看向他们 那侍卫尴尬地开口 王爷有令 任何人不得出入行宫 任何人 段子余眸光一闪 下意识地与叶凤婉对视了一眼 那侍卫点了点头 叶凤婉忍不住询问道 那其中也包括我们吗 侍卫又点了点头 叶凤婉当即怒喝道 你们大胆 不知道段公子是王爷贵客吗 几名侍卫忙跪在地上 请段公子见谅 不要为难我们 诶 尤儿 算了 不要为难他们 可是公子 你不是要出去转转的吗 现在改变主意了 你回行宫陪我去下棋吧 说着 扯着叶凤婉的手腕就往回走 喂 你干嘛要听他们的 叶凤婉着急地看着他 段子渝没有说话 只是拉着他手腕 快步走到一处隐蔽的地方 你回答我 你打算闯出去吗 我 叶凤婉被他问的哑口 玄机又道 可是 他不让我们出宫 必然是有什么猫腻 恐怕他现在 已经带人去山上布置陷阱了 陷阱 段子渝眼眸一闪 啄啄地看着叶凤婉 你知道什么 叶凤婉抿了敏唇 一低头 看到他依然拽着自己手腕 就大力地甩开他 瑞王那人 一看就不是好人 他居然提前来到清风山上 必然不会有好事 又将我们困在他的行宫里 他这是在防备你吧 聪明如段子渝 自然看出他神情不自然 伸手用力地固定住他双肩 迫使他面对着自己眼睛 你到底知道瑞王什么事情 你不是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吗 我现在很感兴趣 我希望你能坦诚地告诉我 段子渝的口吻很是霸道 叶凤婉挣脱他 转身就走 我不说 段子渝看着他的背影 好看得眉心紧紧地拧了起来 这时 小满找了过来 看着他家公子 正望着叶凤婉的背影出神 就抱怨道 公子 这人真是不懂礼数 公子救了他 不知道感恩也就罢了 还跟公子耍性子 小满 替我往京城送一封信 是 叶凤婉离开段子渝之后 回到了自己住处 左思右想 他都觉得 自己必须要往青丰山上走一遭 虽然他对紫耀国的皇帝 没什么好感 但是他更不想 让瑞王谋逆成功 若是瑞王真的当了皇帝 那么他可以预见 自己以后和岭南王的悲惨生活 不行 他绝对不能让瑞王的阴谋得逞 他必须要亲自上青丰山上走一趟才行 在房间里面找了一圈后 他找到了一把匕首 塞到怀里面 打开门往来看了看 眼见四下无神 就闪身出去 朝着花园里面 就急步而去 他先是动作利落地爬上一棵香章树 小心翼翼地蹭到围墙上 警惕地看了看周围 就顺着围墙 慢慢地跳了下去 平安落到地上 他拍了拍手 拔腿就往山上抛去 清风山上 山市险峻 到处都有重兵把守 叶凤满不敢掉以轻心 一路小心地往山上摸去 他看到 有不少的士兵在忙碌着什么 等他认真地看清楚之后 就瞪圆了眼睛 原来这些人竟然是在布置陷阱 一想到明天紫耀国皇帝 会带着众人前来清风山 一个不查就会掉下陷阱 他下意识地 赶紧记下那些陷阱的位置 瑞王为人阴狠 做事情滴水不漏 他之所以提前一天来这清风山 为的就是将山上布置的万无一事 他既然决定了要尽快除掉皇上 就绝不会再拖延时间 以免夜长梦多 你们快点 瑞王亲自安排人布置 一排排的尖利语剑 全都插到了陷阱地 王爷 你放心好了 保管掉下去的人 全都被射穿为刺猬 一名属下讨好的说着 瑞王阴冷的脸上 染过一抹寒意 本王要的 就是让他们一个个全都变成刺猬 叶凤蛮听到他说的话 脸色一变 急着想要离开 却一不小心脚下一空 整个人就往陷阱里面掉落下去 叶凤蛮脸色一变 只见陷阱底部 是一排排尖利语剑 惊得他迅速掏出怀中的匕首 狠狠地往洞壁上插去 止住了他下坠的身体 然而匕首不是长久之计 能撑一会儿 却撑不了多久 因为瑞王在上面 他又不敢呼喊 只是紧张地浑身冒出了冷汗 叶凤蛮咬了咬牙 后背已经被冷汗见尸了 他低头一看 几乎倒吸了一口冷气 看着一排排的语剑 眼前一阵晕雪 而掐在此时 手中的匕首松动 他整个人又快速往洞底坠去 糟了 叶凤蛮嘀吼一声 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就要被语剑插成刺猬了 点光火石之间 他双腿猛然在空中插开 脚尖绷紧踩住墙壁 整个人呈大字形固定在半空中 若是掉下去 他必然会被语剑刺成刺猬 这是必然遇见的结果 他不敢有任何动作 神霞是闪烁着锋芒的语剑 而上面是追杀他的锐王 他仿若进入了绝境 上天无门 地狱正向他招手 难道就要死在这儿了 老天不会这么玩人吧 他忍不住哀嚎了一声 上面隐隐还有说话声传来 锐王并没有带人离开 将他想要呼救这条路 也彻底地堵住 突然 他脚尖处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他豁然瞪圆了眼睛 惊挪的痛楚 让他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下掉去 他忍不住大声哀嚎 救命啊 锐王听到声音迅速冲过来 当看到陷阱里面的叶凤板的时候 脸色顿时变得阴沉难看 锐王殿下 快点救我 快救我呀 叶凤板四声大喊 锐王立声喝道 谁让你来这儿的 是我家主子领我来寻你的 叶凤板急中声志 锐王眼眸沉了沉 迅速从一旁拿了绳子扔到里面 冷声喊道 接着 叶凤板俐落地接触 动作俐落地从陷阱里面爬出来 锐王震惊地看着他 刚刚他爬出陷阱那几下子 简直是太熟练了 就连经过长期训练的士兵 也不可能动作如此利落 锐王冷然地眼眸危险地眯了起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叫优儿 是伺候段公子的呀 锐王皱了皱眉心 没想到 这段子鱼的身边 竟然还有如此厉害之人 叶凤板在一旁 派着新口道 真是吓死我了 殿下 你挖这陷阱是要捕猎吗 这要是有猎物掉下去 那可真没活着上来的 不过 只是可惜了好的兽皮了 锐王正想着要如何处置他 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心中打消了要灭口的心思 将错就错地敷衍他 要兽皮做什么 只要猎物死了就行 那殿下 你忙完了吗 我们公子让我来许你 说是有事情要和你商谈 那他可说有什么事情 主子的事情 我可从来不敢打听 锐王眼底闪过一抹担忧 沉默了片刻才到 好 我随你一起去见他 说着 锐王就在前面带路 叶凤满眼眸沉了沉 灵动的眼眸四处查看着 将那些陷阱的地方记得清楚 锐王回头看到他四处张望 眼眸狠立地望向他 你在看什么 没看什么 殿下 这山上有很多野兽触摸吗 怎么说 我看你让人挖了不少的陷阱 如果野兽不多的话 那为什么会挖这么多陷阱呢 锐王不知道想到什么 眼底闪过一抹寒意 是啊 野兽不少 跟着锐王走出山林 自然不会再入陷阱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两人就来到刑宫门口 看到守门的宫尾 叶凤满下意识往后退了退 锐王脸色难看的训斥守卫 本王今天早晨是怎么交代你们的 我也饶命 几名宫尾跪在地上浑身颤抖 叶凤满冷声道 你别难为他们 我跟公子要出宫 他们没有放行 没有放行 那你又是如何上的山 是本公子让他想办法上山 去寻你回来的 一道温润的声音豁然响起 只见手拿折扇身姿风流的段子渝 就出现在两人夜前 公子 叶凤满忠然看到他 像是看到救星一般躲到他身后 锐王惊讶地看见他 段兄 你有事招本王 段子渝微笑着点头道 自然是有事 不知道是何事 昨晚上的棋局 我想到办法破了 哦 是吗 那棋局号称天下无人能破 既然段兄能破 那棋局也不过是儿儿 用来哄骗天下人的吧 锐王殿下 我们继续去研究那棋局如何 锐王脸色拧了拧 心里想着 反正总也将陷阱布置得差不多了 只等明日死要地的到来 倒不如与段子渝再下一局 拉拢他的感情 想到这里 他就欣然答应 叶凤满松了口气 看来没他什么事了 他又赶紧回去 将陷阱的布置图画出来 交到父亲的手里 好保护自要地 段子渝的眼角瞟了他一眼 淡淡地开口 你伺候着 凭什么 叶凤满心里不满 但是面上却不敢忤逆 只是垂着眼眸道 是 两人的棋局 是摆在花园的凉亭里面 四周鲜花烂满 更衬得段子渝 犹如神仙下凡 一身白衣 端得是俊美潇洒 叶凤满心不在焉地 站在他身后 脑子里面 满是陷阱的布置地点 想着想着 不免就走了神 一颗黑色棋子 猛然砸到他额头上 疼得他脸色一变 愤怒地朝着 十字勇者就看过去 你是怎么伺候的 本王喊了你好几声了 你没听到吗 瑞王不悦地看着他 是 殿下 大兄 你这是打哪寻来的奴才 如此迟短 段子渝微笑道 哼 捡来的 叶凤满心里一紧 下意识地握紧了双手 他可千万别把自己给卖了呀 似乎感觉到他的紧张 端子渝细长的眼眸朝他撇了一眼 瑞王闻言下意识地询问道 哦 打哪儿也来的 端子渝淡淡地说了三个字 令南城 瑞王的脸色僵了僵 玄机笑道 哈哈哈哈 原来是在那儿啊 阔山 透着一股子傻气 不愧是令南城的神 你才傻呢 叶凤满忍不住在心里 冲着瑞王翻白眼 哎 不如本王送你一个奴婢如何 体贴灵动 更重要的是 他会下棋 段子渝却直接拒绝 不好 我常年出游四方 身边养不起娇人 哎 他一点也不娇贵 寻常的时候 你就让他伺候就是了 再说了 你这次回到京城 我是不走了吗 段子渝将一枚妻子落下 轻轻地拖着塞说道 是打算不走了 但是还没想好 具体要干什么 瑞王到底是忍不住了 迫不及待地开口 不如留在本王的身边 段子渝脸上的温顺 顿时消失 手中紧握的棋子 重重地搁在棋盘上 瑞王殿下 你这是不想下棋了 他声音冰冷地看向瑞王 瑞王皱了皱眉心 慌忙拿着手中的棋子道 啊 下 当然是下棋最重要 段子渝面色不变 陈生说道 刚刚就当你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瑞王是明白人 我段家家史特殊 每一代人都不是自有甚 更不能亲近每一个皇族继承人 若是我回到京城 就与你走在一起 恐怕不但连累了你 也会连累了我们段家一族 是 殿下的心已然乱了 这盘棋不下也罢 说着 段子渝将棋盘一推 就冷然起身 瑞王也不敢再劝他 只是跟着他站起身来 悠儿 我们走 段子渝说完 甩着袖子大步离开 好 叶凤婉偷眼看了一眼 黑着脸的瑞王 急忙追上了段子渝 段子渝走到自己所住的院子里 猛然停住了脚步 这一次 叶凤婉学乖了 离着他挤不远 也赶忙停下 段子渝回头皱眉看着他 你跑去山上了 叶凤婉不敢否认 只得点了点头 段子渝一直沉稳的脸上 陡然闪过了一抹怒意 你好大的胆子 我好好地回来了 说着 他急忙展开自己双臂 让他查看 段子渝沉宁的眼睛 或人落在他手腕上的青紫上 瞳孔剧烈收缩 叶凤婉顺着他目光看过去 连忙撤回双臂 我是不小心掉到陷阱里面 不知道怎么就伤到了 你竟然掉到了陷阱里面 在清风山上 瑞王挖了不少的陷阱 段子渝闻言 练咽的双眸眯了眉 看来这明天的秋天 是血雨腥风啊 回去之后 小满给叶凤婉送了药膏 脸色别扭得很 叶凤婉接过药膏后问道 公子他怎么说 公子让我告诉你 明天你的变省丸就很无效了 叶凤婉闻言一惊 忙说道 那再给我一颗呀 你以为是糖豆呢 想要就用 不行 我得去找公子 说着 叶凤婉就着急的往外冲 小满立马拦住他 你别去了 公子已经睡下了 叶凤婉皱了 双眉省 没了变省完 岂不是会被瑞王怀疑了 小满又低声道 你放心好了 瑞王暂时不会抓你 他已经连夜回去京城了 叶凤婉惊讶道 怎么走了 明日秋天 瑞王若是提前到了情风山 岂不是会被子妖帝怀疑吗 小满挑了挑眉 他简直是要败给他了 什么都不知道 还净出去瞎惹祸事 啊 原来是这样 叶凤婉幡然醒悟 想到那些陷阱 便急忙往书房里面走 如豆的烛火下 他凭借记忆 将所有的陷阱地点 全都画了出来 小满走到他身边 好奇地看着他画的东西 你这画的是什么 我怎么看不明白啊 叶凤婉不打反问道 你明日不跟着公子去秋烈吧 小满想了一下 摇摇摇头道 公子没说 叶凤婉谨慎地盯住他 你将这个拿好 若是明日公子去山上参加秋烈 就将这个交给他看 明白吗 小满揭在手里 看着他神色慎重 又问道 你都没告诉我 这图上画的是什么 还有 你怎么不亲自交给公子呢 叶凤婉自然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要在父亲上山之前 将图纸交到父亲手里 到时候 就不会在段子余身边了 这是清风山上的陷队 不知图 什么 你说陷队 小满瞬间满脸惊鹤 叶凤婉压低了声音 噓 我知道了 明天我一定好好保护公子 小满 小满深情认真地说道 叶凤婉点了点头 那你呢 你不跟我们在一起吗 我有别的事情 还是先睡吧 明天要早起呢 说完 叶凤婉将画好的图纸 往自己袖子里面一揣 就往软榻上大步走去 小满慌忙追上去 吱吱呜呜地说道 我睡软榻 你去睡床 为什么 叶凤婉不解地看着她 她都已经睡了一夜的软榻 也没觉得怎样啊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 让你去睡 你去就是了 说着 将叶凤婉的被子卷起来 抱到床上 又把自己的东西给收拾过来 小满躺在软榻上 她人虽然瘦瘦 但是个子很高 躺上去之后束手束脚 叶凤婉扑吱一声笑出来 小满 还是你去睡床吧 这软榻不适合你 任谁都知道 睡床舒服 但是小满心虚 其实她满心里是希望 她能够睡得舒服一些 就闭着眼睛道 别吵我睡觉 叶凤婉没有办法 只得去床上躺下 看着窗外皎洁的月光 她久久不曾入睡 拂小时刻 她猛然惊醒 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好小之声 她一个机灵坐起来 趴在窗上往外看去 就隐约看到长长的队伍 已经到了行宫门前 小满 小满 她急忙去喊小满 睡得迷糊的小满被她喊醒 皱着眉心的 怎么了 你听听 是不是丘列大军已经到了 我怎么看着外面有这么多守卫呢 小满侧耳倾听了一下 的确是来了 咱们快去找公子 说着 两人就一起往外跑 等两人到外面的时候 就看到段子余 已经手拿折扇站在门口 一张俊美的脸上 是前所未有的冷峻 公子 小满看了叶凤婉一眼 走到了段子余身后 段子余回过头来 清浅的目光 落在叶凤婉身上 她依然身穿男装 一张小脸还脏兮兮的 未免被瑞王的人看出破绽 所以自从来了之后 就刻意地没清洗过 只是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依神能看出她的灵动 段子余柔身说道 令南王也到了清风山 哦 叶凤婉轻轻点了点头 小满在一旁不解 令南王来了清风山 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这也没敢再问 我要带小满 去见见皇上了 好 叶凤婉明白她的言下之意 点了点头 拒不离开 公子 怎么不带她跟我们一起 她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段子余轻声道 叶凤婉文言脚步一顿 回头看了一眼段子余 就一人扭头离开 段子余看着那坚定的背影 眼底闪过一抹 从未有过的爱然 丘列乃是紫妖国的大使 紫妖底极其看重 他骑在一匹飞朔的骏马之上 身旁跟着的是他的军师段鸣 以及朝中最重要的两名丞相 刘相和叶相 太子南宫云以及岭南王 则在他遗仗之后 陪伴在侧的是彼此的侍卫 瑞王骑马走在最中间 冷宁的眼眸朝着清风山上冒去 船脚勾起了一抹阴冷的笑意 岭南王的视线 下意识地朝着瑞王行弓看过去 他收到了段子余的飞鸽传书 说他救下了被瑞王带走的碗板 一直提着的心这才放下来 皇上 一道清悦的声音豁然传来 引得紫妖地喝至骏马停下 抬眸就看到 一身白衣的段子余 带着小满脊步走来 哦 子余 子余帝忠气十足地喊了他一声 脸上带了欣喜的笑手 段子余毕恭毕敬地跪在地上 给他磕头行礼 子余拜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子余帝点了点头 侧头看向一旁的军师段明道 段军师 你的儿子 还有你年轻时的风采啊 要么清俊 别有一番风姿啊 他哪里有什么风姿啊 这几年一直在外面游历 看着身上的自得闲散气息 倒是更严重了一些 子余帝展开双鼻道 自得闲散 朕倒是羡慕他能闲云也喝 只是不知何时 朕能像他这般 去游历朕的这大好河山 段军师急忙说道 皇上正午繁忙 这紫耀国的百姓黎民 可还要仰仗皇上呢 是啊 正是因为这些百姓们 朕才永远地被禁锢 在这百年皇城之内 众人闻言 皆跪在地上高呼 吾皇万岁万万岁 整个清风山下 入眼皆是直插云霄的 参天古树 树叶茂盛 折天蔽世 还没有上山 就能感觉到一阵阵的阴凉 子妖帝站在高台之上 点兵点将 领南王因为身体不适 没有参与这次狩猎 子妖帝也知道 他不喜欢这种热闹场合 就没有勉强他 只是让太子与瑞王 各自带了一队人马 前往清风山上 整个清风山周围 被锦衣卫严密地包围 叶峰满根本进不去里面 是一击的团团转 他整个人浮在草窝里面 试图寻找到 能进入里面的机会 等了许久 终于见有人抱着酒坛子 急不往这边走来 他心里一喜 迅速一跃而出 叫那人打晕在地上 并快速地换上 他身上的衣服 捡起摔在草窝里面的酒坛子 迅速地往里面大步走去 叶峰晚抱着酒坛子 走到里面 接着有人将酒坛子 接过去 走到了紫妖地面前 叶峰晚吹眸 站在那儿 冷不防感觉到 一道灼热的视线 他下意识回头看去 就看到岭南王 那双璀璨的黑眸 当下心微颤 他下意识捏紧了手腕 此次秋烈 自妖地意气风发 他亲自选了一堆侍卫 前往青丰山 准备一举多亏 因为叶峰善其舍 自然也在其中之列 叶峰晚心中焦急 他不想看到自己的父亲 去白白送死 他趁着机会 走到叶峰身边 伸手扯了扯他一脚 叶峰皱了皱眉心 回头疑惑地看向他 当看到他那双 灵动的黑眸的时候 心中一动 叶峰晚顺势将手中的 土齿塞到叶峰手里 冲着他点了点头 叶峰会议 用力地钻紧 这时 紫耀帝一道 雷霆万军的声音 豁然响起 紧跟着 嚎叫声也吹响 几十匹骏马 朝着青丰山上 几尺而去 马蹄过处 扬起一片尘土 清丰山下 已经搭满了军长 叶峰晚朝着 隐蔽处急不走去 即便是给了叶想图纸 他也担心山上会出事 便思寸着 自己最好能去山上看看 若想上山 必然要去寻马 他犹豫了片刻 就朝着马就处 急不走去 刚走到一处军长 从里面赫然 飞出一根绳子 缠在他腰上 用力一扯 就将他整个人扯了进去 摔在了地上 铺着的毛毡上 一个高大的身影 就扑过来 将他压在了身下 叶峰晚气得 瞪圆了眼睛 扬起拳头 就狠狠往那人身上砸去 却在抬眸的瞬间 看到了一双 又沉又黑的眼眸 是你 叶峰晚眼光微微发射 眸子里面 瞬间蓄积了一层雾气 婉婉 我好想你 叶峰晚不知道 那银色面具的遮掩下 应该是怎样的一副深情 但是领南王的声音 却像是压抑了许久的那种嘶哑 你 叶峰晚只说了一个字 就被堵回了唇办里面 领南王的唇压上来 不顾一切的掠夺 在他的强势进攻下 片刻之后 他就溃不成军了 少女的气息和芬芳 喷散在他脸上 像是强烈的催情药 将他有些冰冷的身体燃烧起来 他的舌头很是霸道地跟他纠缠 几乎要把他舌头吸麻了 口腔里面的空气 越来越稀薄 越来越难受 叶峰晚几乎是拼尽了全力 才猛地将领南王给掀翻 跨坐在他身上 一张小脸不知道是气的 还是羞的 通红的厉害 晚晚 丙南王闲视地枕着自己胳膊 一双暗黑的眼眸 不知何时已经乱了色调 像是浩瀚湖边的海洋 随时都会掀起一个巨浪 将他彻底吞没 叶峰晚冲他怒吼 够了吗 不够 丙南王眸光一闪 一把抓住他手腕 用力一扯 又将他压在身下 晚晚 南王还是觉得 南上女下 这个姿势比较舒服点 领南王坏心地打趣他 叶峰晚怒急 抬手一巴掌 就朝他脸上瞅去 却被领南王一把扎住 可怜兮兮地说道 难道 晚晚还是喜欢女少南下 你够了 我爹现在跟皇上上了山 生死不明 你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 丙南王皱了皱眉心 沉声道 他们不会有事 叶峰晚震惊地看向他 你怎么知道 瑞王在清风山挖了许多陷阱 那陷阱底下 全都是城牌的羽剑和尖刀 我亲眼所见 婉婉 你亲眼所见 领南王原本念念的双眸 和人变得幽暗起来 叶峰晚点了点头道 不错 我差点就命丧陷阱里面了 他怎么没有告诉我 领南王皱了皱眉心 叶峰晚下意识地询问他 谁 没谁 你身上没受伤吗 你别碰我 叶峰晚小脸上爬上一层红血 慌忙避开他 躲到了一旁 他嘴唇到现在还是麻麻的 肯定是肿了 待会儿可怎么见人呢 见到叶峰晚怨念的眼神 领南王沉声道 紫妖帝身旁那些锦衣卫 可不是吃素的 锐王这次不会得手 你怎么知道 领南王哼了一声 大手拍了拍他几倍 紫妖帝身在高位十几年 自然有自己的手段 若是锐王这么容易就得了手 那他这十几年的皇帝 可不是白当了吗 真的吗 领南王低头看了他一眼 肠臂一身就将他勾在怀里 垂下头就去啃咬他的小耳朵 叶峰晚浑身发麻 没有力气反抗 只能抗议地瞪着他 婉婉 相信我 你爹一定会没事的 说着 他就再没有任何顾忌 又轻身将他压在身下 这几日有多交信地担忧 此刻就有多渴望地想念 事而复得地回到他怀抱里 他再也不愿意放开了 叶峰晚沉迷在他霸道的气息里 直到感觉心口一阵凉意传来 才猛地惊醒过来 就见领南王撑着手臂 练艳的双眸正着着地望着自己 此时他的脖颈处 已经满是他留下的 轻轻浅浅的痕迹了 婉婉 可以吗 领南王声音嘶哑 似乎在极力地隐藏着什么 叶峰晚想都没想直接拒绝 不 领南王的眼底闪过一抹黯然 是他太着急了吗 好不容易刚刚让他撤下新房 因为自己的冲动 瞬间就要回到原点去了 他猛然伸手拽住叶峰晚的手腕 眼眸里满满的是愧疚 婉婉 原谅我 叶峰晚伸手脸住身上的衣服 并不回头看他 王爷 你我虽然是名义上的夫妻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曾经答应过我什么 记得 被我说 要等你心甘情愿 可是刚刚 婉婉似乎很想说的样子 什么 叶峰晚小脸迅速涨红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拔腿就往外面跑 婉婉站住 领南王轻急之下 甩出绳子 滑动轮椅挡在了他面前 他两手在地上一撑 整个人弹起 片刻后就已经坐在轮椅上 我错了 以后不会再强求婉婉 领南王难得 用如此低声下气的语气 跟他说话 叶峰晚皱眉瞪向他 哪里错了 我不敢亲婉婉 不敢说婉婉很享受 领南王说出口的话 几乎让叶峰晚气得吐血 他现在急需要吹吹凉风 冷静冷静 不然 他觉得自己 会恨不得弄死他的 叶峰晚毫不犹豫地 大步往外面冲去 这次 领南王没在拦着 而是操纵轮椅 跟在他身后 两人来到一处山头上 只见一抹银红色的夕阳 照在西山上 湛蓝湛蓝的天空 浮动着大块的白色云朵 他们在夕阳的灰影下 呈现出火焰一般的烟火 端得是瑰丽多次 叶峰晚忍不住赞道 好美的夕阳啊 领南王侧目看着他 只见他小脸被夕阳映照得更加好看 一双凝动的双眸更是荡人心魄 领南王忍不住开口道 婉婉 其实这里的夕阳并不算美 喂 你会不会说话 只会大煞风景 叶峰晚不满地看向他 不错 王爷说得对 这里的夕阳 真的不算是最美 一道温润的声音 豁然在两人背后响起 惊得叶峰晚眉心一跳 下意识回头 正好对上段子余那双温暖的眼眸 公子 段子余折扇打开 站在山头上 一眉飘飘 如同折仙一般潇洒 紫瑜 领南王的语气里 是难得的熟人 段子余微微拱手 王爷 叶峰晚灵动的双眸 在两人的身上 不停地来回溜来溜去 你们认识啊 当然认识 我之前不知说过 刚刚在王爷的领地 领南城有礼而归吗 怪不得 那公子你说的 夕阳比这里还要好看的 到底是哪啊 领南王皱了皱眉心 怎么刚刚他说话 晚晚就不信 段子余这一来 他就信了他的话呢 他顿时有些吃味 拧着眉心开口道 子余 你让我来说 段子余微笑着点点点头 叶峰晚却不满地看向他 为什么你要说 我问的是公子 因为他说的那个地方 就是本王的封地 公子 真的是那里吗 领南王警告地 瞪了段子余一眼 操纵着轮椅插到两人中间 刻意挡住了 叶峰晚 不让两人目光交汇 叶峰晚伸手 想要将他扒拉开 你挡着我干嘛 领南王眼眸一暗 一把将他扯进怀里 维梁的脖唇堵住了他的话 擦 真是一言不合就亲切 等等 有外人在的行不行 这个暴君 真想一脚将他踹飞 叶峰晚愤怒地将领南王一把推开 看着他那嘚瑟的眼神 朝着他扬了扬拳头 狩猎大军回来了 段子余的声音 猛然拉回叶峰晚的身指 下意识朝着那边看过去 只见众人错拥着紫妖帝 走到了典将台下 领南王沉声道 走 去看看 还没等走进 紫妖帝暴怒的声音 就让叶峰晚听了心惊 查 迅速去查 到底是什么人 在山上设下了陷阱 出了什么事 段子余和领南王 急步走过去 低声悬万转 站在一旁阴沉着脸的锐王 锐王挑了挑眉 他心情抑郁到了极点 原本挖了陷阱 是让紫妖帝死无葬身之地的 却偏巧 他没有按照之前定计的路选狩猎 反倒是太子南宫云陷入了陷阱 全身被扎得满是血窟窿抬了回来 叶峰晚输了口气 他原本就对太子恨之入骨 援主被他羞辱至死 如今得知他受了重伤 心情十分愉悦 是 微臣这就派人去查 叶峰领命 急不就往外走 他走过刘相身边的时候 一张纸条从他袖子里面飘落 直接掉到了刘相脚边 那是什么 刘相 你脚下是什么 君师断鸣的声音随着响起 他急步走过去 捡起那张纸条一看 脸色大变 叶峰晚一看到那张图纸 小脸刷的一下就变白了 那不是自己交给父亲的图纸吗 而此时刘相满脸的茫然 君师 怎么了 段君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将那张图纸交到了子妖帝手里 叶峰晚的心瞬间提了起来 后背紧紧地帮着 眼眸忐忑地看向一旁 沉拧着脸的夜想 子妖帝看到手中的图纸 一声怒吼 来人 将刘相拿下 几名锦衣卫硬了 大步走过去 一左一右将刘相给钳支住 刘相整个人完全呈现着懵逼的状态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竟然会惹怒了子妖帝 难道 他与瑞王勾结的事情 被皇上发现了 想到这里 他下意识看向了一旁的瑞王 谁知道 瑞王竟是别过脸去 看都不看他一眼 刘相顿时觉得手脚冰凉 好像遇见了自己的死期到了 皇上 你要臣死 臣不敢不死 可你就算要臣死 也要臣死个明白啊 臣到底犯了什么罪 流向涕泪纵横的好哭着 子妖帝扬着手中的图纸 大喝道 这是什么 叶凤婉看得心头狂跳 那是图纸啊 一模一样的图纸 小满的手里还有一张 只是不知道 他有没有将图纸交给段子余 他下意识朝着段子余看去 只见他对自己 偷了一道安心的眼神 让他心微凝 此时流向浑身紧张地回答 宣纸啊 朕知道这是宣纸 你看看这宣纸上画的是什么 子妖帝将那图纸 扔在了流向头上 流向爬着捡起来 看到上面的圈圈点点 一时间竟是搞不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军师愤怒地看着他 刘相 你 这是今日在青丰山上 发现的陷阱布置图 什么 刘相顿时觉得 像是一道惊雷砸在他头顶上 让他白口莫辩 皇上 臣冤枉 臣冤枉啊 朕真的不知 这陷阱布置图到底是哪里来的 真的不知道啊 刘相 扶在紫妖帝的脚面哭着 紫妖帝痛心大喝道 刘相 朕看得清楚明白 这图只是从你身上飘然而落 愿不得 想来积极陪在朕身边的你 竟是一反常态地不去山上 原来 你早就知道这山上处处遍布陷阱 所以你怕死 就留在了山下 紫妖帝气得浑身发抖 一旁的德公孔连忙扶住他 皇上 请息怒 圣上的龙体要紧啊 紫妖帝摆了摆手 来人 将刘相带下去 皇上 真是冤枉的 皇上明察 刘相抱住紫妖帝的脚踝 哭得是气泪纵横 瑞王在一旁气得咬牙 怪不得紫妖帝竟然没中陷阱 原来早就有陷阱不知徒流传了出去 这个刘相 竟然做出背叛他的事情 死了也活该 当即他就消了替他说话的心思 冷恨了一声 别过了脸去 刘相此时 猛然想起自己的救命稻草瑞王 又跪爬到他脚边哭的 瑞王 你替微臣求求请 微臣真的什么都没做 求求瑞王殿下 紫妖帝冷立的目光 朝着瑞王看过去 惊得他脸色一变 一脚将刘相踢开 恼羞成怒道 大胆够贼 竟然敢算计皇上 该死 说着 拔下腰间退剑 直接往刘相身上 就狠狠地刺了过去 岭南王的轮椅里面 骤然射出一枚飞镖 打落了瑞王手中的长剑 皇叔住手 瑞王皱眉看向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皇叔 父皇都还没开口 你这么急着杀死刘相 不怕丹上 杀人灭口的嫌疑吗 岭南王讥笑地说道 刘相一听 瞬间瞪圆了眼睛 愤怒地看着面色急变的瑞王 瑞王愤怒地大吼 胡说 紫妖帝面色阴沉地 冲瑞王吼道 瑞王退下 瑞王只得满头冷汗地 退了下去 他不甘心地摇地摇牙 冷宁的目光 朝着山林深处看过去 叶凤满心头一跳 难道除了山上的陷阱之外 他还有别的什么安排不成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他似乎看到有一道冷芒一闪 正是朝着紫妖帝的方向 他心中一动 急忙大喝 皇上小心 电光火石之间 他迅速朝着紫妖帝扑过去 一枚羽箭恰而而止 就在他以为自己一定会被射穿后背的时候 却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疼痛 而他头顶上却是响起了众人的惊呼声 王爷 来人 快叫御医 叶凤满茫茫然地眨了着眼 一滴眼泪滚落下来 他将自要地及时推开 而岭南王却操纵着轮椅 挡在了他的身前 替他挡下了一剑 所以那一剑 是射到了岭南王的身上 想到这里 叶凤满迅速从地上弹跳起来 朝着岭南王扑过去 王爷 他嘶声大喊 紧紧地抓住岭南王带血的手 看到他幽深的眼眸 此刻是满满的温手 文文 我没事 你别哭 岭南王抬手 想要替他擦掉眼泪 却因为没有力气 只得作罢 直到此时 自要地才明白 刚刚救了自己的那个南庄侍卫 竟然是叶凤婉 而瑞王也得知了真相 一张脸灯时变得更加轻子难看 叶凤满旧驾有功 肯定会得到紫妖帝的保护 火山 就听紫妖帝沉声道 快来人 听到没有 让杜青山过来 老陈在 围着医药箱的杜青山 跑上前来急声回答 紫妖帝大声地喊道 快给领囊们拔剑 快 杜青山凝眉一看 皇上 此剑非同寻常 现在拔不得呀 为什么 包怒的叶凤婉 用力抓住杜青山的领子 王妃娘娘 请息怒 这剑上有毒 叶凤婉文言 猛然跌锁在地上 眼底闪过了一抹肤杂 玄机又道 正是因为有毒 才更应该快点拔出来 不然时间久了 剧毒就会侵入血脉 会更加凶险 剑在血脉之处 若是拔了 鲜血就会喷补而出 恐怕止不住啊 叶凤婉只觉得 眼睛一阵阵地发黑 她虽然是迫不得已 嫁给岭南王 做她王妃的 可是 她一直都疼她 护着她 哪怕她不喜欢她 她也会保护她 就是这样 一直对她那么好的男神 因为救自己 而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她的心里 就像是被刀割那般的疼着 叶凤婉强忍住 不敢让眼泪滚落出来 她怕她一哭出来 会让令南王更加心疼自己 王爷 你一定会没事的 你要撑住啊 婉婉 你放心 我明大 叶王爷不会这么快 就受死我的命的 况且 我还没有让婉婉爱上我 灵南王强颜欢笑 嘴角微微上扬着 让叶凤婉能清楚地看到 她的确是在笑着 叶凤婉的眼泪 不受控制地滚落下来 她看向杜姨一吼道 总得想办法治中血呀 快 将王爷抬到军长里去 你们轻点 叶凤婉突然大吼 吓得那些公尾浑身打了个哆嗦 犹豫着不敢再伸出手 这时 一只沉默的段子鱼走过去 伸手扯住她手腕 王妃娘娘 王爷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没事的 紫妖帝也走到她面前 你们救驾有功 这一定会重容赏你们 也一定会抓住那些 像孩镇的乱臣贼子 叶凤婉心想 去她妈的奖赏 如果能重来 她绝不会让领南王替她挡下这一剑 叶凤婉 嘶嘶咬住苍白的唇板 她不是没见过 比领南王更凶险的伤口 在做特种兵的时候 一名战友心脏旁中了一颗枪子 愣是没刺 但是那是在现代 用先进的手术药物治疗 在这冷兵器时代 去哪里找特效药呢 痴疼药 光是拔剑 就能生生地让人疼死 段子鱼看着她那几乎要崩溃的小脸 当即扯住她手腕 就往别处走 叶凤婉突然像疯了一般甩开她 拔腿就往顶南王所带的军帐冲去 段子鱼突然大声阻止她 你站住 你去了非但帮不了她 还会让她伤心劳神 相信杜宇义 她是整个紫耀国 医术最最精湛的医师了 叶凤婉眨眨了着眼睛 眼泪像是断了线的蛛丝般滚落下来 段子鱼伸手想要帮她擦掉 可抬起手却叹息了一声 又拿了紧趴地给她 两人守在帐篷口 一左一右 认识里面的人进进出出 却是没有离开 黑夜过去 白天来临 直到叶凤婉实在撑不住了 她想进去看看她 哪怕她昏迷着 她也要看她一眼 趁着段子鱼一个没注意 她冲了进去 此时的领南王躺在床榻上 身上的寝衣被鲜血染透 她戴着银色面具躺在那儿 抹发肆意地扑散在枕头上 紧紧地闭着双眼 叶凤婉用力地捂出嘴 不让自己哭出来 她一步一步 慢慢地走到她面前 一直守在床榻旁的斗鱼衣 疲惫地抬头看了看叶凤婉 王爷拔剑的时候 很坚强 她特意嘱咐我 一定不能让你进来里面看着 否则 她就不同意拔剑 叶凤婉用力地咬紧下唇 几乎咬出血来 她不让自己进来看 是担心自己会有负罪感吗 她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蠢 蠢到让人狠 蠢到让人心里又疼得难受 她急不走过去 握住了陵南王的大手 却感受到 她掌心里面滚烫的灼烧感 她高热了 叶凤婉震惊地瞪她眼睛 是啊 给她拔剑之后就开始了 若是这高热降下来 王爷这道难关也算是闯过去了 叶凤婉仔细回想着 在现代的时候 人在高热时如果没有药的情况下 是如何物理降温蛋 她想了一会儿 就求救式地拉住了段子余的胳膊 你帮帮我 帮我去找一坛子烈酒过来 你要酒干什么 段子余不解地看着她 我当然有用啊 你放心 我不会傻到寄酒消愁 段子余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片刻之后 她和小满各自抱了一坛子烈酒走进来 小满此时已经知道她真正的身份 根本就不敢抬头看她 直接将酒坛子搁在她面前 就老实地退到了一旁 叶凤婉打开盖子 将里面的烈酒全都倒在铜盘里面 然后泡了颈部之后 就拧干去擦拭她的手心脚心 甚至解开衣服 连夜窝里面也一遍遍地擦拭 岭南王的身体依然滚烫得厉害 叶凤婉是第一次看到她的胸膛 她的胸肌很是发达 我你清楚 那喷泊而出的肌手 让她有些意外 在她的眼里 她一直是那种病秧子的存在感 她有这样令人身上线索飙升的身材 着实让她震惊 似乎是看她看得太久 她突然脸若红伤 担心旁人看出什么来 急忙垂着头继续帮她擦了几遍 直到感觉她身体不再灼热之后 她才停下来 杜御医站在一旁疑惑地看着她 娘娘 你这是 给她屋里降温 希望能有一点作用 杜御医点了点头 伸手摸了摸领南王的额头 似乎真的感觉没那么唐烂 王妃娘娘 这里有老陈守着就行了 你和段公子都回去休息吧 叶凤婉还没说话 就听到外面传了一阵喧哗声 紧接着就有一名侍卫急不走进来 杜御医咒眉说道 什么事情 御医大人 太子殿下清醒过来 但是身上痛得厉害 哭闹不停 杜御医点上顿时闪过了一抹为难之色 抬眸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领南王 神情挣扎 杜御医 你去照看太子吧 这里由我照看王爷就行了 杜御医瞅瞅道 娘娘 这可以吗 我当然可以 我会仔细照看他的 也会帮他身体降温 你放心就是了 叶凤婉认真地向他保证 那好 老陈去太子那边照看 若是王爷有什么事情 娘娘尽管派人去那边寻我 万万不能耽误了 我记下了 杜御医这才转身走了 而段子虞和小满 跟他一起留在了军长里 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我自己一个人守着他就行 段子虞闻眼皱了皱眉心 似乎有话要跟他说 但是到最后 只说出了一个字 好 看着他洒脱离去的背影 叶凤婉没有多想 而是走到床塔边上 认真地照顾凌南王 小满跟着段子虞走出军长 见他突然停下脚步 公子 去给我拿一件斗篷过来 今夜月色清明 实在是赏月的好机会 小满心中一动 公子明明是打算 守在这军长外面 还托辞说赏月 不过 这也正合了他的心意 他也想守在这儿 主仆两人守在军长外面 不一会儿就看到叶相快步走来 段公子 叶相客气了 可曾抓到凶手 凶手太狡猾了 现在还正在抓捕当中 皇上严定 一定要抓到凶手 段子虞能够明白 叶相身上承受的压力 从他的父亲 一直陪在皇上身边 就能看出 这次子妖帝是动了真怒了 叶相辛苦了 辛苦倒是罢了 身为臣子 理应为君分忧 只是 万万和王爷怎样 叶相担忧地询问 王爷现在正高涉 王妃娘娘在里面陪着她 叶相犹豫了片刻的 那边还在搜捕刺客 我不能久留 既然他们没事 我就先行离开了 段子虞认真地说道 叶相慢走 子虞会在这里照看他们 有劳断公司了 叶相担忧地看了一眼军长 就头也不回地急不离开 军长里面 叶凤万神情紧张 时不时摸着凌南王的额头 不到一会儿功夫 就又开始滚烫起来 叶凤万急到额头上 直冒汗 再用烈酒给她擦了一遍身体 竟然半点作用都不起 难道烈酒不是酒精 没有降温的作用吗 猛然间 她脑子里面凝光一闪 古代的酒 可都是实打实的粮食酿造而成 并不等同于现代 那些用工业酒精对质而成 是已在功效上 可能会大打折扣 烈酒降温这一条行不通 唯一还能行的办法 就是用温泉水降温了 想到这里 她就急忙喊段子鱼进来帮忙 段子鱼带着满身的冷霜 走了进来 怎么了 你帮我把她抱到轮椅上可以吗 段子鱼点了点头 将轮椅推过来 小心翼翼地将浑身滚烫的 领南王抱上去 怎么身上的高热还没降下来 烈酒没有起多大作用 我想着 或许让她去泡泡温泉可以好一些 段子鱼好看的眉心顿时拧了起来 泡温泉 对 温泉预客一搭 段子鱼点了点头 看向了小满 去瑞王的行宫那边 那里的温泉正好不错 是 小满应了一声 推着领南王的木质轮椅 朝着瑞王的行宫上去 爷凤满在段子鱼的绑筑下 将领南王放进温泉水池里面 并将他伤处小心地保护好 幸好他伤的位置是在心口椅上 并没有泡进水里面 爷凤满看他坐在里面 眉心紧促 银色的面具在月光下闪烁着光彩 直到此时此刻他才发现 戴着银色面具的他 并不像从前那样让他排斥了 段公子 你和小满先回去休息吧 我自己留在这里守着他就好 爷凤满侧目看向一旁的段子鱼的 段子鱼点了点头 好 我们并不离开 就回去原来住的院子 你有事情就喊我们 夜凤满目送两人离开后 就脱去鞋子 坐在了岸上 踢着水花小某时间 昏迷中的岭南王 渐渐在温泉水的浸泡下 清醒过来 他豁然睁开眼眸 月光下 灵动的少女正低头踢着水 他那洁白粉嫩的小脚丫 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他下意识吞了吞口水 眼眸一闪 一抹笑意就消失在船边 突然 一丝水花的轻响 惊动了夜凤满 他猛然抬头 震惊地看到 岭南王的身体 正往水里面慢慢滑去 他迅速扑过去 将岭南王一把抱在怀中 然后再将它固定好 试图让它坐好 只是不知道怎么了 岭南王突然坐不住了 只要夜凤满一松手 他就会慢慢地往下滑 到最后实在没办法 夜凤满银牙一咬 脱掉自己外衫 只穿了解衣 伸手在岭南王背后 将他拦腰抱住 有人肉板坐固定 岭南王自然没再滑下去 夜凤满唯恐他再往下滑 紧紧地抱住他 不一会儿 就将小脑袋搁在他后背上 疲累地闭上了眼睛 岭南王感受到身后的重量 唇角微微扬起 暖暖的泉水中 他沉沉地睡着 岭南王转过身来 将他抱在怀里 看着他桃红的唇板 忍不住就反了上去 小水美人 真是辛苦你了 岭南王将夜凤满搂在怀中 咬着他耳朵说道 夜凤满咕弄着 钻进他怀里面 寻了一个更舒适的姿势 睡了过去 隐在暗处的一道人影 看到温泉水池内 交警而眠的两人 转身黯然地离去 清晨 当晨光照在夜凤满身上的时候 他觉得有人亲吻着他的唇板 他以为自己是在梦里 忍不住意识模糊地 双手勾住那人的脖子 随他板的缠绵 他的唇很转 简直是香甜可口 吸引着男人浑身热血沸腾的荷尔蒙 岭南王的手指插进他湿漉漉的发间 扣住他后脑 堵住了他所有的呼吸 夜凤满因为窒息 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茫然地瞪大了眼睛 清醒过来 当看到那张银色面具的时候 他惊得嗷嗷一声 岭南王被他大力推开 整个背靠在池壁上 神经痛苦 夜凤满暗中休闹 急忙扑到他身边询问道 你怎样 婉婉 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吗 我 我是不小心的 谁让你偷亲我 夜凤满将他扶起 忍不住地抱怨 岭南王很享受他紧张的样子 很坏心地 想要加点盐添点醋 啊 清点 疼 哪里疼 是不是伤口疼得厉害 我们赶紧上岸吧 可是 婉婉 我不能走啊 夜凤满咬了咬唇 此时段子鱼和小满都不在 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你护好自己伤口 我来背你 说着 他弯腰蹲在岭南王的面前 岭南王看着他被包裹起来的玲珑身材 双眸幽暗 单手猛地将他抱在怀里 两人随之跌落进温泉水里面 啊 你干什么 夜凤满一双凝度的小脸上 剪得满是水花 璀璨的黑眸正控诉地看着他 你背不动我 岭南王把玩着他的施法 漫不经心地开口 夜凤满不服气地挑眉道 谁说的 来 坐下 等别人过来 夜凤满也不再坚持 靠在岭南王的身侧 看着他完美的侧眼道 你感觉如何了 头疼 伤口疼 所有地方都疼 是还在烧吗 说着 他湿漉漉的小手 就扶上他的额头 软绵绵地掌心触感 让李南王心脏 豁然漏跳了半排 呼吸也蹲了一下 好像不烧了 夜凤满的眼底 是毫不掩饰的惊喜 李南王抬手将他小手握住 猝不及防地放在自己唇边 轻轻地咬了一下 犹如电流 在夜凤满身体内窜过 烫得他豁然瞪圆了眼睛 感受到李南王 正坏心地一下又一下 用舌尖扫着的时候 他猛然往后迅速退开 他春心又荡漾了 怎么办 一张小脸 此时红得不要不要的 真是丢死人了 看着夜凤满将整张脸 埋在温泉水里 李南王狭长的凤眸 闪过一抹欢宇 他的小婉婉 似乎正在慢慢地 接受他来 王爷 段子鱼温润的声音 豁然响起 惊得李南王将 隐隐的心思一收 下意识将 夜凤满的身体 挡在了身后 去给婉婉 拿一件披风过来 段子鱼皱了皱好 看得眉心道 这里没有合适的 看到段子鱼身上穿的 李南王眼眸沉了沉 直接伸手道 将你的脱下来 段子鱼愣了一下 片刻之后 一眼将自己的披风 脱下来 交到了李南王手里 来 外外 披上 李南王的声音 是异常的温柔 段子鱼瞥了他一眼 眼底闪过了一抹震惊 他还不曾见过 霸道阴冷适险的 李南王 亲近过女神呢 夜凤满将披风接过 直接裹住自己身体 拔腿就往岸边走 喂 婉婉 你不管我了 身后传来李南王 隐隐带了一抹 可怜兮兮的声音 反正我背不动 就乱段公子帮你吧 说着 他就头也不回地 走了上去 段子鱼摸了摸鼻子 潇洒地将折扇和上 揣到袖子里 淡淡地说道 王爷 让子鱼来 岭南王懊恼地 瞪了他一眼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 段子鱼无辜地符合 怪他咯 衣服背墙也就罢了 主动帮忙 还被人遭了嫌弃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回去睡回笼觉的好 这好人真是难做呀 他扎心地叹心了一声 叶凤婉早已换上 小满找来的干净衣裳 一行人离开锐王的行宫 往军帐那边走去 叶凤婉亲自推着轮椅 原本他是想让小满 或者段子鱼退的 但是领南王不同意 坚决让他退战 那委屈的眼神 看得他心都要花了 罢了罢了 他受了伤 什么都是他最大 回到军帐之后 连杜玉衣都惊叹 他是如何对我危险期待 一个记得追问叶凤婉 叶凤婉没敢说出来 想起温泉水里面的 移拟场景 他就脸烧得厉害 因为太子和领南王 都受了重伤 所以皇帝亲自下令 推迟了回宫的时间 而且 等两人伤势好之后 再回京城 叶凤婉伺候着 靠在软榻上 眸光湛染的某人 真心觉得 自己是被坑了 堂堂的嗜血冷面王爷 竟然用撒娇的语气求他 文文 这药膳太苦了 我不想喝 不行 你不喝药膳 伤口愈合的脉啊 那 你喂我 我 叶凤婉 皱了皱眉心 不得已 拿起汤匙 亲手端着喂他 领南王只沾了砖唇 就皱着眉心喊烫 可是 真的不烫了呀 叶凤婉在汤匙上 吹了一小下 领南王看着 他那粉嫩嫩的小唇瓣 下意识地舔了舔舌头 呃 文文 我曾经听说 只有女人的唾液 才可以让喝药的时候 不会那么苦 领南王 一本正经地 看着他说道 叶凤婉一听 心中一万匹草泥马 在肆意地奔逃 他将药丸 重重往桌上移放 扭头就往外走 身后抱怨的声音 立马传来 文文 我是为了你 才受伤的呀 叶凤婉猛然停住脚步 双手握紧 再张开 片刻之后 他愤然转身 端起药膳喝了一大口 倾下身子 往他嘴里面渡了过去 领南王阴谋得逞 大手扣住他后脑 让他可以渡得更深一些 一碗药膳下去 叶凤婉的小脸 红得不像样子 哪里有这样被药膳的 他悲愤地觉得 自己被这个坏心的男人 给套路了 他不想管他了 想罢工怎么办 说走就走 手起药板 叶凤婉急不走出军长 正遇到前来探视 领南王的叶象 叶象担忧地询问道 万万 王爷的伤势 恢复得如何了 啊 再恢复 叶凤婉 吹着眼眸道 叶象意味深长地 嘱咐他 你可要好好照顾王爷啊 他可是为了你才受得上 叶凤婉沉沉地吸了口气 他劝着自己 一定要冷静 要冷静 凭什么自己 被他占了便宜 还一大堆人 都来告诫自己 要好好地照顾他呢 他才是最受伤的 好不好 黄昏 领南王百无聊赖地 坐在软榻上 看着一旁 躲得他远远的叶凤婉 万万 过来 叶凤婉疑惑地 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要过去的意思 领南王皱了皱眉心 冲着他说道 我要出去 你出去干什么 杜御医说了 不让你乱动 本王有生理问题要解决 什么 生理问题 叶凤婉先是一愣 接着就反应过来 忙走上前 将他挪到一旁的 木纸轮椅上 领南王伸手 按了上面的机关 轮椅搜的一下 就冲出了军长 速度之快 是前所未有的 叶凤婉瞪了他背影一眼 嘴里咕怒着 又发什么脾气啊 片刻之后 解决了生理问题的 领南王回来 理都不理他 直接自己双手一撑 就飞上了软榻 背过身子 就闭上了眼睛 叶凤婉惊地 看了他一眼 看着他好半天 没有声响 就轻手轻脚地 走出军长 军长外面 他看到不远处的 段子鱼 他连忙急步 走到他身边 轻轻地吐出了 一口郁吉的气息 段子鱼 幽深的黑眸 落在他身上 怎么了 不知道 刺客抓到没有 你说呢 叶凤婉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道 抓到了 只不过是死人 不错 脑子不傻 叶凤婉皱了桌眉心 这一次 瑞王跌得很惨 不但刺杀子妖爹的计划 没有成功 甚至还搭上了 他的同盟流响 不得不说 他损失极其惨重 瑞王现在 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 很安静 不行 我得去找我爹 说着 他急着就要走 段子鱼扯住他手腕 去做什么 我要去告诉我爹 一定要把刘相给看好了 恐怕有人会杀人灭口 段子鱼的眸光闪了闪 片刻后才低声道 这个你放心 皇上已经派了几十名锦衣侍卫 守在了刘相军长外面 不会有任何差池 那就好 叶凤婉点了点头 低头看到段子鱼还抓着自己手腕 便猛然挣脱 段子鱼的呼吸中了咒 低头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手心 眼底闪过一眸暗然 我该回去了 叶凤婉说着 就往自己的军帐里面急步走去 段子鱼看着他的背影 久久才叹息了一声 刚走到帐篷里面 冷不妨看到领南王坐在轮椅上 挡在了门口 惊得叶凤婉心口一跳 你不是睡着了吗 怎么突然又醒了 领南王幽暗的眼神落在他身上 伸手就将他扯进了怀里 怎么了 叶凤婉抬起璀璨的明眸 皱眉看着他 领南王的手指 摸索着他匪色的唇盘 哑声说道 你身上有其他男人的味道 你胡说八道 叶凤婉本能地否认 领南王却不管不顾地 稳住他的唇瓣 直到夺了他的呼吸 感受到他大力地反抗 这才将他松开 叶凤婉气呼呼地瞪着他 此时他唇瓣红肿晶莹 看上去更是忧伤 领南王意犹未尽地抿了抿唇 沉声地命令道 以后离别的男人远点 王爷 你难道忘记之前答应过我什么 叶凤婉愤怒地冲他喊道 领南王却认真地说道 梅王 我给时间 可是你刚刚在做什么 我没做什么呀 你 无赖 叶凤婉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 领南王猛然抛出绳索 将他重新绑回来 皱着眉心蹉在他耳边道 婉婉 你不许说话不算数 你说好要照顾本王蛋 你放手 叶凤婉剧烈挣扎 领南王突然闷哼了一声 松开了叶凤婉 苍白着脸抱紧了自己心口 疼 叶凤婉一时间获得自由 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地逃开 然而刚走出几步 看到领南王脸色灰般难看 心像是被扎了一下 一下子疼了起来 婉婉 领南王声音颤抖地叫了他一声 惊得他心头狠狠打了个哆嗦 哪里疼 是不是伤口裂开了 叶凤婉紧张地查看他的伤势 阴红的血冒出来 浸透了他的潜衣 让叶凤婉心头的负罪感加重 都怪我 我不该推你的 婉婉 扶我去窗台上躺着吧 好 叶凤婉点了点头 将他搀扶着到了床榻上 领南王深沉的眼眸 落在他那张忐忑的小脸上 能帮我换药吗 我 叶凤婉的眼底 闪过一抹担忧 对 你来 我不行的 我担心会把你弄疼了 不如 我去叫杜雨姨 你等着 我很快就回来 婉婉 领南王用力 钻紧他手腕 拉住了他 不要去找杜青山 我希望你能亲手换药 领南王固执地看着他 叶凤婉咬了咬下船 他虽然对换药并不陌生 但是 他却不敢给眼前 这个男人换药 因为 他不敢看他的身体 他担心自己会把持不住 很简单的 重新撒上金疮药就可以 叶凤婉抽出了许久 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 解开领南王 紧衣的时候 他都不敢睁开眼睛 就连指尖也是不敢触碰 他那喷薄的肌肉 领南王好笑地看着他 只见他紧紧闭着眼睛 那紧张的模样 着实可爱到了极点 婉婉 你打算一直闭着眼睛吗 啊 叶凤婉 急忙将金疮药拿在手里 将他已经被鲜血 闪红的颈部 小心地扯下来 看到那不小的伤口 眼眶忍不住地发射 他捏如阵 从齿缝中 挤出了三个瓷来 疼不疼啊 不疼 领南王声音微带嘶哑 却更是好听了 叶凤婉听到他说的话 差点就没骨气地滚出眼泪 我说 伤这么深 如何不疼 婉婉 你是不是心疼了 谁会心疼你 叶凤婉似乎被他说中了心事 迅速将金疮药 撒在他伤处 然后再用新的纱布包扎上 他不小心抬头 就看到他那箭术的胸膛 看得他面红心跳 快点穿上衣服 领南王懒洋洋地说了三个字 没力气 你 叶凤婉复杂地瞪了他一眼 不得已 帮他拿了干净的起衣过来 又帮他套在身上 却被他猛然给压在身下 领南王的吻 如狂风暴雨般地袭击过来 让他僵硬的身体 片刻之后就肃软下来 起初是被动地承受 随着两人体温的渐渐升高 他渐渐开始主动勾住他的脖子 去慢慢地迎合他 他的回应就像是一粒火种 瞬间将领南王的火焰点燃 这火焰越烧越旺 直到彼此呼吸交缠 他的大手伸进了他的衣襟之内 叶凤婉获然惊醒 急忙按住了他的大手 不要 婉婉 还不行吗 他极力克制着体内的欲望 伸手扶了扶叶凤婉 威慎的病发 叶凤婉也不知道 自己在坚持什么 他并不讨厌他的亲戚 甚至还有一些渴望被他亲吻 可是每每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他都会心里发慌 心里莫名地恐惧 我不想 给我点时间好吗 好 领南王发誓 他真的用了极大的忍耐力 才做出这个承诺 他发誓 等到他接纳他的那一天 一定要变本加厉地讨回来 因为 这是叶凤婉欠他的 领南王将他用力地抱在怀里 可是 我审得很难受怎么办 那不如我们分开睡 你看不到我 或许就会压下那些念头了 领南王侧头 咬了咬他的耳垂 揉声道 睡吧 叶凤婉被他咬得难受 整个身体软得不像话 你不是很难受吗 我堂堂领南王 连这点私之力都没有吗 他下巴轻轻地凑在他的发顶 叶凤婉文言 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领南王看着怀里熟睡的小丫头 在他额头印下一吻 婉婉 如果你看到我面具下的那张脸 会不会就打消了心中的顾虑那儿 温柔地看了他一眼 见他睡得沉烂 竟突然起身 两脚站在了地上 看了一旁的木质轮椅一眼 举步走过去 坐上之后 缓缓地出了军长 此时夜深人静 万来俱进 除了巡逻的士兵走动上 再无任何声音 领南王操纵着轮椅 走到一处隐秘的树林里 皱了皱眉心 抬手往轮椅上一按 一抹灵光就一闪而过 掀刻之后 一道黑影落在他面前 冲他攻身行礼 主子 这几日 瑞王那边有什么动静 清风回答道 主夫不动 领南王吃得冷笑一声 扯服 这还真不像是他的作风 裂风呼响 吹得领南王与清风的衣裳 烈烈作响 他绝不会就此罢休的 清风震惊地看向他 主子的意思是 他依然不放弃自杀皇上 不但是皇上 还有婉婉 他的性子 不当目的事不罢休 就好像要逼我那般 那不如将王妃娘娘 早早带回王府 他恐怕不会走 领南王的脑子里 迅速起身 王妃卫延急声喊道 王爷 没有人应声 反倒是因为他开口 又吸进了不少的浓烟 呼吸渐渐变得艰难 他捂着鼻子 起身就寻找自己的鞋子 脚缸一挨到地上 就烫得他生疼 他忙缩回床榻上 看到整座军杖里面 已经被熊熊燃烧的火焰包围起来 老天 这次真的要被烧死了 嗓子里面 因为吸入太多的烟沉 疼痛难伸 他咬了咬牙 心到 绝不能就这样死在这 想到这里 他就赤脚准备冲出火场 这时 一道黑色人影突然从天而落 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不过大火烧着了衣裳 就将他带了出去 他窝在男人的胸膛里 感受到他强而有力的心跳上 莫名感觉到一枕心安 他来了 自己不用死了 他总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出现在他面前 抱着叶凤婉一路急奔 到了一处隐秘的山林 他才将它放下 好疼 叶凤婉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的脚因为踩在毛毡的地上 被烫破了一层皮 南公叶蹲下身子 将他烧得发黑的脚包在怀里 看得一阵心疼 你怎样 你快坐好 我去给你打水 清洗之后给你上药 说着他转身就走 叶凤婉懊恶恼地冲他吼道 你站住 南公叶住着眉心回头 叶凤婉却气呼呼地站起 一把扯下他的毛面 露出他那张英俊的容颜 谁让你救我的 我本是路过 原来 你只是路过 叶凤婉眼底 闪过一门暗闪 猛然想起 岭南王还在火场 不知所踪 又急忙转身就跑 等等 南公叶冲上前去 迅速拦住他 叶凤婉气急败坏地冲他吼道 你放我过去 我要去救王爷 他还在火场当中 南公叶看着他紧张的样子 心底一片柔软 你不用担心他 我已经拜了清风去救他 真的 叶凤婉婉言微微松了口气 南公叶认真地向他保证道 不骗你 顿了顿 又抬眉询问他 你很担心他 是啊 叶凤婉下意识地冲口而出 看到他那双幽暗的眼眸 他击翘地说道 怎么说 他都是我的夫君 他一心一意地对我 我怎么能不在意他呢 南公叶呼吸一停 不知道他此时说的话 是故意气他的话 还是认真的话 一时间心中五味杂陈 百感交集 好疼 叶凤婉轻呼了一声 只见他脚丫上被烫过的地方 已经起了血红似的水泡 你等着 我去弄水来 说着 他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他眼前 叶凤婉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用力地咬了咬下唇 直到咬出一圈圈的血色印起来 他才滚出了一滴泪水 混蛋 为什么又突然出现 在我已经准备接纳别人的时候 却死皮赖脸的又挤进来 他嘴里一边骂着 一边用手擦着 越流越多的泪水 你哭了 一道嘶哑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惊得他脊背一僵 迅速擦掉眼泪 熊巴巴地瞪向来神 谁说我哭了 南宫夜缓步走到他身旁 将用来打水的把关放下 沉声道 刚刚明明看到你赞摸眼泪 有沙子进了眼睛 他想出了一个很憋脚的理由 南宫夜抬头看了他一眼 只见他眼圈红红的 拔掌大的小脸 让人看了心疼不已 极力按那处 只要将他拥入怀中的冲动 他伸手就握住他的脚 往瓦关里面放 不要 叶凤婉过激反应板 一脚踹在他心口位置 让他眉心豁然拧紧 我自己来就行 不用你帮我 叶凤婉垂着眼眸不敢看他 生怕被他眼底的温柔所吸引 再生出不该有的心思来 南宫夜顿时觉得心里有些堵得难受 看到他现在对自己的疏离淡漠 他应该感觉到开心才对 可是为什么却开心不起来 片刻之后 叶凤婉已经自己洗好 但是那些血泡看上去 却着实地吓人 南宫夜皱着眉心道 需要把血泡弄破之后 才能烧药 我自己来就好了 叶凤婉本就不是娇气的女子 从他手中拿过盐针 三两下就将血泡挑破 看到他刺牙咧嘴的模样 南宫夜一把将盐针抢过来 你干什么 闭嘴 他立声呵斥他 将他两只小脚牙放在他膝盖上 手起针落 在叶凤婉没感觉到多大痛苦之前 就已经把血泡全都处理完了 着手的痛感 让叶凤婉的眉头皱得紧紧的 南宫夜抬头看了他一眼 忍一忍 没说药膏就不会痛了 说着他已经拿出了药膏 然后用手指挑出一些 均匀地涂抹在他伤处 一阵清凉的感觉 从脚心深处传来 让叶凤婉的眉心渐渐舒展开来 果然是极品良药啊 看到他放松的表情 南宫夜微笑道 没骗你吧 是不是没那么疼了 叶凤婉抬头看向他 借着月光 看到他那完美的侧眼 心头如小鹿一般的乱撞 不行不行 不能见一丝千 都已经是已婚妇女了好吗 叶凤婉努力平静了一下 自己的心神 用着冷漠的语气道 谢谢你 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会告诉我夫君 将来一定会让他 重重地感谢你 他话还没说完 就猛然被南宫夜抱在怀里 他唇般封出了 他即将要说出口的话 在叶凤婉惊恶的神情当中 品尝着他的美好 叶凤婉只觉得 身体像是被他点燃了火 心心念念的男神 正在亲吻着他 他应该开心地回应才对 可是一想到 岭南王那双幽冷的眼眸 他豁然惊醒 慌忙伸手 用力地推开南宫夜 南宫夜的力气大的精神 让他无法推开 于是 他果断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 直接咬他舌头 一抹血腥味 从彼此纠缠的唇指间蔓延 南宫夜不得已 退出了自己舌头 叶凤婉银牙一咬 扬起巴掌 就狠狠地朝着他脸上抽过去 南宫夜猛然攥入他手腕 复杀的眼神痴缠在他身上 叶凤婉神情冷凝地瞪着他 你放开我 南宫夜也正正地看着他 为什么 你不是喜欢我吗 叶凤婉的眼底 迅速阴晕出一层水壶来 他用力地闭了闭眼 将泪水逼回去 就因为我喜欢你 你就这样轻薄我 这不是轻薄 南宫夜皱着眉心否认 心中响起了一道声音 夫君亲吻自己娘子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叶凤婉眸光寒烈地看着他 不是轻薄是什么 是谁告诉我 我是他人夫 你是他人夫 南宫夜的眼色当时阴沉下去 他用力将他固在怀底 现在这话不算数了 我想邀你 你还答应我吗 邀 叶凤婉猛然挣脱他的怀抱 冷冷地看着他 瞬间汹涌的泪水就夺狂而出 你别哭啊 南宫夜没想到 一句话为引起他这么大的反应 他的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般 狠狠地砸在他手背上 他紧张地去帮他擦拭 却怎么也擦不完 只得无奈地将他用力地摁在怀里 我恨你 你为什么要到现在才说这句话 为什么 叶凤婉哭得很厉害 鼻涕眼泪弄得他衣服乱七八糟 南宫夜心疼地拍着他后背 晚晚 现在说也不晚 叶凤婉猛然止住了哭声 难道刚刚是他换听了吗 怎么觉得 他说的晚满两个字 好像王爷的声音 怎么了 南宫夜温柔地替他擦点小脸上的狼藉 叶凤婉松了口气 这声音明明不像啊 南宫夜的声音偏暗雅 而王爷的声音 好像是要轻悦一些 叶凤婉咬着唇回答道 我不会离开他的 南宫夜自然听出 他话中那个他指的是谁 他松开叶凤婉 正正地看着阴沉的夜空 眼里翻腾着 令人看不清楚的情绪 叶凤婉吸了吸鼻子 很认真地看着他说道 我不否认 从前 我是爱你 很爱你 一句话 说得南宫夜心头俱阵 深沉的眼眸里闪烁着暗芒 他顿了顿 吹着眼眸道 他为了救我 受了重伤 南宫夜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你是被他感动了 叶凤婉沉吟了片刻 自嘲地笑道 我也希望 自己是被感动了 才不想离开他 可是很显然 并不是 南宫夜起身走到不远处 仰头看着 隐在云层中的孤月 谋色复杂 叶凤婉看着他的背影 眼睛胀得发疼 他很想大哭一场 但是却依旧倔强地微笑着 你不是跟他是好朋友吗 那么 等我们回去领南王府之后 你来我家做客好吗 还可以带着你的新婚妻子 一起来 或许 我可以试着跟他做朋友 南宫夜头也不回地拒绝 不用了 叶凤婉眼眸暗了暗 垂下眼眸道 也是 或许 你很在意他吧 南宫夜看到他那受伤的可怜表情 很想捧住他的脸颊对他说 婉婉 我在意的是你 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让我南宫夜在意的人 是你 可是他没有勇气 他的秘密 此时不能让他知道 不是故意瞒着他 让他痛苦 而是情非得意 南宫夜幽深的眼底引去暗毛 回头温柔地看着他 婉婉 时辰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叶凤婉看着天边的鱼肚白 缓缓地开口 叶好 时辰真的不早了 南宫夜眸光沉了沉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算了 还是让清风送你回去吧 他可能已经带着岭南王过来了 你们不见一面吗 南宫夜区已经闪入了黑夜当中 只有余声隐隐地传来 山高水远 就此别过 片刻之后 就见清风推着岭南王的轮椅走过来 只见他侧着头坐在上面 不知道是睡过去了 还是昏迷了过去 叶凤婉众人看到他 赤着脚就冲到他面前 王爷 浑睡的岭南王被惊醒 看到叶凤婉那双璀璨的星眸 他皱眉第一句话就这样问道 苦过了 没有 叶凤婉慌忙如眼睛掩饰 岭南王似乎不信他说的话 可是眼圈是红的 真没有 刚刚被风沙迷了眼睛 来 让本王看看 岭南王霸道地将他固在怀里 伸手撩开他的发丝 认真查看他的眼睛 叶凤婉故意把眼睛睁大 眼底的一抹惊盈 让岭南王看得心疼 他叹息了一声 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给他吹眼睛来 虽然叶凤婉用了很烂的理由 但是 他却愿意相信他 岭南王的气息在他鼻端回荡 叶凤婉莫名心安下来 或许 他跟南公叶之间 就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而他命中注定的人 就是眼前这个男神 岭南王感觉到 他身体起初有一点僵硬 到了最后 主动靠在他身上 双手还住了他的腰身 岭南王心中像是突然开了花一般 开心地冒起了泡泡 清风站在他身后 皱了皱眉心 感觉自己就是多余处来的 片刻之后 他毫不犹豫地 引入了黑暗当中 叶凤婉急忙推开岭南王 焦急地看着他 清风走了 岭南王愣了一下 皱着眉心看向他 晚晚 你怎么知道他叫清风 叶凤婉心头一跳 忙垂着头说道 我 我不知道 我是瞎猜的 丽南王看着他慌张的表情 自然知道他是说谎 但是 他却故作惊讶地说道 我就说 晚晚真的很聪明 这都猜对了 他真叫清风 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属下 啊 那 好巧啊 是啊 好巧 叶凤婉忙转移话题 不知道军营那边怎样了 我们能不能快点回去看看 好 岭南王点了点头 低头看着叶凤婉光节的小小鸭子 皱进了眉头 晚晚 你的鞋呢 我跑出来的时候 没来得及穿鞋 他不敢说 自己是被南宫也一路抱出来的 若是说了 恐怕凭着他的脾气 他跟南宫也之间 是连朋友也做不成了 作为男人来说 他真的是太小气了 可是 你也不能光脚走回去啊 这一路上可难走得很 那 那怎么办 叶凤婉也翻了难 总不能让领南王将他抱回去吧 虽然他能抱得动 但是道理之轮椅 不太方便 领南王灵机一动的 你去弄一些杂草过来 我给你编上草鞋 草鞋 叶凤婉下意识皱了皱眉心 领南王不解地看向他 怎么 你不喜欢穿草鞋 喜欢 当然喜欢 开什么玩笑 能有的穿就不错了 他怎么可能还挑三拣四的呢 只不过令他疑惑的是 领南王不是养尊处优的贵王爷吗 怎么可能会编草鞋这种粗活 他三两下就弄了一些青草过来 放到领南王的身边 领南王仔细地挑选柔软的青草 一边挑一边说着 一定要给婉婉挑柔软的 不然走路的时候会硌得脚疼 叶凤婉听了之后 心里一阵温暖 领南王的动作很灵活 不到片刻功夫 一只小巧好看的草鞋编织而成 叶凤婉惊叹地拿在手里 穿在脚上试了试 那感觉简直是太舒服了 怎么样 很软 那就好 领南王动作迅速地 又把另外一只编完 然后亲自弯腰跟他套在脚上 叶凤婉不由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还会编草鞋的手艺啊 领南是含虎之地 百姓粮食不足 但是盛产这么一种 极为柔软的青草 所以 我就教他们用这种青草 编织草鞋 卖给京城里面的贵族 以及周边国家的贵族 不过 我还听说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领南王一谈起领南城的事情 神情愉悦 叶凤婉也被勾起了好奇心 什么事情啊 领南王倾笑道 蛮衣之族的女子 极喜欢这种鞋子 她们善歌舞 经常穿着这样的草鞋 在大街上跳舞 蛮夷之族 就是叛乱的那个民族吗 是啊 蛮夷的族长野心勃勃 自然受不得紫耀国严苛的进入条件 叶凤婉点了点头 她穿好鞋子 就跟着领南王往军营的方向急步走去 大火依旧未灭 因为地处山林 所以火势很大 几乎烧红了半明天空 紫耀帝是锐王冒着被差点烧死的危险救出来的 因为清风山上的陷阱事件 她被紫耀帝怀疑 此刻看到她貌似相救的份上 对她的怀疑也渐渐地消除了 段子瑜本来是打算救出叶凤婉和领南王的 但是当她冲到军帐门口 就看到一道黑影从里面冲出来 她顿时明白了什么 转身就去救自己的父亲了 整支军队被大火烧得七零八落 几乎全都受了伤 逃出了几公里远 才不得不停下来休整 紫耀帝面色阴沉地坐在一块石头上 他的身旁则站着灰头土脸的几名大臣 其中当然也包括锐王 你们一个个儿的都是怎么当差的 这么大的火烧起来 你们却一个个儿睡得跟死猪似的 紫耀帝指着众人大声贺骂 段军师不得不开口劝他 皇上 您仔细自己的身体 紫耀帝冷立的眼眸落在军师的身上 段军师 丘烈之妻 不是让你跟国师们商量过吗 已经看过了皇帝 怎么还是如此不顺 先是太子差点没了命 现在又是朕差点被烧死 臣无能 臣跟国师推算过 丘烈之妻的确是黄岛今日 不是为何会出现如此变故 毕竟天不可测呀 胡说八道 就是你们无能 回去之后 每人罚了双倍的俸禄 看你们还敢不敢胡乱断言 臣等愿意受罚 紫耀帝发了一通火 这才把目光放到一旁的杜青山身上 云儿怎样 有没有受伤 杜青山忙得心里焦脆 火场上逃出来的人大都有烧伤 他早已经分了药膏 给众人分下去涂抹 回皇上 太子殿下 他无大碍 那就好 瑞王站在一旁巡视了一圈 凑着违心道 柳南王呢 怎么大家都逃了出来 没见他和王妃娘娘 沉默的夜想心头一紧 忙四处看了一眼 果然不见自己女儿 莫非这两人依然还在火场之中 想到这里 他不由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一名锦衣卫走到皇上面前 回禀道 属下当时去过王爷军长 当时里面没人 瑞王皱了皱眉心 语气嘲讽地说道 没人 怎么咱们这些人都差点命散火场 反倒是腿脚最不灵便的 领南王 却最先逃了出来 段子鱼一听此话 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但是碍于自己的身份 他没有开口替领南王辩解 子妖帝听到瑞王的话 眼底闪过一道冷芒 力声喝道 来人 去寻领南王 不用了 一道冷气的声音霍得传来 指尖带着银色面具的领南王 在叶凤婉的陪伴下 缓缓地走过来 瑞王在看到叶凤婉的一瞬间 眼底迅速地闪过一抹杀意 柳南王 你这是打火场逃出来的 子妖帝也皱眉 看着他身上的装扮 叶儿 你这仙尘不染的 领南王豁然开口 婉婉受伤了 段子鱼听到他说的话 眉心跳了跳 担忧地上下打亮着叶凤婉 紧张的叶象 已经迅速走到叶凤婉身边 王妃娘娘 你哪里受伤了 爹 没事的 只是脚底被烫伤了 已经上药了 在说出上药之后 他明显地感觉到 领南王灼灼的视线 朝着自己望过来 他暗自咬了咬舌头 有些后悔说出这句话了 瑞王看向紫妖帝说道 皇上 依着臣弟看 这火势恐怕一时半会儿灭不掉 不出 我们先回去京城 免得在外面夜长梦多呀 紫妖帝沉吟了片刻 点头道 嗯 也好 即刻回宫 容人微微松了口气 这次秋烈总是出事 也着实诡异的汗 谁也不知道 下一秒又会出什么幺蛾子 还不如赶紧回到京城 叶凤婉看着不远处的大火 下意识咬了咬船 这场大火 不知道要烧死多少人 领南王看着他黯然的小脸 伸手牢牢地握住他的手 叶凤婉的眼底闪过一抹温暖 腕手重重地握住了他 领南王有些惊喜他的反应 看向他的眼神更加温柔 段子余站在一旁 看着两人握在一起的双手 眼底闪过一抹暗闪 脑子里面 又浮现出那在赌方之内 一张灵动的小脸 我帮你赌好吗 当时叶凤婉冲他调皮地眨了眨眼 眉眼弯弯 只是那一眼 就已经牵动了他的心 这时段军师的声音霍得响起 尽快伺候皇上回宫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开始忙碌起来 叶凤婉和领南王被安排到一辆马车里 他的轮椅被搁置一旁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伤口竟然又裂开 看着隐隐冒出来的鲜血 叶凤婉皱进了眉头 叶凤婉一边给他脱衣服上药 一边抱怨道 你是怎么回事啊 这伤口怎么又裂开了 领南王心道 还不是被你踹的 他那一脚正好踹在他伤处 当时疼得他都冒冷汗了 可心里这么想 嘴上却是不敢说 他只是胡乱地掩饰道 可能不小心碰到了伤口 你以后要是再不注意 你这伤口就永远也长不好了 是 娘子大人 以后为夫绝不会再犯 只要娘子大人 你的力气小点就行了 你什么意思啊 反倒是怪我 这次我可没碰你伤口 领南王伸手将他拉在怀里 轻车熟路地啃着他耳朵 婉婉 回去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不许转移话题 好好好 我保证 我保证 以后不再碰到伤口行不行 那还差不多 领南王不死心地蹭到他身边 固执地问道 婉婉 我问你呢 你快给我个答案 问什么 叶峰婉决定 装傻冲笼到底 领南王重重地开口 我问你 什么时候同意我 没想好 叶峰婉别过脸去 躲闪他的视线 领南王顿时觉得心里有些发闷 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将他压在了身下 叶峰婉惊怒地瞪向他 你干什么 你给我个期限 这苦行僧的日子 我过够了 若是从前 领南王是绝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是他此时 已经知道了叶峰婉的心意 所以不想再等案 叶峰婉灵动的双眸 落在自己上方的男人身上 只见他撑着双臂 眸光灼灼地看着自己 眼底深处 是一抹毫不掩饰的占有欲 其实他心里清楚 总要有一个抉择的时候 那一天总会来到的 他刚想说话 就觉得小腹一阵脚痛 他冷汗津津地哼击出声 你怎么了 领南王紧张地将他抱在怀里 叶峰婉咬着苍白的唇半道 我 我生里气到了 领南王眼神一按 虽然心底有一点小失望 不知道又要等几天了 但是眼前的小丫头 却并没有拒绝自己 那么就是指日可待了 我给你倒点热水 领南王连忙将一旁 小炉子上微的小锅端下来 倒了一杯水递到他手里 叶峰婉捧着热水 可怜兮兮地看向他 没准备东西怎么办 领南王皱了皱眉心 心里想着 这来的真不是时候 有了 他想了一会儿 就想出了好办法 将杜玉仪给他留下 包扎伤口的纱布 全都收拾出来 看到面前一堆的纱布 叶峰婉这才松了口气 好歹是有东西可以用了 生理期肚子脚痛时必休可 叶峰婉依旧疼得死去活来 领南王一边给他揉着肚子 一边说道 婉婉 我之前似乎听说过 女子婚后来溃水的时候 就不会痛了 对不对 叶峰婉困得眼睛直打架 领南王的手很暖 护在他小肚子上 让他简直舒服得不要不要的 他呢喃着回了一句 嗯 好像是有这么说的 可是你也打婚了 为什么你还疼着 领南王不解的又询问了 叶峰婉小说那姑呢 我也不知道啊 领南王脑子转了转 玄机眼睛一亮 拍了拍叶峰婉的脸颊 哎 婉婉 是不是我们没有同房的缘故 是不是有了阴阳调和 你这腹筒就会减轻不少呢 叶峰婉一个机顶睁眼看着他 只见他正嘚瑟地笑 那样子好像是在说 你看 我宠幸你 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 你应该感恩戴德呀 总之 叶峰婉很想将他一脚踹飞怎么办 果断地别过头不再搭理他 眼不见心不烦 可领南王的魔音 一直在他耳边无赖地响起 婉婉 喜开 叶峰婉伸手 将他蹭过来的脸推开 领南王的声音和得放尘 语气的尾音还带了隐隐的冷意 婉婉 你脚上的药 是谁给你伤的 啊 啊 叶峰婉猛然睁开眼睛 有些心虚地看着他 领南王凑在他耳边 又低声地问道 是谁给你伤的药 没谁 叶峰婉抱紧了靠枕 垂下仰眸 手指紧张地卧血 领南王看他紧张的样子 有些心疼 肠臂一伸就将他抱在怀中 他明显地感觉到 怀中的小人紧张地连呼吸都慢下来 伸手捏了捏他柔软的脸颊 不管他是谁 下次晚晚见了他 记得跟他说一声 为父要感谢他照顾我娘子 叶峰婉心里一紧 宁眉看了他一眼 只见领南王已经闭上了眼睛 他忐忑地想了一阵 他怎么听着 他这话里有话呢 这时领南王霸道的声音从他头顶传来 快睡觉 叶峰婉赶紧闭上了眼睛 你睡得着吗 还没有 叶峰婉犹豫了两久 终于把一个一直纠缠自己两久的问题 给问出了口 你的腿是怎么伤的 可以治好吗 领南王猛然睁开了眼 眼底冷意闪过 中毒 毒不能解吗 两人四目相对 彼此呼吸交缠 似乎有些暧昧 领南王的眼神瞬间变得有些幽暗 婉婉 你嫌弃我了 我没有 看着领南王促下的眼神 他顿时觉得自己也太不矜持了 就将小脸埋在靠枕里面 我是想你能好好的能把腿脊治好 此毒天想无解 是谁这么恨毒 叶峰婉当时气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下毒之人碎尸万段 也不足以卸了他心头之恨 领南王只是讥讽的一笑 不知道 那脸呢 脸也是因为下毒才会被毁熟吗 他软软的手掌心 抚摸着有些冰冷的银色面具 领南王的瞳孔剧烈地收缩 他很怕 叶峰婉会突然揭开面具 但是他有期待他会揭开 他会是惊喜 还是恼怒呢 叶峰婉的手指摸索着面具 两人的呼吸都变得极清极清 他到底还是没有勇气去揭开 只是俯下身子 认真地询问他 我不介意你是美的还是丑的 我介意的是你的一颗心 会不会是我的 一定会 领南王想都没想直接回答 叶峰婉愣了愣 突然眯眼笑着凑近他 在他的惊恶当中 竟然主动地凑上了自己 纷纷的唇婉 没有什么比这个惊喜更突然来 这是叶峰婉第一次主动亲吻他 让他的心雀跃地跳起来 他激烈地回应他 叶峰婉的吻很笨拙 除了啃就是咬 甚至还不小心咬到他舌头 但是他却兴奋地无以复驾 直到过了许久 叶峰婉才气喘吁吁地 软倒在他怀中 巴掌大的小脸上 满满都是汗水 领南王极力克制住 自己身体里面的欲望 小心翼翼地抱着他 就像是抱着世间 最美好的珍宝一般 叶峰婉水润的眼眸 让他心底的温柔泛滥 恨不得将他揉碎了 塞进自己身体里面 才肯罢休 婉婉 我怕我等不及 叶峰婉没有力气 扶在他心口 懒懒地抬了他眼皮 只有几天时间 你都等不及吗 领南王心头狂跳 呼吸又重了照 用极其小心翼翼的 语气询问道 你是说 等几天时间 好 不许反悔 领南王开心地将他 往自己怀里按了按 叶峰婉闭上眼睛 没有说话 心道 是时候该做个抉择了 领南王没有再吵他 看着他熟睡的小脸 眸光越发的温柔 他粗力的大手 从他小脸上缓缓划过 婉婉 我会疼你 护你 不会让你受一定点委屈的 叶峰婉似乎听到 他许些的诺言 满意地抿了抿唇 在他怀中 寻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像是小野猫那般 搂着他的腰肢 睡得更加沉懒 领南王伸手 拉过一旁的毯子 盖在他身上 叶峰婉却及时 抓住他的大手 揉一揉 领南王勾唇一笑 与他一起 钻入了毯子底下 心甘情愿地 帮他揉着豆子 回到京城的时候 叶峰婉 依旧在沉睡着 他这几天 似乎极其失睡 领南王又跟杜宇一 要了不少的干净纱布 他消耗纱布速度之快 惊得杜宇一瞪远了眼睛 王爷 您这伤口 患药也太勤了吧 对 勤 出血多 让老臣给您看看 总这样出血可不好 杜宇一神情紧张地看着他 不用了 让婉婉给我看就行了 开什么玩笑 他的伤口早就结痂了 怎么能让他看呢 一旁的某人躲在他怀中 不敢去看杜宇一 他实在是心虚啊 好不容易熬到了回府 叶峰婉几乎是陶冶似的 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小丫头清禾一看到他 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 珠子那般滚落下来 娘娘 奴婉以为 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清禾 快别哭了 我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 娘娘 你瘦了 清禾心疼地看着他 尖尖的小脸 是啊 在外面吃不好 睡不好的 可想你做的美食了 那 奴婉这就去给您做 做你爱吃的 清禾急忙擦了擦眼泪 急冲冲地就往外走 叶峰婉躺在自己床榻上 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总算是回来了 在外面这段日子 简直是让他觉得累爆了 这时 柳南王的魔音骤然传来 婉婉 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惊得叶峰婉从床榻上弹跳起来 神色慌张地看着他 柳南王垮着脸 婉婉 难道你想要反悔 没有没有 我不是想反悔 我只是想 你刚刚回来 不得先亲近亲近 你的玉妃娘娘吗 这个不慌 柳南王无所谓地说着 怎么不慌啊 你走了这么久 都说小别胜新婚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柳南王霸道地 堵住了唇板 将后面的话 生生个吞了回去 柳南王的稳疾越来越厉害 三两下的功夫 就让叶峰婉窥不成群 浑身贪软在她怀里 你不许反悔 她不轻不重地 咬着叶峰婉的耳垂 让她的心跟着一跳一跳的 我不是反悔 只是还没有洗过澡呢 走 我带你去泡温泉 对你的身体好 如何好乏 或许 生理期的时候就不会疼了 真的 叶峰婉眼睛一亮 她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这生理期的疼 简直是能要了她的命 领南王一本正经地瞪着她 为父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叶峰婉俏脸一红 听到清禾的脚步上 慌忙将她凑得很近的脸给推开 清禾的眼底是掩饰不住的开心 她觉得自从主子回来之后 跟王爷的感情好像越发好了 清禾 你做了什么 这么香 叶峰婉一脸吃香地耸了耸鼻子 清禾犹豫着看了一眼 在一旁沉着脸的领南王 她怎么觉得自己来得好像不是时候呢 是香米粥 奴婉想着你才刚回来 尝美还不适应 不如先喝些粥来适应一下 万万 你不要忘了答应了我什么 领南王眼看着她想喝粥 就耐不住了 板着脸提醒她 叶峰婉可怜兮兮地看向她 可是我饿了 我想喝粥 我也饿了 那你也喝粥啊 叶峰婉将盛着粥的小碗 往她面前凑了凑 领南王突然凑近她 低声在她耳边小声道 你觉得我的饿 喝粥管用吗 无赖 叶峰婉突然面红耳赤地避开她 领南王看着她那有趣的反应 得意地勾了勾唇叫 这时 美碧青蓝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王爷 供你传来消息 皇上让你进宫面生 领南王的眼眸暗了暗 满点的不爽 叶峰婉用膏肘捅了捅她 哎 皇上叫你进宫呢 领南王瞪了她一眼 婉婉 你是不是很希望我现在赶紧离开 没有啊 绝对没有 我想着 等喝完烂粥就给你去泡温泉的 那我不去皇宫了 秦岚 去给宫里传话 就说本王身体不适 秦岚文言急忙说道 回王爷 德公公说了 让你务必进宫面生 领南城那边传来消息了 领南城 她眼眸沉了沉 玄机看向一旁的叶凤婉 等我回来 说着 操纵了轮椅就走了出去 叶凤婉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突然觉得心头一颤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预感 吸上了她的心头 秦和在一旁担忧地看着她 娘娘 你怎么了 叶凤婉眼皮跳了跳 没事 娘娘 是王爷将你救回来的吗 不是 那是 叶凤婉喝了口粥说道 你知道京城段家吗 知道啊 军师是家吗 可厉害了 听说 段家祖祖辈辈 都是各朝各代的御用军师呢 清和说起段家来 一脸的兴奋 你都知道 叶凤婉顿时觉得 自己消息闭塞 竟然知道的还不如清和多 清和刺牙一笑 奴婢也是听说的 嗯 就是段家的人把我救了 他叫段子余 叶凤婉轻描淡写的点头 清和却是一领的花痴状 段子余 是余公子啊 天哪 主子 你竟然会遇到余公子 余公子 叶凤婉皱了若眉心 好像他说的对 余公子这个称呼 可比段公子 不知道要好听多少倍了 怎么 这个余公子在京城内 很出名吗 叶凤婉一点八卦地看着他 清和小声地回道 那可不 温润如玉余公子 那可是咱们紫妖国内 贵族千金小姐 全都心仪的呢 叶凤婉笑着摇头道 不会吧 看他整天拿个折扇 骚包的模样 竟然如此有女人缘 我可真不信 小姐 你可别不信 你知道 盈贵妃吗 清和神秘兮兮地看着他 叶凤婉的嘴里面含了一口抽 含糊地点了点头道 嗯 知道啊 曾经盈贵妃还没进宫的时候 那可是死缠烂打余公子的 为何渔公子要远走他乡游历啊 就是因为要避开他的纠缠 叶凤婉一口啄含在嘴里 差点就喷出去 他猛地咽下去 呛得他剧烈咳嗽起来 娘娘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都把自己呛着了 清和一边给他倒水 一边给他顺背 叶凤婉擦着唇道 真想不到 这段子鱼还有这么一段花花历史呢 看他那清高的样子 不像有花历史的人啊 余公子的确不是 但是隔不住 盈贵妃倒贴呀 听说他离开的时候 盈贵妃在刘府还上了调呢 若不是他命大被救回来 早就死了 叶凤婉眉了眉眼 觉得还真是有趣 段子鱼啊段子鱼 想不到 你是这样的段子鱼啊 此时远在段家的段子鱼猛人打了个喷嚏 他停下手中的笔 看向一旁无精杂采的小满 小满 去把我披风拿来 天有些凉了 小满凑着眉心回答 公子 你的披风不是给了王爷吗 哪从还回来了 段子鱼的心中一跳 心头跃出了一个纤细的身影 忍不住想着 他现在已经回到岭南王府了吧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吓人的禀报声 说有人投了败帖 小满摆着手道 不见不见 咱们公子才刚回来 见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来人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忐忑地看向一旁的段子鱼 小满说不见 那就不见吧 听到没 咱们公子说了 听我的 快走快走 小满赶紧赶人 来人慌忙行李退了下去 而小满瞥了一眼那张败帖 就扔到了一旁 段子鱼低头继续写字 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而此刻段府门外 一道浑身裹在黑色羊毛披风里的 鲜弱女子正站在那 明明天气不是那么冷 她穿着那么厚的羊毛披风 却依然是冻得瑟瑟发道 刘二小姐 你去回去吧 咱们公子说了 不想见你 那管家被弄了个灰头土脸 愤怒地看着她 她看过败帖了吗 来人赫人是刘富二小姐 刘山 看了看了 公子看了败帖 也不想见你 你还死皮赖脸的求什么呀 管家不耐烦地吼她 刘山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掌心 直到尖利的指甲刺穿了手掌 这才感觉到一丝丝的疼痛 她真的看了 也不想见我吗 管家烦躁地冲她摆了摆手 刘山亮相地离开 脚下一个猎切 就跌倒在地上 尖利的石子划破她的手腕 疼得她皱起了眉心 难道 她是真的就这么忘记了她吗 不会的 绝不会这样的 她黯然地滚出一串串眼泪 挣扎着爬起来 朝着黑夜中急奔离去 段子渔被小满伺候着洗漱 看到小满脚下踩着一张败帖 心中一动 下意识伸手就捡了起来 公子 刚才奴才犯了 忘记给您扔出去了 小满急着想要拿走 一脸慌张地看着她 段子渔皱眉道 等等小满 怎么了 指尖的败帖上 赫然画着的是一株梅花树 烟红的梅花盛开枝头 而在那凉亭下 一名瘦弱的红衣女子 正在俯擒 段子渔豁然手指握紧 用力地捏着那败帖 眼底闪过了一抹挣扎 公子 奴才这就将败帖扔了去 小满试图从她手中 将败帖接过来 段子渔将那败帖 往袖子里面一塞 不许扔 说着 拔腿就往外面跑去 夜风寒凉 哪里还有投铁之人的身影呢 段子渔皱眉心 重新拿出败帖 冷宁的目光 落在那凉亭之上 公子 你去哪儿 夜里风凉 还是穿上衣服吧 段子渔回头 接过她递来的新披风 转身就往外走 公子 这么晚你去哪儿 奴才陪你 我自己去就身了 你不用跟着 段子渔交代了一声 然后头也不回答 消失在小满的视线里 小满好奇地嘀咕着 不就是一张败帖吗 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 段子渔清楚的鸡蛋 在城外有一处梅林 一到寒冷的季节 梅花盛开 真的是一片美景 一些世家子弟 还有贵族千金们 都喜欢来这里赏梅花 永世作父 好不热闹 而此时 正恰逢梅花盛开的季节 一阵阵梅花的幽香 钻到他鼻子里 让他眉心渐渐舒展开来 走得近了 依稀有悠扬的琴声传来 美妙灵动的琴声 从指尖流行而出 仿若细流躺过心肩 柔美甜静 舒软安逸 脚步跟随着琴声 缓缓前行 依稀听见 碎叶的声音 获着琴声的节拍 然后随风飘散 一朵朵的梅花飘落 仿若为他的优美琴声 而翩翩起舞 段子渝走到梅林深处 看到那一道 穿着红衣的窈窕身影 是他吗 他没有继续往前走 温润的眼眸里 伤过一抹尖色 一曲终完 传来一阵 无法压抑的咳嗽声 他咳得很厉害 小小的身体 都在剧里抖着 段子渝终于忍不住 走到了他面前 看到了那张 苍白且消瘦的小脸 公子 你来了 刘山一看到他 就将手中 刚刚捂着嘴巴 咳嗽的锦帕 藏在了袖子里面 段子渝冷凝的声音响起 这张败帖 是你的吗 是我的 段子渝皱眉 看他询问道 那这画中的 父亲女子 又是谁 刘山羞涩地垂下眼眸 也是我 是你 段子渝认真地 打量着他 看到他身形娇小 整张小脸 被硕大的披风裹住 穿得原本 已经很厚了 但是却依旧 动得颤抖 你找我何事 段子渝不再打量他 而是把目光 看向了整片眉林 树影横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 月黄昏 这一株株的梅花树 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意 刘山却是突然盈盈下败 贵服在段子渝的脚边 段子渝宁谋询问 你这是所为何事 九公子念及旧情 能成全刘山 他的声音原本好听柔软 但是此刻却带了一抹决绝 段子渝乎地笑道 旧情 你我之间何来旧情 刘山面色尴尬 但是却咬着苍白的唇半道 我弹一曲梅花吊 公子便在那梅花树下练剑 花瓣因为你的剑气缓缓落下 落到了我的身上 脚边 眉眼边 公子不是说 我是梅花仙子吗 段子渝面色一沉 猛地攥入她手腕 立声厚道 那人到底是你 还是你姐姐刘盈 好疼 刘山脸色豁得变得苍白 声音颤抖地看着她 段子渝看着她满是雾气的眼眸 豁然间 与脑海里面的另一个身影重叠 她眼眸一沉 猛然将她放下 公子 她卑微地扶在她脚边 段子渝哑声问道 那人到底是你 还是刘盈 是我 刘山尖难地咬唇回答 那时 他们都是斗口凝花的少男少女 游爱这风景独特的梅花林 她喜爱父亲 不知道何时 看到这温润如玉的公子 就动了春心 然而 这男子也是刘盈看上的 在一开始的邂逅之后 刘府低章女刘盈 便威逼她放弃这一段感情 并逼着她交货刘盈父亲 让她来此良庭弹奏 直到后来她被皇上选中 要送去宫中 她才死缠烂打地去追求段子渝 然而 段子渝却是避而不见 她不知道为何她会避而不见 一方面庆幸 又一方面却心伤 若是自己去追求她 她也会避而不见吗 或者 她们只是哨不更事的春心懵动而已 无关情爱风月 沉默了片刻后 段子渝又恢复了温润的预调 眼底哪还有刚才愤怒的波动 你想求我帮你什么 公子可知道 我姐姐刘盈 她现在如何了 段子渝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 她原本怀了皇上的孩子 被皇上宠爱 段子渝皱眉打断了她 那不是很好吗 流山顿了顿 复杂地看着段子渝 公子莫非不知道 在那深宫之内 话无百事红 人无百事宠 我姐姐不小心丢了那个孩子 从此就疯疯癫癫 被皇上打入了冷宫 段子渝文言沉声道 乐极生悲 也着实让人唏嘘 流山垂着眼眸 声音坚定地缓缓开口 如今我刘家 又雪上加霜 父亲被皇上关入地牢 哥哥被人打残 原本显赫的丞相府 此时被打压的 只剩下残破门府 我只求公子 能帮我 让我进宫 进宫 段子渝愣了一下 看着她那张苍白的小脸 让你进宫 不你姐姐后尘 成为皇上后宫之内的 一名妃品 求公子成全 流山重重地 给她行礼磕头 听着她额头 撞击在石板上的声音 段子渝的眼底 寒意闪烁 我没有本事 将你送到天子面前 说完 她拔腿就走 公子 流山急得猛然 抱着她双腿 哽咽道 如今 我没有旁人可救 只能冒险求公子了 段子渝沉黑的眼眸 落在她那瘦弱的小脸上 暗暗懊恼 之前怎么会看走眼 引人对这样的女子 暗生情愫 幸好 她并没有浮出真心 不沈 现在不会只有 看不起的感觉 段子渝看着 不远处的梅花树 怅然开口 也好 我帮你一次 之前的种种 就算是一个了结吧 谢公子 流山眼睛一亮 惊喜地冲她 不停地磕头 段子渝不想再去看她 憋过脸去 只见洋洋洒洒洒的梅花 在冷风的吹拂下 偏偏跳落 公子可愿意 听善儿再弹一曲 他们 她神情淡漠地开口 悠扬的琴声 玄机响起 曲还是那个曲 只是少了从前的灵动 像是蒙了一层尘埃 原本动听的琴声 正让人听了心声烦躁 段子渝长袖一服 丢下一句 完了 你去等我安排 便潇洒地离开 琴贤突然崩断 看着手指上冒出的血丝 流山眼底滑落了泪中 也不知道是疼的 还是伤心的 岭南王府 叶凤婉早已经在 清禾的伺候下沐浴了 此时他浑身香喷喷地 躺在床榻上 一想到待会儿 两人要做的事情 他小脸就一片肺虎 他把头埋进枕头里面 小小的耳朵根烧得厉害 猛然就脚步声走进来 惊得他心里一紧 下意识瞪圆了眼睛看过去 娘娘 清禾轻手轻脚地走进来 手里还拿了一件新智的寝衣 叶凤婉健壮 微微松了口气 你怎么来了 娘娘以为是谁来了 是王爷吗 你 看我不打你 竟敢嘲笑你主子是不是 叶凤婉洋装发怒 捏了捏拳头 吓唬清禾 清禾忙道 奴婢可不敢 不敢就对了 你这是拿的什么 娘娘 这是新晋制成的寝衣 料子很柔软 穿上也是极其舒服的 娘娘不信摸摸 清禾将那寝衣递给她 叶凤婉伸手摸了一下 果然这寝衣不但薄如蝉意 甚至还十分的柔软 若是穿着睡觉 必然是十分舒服的 尤其那颜色 也是她喜欢的紫色 便更加的爱不释手 清禾笑盈盈地看着她 娘娘 奴婢服侍您换上吧 叶凤婉接过浅衣 抱在自己心口 不用了 我自己换就行 时辰不早了 你快回去歇着吧 是 那奴婢就先下去了 娘娘若是有什么吩咐 尽管喊奴婢就行 清禾听话地点了点头 转身就急步走了出去 叶凤婢看着清禾离开后 就放下账满 将自己身上穿的寝衣脱下来 换上清禾送来的新寝衣 换好之后 她踏了着袖鞋 走到梳妆台旁 看着铜镜里面 那个美得如梦如画的女子 唇角微微扬起 她一直都知道 圆珠长得不差 但是直到此时她才发现 她不仅长得不差 甚至还美得冒泡 先不说她那巴掌大的小脸 不仅男人的巴掌那么大 让人看了 就本能地生出一种 怜惜之意来 再加上她那双灵动的眼眸 璀璨若星辰 犹如磁石一般 能吸了人的目光 吴家小女初长成 她双手捧着自己脸颊 扯出一个大大的笑容来 眯眼笑了一会儿 就迅速跑回了床榻上 她应该快回来了吧 想到这里 她心脏就砰砰跳得厉害 然而她等了许久 也没把人等回来 她打了一个喝浅 伸手拍着水润的嘴巴 揉着眼睛看了外面一眼 并没有任何动静 难道她不回来了吗 她嘀咕了一声 莫名觉得心里有些担忧起来 她又等了好一会儿 依然不见她回来 正好又困倦地厉害 就负气地背过身去 闭上眼睛睡了 没过多大会儿 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夜半时分 她觉得有人躺在自己身侧 就本能地睁开眼睛 戴着银色面具的岭南王 躺在她身旁 眉头紧锁 夜凤婉披了衣服起身 打湿了锦帕 过来帮她擦了她额头 是宫里出了什么事情吗 你怎么才回来 岭南王疲惫地 将锦帕揭在自己手里 朝了晚晚休息了 没有 夜凤婉微微垂下眼眸 她不好意思说 因为一直在等她 根本就没有睡沉 岭南王擦好自己的额头 将锦帕放到一旁 伸手就将夜凤婉抱在怀里 夜凤婉心头一跳 水润的眼眸抬头去看她 却见岭南王已经闭上了眼睛 不是说 夜凤婉皱了皱眉心 看着她已经生出青色胡茶的下巴 心里忐忑不安 岭南王忽然开口道 晚晚 我明天要回岭南城了 怎么突然要走 夜凤婉心里一跳 小脸紧张地看下她 满意开战 亲战了靠近我岭南城的一个村子 那你什么时候走 已经让青兰去收拾了 一个时针之后就出发 她大手抚摸着夜凤婉的脊背 夜凤婉的心思转了转 沉吟了片刻道 那我也收拾东西 我也跟你一起去 说着她就跳下床塔 赤脚就去收拾自己衣服 晚晚 灵南王猛然扯入她手腕 将她拉进了怀里 缓住她的腰身 将头埋进她脖子里面 夜凤婉有些着急地开口 我先去收拾东西好不好 不好 你不许去 灵南王周围道 她应该是沐浴过了吧 身上好香好香 想到让她舍不得放开怎么办 夜凤婉有些怨愤地瞪着她 为什么我不许去 那里很危险 蛮衣是野蛮的民族 心狠手辣 你是我的软肋 我绝不能将你 放在危险的敌人面前 夜凤婉文言心中微甜 她竟然说自己是她的软肋 想必她是真的很在意她吧 夜凤婉柔软的手指 描绘着她的眉眼 真是好蠢的理由 以后 不许将软肋挂在嘴边 不然被旁人知道了 总将我抓走 威胁你怎么办 他们谁干 灵南王睁开暗黑的眼眸 神情地看着她 夜凤婉突然捧着她的脸颊 问道 你相信我吗 信你什么 信我跟在你的身边 保证不会给你惹麻烦 那也不行 灵南王固执地自己决定 张嘴就咬住她手指 那里本就是苦寒之地 你去了会很辛苦 夜凤婉神情绝强地说道 可能是你的封地呀 我夫君生活过的地方 我也一定能承受 灵南王的身体矩阵 一句我夫君 让她的心旋即狂跳起来 婉婉 你刚刚说什么 我夫君 我夜凤婉的夫君 她一字一句地回答她 灵南王猛然将她抱在怀中 轻身将她压在了身下 肆意地亲吻着她的唇板 感受到夜凤婉热情的回应 她就犹如飘上云端一般 那般的心满意足 她的唇很软 很甘甜 瞬间治愈了她所有的烦恼 紫妖帝不派一兵一族 让她去与满意谈判 她担心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 有去无回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夜凤婉就彻底软倒在她身下 双手勾住她的脖子 眉眼如丝 她凑在领南王的耳边 小声地说着 我已经沐浴过了 顶南王顿时觉得 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用力将她按在怀中 呼吸又加重了几分 夜凤婉抬头看着上方的男神 只见她高大威猛 喷薄的肌肉几乎要撑破了内衫 若不是有腿疾 她应该是这紫药国 最有魅力的男神了 领南王低头咬着她耳朵问道 婉婉 怕疼吗 她紧紧地咬着唇板 双手抓住她心口的衣服 小脸上闪过一抹紧张 不怕 说不怕是假的 很没面子地说 她在前世做特种兵的时候 就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更别提现在了 婉婉 如果你不同意 我也可以等 毕竟 我一会儿就要走了 不想让这件很重要的事情 变得如此匆忙 叶凤婉用力地闭了闭眼睛 我真不怕 领南王吞了吞口水 为了让叶凤婉放松 决定先给她一点时间 让她慢慢地适应 然而 她刚刚脱去她的衣衫 外面就响起一阵急碎的脚步声 紧接着 就听到清和惊恐的声音响起 娘娘 你睡下了吗 府中送来消息说 老爷被抓进地牢里面去了 叶凤婉一听 当时就瞪圆了眼睛 就连领南王也皱了皱眉心 忙从她身上翻下 给她拿好衣服递到她手里 叶凤婉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做情事的心思 抱歉地看了她一眼 就急不走了出去 花厅里 清和正站在那里抹眼泪 叶府的人呢 在外面 叶凤婉将衣服整理好 这才随着清和走出去 看到正厚在外面 脸色焦急 不停躲步的叶府管家 管家一看到她 就急忙跪在地上 老奴见我王妃娘娘 先起来 管家替脸纵横地哽咽道 娘娘 你要救救老爷呀 你先别急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我讲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日不是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之间 就被抓到地牢里面去了 是 管家点了点头 起身说道 之前的江南水患 娘娘可知道吗 叶凤婉心里勾登一下 她记得 当时刘相投成瑞王的时候 就说起过这件事情 不是把这件事情 交到父亲的手上了吗 莫不是江南出了事情 想到这里 她手心里面冒出了一层冷汗 猛然间 她冰简的小手 被领南王握住 她干燥温暖的大手 让她的心片刻就安静下来 我知道 是父亲派人去的吧 不错 此人是老爷的门生 叫柳善成 姓柳 领南王和叶凤婉 同时愣了一下 听着这姓氏 好像有些熟悉 叶凤婉小声提醒领南王 跟老夫人一个姓 没听老夫人提起过 老家里面还有人 待会儿我去问问就是了 领南王点头道 这时管家含着眼泪说起了原委 此次治水 方案是柳善成提供的 被朝廷选中 特批他带人去江南赈灾治水 却不承想 他到了江南之后 并不想办法治水 反倒是让百姓们尽快逃出灾区 数以万计的百姓们奔走逃亡 发生了石桥坍塌的惨剧 不少无辜百姓就被淹死在 湍积的河流之中 叶凤婉双眸发红 这柳善成莫不是傻了不成 数万条百姓的性命 岂能儿戏 他如此做 父亲定然是不会饶他来 只听到管家又道 这柳善成胆小懦弱 发生如此大的死伤事故 不敢往上汇报 却被跟了他的官员 写了书信揭发给朝廷 引起了皇上震怒 正要打算将他押回治罪的时候 却传来 他已经卷款私逃的消息 江南总督大人 将此事记在老爷的身上 说老爷识人不清 或是 这次卷款逃走 会不会把银子分了老爷 原本皇上就在气头上 再加上瑞王在一旁添油加醋 一气之下 皇上就命人将老爷抓进了地牢 任何人不得求情 叶峰晚气的银鸦尽药 这柳善成也真是太不争气了 可不是吗 他不争气也就罢了 还连累老爷被抓去了地牢 生死不明 娘娘 您跟王爷 快点想办法救出老爷吧 叶峰晚皱眉 看向一旁的岭南王 只听到外面 又是一阵脚步声响起 紧装打扮的青蓝 出现在众人面前 奴婢见过王爷 王妃娘娘 起来吧 王爷 奴婢已经将东西收拾好 也召集好了侍卫 现在就动身吗 青蓝谨慎地看着岭南王 叶峰晚一想到 他还要回去岭南城内 那里形势险峻 更是半可都耽误不得 当即就开口道 王爷 你先走吧 那你爹的事情怎么办 耽误至极 是要先找到柳善成 将他贪污的银子追回来 然后 再到江南处理好水环 岭南王皱了皱眉心 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 实在是艰难 先不说着天下之大 若是找个神 那无疑是大海捞针 再说处理江南水环 历朝历代的官员 都没有治理好 他一个弱女子 如何能处理此事呢 两人似乎陷入 进退两难的经历 岭南战事和江南水环 同时发生 将两人已经拉近的距离 却又祸地拉开 此事绝不会这么简单 岭南王的眼底闪过一抹清冷的寒意 怎么岭南战事发生得如此巧合 莫不是有人故意耍诈 让他逼走 然后看到落单的叶凤晚 那张清秀的小脸 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若是他此时离开 那么叶凤晚必将陷入危险当中 所以他绝不能走 岭南王护得冷声道 清兰 暂时先不走了 叶凤晚和清兰同时瞪大了眼睛 尤其是清兰 王爷 岭南称的百姓怎么办 岭南王沉冷的眼眸落在他脸上 惊得他将盛世的话吞了回去 叶凤晚走到他面前 柔声地说道 清兰说得对 岭南城是你的封地 你不能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 那你呢 岭南王双眸复杂地凝望着他 叶凤晚认真地向他保证 叶府的事情我能处理好 你相信我 可是我不相信锐王 叶凤晚下意识握紧了拳头 这句话他无法反驳 锐王始终是他的心柄 岭南王皱了皱眉心握住了他的手 我留下陪在你身边 那岭南称的百姓呢 岭南王一时欲测 第一次生出了无力感 分身乏术 猛然间他脑子里面浮现出一个人影 或许他可以帮忙 晚晚 我带你去见段子余 说着 他紧紧地牵着叶凤晚的手腕 操纵着轮椅就往外走 叶凤晚皱了皱眉头 他 岭南王重重地点了点头道 不错 段府 天还没定 段子余就被小满喊了起来 他皱了皱眉心 起床气很重地 瞪着神情紧张的小满 你最好说一个 不让我惩罚你的理由 少我睡觉 可是最不可输的 公子 岭南王求见 他还带着王妃娘娘 哦 大半夜的他们怎么来了 快 凑合我更衣 两人天不亮就赶来段府找他 定人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 他不能有片刻耽误 匆忙换好衣服 段子余就冲了出去 见到了岭南王和叶凤晚两身 他开门见山地询问岭南王 出了何事 叶小出事了 恰好岭南战事又起 本王即刻起身前往岭南城 哦 怎么会出战事 不是蛮衣之族已经被安抚好了 我回来的时候 那边相安无事 岭南王不屑地回答 定人是有心之人为之 段子余文言皱紧了眉心 你是说 有人故意挑起岭南战事 是不是有人故意挑起 我去了就知道了 但是晚晚这边 九出夜想需要你的帮忙 我要去岭南 自然就无法照顾晚晚 而瑞王又想要他的命 所以 我必须将他交给一个妥善之人照顾 段子余顿时觉得 肩膀上担子很是沉重 但他却不愿意拒绝 叶凤晚在一旁急忙开口 我没事的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你不用麻烦段公子了 不算麻烦 我反正回到京城左右无事 跟在你身边 正好可以帮你 岭南王听他直接答应了 顿时松了口气 认真地看着段子余 切记 保护好晚晚 一定不要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段子余从岭南王的眼睛里 看到他对叶凤晚的重视 只觉得心口有些酸涩 眼底也闪过一抹黯然 沉吟了片刻才开口道 王爷托付之事 子余哪怕粉身碎骨 也不会让王妃娘娘 受一点伤害 好 岭南王郑重地看了他一眼 拉着叶凤晚的手腕 转身离开 段子余看着两人 相邪离去的背影 英俊的容颜上 染过一丝惆怅 遇见是美好的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嘛 出了段府 天空已经露出了鱼肚白 叶凤晚和岭南王 站在清冷的街头 神情中满是眷恋和不舍 叶凤晚咬了咬下唇 他原本以为 自己是吉洒托之神 从不再以夫妻之间的 分离和相聚 可是此刻 他心里深处 竟是隐隐生出了一点不舍 偏偏为了让他走得放心 他又不能流露出 一丝一毫的不舍来 王爷 岭南城会不会很冷 记得要多穿衣服 他帮岭南王整理了一下披风 并不是因着他披风皱揽 而是他觉得 他本应该会有这样一个动作 虽然他说的离别的话 很是俗气 但是却在说出口的一瞬间 眼圈灯时就红了起来 他迅速垂下眼眸 将即将滚出的眼泪 生生地逼了回去 令南王担忧地握住他的手 婉婉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令南王没有说话 而是长臂一身 就将他用力地包在怀里 小女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本王是有多么不舍 多么地心疼你 令南王在心底按道 叶峰王闭上眼睛 贪恋地呼吸着他怀中的味道 他心里清楚 将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不会再闻到他的气息了 天刻之后 他从他怀中抬起头来 主动在他紧紧抿着的脖唇上 印了一吻 凑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不要忘了 你答应我的 等你回来 你就宠幸我 令南王心中一当 紧绷的眉眼瞬间舒展开来 温柔地看着他 一定会 一定让婉婉 成为本王的女神 说着 他重重地摇了一下 他小小的耳垂 终究还是离开了 看着他带着暗卫离开的背影 夜凤婉的眼底闪过一抹失忆 用力压下难过的情绪 他五指豁然收起 他夜凤婉一定是坚强的 绝不会被那些阴险小人的阴谋 所打败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返回了领南王府 清禾看到夜凤婉回来 红肿着眼睛连忙迎上来 夜凤婉冷声说道 清禾 跟我去一趟慈宁阁 是 清禾应了 跟着他往慈宁阁的方向走去 他到慈宁阁的时候 真看到上官玉儿陪着老夫婶 用着早膳 两人明明听到了脚步声 但是对于他的到来 却装作没有看到的样子 上官玉儿娇俏地笑着 莫非 今日做的桂花糕可真好 你喜欢吃啊 就多吃一点 把这身体养得壮壮的 到时候 赶紧给我老婆子 省一个大胖孙子出来 这人老了 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小家伙 在身边跑来跑去的了 刘老夫人说着 将一块桂花糕 又放到上官玉儿面前的盘子里 上官玉儿被刘老夫人一袭话 打去得小脸通红 母妃 不要像某些人哪 整天惹是生非 在这岭南王府 自打他进了门 就不曾安宁过 哼 刘老夫人重重地冷横了一声 上官玉儿小脸上 闪过一抹得意 猛然看到站在一旁的叶凤婉 惊呼道 呀 是王妃姐姐回来了 叶凤婉没说话 而是走到一旁的椅子上 坐了下来 刘老夫人皱了皱眉心 谁让你坐下的 别脏了我慈宁阁的椅子 刘老夫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我是什么意思 叶凤婉 你还有脸回岭南王府 你被瑞王带走 在外面这么多天 你知道外面的风言风语 都是怎么说的吗 刘老夫人怒声斥责 叶凤婉态度不逼不亢 不知道 还请老夫人明示 哼 玉儿 你跟她说 山官玉儿皱了皱眉心 怯声声地开口 穆飞 玉儿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她都要把咱们 领南王府的脸面 快丢尽了 你还怕她做什么 是 上官玉儿顿了顿 阴冷的眼眸 落在叶凤婉身上 嘲讽地说道 王妃姐姐 你是不是跟瑞王之间 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奸情 一旁的清禾听了 灯石脸一红 着急地说道 玉妃娘娘 你不要血口喷人 刘老夫人重重地 拍了拍桌子 怒吼了一声 没规矩 主子没规矩 调教得这奴婢 也如此狂妄 看来我们这 岭南王府的规矩 得让你们 见识见识了 来人 将这没规矩的 剑笔拉下去 重得二十大板 叶凤婉脸色一沉 愣声道 谁敢 刘老夫人听她 这么一说 玄机怒瞪着她 叶凤婉 你好大的胆子 老夫人 好像你忘了一件事情 刘老夫人望着 她沉静的眼睛 皱眉问道 什么事情 老夫人 莫非你忘了 王爷曾经在你面前 说过什么 从今以后 这整个岭南王府 大小事情 可都是归我管 老夫人 你可是亲口答应了的 刘老夫人 气得脸色煞白 沉声道 是让你管不错 但是我老婆子 也有管教下人的权利 不错 这个 你可以有 但是不包括我的奴婢 今时 我就当着你们的面 我把话放在这儿 以后谁敢在背后 欺负清禾 我不管她是谁 我都会让她付出双倍的代价 叶峰晚的声音里 透着森冷的寒意 听得众人心里暗暗忐忑 清禾眼泪夺狂而出 一方面 感动于主子对自己的维护 而另一方面 又是深深的自责 她每次都给主子者麻烦 可自己又没有本事去摆平 这时 山官玉尔怒指着叶峰晚 叶峰晚 你太过分了 你敢这样弃老夫人 你的忠孝礼仪呢 叶峰晚一步一步 走到了山官玉尔面前 所谓的忠孝礼仪 是建立在对等的条件上 我如何做事 还轮不到你来管教 你最好避紧了你自己的嘴巴 别让我拿到错处 不然 我一定会让你尝到 你无法承受的后果 你敢 山官玉尔伸手想要抽她 却被叶峰晚用力地攥紧手腕 直接甩倒在地上 拔高了声音道 清禾 给我找嘴 胆敢以下犯上 胆子可真不小 叶峰晚 你疯了 清禾却是不管不顾地 走到她面前 直接左右开弓 她跟着叶峰晚以后 也是学了不少的本事 知道怎样抽人是最疼的 不过一会儿功夫 就将上官玉尔揍成了猪头 刘老夫人见状 简直气急 指着叶峰晚 大骂她不知廉耻 刘老夫人 你刚刚也说了 外面传的可都是风言风语 既然是捕风捉影的事情 你又何必相信呢 不是事实的事情 若是用来造谣声势 在咱们紫耀国 可是要承担罪责的 怎么 你还想要将我送进官府不成 叶峰晚叹息着说道 送进官府倒是不至于 怎么说你也是王爷的奶母 我看在王爷的面子上 也不能去官府告发你啊 哼 算你还有自知之明 你快点让那剑臂收手 若是再打下去 玉尔一张如花似玉的脸 都要毁掉了 毁了正好 省得一天到晚的招摇声势 叶峰晚 你简直是太过分了 你怎么就那么狠毒呢 叶峰晚满你的机窍 我狠毒 你们背后嚼我蛇根 辱骂我的时候 可觉得自己说的话恶毒吗 刘老夫人心中发急 耳边听着上官玉尔的惨嚎声 不得已妥协道 你 你到底怎样才肯罢休 叶峰晚眼睛一亮 眼底闪过一抹寒意 既然刘老夫人这么心疼她 那么就给老夫人一次救她的机会 刘老夫人急不可耐地问道 什么机会 你可认识柳善成 刘老夫人眸光一闪 下意识地询问道 她怎么了 叶峰晚察言观色 只从她那一瞬间的愁愁中 就猜出她必然是认识的 清禾 住手 是 清禾应了一声 退到了一旁 山官玉尔摊在地上 嘴角流血 几乎连哭嚎的力气都没有了 刘老夫人看着她着实可怜 陈生命令道 来人 将玉妃娘娘扶下去 让郎中给她诊治 是 有奴婢应了一声 赶紧上前将贪成赖泥的 上官玉尔扶起 朝着内远急不走去 刘老夫人看着不动声色的 叶峰晚 你怎么突然问起她来 她到底怎么了 她被皇上派去江南治水 这我知道 刘老夫人理所当然地回答 知道 叶峰晚眼眸一沉 豁得走到她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你到底和她什么关系 刘老夫人皱眉回答道 她是我本家一个侄子 老夫人 你老家在哪儿 叶峰晚突然开口询问她 刘老夫人警惕地看着叶峰晚 你先说 我这侄子到底怎么了 你若是不说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就是你的本家侄子柳善成 去了江南治水 罔顾神明 害得桥他神王 而他 却卷了朝廷的银子跑路 叶峰晚咬牙切直地说道 刘夫人震惊地极力否认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善成是个善良的孩子 他不会做出这等糊涂事来 刘老夫人 你可知道皇上雷霆震怒 你整个柳家 恐怕都要受到千年 甚至包括你在内 你明白吗 叶峰晚明示他事情的严重性 刘老夫人愤怒地呵斥他 不可能 你说的我不信 善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他很善良 恨不得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 又怎么会不顾百姓的性命 你休要胡说八道 休要污蔑他 刘老夫人 我所说之事 千真万确 现在皇上在追究 每一个千年其中的人 他去江南治水 是我父亲推荐的 我父亲看上他的才能 却不成想 他竟然做出这种让人愤怒的事情来 现在 已经连累了我的父亲 被打住了地牢 刘老夫人跌坐在椅子上 满点的惶恐 叶凤晚 步步紧逼向刘老夫人 你应该知道 携款私逃是多大的罪名 那可是朝廷赈灾的音量 刘老夫人脸颊哆嗦着 良久才哭道 山城啊 你糊涂啊 老夫人 若真如你所说 此时他定然不会所为 那么他很有可能是被人陷害的 如今他人一走了之 只有找到他之后 他有可能确定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他所做 若不是他做的 我会想办法为他开脱 留他一命 也必然不会牵连你们柳家的族人 刘老夫人此时已经乱了方寸 真的 难道你现在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岭南城不太平 王爷被派了回去 能做这件事情的只有我 若是去得晚了 有可能你的侄子就会被人灭口 到时候 你们柳家就算有一百张嘴 也洗脱不了罪名 好 我告诉你 我的老家在城外一个山村里 叫虎头山 不过 那里山是险峻 若是善城有心想要隐藏起来 恐怕不好找 那就不是你操心的事情了 老夫人 你算是明白神 只是有时候 偏听偏信 说着 叶凤丸转身就走 有老夫人看着她的背影 愤怒地怒吼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叶凤丸也不搭理她 直接带了清禾 急不往外走 娘娘 咱们要去虎头山吗 不 先去找段子鱼 她刚回到自己院子 就见管家正在等候 一看到她回来 忙公事说道 娘娘 段家公子求见 叶凤丸眼睛一亮 急忙迎了进去 来得正好 段子鱼看到她走进来 清秀的小脸上满是凝重之色 阴阴有些心疼 段公子 你来了 娘娘相不用担心 我派人打听过 叶象虽然在地牢之中 但是目前并无性命之用 有我父亲从中周旋 必然不会有大的差池 谢谢你 叶凤丸诚振执地感谢她 段子鱼清俊的脸上 闪过一抹温暖的笑意 客气了 王爷既然将你交托于我 我必然会为你的事情搬走 护你周全 叶凤丸顿时觉得心安 轻轻地舒了口气的 我问到柳善成的老家 就在虎头山上 我们快点赶去那儿 否则 实则生变 段子鱼皱了皱眉心 脸上似乎闪过一抹凝重之色 娘娘 你说的虎头山 可是成交的那座山吗 小满在一旁插口道 叶凤丸点了点头 对 那座山可是险峻得很 一手难攻 更重要的是 常年野兽触摸 我们这么单枪拼满地闯进去 恐怕太危险了 叶凤丸的眸光沉了沉 还向段子鱼说道 也许对方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心思 才会肆无忌惮地躲回山上去 若是真的有人从中算计 恐怕那柳善城即便是逃回山上 也会是凶多吉少 娘娘说的是 不过想要进山 必须得做一番准备才行 那是自然 岭南王府有安慰 王爷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令牌 我可以调动他们 段子鱼眸光闪了闪 不确定地问道 你是说 王爷把调动王府安慰的令牌交给你了 叶凤丸点了点头 脑子里面又回响起 岭南王将一枚令牌在他手中 凑在他耳边低声地说道 这是调动安慰的令牌 他们能拼尽性命来保护你 段子鱼心中重重一振 岭南王有多保卫他的安慰 他是心知肚明的 这是他训练出来的一支很厉害的军队 人虽然不多 但是却个个都是武功高手 却是没想到 他并没有将这么重要的安慰带走 反而是给叶凤丸留下来 在他的心里 他已经重要到如此地步了 有了安慰 我们倒是现在可以触发虎头山了 叶凤丸和段子鱼两人 皆是尽装打扮 退去公群的叶凤丸更是让人惊艳 尤其是当他出现在段子鱼面前的时候 他眼底闪过了赞赏 长发简单俐落地书成高高的马匪 一张清秀的绝美小领 虽然不失粉带 但是却能美艳丝方 走吧 叶凤满钻银手中的令牌 走到段子鱼身旁 段子鱼温润的一笑 便随着他牵着马 一起出了岭南王府 刚刚出了府门 就看到一名雷弱女子站在外面 阳光明媚 他却不合时宜地 穿了一件素色的羊毛斗篷 周人看到段子鱼和叶凤丸并肩而出 他眼底闪过一抹暗然 刘山拜见王妃娘娘 叶凤丸嘴菜的眼眸半眯着 隐隐地记起 他就是在皇后生辰宴上 特立做轿子的那一位 刘府的病息师 你来找我的 叶凤丸皱着眉心打量着他 刘山慌忙摇头 不 不是 倩若的目光 落在他身旁的段子鱼身上 叶凤丸瞬间就明白了 点了点头 迈步往一旁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着 那你和段公子说 我去一旁等着 娘娘不用 段子鱼叫住了他 轻冷的目光 落在刘山脸上 淡漠地开口 没什么可悲人的事情 刘山文言 又立地咬了咬下船 拢在袖子中的双手握紧 冷汗一层层地冒了出来 难道他就这么厌恶自己 宁愿自己在人前不堪吗 怎么了 你来见本公子 就是一直沉默不语吗 若是如此 本公子还有急事 恕不奉陪 说着拔腿就要走 刘山猛然跪在地上 将叶凤丸吓了一跳 公子刘布 刘小姐 你这是做什么 叶凤丸见段子鱼脸色难看 便不得不主动开口询问 刘山苦笑着开口 珊儿感谢段公子相助 感谢 皇上看上你了 段子鱼开口 眼底闪过一抹令人心伤的嘲讽 刘山觉得面红耳赤 却又不得不点头承认 是 你无需谢我 我只是牵线搭桥而已 既然你要进宫 那就助你勇德胜宠 说着 他翻身上马 汗都不看他一眼 拿马离去 公子 刘山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眼泪瞬间滚落下来 刘小姐 你要进宫 叶凤婉走到他面前 狐疑地看着他 刘山收回自己视线 抬手随意地抹掉自己的眼泪 吸了一口气 用着浓重的鼻音道 是啊 我要进宫了 王妃娘娘 善儿要走了 叶凤婉眸光闪了闪 刘家失事 已经是不容置疑的 难道这刘山 还想凭着自己 一己之力翻盘不成 那皇宫之内 乃是勾心险恶之地 实在不适合他这样的人 刘儿小姐 宫廷险恶 你真的决定要踏足吗 刘山的小脸 瞬间变得清冷 他傲慢地 撇了叶凤婉一眼 慢慢地开口道 王妃娘娘 你我半斤八两 先顾好你们叶家再说吧 说完 就慢慢地转身走来 叶凤婉 计较地看着她的背影 面上冷笑 自作孽 不可活 但愿她真的 能在那险恶的宫廷中 生存下去 叶凤婉扬起手中的鞭子 呼喝了一声 就朝着段子鱼 追了过去 刘山顿住脚步 看着叶凤婉离开的背影 眼底闪过一抹阴冷的沙印 叶凤婉 你是看不起我吗 我刘山只要当宠 必然会有仪式 将你们这些人全都踩在脚下 她冷哼了一声 就拂袖离开 叶凤婉带人追上段子鱼 出了城 段子鱼一露上并不说话 脸色也是难看到了几点 你是因为刘山的事情 在生气吗 段子鱼文言猛然勒住了马江上 那马儿嘶叫了几声 立起前提 呼得停住了 叶凤婉也急忙停下来 一个自甘下见之人 如何能值得我生气 段子鱼冷冷地开口 叶凤婉骑着马儿 围着她绕了一圈 勾着唇角挑眉道 没生气就没生气呗 至于这么大动干活 以后少在我面前提她 不提就不提 但是她为什么非要进宫呢 难道她放响以一己之力 能救整个刘家吗 果然是小女儿心态 不知道朝中势力见恶 叶凤婉可惜的 没什么好同情的 她以为自己凭着身体 就能得到皇帝的宠爱 从此可以一飞登天 但是她却忘了 美色祸人终究不会长久 况且刘相一族 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皇上除了贪图 一时新鲜之外 不会帮助她任何 叶凤婉皱了皱眉心道 你既然都知道 那你为何不提醒她 为何要提醒 叶凤婉被她的话 质问了牙口 她所说不错 明眼人都能看清楚的现实 刘山却不管不顾地往里面撞 那就怨不得旁人了 算了 不提也罢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虎头山了 叶凤婉贺令马儿停下来 排眸看着眼前 一座巍峨的青山 段子余也停下马 看着眼前的青山 温锐的眼眸就沉了下去 这虎头山 果然如传言所说那般 山是险峻 陡之的山壁直插山顶 一面山峰 一面悬崖 连若七马走上去 稍有不慎 就会跌入悬崖之内 段子余下了马 神色凝重地说道 这上山之路 只此一条吗 叶凤婉沉吟了片刻 叫了一名安卫过来 命令她去周围探路 不一会儿 那安卫就赶回来 恭敬地回禀道 胡娘娘 的确只此一条山路 叶凤婉的脸色沉了下来 若是放在平常 他们倒不是不可以上山 可是现在 她却心里打鼓 若是上山的途中 稍有变故发生 那他们必然会摔下悬崖 恐怕连尸骨都会摔得 荡然无存 段公子 你有更好的办法上山吗 叶凤婉将希望 放在段子鱼身上 段子鱼看了一眼四周 温润的眼底 满是幽安之色 将所有装备 都整理在身上 徒步上山 是 十几名暗卫 应了一声 就全都翻身下马 把长剑 以及准备好的绳索 全都装在自己怀里面 叶凤婉身上 带了一把匕首 为了以防万一 她还将马鞭子 缠在了自己腰上 然后随着段子鱼 就往山上走去 山路极等 不能并肩而行 只能独自一人 为了保护叶凤婉 段子鱼特意让她 走在了正中间 走了大约有一个时辰之后 他们一行人 已经到了半山腰的位置 叶凤婉抬起手腕 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 无意地往山下一扫 只见整个视线 已经成了九十度直角 也就是说 她现在这个位置 是最为凶险的 若是此时有人偷袭 发抖攻击的话 那么他们这些人 便极难活命 她吻了吻心神 听到上头段子鱼鼓励道 她坚持一会儿 就要爬到山顶了 可是变故 就在刹那间发生 秘密门的武器 不得从头顶上 向他们射过来 只听段子鱼紧张地 叫了一声小心 就扯着叶凤婉的手 往一侧的石壁上 逼了过去 然而 那石壁十分的狭小 根本就撑不住 两人的重量 两人一踩上去 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段子鱼来不及细想 迅速拔前 挥开机舍而来的羽箭 扯着叶凤婉的手腕 一个起落 就落到一棵巨大的树木之上 树叶十分茂密 暂时挡住山上的视线 让叶凤婉和段子鱼 得以喘息 叶凤婉紧张地 往齐驱的山路上 看过去 那些暗卫怎样 他们躲开了 你不用管他们 那就好 叶凤婉输了口气 他可不想领南王 亲手交给自己的暗卫 全都毁在了自己手里 段子鱼冷笑了一声 看来 他们早就有准备了 那也证明 我们来得没错 这柳善成定然就在这虎头山上 说不定 他贪污的那些银子 也会在这儿 叶凤婉的小脸上 露出一抹兴奋来 段子鱼皱了皱眉心 心道 即便知道他在山上又能如何 他们想要闯上山 那可是难如登天呀 虽然不忍心打击他 但还是不得不说出了事实 娘娘 我们想要上山 恐怕很难 叶凤婉眼眸暗了暗 抬头看着那条唯一的山路 只见此时因为找不到他们身影 公鸡的羽见也消停下来 即便是难如登天 我也依然要上山 你打算如何上去 可有什么想法吗 抛弃山路 走另外的路 抛弃山路 可这四竹都是悬崖峭壁呀 娘娘 你觉得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越过这悬崖峭壁 爬到山顶吗 叶凤婉挑了挑眉 她前世就喜欢攀岩 而且技术很好 这虎头山虽然山是险峻一些 但是却并不算多高 只要给她装备 她就能轻而易举地攀上去 但是目前来说 她并没有任何装备 这是让她最为头疼的事情 想到这里 她咬牙道 咱们先下山 下山之后再做打算 段子鱼听了之后点了点头 扯住她手腕 愤力一跳 就将她重新带到了山路上 而此时 在暗处的安卫 也纷纷现身 保护着两人迅速往山下行去 山脚的一个临时搭建出来的帐篷里 叶凤婉正在自制叛岩工具 她把所有安卫手中的绳索 全都收集起来 然后再把钩锁拴在上面 做成五爪的形状 段子鱼不紧地看着她 娘娘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要从山巖上攀上虎头山 段子鱼震惊地看向她 这怎么能攀上去 牙壁太窄 根本就站不住脚 叶凤婉沉着小脸道 我有办法 没多大会儿 她就做好了绳索 将绳索往自己腰间一起 冷声道 我攀岩上去山顶 然后对付那些山顶的弓箭手 你们继续从山路上山 不行 我不同意你这样做 段子鱼当即阻拦她 叶凤婉绝静地看向她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上山的 我上 段子鱼眼眸冷凝地说道 你上不去 就算你轻功很厉害 但这眼比太高 你根本就上不去的 王爷将你交给我照顾 不是让你去冒险的 邓公子 我从来都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你相信我 叶凤婉眸光恳切地看着她 段子鱼从来没有如此为难过 她私心里根本就不同意 她派上山顶 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去阻止她 没时间了 若是再拖下去 柳善城恐怕就会出现什么闪失了 叶凤婉将绳索在自己腰间固定好 把腿就往外面走去 娘娘 众人连忙去追赶她的脚步 此时已将近黑夜 整个虎头山上一片寂静 月光引在云层里面 阻碎了众人的视线 叶凤婉把火把别在衣服上 将绳索往高处重重一抛 听到一阵声响之后 她用力地扯了这绳索 却突然看到那五爪钩 很快就掉了下来 她震惊地冲过去一看 只见五爪钩上满是石头的碎末 这是怎么回事 这岩壁怎么会禁不住五爪钩呢 我看看 段子余急忙走过来 看到那碎末的 这里石头松转 恐怕禁不住这五爪钩的力量 难道 难道攀不上去吗 叶凤婉懊恼地迷了迷唇 重新又往上抛了一次绳索 却发现 依然跟上次一样 这崖壁根本就没有办法 将五爪钩固定住 她沮丧地皱了皱眉心 难道除了那条凶险的山路之外 他们真的就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上到山顶了吗 正犹遇见 叶凤婉看到 与虎头山相邻的另一座高山 眼眸沉了沉 那是什么山 离着虎头山这么近 段子余沉声回道 那叫婴儿山 叶凤婉眼眸沉了沉 看向段子余道 你觉得 我们可不可以上到婴儿山的山顶 然后再借用工具 跳到虎头山的山顶 跳 段子余冷立的点上上过一抹惊讶 抬头看到婴儿山和虎头山 虽然是挨着不下 但是这上下之间可是有不短的距离 若是一个不慎 从婴儿山上跌下 那可是会粉身碎骨的 不 距离太远 这不可行 段子余急忙否认了她的想法 叶凤婉心道 若是有滑翔翼就好了 从上到下的距离 绝对会很容易就达到 猛然间 她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现在虽然没有先进的滑翔翼 但是她可以制作简易的 再抬头看了看风向 大约夜半时分就会转风 到时候 就是利用滑翔翼 落到了虎头山山顶的最佳时间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段子余疑惑地看着她 叶凤婉随手拿了宣纸过来 画出滑翔翼的简单模样 可段子余看了之后 眉头紧紧地皱起来 娘娘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滑翔翼 利用这个 我们可以轻松地从婴儿山山顶 落到虎头山上 好 我尽快让人按照你画的样图 制作出来 段子余连忙命令那些暗卫 前去寻找所需要的原材料 月亮渐渐升高 天空越来越沉 在夜半时分 果然风向转烂 叶凤婉制作了好几个 简单的滑翔翼 命令众人拿在手上 快速往婴儿山上爬去 到达婴儿山山顶的时候 叶凤婉居高临下 看着虎头山山顶上 灯火通明 那里 大概就是柳善城的藏身之地了 希望这次 能够成功 叶凤婉咬了咬牙 将简易的滑翔翼 往自己左右胳膊上套好 段子余看着她 像是一只巨大的鸟儿一般 站在那儿 眼底闪过一抹重重的担忧 娘娘 不然我们还是在想别的办法上山 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过于危险 没事的 只要角度掌握好 再加上风向的助力 一定会安全落在虎头山山顶 段子余点了点头 也将自己身上套上花香椅 与她并肩站在一起 叶凤婉回头 叮嘱那几名安卫 我们先走 你们看着我们动作 然后再跳下去 明白吗 是 众人应了一声 叶凤婉站在山顶上 冷风吹起她的衣裳 咧咧作响 她侧目认真地看了段子余一眼 段公子 我们走吧 段子余点了点头 记住叶凤婉刚刚交给自己的要领 心里想着 要是中途出现了变故 她还可以利用轻功来救她 叶凤婉站在山顶上 努力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 看着脚下的一片虚空 嘴角擒上了一抹嘲讽的笑意 没有什么能难住她叶凤婉 想到这里 她一咬牙借着风向 利用胳膊上做好的滑翔翼 像一只巨大的捧鸟一般 朝着虎头山上飞了过去 段子余震惊地看着她 她果然看到 那奇怪的东西竟然真的带着叶凤婉 向着虎头山山顶冲了过去 她也毫不犹豫地 有样学样地追过去 人飞在半空之中 耳边是呼呼的风声 浑身几乎已经不能自己控制 只能惯性地朝着那脚下的山顶上 狠狠地俯冲了下去 叶凤婉前脚落在山顶上 段子余轻可见也落了下来 她冷汗津津地看着滚在地上的叶凤婉 急声道 娘娘 你没事吧 叶凤婉揉了揉膝盖 刚刚落下的时候 没有掌握好力道 以至于她是跪着下来的 膝盖重重地磕在地上 疼得她眉心都拧了起来 叶凤婉还没回答 冷不防听到脚步声 朝着他们两人醒来 她动作迅速地将滑翔翼从自己身上解下 扔在地上 迅速翻滚到段子余身边 扯住她就躲到了暗处 段子余看到有人走到滑翔翼的旁边 咬牙道 这东西可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叶凤婉皱了皱眉 冲着她摇了摇头 段子余心口直跳 她没有想到 叶凤婉竟然会鼓蹈出这么神奇的东西来 若是将这东西运用到战场上 那么必然会成为一个 出其不意攻击敌人的装备 她绝不能让别人 染指这么厉害的东西 是以她毫不犹豫地冲出去 一手夺过两人手里的滑翔翼 在两人还没张开嘴巴呼救的时候 两拳就分别将两人给砸晕了过去 叶凤婉紧张地看着她 你怎么样 我没事 这么重要的东西 可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叶凤婉胎谋看了一眼不远处 房子里面亮着的烛火 低声道 等他们都下来之后 有一人在这里看东西 这主意不错 段子余眼睛一亮 顿时放下心来 片刻之后 十几名暗卫陆续落下 借助滑翔翼 他们没有任何人受伤 其中有一个掌握方向不对 差一点被风吹到别处去 幸好其中一名直接抛出绳索将它勾住 这次拉回到山顶上来 留下一人在这里看着装备 剩下的 咱们一起去村子 几人之中有一名自觉留下来 剩下的几人 就跟着他和段子余 急步往村子里面走去 整个山顶上还是宽阔 有好几幢草屋都是连在一起的 他们摸黑扑了过去 看到有不少五大三粗的壮汉 坐在一处火堆上行酒令 一名壮汉喝了口酒 嘴眼朦胧地开口 刘大伯 咱们还是回去睡觉吧 就凭他们的本事 绝不能上了咱们山顶 另外一人也插嘴道 是啊大伯 媳妇孩子要坑头 这么冷的天气 咱们想回去 摟着媳妇睡觉去了 众人嘲笑她的声音 轩机响起 大壮的眼里 就是她那胖媳妇 我那胖媳妇咋了 摟着书她就行了 有人开口打去大壮 不错不错 人家大壮说的事啊 不就是压在身下吗 只要不硌的话就行 刘大伯 你看他们 狗嘴里面吐不出象牙来 大壮气得面红耳赤 刘大伯开口豁吃道 你们都住口 不许开大壮的玩笑 众人收了口 看着烧得霹里啪啦 作响的火堆抱怨道 这刘善成这混小子 到底在外面 惹些什么祸事 让我们这些族人 给她守山 那刘大伯 吸了一口烟带道 唉 好了 你们都少说几句 这次善成回来 可带回了不少钱 都交到了族长手中 族长让我们保护他 我们自然不能掉以轻心呀 大伯 不是我小看那些人 咱们这虎头山 你什么时候见过 有半夜上来的 你就让我们回去睡吧 这洞都要冻死了 叶凤婉和莫子鱼 默契地打了个眼色 两人像是敏捷的猎豹一般 迅速扑过去 而随后扑上去的 则是那几名暗卫 叶凤婉先扯住 柳大伯的衣服 一把森冷的匕首 就准确无误地 搁在他脖子上 你最好不要出声 只要你敢叫一声 我必然让你血剑当场 柳大伯笑得脸色发白 浑身颤抖地 看着叶凤婉 段子鱼皱了皱眉心 命令那些安慰的 将不相干人等 全都打晕过去 那些人还没来得及反抗 就感觉一阵剧痛袭来 眼前一黑 就全都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柳大伯 吓得快要瘫在地上 双腿也打起了摆子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柳大伯惶恐地 看着叶凤婉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必须告诉我们 柳善成在哪 不知道 柳大伯直接别过脸去 叶凤婉皱了皱眉心 柳大伯 你知道柳善成在外面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吗 你就这样护着他 他能做什么 我只知道 他给我们的族人 带来很多银子 银子 叶凤婉皱的冷笑道 柳大伯怒瞪着他 你笑什么 让我来告诉你 那些银子 都是什么钱 柳大伯不解地看向他 什么钱 那些 都是江南受灾百姓的救命钱 那是他偷偷带回来的 朝廷赈灾银 不 不可能 善成说 那些银子是他挣的 怎么会是贪污的赈灾银两 刘大伯的脸上 满满的不信之色 叶凤婉厉声道 他一个小小的朝廷治水官员 一年能得多少俸禄 能攒下这么多的银子 给你们送回来 再说了 他现在卷走了赈灾款 惹得皇上大怒 过几时 恐怕就会有圣旨下来 让你们株连九族 到时候 你们虎头山上整个柳氏一族 都要被屠杀殆尽 柳大伯伸手 颤颤巍巍的指着叶凤婉 你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 用不了几事 朝廷就会带兵来攻山了 柳大伯听他这么一说 整张脸顿时变得苍白 毫无血色 一旁的段子鱼 冷冰冰地插口道 你只要说出柳山城的下落 让他交出赃款 你们的族人或许还会有救 柳大伯浑身一抖 忐忑地看了叶凤婉一眼 已经没有任何的主意 叶凤婉皱眉又道 你快点将柳山城在哪 告诉我们 事情紧急 等皇上圣旨一下来 你们柳氏一门 就算想交出他赎嘴 也是不可能了 柳大伯害怕地 舌头开始打劫 这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快点说呀 柳大伯皱了皱眉心 惶恐地看了叶凤婉一眼 又看了一眼断嘴鱼 其实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但是组长一定会知道 他给了组长不少银子 所以组长才派我们来这里守着 那你们组长在哪 住在前边 那最阔气的房子里边 叶凤婉抬眸看了看 扯着柳大伯 就向那间房子走去 众人来到房子前面 先由柳大伯去叫门 柳大伯回头 害怕地看了一眼叶凤婉 又看了看段子余 颤巍微微地伸手拍了拍门 里面没有任何动情 柳大伯硬着头皮 回头看了叶凤婉一眼 看到他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 是以他继续叫门 他硬着头皮喊了一声 组长 快开门哪 组长 叫什么呢 叫什么呢 里面众人传来一名汉府不耐的声音 接着内门突然打开 满身怒气的女人探出头来 柳大伯 你嚷嚷什么 不是让你们守着山顶吗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女人愤怒地瞪着她 柳大伯气气哀哀地说道 组长夫人 是有急事啊 什么急事 快点说 烦死人了 让人轻蒙 组长夫人不难地呵斥她 柳大伯回头看向暗处的叶凤婉 只见她摆了摆手 示意让她让开 柳大伯一眼测开身子 就听到组长夫人又怒吼 到底怎么回事 你倒快说话呀 不然立马滚蛋 她话音刚落下 就见一个绳索 朝着自己脖子上套过来 她想要避开 可为时已晚 脖子被套个正着 然后用力地一扯 就将她扯出了门 手脚成大字形就摔在地上 组长夫人哭着大喊起来 哎哟 你们是什么人呢 叶凤婉冲着段子余抬了她下巴 段子余带着暗卫冲进院子里 一阵糟乱之后 就将衣衫不整 睡得迷迷糊糊的柳氏族长 带了出来 这出了什么事情 族长还在睡梦中 被人连扯带拉地弄出来 还一点地迷糊闯 族长夫神惨嚎的声音顿时传来 哎呀老爷呀 快救救我 可疼死老娘了 叶凤婉皱了 揍了眉心 下意识地堵了堵自己耳朵 这时 组长终于清醒过来 一眼看到自己那肥胖老婆 正趴在地上 就愤怒地冲过去 将她呵护宝贝一碗扶了起来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族长喷火的眼睛 落在叶凤婉和段子鱼身上 叶凤婉语气淡淡地开口 我们是来找柳善成的 把她交出来吧 族长眸光一闪 下意识地说道 什么柳善成 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 叶凤婉获得机翘一笑 族长抖了抖 莫名觉得她这笑容 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说的那人是谁 你让我们回去 这大门也怪冷的 说着 族长就搀扶着 同样浑身打哆嗦的 族长夫婶 往家里面走 站住 段子鱼沉和一声 挡在了两人面前 族长夫婶一看到 段子鱼那英俊的样貌 顿时眼睛就亮了 眯着眼睛讨好的问道 公子 你还有事吗 段子鱼皱了皱眉心 眼眸一沉 似是不经意地 在她面前 做了一个甩发的动作 叶凤婉一看 唇角微微上扬 在一旁憋小憋得 有点泪伤了 族长夫婶瞬间 变成了惺惺眼 连一旁自己的男人 也看不下去 强制地挡住她眼睛 看什么看 族长夫婶暴怒地 拉下她的手 不要当住我看美男 就你这虎头山上 何曾有过如此俊美之身 除了那柳善成 还长得有些像模像样之外 族长一听 灯是脸色大变 而聪明如段子鱼 听清楚她话里的意思 当即一把长剑 搁在族长脖子上 刚刚你说什么来着 我没 我没说什么呀 族长看着那森冷的寒芒 脸颊上的肥瘦 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 一滴冷汗 从她额头上流下来 砸到了长剑上 可一旁的族长夫婶 却是成了花痴脸 丝毫不顾自己男人 正在危险中 只是眼睛狂热地 看着段子鱼 既然你依旧不想说 那本公子就只能不客气了 说着 她长剑慢慢下滑 如今落在她两腿之间 族长急得轻轻爆出 你想干什么 你觉得呢 族长精神崩溃地 冲着族长夫人怒吼 你个死婆娘 你男人都快做不成男人了 你还在犯花痴 族长夫人文言 浑身一个机灵 看到段子鱼手中的长剑 猛然冲过去 狠狠地将她撞开 将族长护在自己身后 这是老娘唯一能看上她的东西 工资可要见下留情 一旁的叶凤婉 终于忍受不出 大笑出声 段子鱼皱了皱眉心 瞪着族长夫人道 你们两人如今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 无论如何也逃不掉 不如痛快地说了 或许还能留下命来 族长夫人一听灯事就急了 哎 看你这公子长得这么好看 怎么心这么狠 动不动就要人的命 你或许可以选择要一种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 段子鱼愣了一下 那族长夫人朝他眨了眨眼睛 惊得段子鱼差点就吐出来 只听族长夫人悠悠地开口 你可以让人家给你献身吗 献你个大头鬼啊 段子鱼简直气得要抱走了 他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对女人这个物种 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感 族长猛然将几乎贴在段子鱼身上的女神 给用力地扯回来 你闭嘴 你 我这是在救你 混蛋 族长夫人也冲他怒吼 族长整个人气得 眼前一阵阵地发黑 最后实在忍不了 只希望能赶紧将眼前几个祸害给轰走 急声说道 我告诉你们柳山城的下落 就在山顶最高处 那魔屋里面 你们赶紧去找他 叶凤婉和段子鱼一听 当即转身就走 族长附身在后面 气急败坏地喊道 怎么就走了呀公子 公子你个头啊 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 上你犯花痴 看老子不挖了你的眼 族长暴怒的声音 从他们身后隐隐传来 叶凤婉侧头看了一眼 只见段子鱼原本温润的面首 此时紧紧地帮沾 眼底弥漫着一层 生人雾尽的寒气 他伸手拍了拍他肩膀 以示安慰 几人快步走到那栋木屋前 叶凤婉低声叮嘱了几名暗卫 将那栋防射紧紧地包围起来 段子鱼和叶凤婉相互对视一眼 决定从正门闯入 上了台阶 快步冲到门前 用力推了推 那房门却是纹丝不动 像是在里面拴着的 段子鱼用口形提醒叶凤婉 退后 叶凤婉一眼退后了两步 看到段子鱼脸色一沉 狠立的一脚又踹在门上 光郎一声 木板裂开 木屑飞溅 两人下意识抬起胳膊 扫开木屑 快步冲到了屋内 就看到有人从床榻上弹跳起来 拔腿就跳了窗户 叶凤婉和段子鱼冲到窗户边上 就看到外面 一个男人正落在一张巨网当中 奋力地挣扎着 刘善成 你倒是跑啊 怎么不跑了 叶凤婉拾接而下 抱着肩膀 一脸嘲讽地看着困在网中的男人 刘善成眸光躲闪地看着他 你 你是什么人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贪污了救灾银两 竟然还能睡得如此踏实 那么多条人命背在你身上 你就不怕他们半夜变成鬼魂 来找你算账吗 刘善成脸色一变 迅速抱紧肩膀 缩在巨网中 你胡说八道 我根本听不明白你说什么 刘善成 抬起头来 段子鱼大喝了一声 躲在巨网当中的男神 浑身哆嗦着 抬起头来 眼眶泛红地看着段子鱼 叶凤满 细细打量着柳善成 只见他长得样貌周正 果然如族长夫人所说 算是好样貌的人了 柳善成恐惧地看着叶凤满和段子鱼 你们是朝廷的人吗 我们不是朝廷的人 没成想 刘善成听到他说的这话 更是惶恐起来 语气颤抖地说道 我都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做了 你们怎么还要来找我 不是说了吗 放我一条生路 难道你们还要追杀我 追杀 叶凤满脸色一凝 迅速俯下身子抓住他衣领 谁要追杀你 说 刘善成下的浑身打了个哆嗦 眸光闪烁地看着叶凤满 你们 你们不是来杀我的 不是 你说清楚 谁要追杀你 他们又让你做了什么 刘善成猛然一愣 玄机抱着头挣扎道 我头好疼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叶凤满气得像一拳砸在他头上 却被段子余给拉出来 别逼他 段子余冲着他摇了摇头 叶凤满皱了皱眉心 猛然将他放开 退到段子余身后 段子余走到刘善成的身旁 语气温润地看着他 你的头为什么会痛 我懂一些医术 可以帮你诊病 刘善成的眸光闪了闪 看了一眼段子余 你 你真能诊病 段子余认真地点了点头 刘善成刚想要说什么 就听到屋子里面 突然有妇人的声音 善成 出了什么事情啊 你在哪儿 刘善成面色一片 急忙道 树琴 我在外面 没事的 你躺在那儿 不要动 我马上就回去 说完后 他哀求地看着段子余 我家娘子有眼睛 你们能不能先放了我 让我把她安顿好 段子余看了一旁的叶凤满一眼 只见他沉默了片刻 就点了点头 命令暗尾将巨网张开 刘善成从里面爬出来 就朝着屋内急步走去 叶凤满和段子余 随着跟了进去 只见柳善成正在安顿着一名 面色苍白的副身 那副人圆睁着一双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双手胡乱地摸索着 段子余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就皱着眉心问道 你夫人这眼睛 可是因为强光照射所致 柳善成闻眼眼睛一亮 稀奇地看着段子余 公子 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她的眼睛大而又神 并不像是先天之计 而柳夫人听到他们说话 惊讶地问道 善成啊 家里何时来了外人 段子余开口道 我们是善成的朋友 特意来看望她 柳夫人清秀的脸上 露出一抹笑容 她挣扎着起身道 你们远来是客 我给你们倒水 说着她就起身 摸索着就要去倒水 夫人我来 柳善成急忙走到她身边 去给她帮忙 叶凤婉皱眉 看向一旁的段子余 你有办法治好 她夫人的眼睛吗 办法是有 但是却并没有把握 刚刚我看了 她眼睛并没有损伤 和我们正常人的眼睛一样 只是不明白 为何会不能失误 段子余沉吟地 打量着忙碌的两人 叶凤婉凑在她耳边 低声道 既然有办法 那就试试 或许能让柳善成 告诉我们 江南水灾的真相 段子余的鼻息间 全是少女芬芳的气息 看着她那张小脸 她眼神不由地 越发温柔起来 两位请喝茶 柳夫人笑阴阴地 将茶给两人端过来 段子余接过 伸手在柳夫人眼睛旁边摇了摇 见她半年反应也没有 一旁的柳善成 尖色地开口 我夫人的眼睛 已经很长时间了 能告诉我原因吗 书琴 我能说吗 柳善成看向了柳夫人 柳夫人温婉地笑道 可以 都过去那么久了 柳善成面色沉重地开口 之前我还没有考取功名之前 夫人的娘家是看不上我的 我俩早已经情投意合 情根深重 柳琴更是不顾娘家的反对 委身于我 我为了报答她的信任 就决定离开虎头山 去考取功名 但是等我回来的时候 却听说 柳琴已经怀胎两月 此时被族长知道 族人逼迫她去落胎 她却敌死不从 一气之下 就跳下了湍急的河水当中 等她被人救上来的时候 腹中孩子不保 柳琴醒过来后 到着自己胎儿没了 就大哭了一场 从此就不能失误了 一旁的柳夫婶 听到旧事中题 眼泪又悄无声息地落下来 段子瑜了然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心病 公子 刚刚你说会诊病 不知道 你能不能治好 我夫人的眼疾 若是能治好 我柳善成 一定当牛做马地报答你 叶凤满在一旁插口道 看你重情重义 也并不像是不顾百姓 携款私逃之人 柳善成听她如此一说 整张脸变成了灰白之色 一旁的柳夫人却是震惊到 你说什么 叶凤满绷着的小脸 闪过一抹惊讶 侧眸看下了柳善成 柳善成的眼底 闪过一抹慌乱 冲着叶凤满用力地摇了摇头 段子瑜旋即插口道 柳大人为了你的眼疾 擅自离开了江南水灾之地 朝廷还以为他是不顾百姓 携款私逃 他命令我们前来查清楚真相 沈成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你怎能致败幸于不顾 书琴 我只是为了你的病 我还会回去的 柳夫人先手打了他一巴掌 接着 就与他抱头痛哭 责怪自己拖累了他 叶凤满叹息了一声 看了一旁的段子瑜一眼 低声道 为什么要帮他 让他主动回去 事情要好办得多 这时 柳善成喊蕾询问段子瑜 公子 你真的能救竖琴的病吗 虽然不能保证治好 但是却可以一事 不过 我治好他眼睛之后 你可以跟我们回去京城吗 柳善成的脸色变了变 心疼地看了一眼身旁的夫婶 好 我答应你 段子瑜命神 将院子里一口大水缸填满水 这一举动 惹来柳善成的疑惑 公子 这水用来做什么 段子瑜淡淡地开口 治病 叶凤婉将柳夫人扶出来 让他走到那口大水缸的旁边 柳夫人 在你面前有一口很大的水缸 这里面的水可以将你湮灭 你可敢下去这水缸里面 柳夫人还没说什么 柳善成倒是先害怕起来 她颤声道 公子 我夫人她怕水 正因为害怕 所以才让她将自己的眼睛封闭起来 不行 书琴 你不能冒险 柳善成紧张地将她护在怀里 柳夫人小声地说道 善成 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 我不怕 那也不行 叶凤婉健壮沉声道 柳善成 你到底想不想治好你家夫人的病了 要我是你 如果真有一线希望 我就会试试了 你说得轻巧 还你下水试试 柳善成愤怒地看着她 叶凤婉见她如此磨叽 不耐地说道 你在江南做的那些事情 你夫人还不知道吧 我 柳善成被戳破痛楚 咬着牙看着叶凤婉 柳夫人伸手揪着她衣服问道 善成 你在江南做了什么 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呀 我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书琴 掀着你的眼睛吧 你真的不怕浸水缸里吗 我不怕 虽然嘴上说着不怕 但是一双手却紧紧地捏着柳善成的衣服 端子余面无表情地开口 进去吧 柳善成将柳夫人拦腰抱起 柳夫人的胳膊下意识勾住她脖子 将自己头靠在她胸膛上 柳善成趴在她耳边小声地说道 书琴 别怕 我陪在你身边 将柳夫人刚一放到水缸里 她就恐惧地白了脸 一双眼睛瞬间瞪得老大 眼球几乎要偷出来 她牙齿因为颤抖发出咯咯的声响 看得柳善成瞬间就后悔了 猛地将她从水里捞出来 用力地包在怀里 柳夫人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 连头发也大湿烂 她窝在柳善成的脖子上 低声地恳求道 善成 你放下我 我要战胜恐惧 才能不会拖累你啊 你快放下我 我不 我舍不得看你遭罪 叶凤婉看着天色江明 冷声催促道 柳善成 你没有时间拖眼了 柳善成身体抖了抖 神情无奈地看了怀中人一眼 咬了咬牙 又将它重新放回了水缸里 柳夫人恐惧地双手抓住水缸边沿 手指上青筋爆出 整张小脸已经变得如银纸一般苍白 柳夫人 如果你想治好自己眼睛 就自己沉下去 重新体会一下 溺水就要死亡的感觉 你们好残忍 柳善成歇斯底里地弄声大喊 叶凤婉不耐地喝道 来人 把他给控制住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柳善成剧烈地挣扎了大汗 山成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柳夫人说完 银牙一咬 整个人就沉到了水缸里面 片刻之后 她觉得自己的呼吸 已经全都被水堵住 她终于承受不住 想要从水里面钻出来 然而一双大手 重任按在她头上 让她根本没办法震开 只得剧烈地挣扎着 缓缓地闭上眼睛 直到她整个身体全都转下来 整个人瘫倒在水缸里 有人猛然打破了水缸 一阵哗啦去哗 水花四溅 而得到自由的柳善成 就急不跑过来 将几乎没有气息的女神 抱在了怀里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受情 是我做错了事情 要惩罚就惩罚我 这样折磨受情 算什么本事 刘善成崩溃地大叫 她的脸紧紧地贴着 妻子有些凉的脸 恨不得被溺水的那人 是她自己 叶凤丸走到段子余的身边 低声问道 这个方法能管用吗 她不会出意外吧 段子余没有回答她的问话 而是走到柳夫人身旁 伸手附身探了探鼻息 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枚小药丸 塞到她嘴底 你给淑青吃了什么 柳善成震惊地看着眼前 这名温润的公子 段子余冷哼了一声 毒有 你 柳善成气得恨不得给她一巴掌 她愤怒地说道 你杀了淑青 我也会随她而去 你们别妄想 我会跟你们回京城 段公子 叶凤满小脸上 闪过一抹娇气 段子余给了她一个安抚的眼神 叶凤满不放心地询问道 她确定会没事吗 难道你好不信我吗 叶凤满点了点头 陪着她一起坐在院子里 看到灰蒙蒙的天空 逐渐升起一抹出事 原本他们就在山顶上 所以 那冉冉升起的太阳 更是好看到了极点 金色的尘光洒在柳夫人脸上 她皱了皱鼻子 下意识抬手要捂住自己的眼睛 只听她轻声道 照得眼睛好疼 一直紧紧抱着她的柳善成 浑身一个鸡领 急忙低下头看着她 慢慢地睁开眼睛 忐忑地问道 书琴 书琴你醒了 她的眼睛依然那么好看 水汪汪的 看到柳善成的那一瞬间 她本能地眯了眯眼 接着 就伸手捧住她脸颊 皱眉道 善成 你怎么有壶茶了 一旁的段子鱼和叶凤婉 提着的一颗心 也总算落了下来 看来他们的冒险仪式 果然是长了 柳善成喜极而泣 抱着柳夫人 一个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书琴 你吓死我了 你总算是醒过来了 柳夫人伸出手 堵住了她的嘴巴 你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快点扶我起来 我也好好地 谢谢两位恩人 柳善成急忙将她扶起 两人认真地 给段子鱼和叶凤婉 磕了三个响头 柳夫人更是感激地说道 竖琴去给艾伟恩人 做一顿丰盛的早饭 且等竖琴去换使这一身的狼狈 说着就急不往屋内走去 柳善成看到叶凤婉和段子鱼 便愁愁着开口询问道 你们真是朝廷的人 叶凤婉冷声道 我姓叶 叫叶凤婉 柳善成一听到她的名字 等时双腿一转 就跪在地上 善成罪过 害得恩师坐牢 还请王妃娘娘走法 柳善成 你也知道你害了我爹 你不顾百姓的生死 携款私逃 你可知道 皇上拿了我父亲的罪 你做过的措施 却要让别人替你承担 你难道就不愧疚吗 是 全是我的错 是我辜负了恩师的体血 我罪该万死 柳善成不停地在地上磕头 磕得额头上血都流下来 他也不敢停下 段子鱼在一旁插口道 柳善成 大错已经铸成 现在最紧要的是 如何挽回 如何弥补 柳善成神色挣扎道 对 挽回 弥补 柳善成 看你的所作所为 并不像是大奸大恶之徒 你做出这样的事情 可是有什么苦衷吗 柳善成咬了咬牙 从怀里掏出一个圆筒形的竹筒 小心翼翼地打开竹筒 从里面就露出了一张纸条 这是什么 叶峰晚狐疑的结果 待打开之后 脸色豁然变得阴冷可怕 一旁的段子鱼皱眉开口 是威胁他的心吗 不愧为军师的后人 竟然一猜几重 叶峰晚嘲讽地将那纸条 递给了段子鱼 段子鱼看完之后 吃笑了一声 就将那纸条捏在手掌心里 片刻间化为了碎末 刘山成垂着头说道 正是因为他们以树群的性命 作威胁 所以我才乱了方寸 没有将原先的计划布置下去 这才造成了他俏惨案 那赈灾的银两呢 你放在哪了 我依着书信上的命令 将银子放在婴儿山上的山洞里了 婴儿山 叶峰晚眼睛一跳 银银有不好的预感 你快点带我们过去 快 段子鱼细想一下 也感到了危险 暗中隐藏之神 必然会拿着镇灾观银 对夜想不力 他们带着柳善成 急速奔向了婴儿山 当柳善成被带到 滑香翼上的时候 几乎像得瘫倒在地上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人竟然还能有一天 像大鸟那般地飞翔 当他们跟着柳善成 来到婴儿山一个山洞的时候 里面已经是空空如也 到底 到底还是来迟了一步 柳善成面色灰白地 看向叶峰晚 叶峰晚双眸里 几乎闪起了卓人的火焰 他咬了咬牙 急切地说道 走 我们赶紧回京城 希望一切还来得及 段子鱼点了点头 柳善成神色惶恐地 跟在他们身后 暗中自走不已 风驰电闪的几神 起码要进城 却被一群突然出现的 黑衣神拦住了去路 娘娘小心 段子鱼一声冷喝 手中挥舞着长剑 就向那些黑衣神 发起了攻击 那些黑衣神武功很是高强 有几人先是把段子鱼给缠住 剩下的就朝着 叶峰晚和柳善成斩杀过来 叶峰晚脸色一凝 冲着身后的暗卫大声吼道 你们将他护住 不要管我 说着 手中的马鞭高高地扬起来 狠立地朝着 公子自己的人抽了过去 黑衣神一把扯住他马鞭子 用力一拽 就将他拽下了马 他整个人在半空中一跳 就跳到黑衣神的马上 他手中的马鞭子 用力缠住黑衣神的脖子 然后猛地双手一拉 便勒得他剧烈地挣扎 叶峰晚一脚踢在他后心上 等时将他踢下了马去 驾 叶峰晚大喝一声 眼见暗卫已经护着柳善成 冲到了前面 他力合一声就追了上去 身后的黑衣人又追上来 手中的长剑利落地 去砍他的马腿 身下巨马 发出一道惨烈的叫声 整个拳腿突然跪在地上 脚马背上的叶峰晚 狠狠地甩了出去 他在地上打了个滚 手里的马鞭子 朝着往自己奔来的马蹄子上扫过去 只听同样一声嘶叫声 巨马扑在地上 在黑衣人还没稳住心神的时候 叶峰晚的马鞭子已经先发至神 将他缠住 然后快速拖着他 冲到一旁的墙壁上 狠狠地一踹 就将他踹晕了过去 这时 端子余担忧的声音 猛然从他头顶传来 娘娘 他向叶峰晚伸出手 叶峰晚一把抓住 一下子就被他提上了马背 我们快点走 端子余用力地点了点头 两人共同骑在一匹马上 朝着京城内叶府而去 等他们赶到叶府的时候 却发现 整个叶家已经被御林军包围 有不少御林军 正抬着一口口的箱子 从里面出来 那箱子上面 赫人已经打了封条 叶峰晚想要冲上去 却被段子余给拦住 娘娘 不要冲动 有不少百姓 正围在叶府门前 看着热闹 不时地小声议论战 想不到这叶象 表面上清廉公正 这贝弟弟 竟然干出贪赃的事情来 连灾区百姓的银子 都敢吞没 他可真是胆大包天涯 是啊是啊 当真是知人知面 不知心呢 叶峰晚很想上前 去跟他们理论 但是却被段子余死死地拦住 娘娘 你若是冲出去 恐怕就会连累到你自己 到时候 就没有人来替叶祥西图园区了 可是我做不到眼睁睁看着 什么都不做 叶峰晚用力地握了我拳头 跟我回府 我们去找我爹 他是皇上的军师 让他来想办法 叶峰晚抬头看着御林军统领 骑在高头大马上 叶府封闻 任何人不得擅入 等候皇上上旨 站在两旁的御林军 急急地应了一声 御林军统领又大声地呵斥道 你们都看仔细了 没有皇上的旨意 但凡是闯入叶府这 一律格杀勿论 走 回宫交差 说着 御林军统领就起码迅速离开 叶峰晚躲在暗处 摇摇看了叶府一眼 眼底闪过一抹寒意 娘娘 跟我回段府吧 段子虞看着他冷凝的小脸 眼底悄悄闪过一抹心疼 叶峰晚点了点头 就跟着段子虞带着柳善成 朝着段府骑马而去 回到段府后 那些暗卫在门外守着 而段子虞则将叶峰晚和柳善成两人 带到后院 并吩咐小满 任何人不得进入 三人进了段子虞的书房后 段子虞当先开口 看来柳善成放在婴儿山的那些赈灾银子 已经被送到了夜校的府上 这就坐实了我爹贪糟的罪名了 叶峰晚愤怒地说道 柳善成的脸色变了变 双手猛然抱住头哭道 都怪我 都怪我的懦罪 害了恩师 看着他痛苦的 无以复加的模样 叶峰晚也不想再凿备他 毕竟 他也是逼不得已 我去皇宫 去找皇上秉明情况 这些都是我的错 不能算在恩师的头上 不能让监孽之徒 害了恩师 说着 柳善成急不就往外走 站住 你去哪儿 叶峰晚一个剑步拦在他身前 我 我去皇宫啊 你以为 你能活着走进皇宫吗 柳善成 你信不信 只要你前脚走出这段府 后脚就会有人 在外面一箭射死你 那 那怎么办 难道就眼睁睁看着 这罪名老子恩师的头上吗 柳善成满脸的沮丧 段子余在一旁插口道 少安无走 一切都等我爹回来再说 是 刘善成 我们再等等 叶峰晚虽然也很心骄 但是面上 却不得不表现出镇定的样子 段子余欣赏地看着他 他坚忍不拔的性子 已经牢牢地吸引了他 此时外面 穿来小满急促的脚步声 片刻之后 他冲进房门来 顾不得擦额头上的汗水 公子 老爷让人送了消息 皇上不让他出宫了 什么 段子余的脸色猛然一尘 夜凤婉急切地问道 皇上之前 有没有刘军师在宫中 彻夜不回过 有 段子余沉沉地点了点头 那还是在之前 随王暗藏兵器准备起事 却被皇上提前得知 将他骗进了皇宫 直接又杀了 也就是说 皇上留下你父亲 那么必然是发生大事的时候 不错 夜凤婉心中的不安在扩大 他担心父亲会凶多吉少 急切地说道 不行 我现在必须要进宫 可是现在已经宫进了 不 即使是宫进我也得去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弄死我父亲 说着 夜凤婉就急不往外走 娘娘 段子余急忙喊住他 夜凤婉回过头 你将柳善城看好 他是能救我爹的关键证人 段子余咬了咬牙 他多想陪在他身边 跟他一起进宫 但是段家有走绪 所有段家子孙 在没有继承军师之位之前 一律不能进宫 所以 他根本不能陪他 娘娘 我是碍于祖训 段子余尖色地开口 我明白 现在柳善城对我 对我爹来说 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将他保护好 就算是帮了我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他 段子余认真地点了点头 夜凤婉扭头就往外走 耳边是段子余关切的声音 娘娘 一路小心 叶凤婉迅速来到皇宫门前 此时的皇宫已经宫门紧闭 不少御林军正在外面巡逻 今天的御林军比以往格外多了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让叶凤婉总觉得 现在皇宫到处透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吃责生变 他必须要尽快闯进皇宫才行 他躲在隐秘的角落里 寻找着能进入皇宫的机会 这时 不远处有臭轱辱的声响 一辆皇家马车突然醒来 他心里一喜 按道一声机会来烂 就在马车经过他的时候 他猛然一跳 一下子滚到马车里面 里面的人吓了一大跳 待看清楚是叶凤婉的时候 他唇角突然露出鞋子的笑意 婉婉 本王找你找得好苦 没想到 你竟然会亲自送上门来 瑞王侧躺在那儿 急俏地看着他 叶凤婉心中哀嚎了一声 他闯谁的马车不好 竟是误打误撞 闯进了这混蛋的马车里 对不起 打扰了 他嘴里念叨了一声 迅速就要往外面跑去 来都来了 怎好就这么走了 瑞王一把扯住他衣服 用力一扯 就将他整个人扯在怀里 轻声压在了身下 叶凤婉咬牙切齿地瞪着他 你敢动我一下 我就淹了你 瑞王着迷地看着他那张绷着的小脸 伸手摸了一下 邪笑着说道 本王就对你这顽劣的性子 念念不忘 叶凤婉眼眸转了转 瑞王殿下 你为什么不放过我 我不会在皇上面前告发你 你就不能收手吗 不可能收手 瑞王猛然拒绝 他冷冷地瞪了叶凤婉一眼 松开他 从一旁的暗机上拿起酒杯 在唇上抿了一口 本王不信任何人 本王说过 想要守住秘密 要么成为本王的女神 要么 就成为一个死人 现在这话依然有效 你自己二选其一 我都不会选 叶凤婉愤怒地看着他 瑞王文言皱了皱眉心 那个残废有什么好 叶凤婉猛地拿起桌子上 放的酒壶 拔开筛子 就往瑞王的脸上狠狠泼去 九夜顿时交了他一头一脸 弄得他毫不狼狈 我警告你 那是我叶凤婉的夫君 不容得你侮辱他 好一个猴独子的小野猫 看本王今日不把你压在身下 说着 他用力一把扯住叶凤婉的手腕 就往他身上扑了过去 叶凤婉曲起膝盖 往他两腿之间狠狠地撞过去 瑞王偏身躲开 却被叶凤婉钻了空子 一脚踢开马车帘子 快速跳了下去 混蛋 瑞王眼睁睁 看着他逃进一座宫殿里 愤怒地咬进了牙关 那个宫殿 他自然是不敢追进去的 因为那座宫殿的名字 叫吉乐宫 叶凤婉冲到里面之后才发现 这宫殿有些面首 他皱了皱眉心 在花园里面胡乱地转转 突然看到一名身段妖娱的女子 正在采摘鲜花 他心中一跳 快步朝着那女子走过去 那女子听的脚步声 先是一浪 接着 绝美的容颜上 露出了一抹开心的笑意 是你 叶凤婉皱了皱眉心 意外地看着他 你认识我 何止是认识 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女子冲他妩媚一笑 拉着他胳膊就坐到一旁的石凳上 我 我何时救过你啊 叶凤婉神色有些尴尬 看着眼前的女子穿着贵气 应该是宫里的妃嫔 可是他所认识的妃嫔有限 除了觉得眼前女子的眼睛 有些莫名熟悉之外 其他的 则是一盯着的印象都没有 那女子浅笑嫣然地看着他 就是在这极了宫里面啊 叶凤婉眼底灵光一闪 惊声道 你是晚妃娘娘 果然是冰雪聪明的女子 这么快就响起来了 婉妃冲她温柔地笑着 她惊喜地急忙跪在地上 叶凤婉见过婉妃娘娘 快起来 婉妃急忙扶起她 可叶凤婉倔强地跪在地上 对她说道 婉妃娘娘 凤婉有一事相求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了 婉妃水润的眼眸一闪 你肯定要说的 是夜相的事情吧 娘娘你知道了 婉妃把玩着手里的鲜花说道 当然知道 夜相的事情惹得皇上大怒 尤其是在她府上 又搜查出赈灾的银子 皇上当真是气急了 娘娘 我爹没有贪葬 那都是有人在陷害她的 我已经找到了证人 哦 你说的是真的 婉妃狐疑地看着她 叶凤婉传声道 是 当然是真的 我爹品行正直 江南水灾的时候 他整日里夜不能寐 就是为了能跟学生一起 寻到救助灾民 处理水患的办法 我就说嘛 以这夜相的风平 他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情来 只是 这次皇上已经信了夜相贪污 且要翻案的话 恐怕会很难了 叶凤婉文言恳求道 求婉妃娘娘帮忙 能跟我一次面见皇上的机会 婉妃皱了皱带眉 将摆在石桌上的花篮拿在手里 念在你救我一命的份上 我就帮你一次 只是 我也只能是让你见到皇上而已 其他的 我真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叶凤婉欣喜地向他磕头 多谢婉妃娘娘 韶花殿内 婉妃重新换了一件宫装 命令小厨房做了几样精致的菜肴 然后吩咐女婢 去请皇上过来用膳 此时的叶凤婉 已经换了一身婢女的宫装 站在婉妃的身后 叶凤婉皱眉问道 婉妃娘娘 皇上她一定会来吧 婉妃那张精致的容颜上 闪过一毛开心 若是旁人叫 或许她不会来 那是本宫叫嘛 那是一定会来的 叶凤婉点了点头 兴许在这皇宫里面 也只有婉妃娘娘 最能得皇上宠爱了吧 明明是连麻风病都已经得过 却依然是不嫌弃她 正当胡思乱想的时候 周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声音 豁然响起 她脸色一紧 浑身紧张地朝着外面看去 这时 德公公奸细的嗓音 豁然响起 惊得叶凤婉心里快速地跳了跳 皇上 婉妃像个孩子似的 却也迎了上去 钻进了那高高在上的 九五至尊的怀里 婉儿 你做了什么好吃的 请人过来 皇上宠溺地看了她一眼 婉妃娇俏地冲她 眨了眨眼睛 你过来看呀 我听人说 你忙了一天一夜 也不曾出过御书房了 我实在是心疼得很 那婉儿是如何心疼朕的呢 皇上长臂一伸 就将她拉到自己怀里 大手抚摸着她的小脸 婉妃娘娘拉着她明黄的衣袖 娇称地说道 皇上 你先过来 看婉儿给你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皇上握着她的小手 拉着她一起坐到椅子上 婉妃娘娘拿了浴块 送到她嘴边 皇上 这是山药小酥排 你尝尝 皇上点了点头 张口将那小酥排咬下 婉妃冲着她温婉的甜笑着 好吃吗 嗯 味道很鲜 不错 婉妃唇角的笑容更大了 惹得皇上也神情愉悦起来 若说这宫里 还能有人让她开心的话 那么也就只有眼前这个小女人了 婉儿 朕也来喂你吃一口 皇上给婉妃夹了一小块 放到她樱桃小口里面 婉妃眉眼弯弯 毫不做足地吃下小酥排后 冲着她身后的叶凤马命令道 你皇上真酒 是 叶凤马应了一声 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将放置在桌上的酒壶拿了起来 婉妃娘娘看了她一眼 真酒啊 叶凤马愣了一下 旋即赶忙垂下眼眸 一眼给皇上珍上酒 酒香四溢 美人在前 皇上的脸上也染上温暖的笑容 趁着皇上心情好 婉妃灵动的眼眸转了转 拿起面前的酒杯道 皇上 婉儿敬皇上一杯 祝皇上永远开心年轻 皇上听后开怀大笑 朕有婉儿就会永远开心年轻 皇上 你这后宫可有家里三千呢 婉儿再好 也终有被你厌弃之事 哎 怎么会呢 后宫家里三千又怎样 可信的人 不是只有一个婉儿吗 皇上将她拉入怀中安慰着 婉妃大着胆子 碰着她的眼颊询问道 婉儿在皇上心中真的这么重要吗 那是自然 那婉儿说的话皇上可愿意听 哼 听 婉儿说什么 朕都听 她对这个在宫里没有任何背景 却对她死心塌地的女神 简直是爱极了 之前因为她得了麻风 不得已将她送到了极了宫里 她的心情也是抑郁到了极点 后来之所以宠爱刘盈 那是因为 她与婉儿在眉宇间有几分相似 还好老天有眼 让她的婉儿又重新回到她身边 她如何不宠溺 如何不珍惜呢 婉妃笑眯眯地开口 那皇上 婉儿求你见个人好吗 哦 谁啊 皇上不解地看着她 婉妃冲着一旁的叶凤婉 使了个眼色 她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臣女叶凤婉见过皇上 皇上万岁万万岁 皇上猛然站起身 看了一眼婉妃 又看了一眼身穿婢女衣服的叶凤婉 你是怎么进到这韶华店里来的 来人 将她给赶出去 皇上语调森冷地大喝了一声 婉妃立即跪在皇上面前 扯着她衣脚道 皇上 是婉儿将她带进韶华店的 她是婉儿的救命恩人 你要责罚 就连婉儿也一并责罚了 你先起来 皇上急忙心疼地将婉妃给扶起来 婉妃又继续求道 皇上 你不要将她赶出去 皇上面色沉了沉 冷冷地看着叶凤婉 你来这韶华店内可是有何居心 臣女是来替父亲申冤的 申冤 你父亲有什么冤情好申的 皇上 我父亲并没有贪赃江南赈灾的银粮 而是有人在陷害他 叶凤婉不卑不亢地开口 皇上愤怒地瞪着他 胡说八道 证据确凿 你还想否认 叶凤婉 你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说不是看在你救了婉儿的份上 朕早就命人将你赶出去了 叶凤婉皱眉道 臣女还救过皇上 皇上喉咙一堵 猛人急起在狩猎场上 他替自己挡过一箭 虽然那一箭最后 也并没有射在叶凤婉身上 但是到底是他先将自己挡住的 皇上皱了皱眉心道 朕并不是忘记了那次你的挺身而出 朕会封赏你 正好你也来了 你说吧 要什么封赏 叶凤婉恳求道 皇上 臣女不要封赏 只希望皇上 能够重新审理 江南柳善成 摊脏一案 皇上很利的眼神 落在叶凤婉那张 倔强的小脸上 怒声道 放肆 柳善成是你父亲的门生 江南水患 也是他信誓旦旦地 派着胸脯说能治好 可是到最后呢 他是眼睁睁地看着百姓 伤了那座 已经被洪水冲刷的微桥 弄得乔他阵防 叶凤婉 你知道到底死了 多少江南百姓吗 叶凤婉没心跳了跳 下意识反驳道 柳善成当时是被人威胁了 所以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威胁 有什么事情 能比百姓的性命还要重要呢 皇上阴冷的眼眸 落在叶凤婉身上 片刻之后 他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单手猛烈地拍在桌子上 大声地喝问道 叶凤婉 你怎么知道柳善成 是被人威胁 难道你知道他的下落 叶凤婉脸色一变 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不能将柳善成交出去 盛怒之中的皇上 必然会直接将柳善成给杀了 到时候 他就没有任何机会 救出父亲来 皇上怀疑地眯眼看了看他 良久才咬牙道 你应该知道 欺君的后果 叶凤婉挑眉不满地看着他 知道又如何 横竖都逃不过一个死字 皇上 不然你现在就杀了我 大胆 皇上愤怒地朝他仰手挥过去 一旁的婉妃前撞吓了一跳 急忙扑过来 将叶凤婉抱在怀中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啊 他可是婉儿的救命恩人 皇上动作一顿 看到被婉妃紧紧护在怀中的叶凤婉 婉儿心地善良 你不要滥用了她的善良 叶凤婉咬了咬牙 想要挣脱婉妃的保护 但是 她却死死地不肯放开她 你尽快离开婉儿的少华天 婉妃 朕对你不客气 婉妃迫不得已 低声地说道 你先离开 快点走啊 叶凤婉小脸沉了沉 她很想大声争辩 但是看到皇上那阴冷的面容 她知道 无论自己说什么 她都不会听她 因为她的心里 已经对叶相动了杀念 她绝不能让她有活的任何机会 想到这里 她的心忽然沉下去 还不走吗 皇上阴毒的声音 豁然又响起 叶凤婉咬了咬牙 骄傲地站起来 饱含了恨意的眼睛 从她身上扫过 头也不回地 急不出了少华店 婉妃松了口气 转头看向 绷着脸的皇上 是婉儿的错 你教训婉儿吧 说着 委屈的眼珠子 已经如断线的珠子那般落下 婉儿 你知道朕最见不得你哭的 你又何必这样为难朕呢 婉妃躲在她怀中 小声地啜泣着 听得皇上更是心疼 朕不怪你 她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太心软 朕能体谅你 你若是不帮她 朕还觉得 你是心狠手辣着人 皇上 婉儿是太不懂事了 算了 都过去了 那 皇上还有胃口用膳吗 婉儿的心意 朕不能辜负 让人撤下 重新热果再送回来 那重新做了新的不行吗 不要婉儿麻烦了 就这些 皇上宠溺地 替她擦掉眼睛的泪出 叶凤婉走出韶华殿 在偌大的皇宫里面 闷头急走 她是气急了 根本就没想到 这婚君竟然如此执拗 看来 她并不只是因为 柳善成的事情 问责父亲 必然是存了其他的心思 而她必须要 见到牢里面的父亲 问清楚之后 才可以对症下药 只是这皇宫地牢 守卫森严 她要闯进去 简直是难如登天 该如何是好的 她抬头看了看 沉沉的天空 怅然地叹息了一声 猛然间 她听到 隐隐有脚步声传来 她急忙躲到 一块大石头背后 只见不远处 一名身穿锦衣华服的男子 阔步而来 她心里一跳 那不是太子南宫云吗 叶凤婉脑子里 突然冒出了一个主意 她自己不能闯进地牢里 去见父亲 那么南宫云呢 有她带着自己 那些御林军 一定不敢拦着 想到这里 她银牙硬咬 等南宫云 走到她身旁的时候 身脚一下子 将她绊倒在地上 南宫云摔倒破口大骂 是谁 叶凤婉冲过去 单腿压在南宫云的脊背上 住口 南宫云的侍卫剑刺 纷纷拔出长剑 胡视眈眈地围着她 叶凤婉面色阴冷地喊道 你们谁敢动手 我就一刀弄死她 南宫云无法回头 被她压在地上 只能看到她的衣角 是弓壁装扮 大的奴婢 你好大的胆子 这皇宫里面 岂是你撒野的地方 叶凤婉锋利的匕首 往她脖子上压了压 吓得她又是一阵惨叫 叶凤婉轻蔑地开口 南宫云 你回头看看 我是谁 南宫云愤怒地回过头来 当看到叶凤婉那张 清冷的小脸 神情瞬间变了变 怎么是你 废话少说 南宫云 你带我去地牢 我要见我父亲 南宫云皱了皱眉心问她 你来这宫里 就是为了见你爹的 废话 难不成是为了见你 南宫云的眼底 闪过一幕懊恼 小凤婉 本太子之前是对不起你 但是现在 本太子已经后悔了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原谅 从何说起 感谢你都来不及呢 给了我一个 如此好的姻缘 凤婉 都是我的错 我想把你从 岭南湾的身边 要回来 这样行吗 南宫云急切地 抓住他手腕 叶凤婉一把 挣脱了他 你放手 信不信 我砍下你的爪子 喂狗 南宫云惶恐地 抽回自己的手 他真怕下一秒 他说的就会变成 真的了 快点 快点带我去地牢里 不神 我现在就弄死你 南宫云复杂地 看了他一眼 从地上爬起来 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土 带着叶凤婉 就往地牢的方向走去 叶凤婉 走在他身边 看似像他的弓壁 但是一把锋利的匕首 始终搁在他腰间 他不信他 这个时候 他不相信任何人 所谓天牢 是在一座偏僻的宫殿里面 外面重兵把守 随处可见巡逻的锦衣卫 守着地牢的统领 看到太子 忙拱手问礼 太子殿下 让本宫进去 启禀太子殿下 皇上有命 任何人不得进入地牢 地牢统领 有些为难地看着南宫云 刘策 你少拿皇上压本宫 本宫就是要进去 你能怎样 说着 南宫云就要带人往里面闯 刘策脸色一变 率先掏出了长剑 一声令下 众多守费就将南宫云等人拦下 刘策 你好大的胆子 你这是要跟本宫来真的 南宫云恼羞怒地呵斥他 刘策垂着眼眸道 殿下息怒 数学也是身不由己 既然如此 那刘策 你不要忘了 你妹妹还是我母后身边的天生婢女 你得罪了本宫 信不信本宫随便扯个油头 就能把她送走去做官计 刘策脸色俱变 急忙跪在地上 太子殿下息怒 南宫云继续逼迫道 放本宫进去 刘策眼底闪过一抹挣扎 天客之后 谨慎地开口道 请天下尽快 南宫云冷哼了一声 拔腿就往里面走 刘策下意识就要跟着他走进去 一旁的叶凤板看了之后 住了周眉心 低声侧到南宫云的耳边道 不许他们跟进去 并且 要让里面的人也都出来 南宫云似乎不情愿 但是却抵不住匕首还在腰间搁扎 凝声道 刘策 你跟着进去干什么 刘策愣住 看了他一眼 停下了自己脚步 南宫云又不耐烦地说道 把里面的人都给弄出来 本宫看着心烦 殿下 这 刘策稍微一露出点不情愿的神情 就见南宫云瞪眼道 怎么 你再敢惹本太子 属下不敢 刘策拱了弓手 命令里面的守卫全都退了出来 南宫云抢过他手中的牢房钥匙 被叶凤婉推着 进入了阴暗潮湿的地牢里 地牢里味道很是难闻 而且还阴暗不明 即便是燃着碧灯也看不真切 叶凤婉推着南宫云往里面走 南宫云皱着眉头道 我能不能不进去 我闻着里面的味道受不了 闭嘴 叶凤婉往前推了推匕手 吓得他整个身体都崩齿 你别杀我 南宫云惶恐地看着他 叶凤婉沉声道 我爹在哪个牢房里面 南宫云皱了皱眉心 心里暗暗懊恼 真不该把所有侍卫都赶到上面去 这底下连个熟悉牢房的人都没有 难不成要他一间一间地找过去吗 这也太崩溃了 南宫云忐忑地询问道 要不 我到上面去找个熟悉情况的人下来 不行 你自己一间一间地查看 啊 南宫云瞬间垮下脸 啊什么啊 快点 再耽误时间 这匕首可就刺进去了 南宫云神情幽怨地看了他一眼 认命地去牢房里查看 他刚刚走到一间牢房里面的时候 就见里面关着的一名犯人突然扑到他面前 吓了他好大一跳 幸好中间又拦住拦着 不然就整个扑到他身上了 殿下 太子殿下 你救救我 我是被冤枉的呀 听着他嘶哑的声音 赫然是在狩猎时 犯些大嘴被关进来的流响 太子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抬脚就从牢住的缝隙里踹了进去 将他踢飞了个跟头 突然 南宫云惊叫了一声 刚刚用力过猛 不知怎的 自己把脚伸进去 想要抽回来的时候 却抽不回来了 我的脚被掐住了 快来救我 南宫云着急地冲烟放满大汗 里面的流响听到 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张开大口 就朝着南宫云的脚咬了过去 南宫云下得魂飞魄散 不时地躲闪着 还不时向叶凤婉求救 叶凤婉皱了皱眉心 走到南宫云身边 眼看着流响又抱住他的脚 正要往上啃的时候 猛地一扯南宫云 南宫云被扯了出来 一只靴子却不见了踪影 他光着脚踩在地上 惊魂未定地 看着流响抱着他的靴子 发疯一般地咬着 南宫云心有余悸地 拍了拍胸口 他疯了 叶凤婉不耐烦地说道 别管他 先去找我爹 好 南宫云点了点头 一拳一挂地 跟着叶凤婉去别的牢房查看 找了半天 也不见有叶相的身影 这让叶凤婉很是意外 他明明听说 是被关进了地牢里面 怎么会没有呢 怎么回事 明明听说是被关进地牢里来了 他阴冷的眼睛 猛然落在南宫云身上 吓了南宫云一大跳 浑身哆嗦地看着他 你这样看我干什么 这宫里面 还有几个地牢 就这一个 你没看到吗 连流响都被关在这 自然就这一个了 那我爹呢 我爹怎么没在这里面 我也不知道啊 我收到的消息 也是听说 刘下被关进了地牢里 南宫云瞪大眼睛 撇清自己关系 生怕愤怒的叶凤婉 会一刀捅死他 废物 叶凤婉一把将他甩开 又重新将整个牢房 搜索了一遍 他甚至担心 会不会是自己老爹用刑后 根本就起不来了 就让南宫云拿了钥匙 一斤一斤地打开 亲自看了正脸之后 这才算走吧 最后 南宫云满身狼狈的 站在叶凤婉身旁 可怜兮兮地说着 姑奶奶 真没有啊 你看看我身上这伤处 都是里面人给挠出来的 叶凤婉认真一看 那简直是不认之事 那你觉得 皇上到底能把我爹 关到哪儿去呢 南宫云苦哗哗地回答 我是真不知道啊 那军师段鸣呢 他会不会知道 南宫云闻眼睛一亮 急忙拉住叶凤婉的胳膊 对 还有段军师 走 我带你去找他 叶凤婉跟着他往外走 看到守在外面的刘侧 冷哼了一声 将牢房钥匙扔到他手里 恶声恶气地说道 将牢房里面所有重犯 全都暴打五十大板 本宫好不容易养好的伤 又被他们挠烂了 简直是找死 是 牛侧看着瘸着腿 耀武扬威的南宫云 渐渐离开了牢房 南宫云顾不得去换衣服 直接就往御书房里面冲 太子殿下 您这是 守在外面的小内侍看到他 急忙迎上前来 南宫云急吼吼地说道 快 去把段军师叫出来 就说本宫找他 殿下 找军师有事吗 小内侍多嘴问了一句 南宫云直接一巴掌抽过去 狗奴才 本宫想要找人 还要跟你报备吗 是 奴才这就去 小内侍不敢争辩 连滚带爬的 就往御书房急步走去 不一会儿 神色疲惫的段军师 从里面走出来 周然看到太子如此模样 在外面等他 不由愣了一下 微臣见过太子殿下 南宫云急切地扶起他 军师 你快起来 行礼就免了 本宫又正式要挽引 太子殿下 你这是发生了何事 身上怎么弄成这样 还有 您的鞋子呢 南宫云没好气地回答 别提了 鞋子被刘翔给抢走了 啊 太子殿下去了地牢 段军师震惊地看着他 南宫云急忙将他拉到屁镜处 此时 叶凤婉正站在那儿 等候着他们 叶凤婉见过军师 段军师的脸色沉了沉 片刻后才皱眉到 你找我什么事情 我想问你 我爹关在哪儿 你爹关在哪儿 我怎么会知道 叶凤婉神情焦灼地看着段军师 段军师 我爹他是冤枉的 你跟他同朝为官这么多年 难道你还不了解他吗 这人正物正全在 哪里来的冤枉 就是冤枉 叶凤婉倔强地打断他的话 段军师业余地看向他 你说了算吗 皇上已经定罪 这贪赃可不是小事 灾民的银子他都感动 真是枉为人臣 叶凤婉咬了咬牙 扭头狠狠地瞪了南宫云一眼 你滚因边去 看到南宫云走得远了 叶凤婉这才低声道 我跟段公子 已经找到了柳善城 他现在就在你们段家 哦 当真 段军师勃然变色 叶凤婉沉声道 当然是真的 柳公子跟我一起去的虎头山 找到了柳善城 段军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紫瑜这臭小子 真是胡闹 军师这话是什么意思 叶凤婉似乎听出了什么 危险地眯起眼睛 段军认真地看了他一眼 深深地叹息道 如果你们真的找到了柳善城 让他送到宫里面来做证人 那简直是给他送死 叶凤婉心里一跳 心里的一个想法得到了证实 但是 他依然不死心地问道 是不是皇上 已经对我爹动了杀心了 就算是找了证人 他也必须会死 段军师晦涩地看了他一眼 你爹他犯了为人臣子的大忌 叶凤婉原本好看的小脸上 闪过一抹愤怒 良久才讥笑道 是当今皇上 眼红我爹在朝中的威望 眼红我爹门生众多 已经盖过了他的风头吗 段军师皱眉看了他一眼 不要在背后妄议声上 这罪名可不是你能承受的 我才不怕 有本事 他现在就砍了我的头 你 你这丫头 怎得如此胆大包天 段军慌忙看了一眼四周 眼见无人听到他如此忤逆的话 出言紧嗑道 你爹若是知道你如此逞强 必然不会允许你这样做 你不要在宫里惹事了 段军师 你能帮我见到我爹吗 我想见他 凤婉求求你了 叶凤婉缓缓地跪在他面前 段军仔细地看着眼前灵秀的女子 心里暗暗羡慕 叶祥竟然会有如此秀婉惠中的女儿 虽然有些莽撞的小缺点 但是却更是他极恶如愁的闪光处 叶祥出事后 整个上官一族 很快跟他划清界限 就连他的夫人以及二女儿 也回了上官家 而偏偏外界传闻最不成妻的大女儿 却向方设法地进了宫来 段军师怅然说道 我倒是能帮你这个忙 这也算是我与他同朝为官 最后的一点情谊吧 谢谢军师大人 段军师带着叶凤婉去见叶祥 担心路上会出什么变故 所以依然带着南宫云闭人耳目 来到一处僻静的院落里 段军师伸手指了这里面 就站到了一旁 叶凤婉急冒冲过去 推开虚眼的门 看到身穿白色布衣 席地而坐 正聚精会神看一本兵书的父亲 爹 他呼喊了一声 像是圈鸟龟巢般 朝着叶祥扑了过去 叶向手中的兵书掉在地上 惊喜地看着叶凤婉 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小丫头 你怎么来了 爹 叶凤婉委屈她喉咙发色 却说不出话来 叶向伸手揉了揉她发顶 微笑地说道 不许哭 婉婉 你是我叶向的女儿 可不能是个爱哭鬼 我才不是爱哭鬼 叶凤婉吸着鼻子 伸手去擦滚落的泪水 叶向开心地勾了勾她鼻尖 这才对吗 爹 我找到了柳山城 他都告诉我了 他是被人陷害的 有人用他夫人的性命威胁他 所以才酿成了断桥彩案 他没有办法 便携带观音逃走 那人命令他将银子 放到婴儿山上一处山洞里 等我和段子余 扑过去寻银子的时候 已经全都没了 叶向的眼底 闪过一抹冷静 片刻之后才开口道 不管是因为什么 那赈灾的银子 始终是在我们叶府搜出来的 可是爹 你并没有贪赃啊 皇上说你有就有 君大于天 万万 爹自从走入仕途那一天开始 就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生意何惧 死意何惧 万万熏得良宿 爹也放心了 唯独对你祖母 心中愧疚 你爹不笑啊 不能替他养老送中了 爹 你不许这样说 你不会死的 我一定不会让你死 叶峰晚的小手 用力捂住了叶向嘴巴 叶向严肃的眉眼书张开 拉下他的手道 万万 人终须都会有一死 只是早死或晚死罢了 你死前 能安顿好你的事情 爹就放心了 死而无害 不许爹再说死 叶峰晚猛然站起 燕丽的小脸上 满是狠烈的怒意 他眼底闪烁了叶向 从来没有见过的暗芒 如果一招天子 有招仪式 开始连忠臣也要去杀 那么他这个天子 也是做到头了 叶向完颜之后 脸色一震 急声道 婉婉 你想做什么 叶峰晚回头 啄啄地看着他 爹 你等着 我绝不会让你死 他终究会有一天 会因为他的这个错误决定 而感到万分的后悔 叶向猛地站起 神色凝重地看着叶峰晚 婉婉 你不要做傻事 你不要鼓动领南王去做什么 他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实力 恐怕会功亏一篑 我不会找他的 爹 你放心 我不会连累他 再说 他去了领南城 除非是能飞回来 否则 他已经赶不及来救你了 叶向心疼地看着他 婉婉 爹的事情 你不许再管了 你只是一个弱女子 谁说我是弱女子 弱女子若是努力 去做一件事情 也可以比男子汉还要厉害 叶峰晚固执地皱着眉心道 叶向温柔地看了他一眼 伸手又揉了揉他的发电 叶峰晚看着夜相眼底的温暖 暗暗下定了决心 无论如何 他都要将自己的爹救出去 他绝不允许有人会伤害他唯一的亲神 就算那个神 是权力顶峰的九五之尊 也不行 这时 外面众人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 南宫云就冲了进来 快走吧 皇上的仪仗过来了 叶峰晚皱了皱眉心 赶紧对着叶向道 爹 你一定要等我救你啊 婉婉 叶向焦灼不舍地看着他 叶峰晚猛然冲到他怀底 片刻之后 便急不跟着南宫云走了出去 远远地看着皇上遗仗往这边走来 南宫云果断地带着叶峰晚 转到另一条通往御花园的岔路上 段军师早已离开他们 在看到皇上遗仗来之前 他就迅速地顿走 南宫云扯着叶峰晚一路洗澡 直到确定安全之后 才松了口气 停下了脚步 叶峰晚一把将他甩开 皱眉瞪了他一眼 南宫云只觉得心口空漏漏的 下意识地握了握手 似乎还能感受到握着他 歇息手腕的那一抹激动 婉婉 南宫云从来没有像现在 如此紧张过 他不清楚 自己何时已经对原本厌弃的女子 生了情义了 我该走了 告辞 叶峰晚说完直接转身就走 南宫云急忙上前 展开双臂拦住他 婉婉 站住 南宫云 你还有事 叶峰晚的语气里满是不耐 南宫云盛请邀请他 婉婉 你能不能到我太子宫里面坐坐 婉婉 我是真心想要跟你重修旧号 叶峰晚冷力的眼眸 猛然看向他 太子殿下 请你认清楚我的身份 你或者叫我叶峰晚 或者叫我岭南王妃 他的言下指引 婉婉这两个字 并不是他能叫出口的 南宫云咬牙道 岭南王只是一个残废 你怎么能看着他呢 因为他对我好啊 残废又怎样 在我眼里 很多不是残废的 根本就不如他 比如太子你 说着 他骄傲地朝他抬了他下巴 不管他是不是已经气得蹊跷生烟 直接转身决绝地离开 方恩负义 南宫云气得一脚踢在石头上 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并没有穿靴子 怪不得会疼得无以复加呢 来人 快来人 南宫云一屁股坐在后花园里 嗷嗷大叫 叶峰晚离开了皇宫 嘴角始终扬着一抹骄傲的笑手 他终于亲眼看到南宫云吃扁了 也替元主报了仇 元主一定会很开心吧 一想起南宫云那张青子难看的脸 他就很想大笑散烧 可痛快归痛快 他现在最紧要做的事情 就是必须尽快把父亲救出来 不然等到皇上真的下了圣旨 恐怕就不容地更改了 想到这里 他脚跟一旋 朝着瑞王府的方向急不走去 瑞王府内 一名身穿沙衣的美艳工碧接待了他 妖媚的眼眸在他身上扫了一遍 轻皱带眉等 你是皇宫里面哪个店伺候的 那语气里是说不出的傲慢和轻蔑 叶峰晚不卑不亢地回答 太子宫 啊 原来是太子宫的姐姐 您快请上座 叶峰晚也不客气 坐在那儿皱眉询问他 瑞王殿下呢 他在哪儿 殿下去皇宫里面了 估摸着 线下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不如你先喝杯茶吧 叶峰晚端起茶碗 看着里面漂浮的茶叶末 讥笑道 你们瑞王府也忒小气了吧 让客人喝茶 就喝这个吗 说着 将茶碗重重一放 满眼的鄙视 那叶丽宫比眨了着眼睛 陪笑道 既然姐姐喝不惯这茶叶 那我就给姐姐换更好的 叶峰晚也不说话 就由着他去忙活 但那茶叶 足足换了好几种之后 他才勉为其难地说道 就这个吧 凑合着喝吧 那燕丽宫比神色僵了讲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这茶已经算是最好的了 他竟然只随随便便说了两个字 凑合 难道他们太子府里面 就连伺候的小宫比 都灌上后最好的茶吗 叶峰晚正喝着茶 外面穿了喧哗声 有人喊着 殿下回府了 那燕丽宫比询问叶峰晚 殿下回来了 姐姐你去外面看看吧 叶峰晚点了点头 随着他走出了门 就看到从马车上面 下来的瑞王 他整个人懒洋洋的 由着下人们伺候人 面上表情看不出喜怒 那燕丽宫比急忙上前 向瑞王禀报 殿下你回来了 太子宫里面派人 过来寻王爷了 瑞王眼皮抬了抬 当看到他身后站的人 是叶峰晚的时候 猛然瞪大了眼睛 片刻之后 他似乎不信地 用伸手揉了揉眼睛 待确定眼前站的 正是叶峰晚的时候 他呼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众人面面相娶 不知所谓 叶峰晚狠狠地 瞪了瑞王一眼 瑞王一个剑步冲上来 用力握住了他手腕 婉儿 这才多大会儿的功夫没见 你就如此想念本王 竟然追到了本王府里 说是本王知道你早早到了 就该早回来 不能让家人久等吗 他话音刚落下 就惊呆了瑞王府的重任 尤其是那艳丽功碧 更是瞪圆了眼睛 瑞王 如果成口舌之快 让你感到十分的满足 我叶峰晚不与你计较 瑞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戏谑地说道 让本王猜猜 你的来意如何 你不会是因为太想念本王了 所以才跟来的 叶峰晚冷哼了一声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叶峰晚 本王懒得跟你周旋 今日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 那本王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说着 他猛地拽入他手腕 拖着他就走进了大殿里 并砰得一声将殿门关紧 叶峰晚突然低头张口 狠力地咬在他手腕上 疼得他猛然放开了他 你放开我 瑞王 想你也是仪表堂堂 长得也算是人模狗样的 怎么都没想到你会如此 我叶峰晚真是十二万分地鄙视你 瑞王沉了沉脸 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想必你叶峰晚主动到这瑞王府上 并不是只吐口头上的痛快吧 有什么事情 尽快说吧 叶峰晚眸光一闪 坐到瑞王对面 伸手贴他针了一杯茶水 递到他船边 瑞王抬了他眼皮 看了那一碗茶水 结果之后 转手就将茶水倒在了地上 你怕我给你下毒 本王还没收服你这小野猫 自然防备着你会出现幺蛾子 瑞王爷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今天我来找你 是因为我爹的事情 叶峰 你少装算 我爹被陷害 这件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 瑞王把玩着手里的玉班纸 哼 我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信吗 不信 这不就捡了 你根本就不信本王说的任何话 你觉得 我们还有什么交谈的必要吗 叶峰晚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皇上要杀我爹 你早就知道了 叶象公高盖主 这是整个紫耀国都知道的事情 那他也不能杀掉我爹 我爹一心为了朝廷 一心为了百姓 岂能就因为他的身亡高 就要置他于死地呢 叶峰晚双手撑在桌子上 愤怒地说道 瑞王皱眉 我也不想杀你爹 可我说了不算呀 这个昏君 你这话 在本王面前说说就罢了 要是到外边去 安你个罪名 你的小命可就没了 叶峰晚无所谓地看了他一眼 之前刘相不是告诉你 说皇上中了慢性毒药吗 瑞王眼眸沉了沉 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两久才到 你们这个做什么 我是想知道 他的大显之期还有多久 哼 你爹撑不到那个时间了 刚刚我在宫里的时候 他已经定下了你爹的问斩日期 就在明日 叶峰晚心里扑通一跳 急声道 真的已经定下来了 不错 不行 我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说着 叶峰晚急不往外走 你站住 你来本王这儿 就是想问问他的死期 不忍呢 瑞王吸了口气道 我觉得 你应该求本王去救你爹才对 叶峰晚文言痴笑道 你不会这么好心吧 我让你离开岭南王 来到我这瑞王府 叶峰晚文言眨了眨眼睛 冲他忽然咽然一笑 瑞王殿下 你看外面这天是不是还亮着呢 瑞王下意识地点头 叶峰晚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天还亮着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说着 转身就往外面走 瑞王被他的话气的面红耳赤 两久后 才用力握紧拳头道 本王又喜欢你这种 牙筋嘴利的小野猫 终究有一天 我会让你扶在本王的身下 跪地求上 叶峰晚 我很期待那一天 叶峰晚回到段府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透了 他看到满街高高挂起的灯笼 眼里闪过一抹灰暗 路过叶家的时候 他看到守在外面的那些玉林军 他突然很想去看看祖母 明知道那个老太太 或许不会喜欢自己 但是 他依然很想去看看她 想必此时的她 一定会很孤单 会很害怕 想到这里 他停下脚步 轻车熟路地走到叶府的后门处 趁着玉林军不注意 闪身走了进去 后门所在的地方是下人房 此时也没有剩下多少人 整个院子里有些混乱 到处可见他们走得匆忙 扔下的一些破烂东西 叶峰晚皱了皱眉心 迅速来到了后院之内 看到昔日繁华的院子 此刻竟是满目的萧条 大小姐 突然 一道不确定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一个人影惊喜地冲到他面前 叶峰晚色然一笑 全叔 全叔看到他有喜有忧 喜得是 他竟然还会回来看他们 忧得是 会不会被守在外面的 玉林军给发现了 大小姐 你快进屋里面 全叔拉着他 就往花厅里面走 叶峰晚轻声地问道 全叔 家里的下人们都遣散了吗 哎 走得走 散得散了 叶峰晚吸了吸 有些泛酸的鼻子 如果爹地知道 相辅现在的情形 一定也会伤心难过吧 毕竟 这是他苦心经营的东西 祖母他身体如何 全叔叹了口气 又摆了摆手道 哎 前日犯了凶门病 不肯喝药 我正在为此事犯愁呢 快带我去看看 叶峰晚毫不犹豫地 往那时急不走去 昏暗的屋子里 传来一阵又一阵 压抑不住的咳嗽声 伴随着妇人低声地 归劝声 叶老夫人嘶哑的声音 隐隐地传来 把药拿走 我不喝 一名妇人归劝着 老夫人 您好歹喝一口 您总得为自己的身子 着想啊 不喝 滚出去 老夫人抢过药碗 直接就仰手扔了出来 广当一声 正好砸在叶峰晚的脚边 大小姐 全叔紧张地看着她 叶峰晚不顾脚上溅的药汁 快步走到了老夫人床榻前 那夫人抬头 惊喜地看到叶峰晚 急忙出声喊道 老夫人 你快看看谁来了 老夫人面朝礼措躺着 此时听到她声音 呼一地回头 当看到床榻边 站着的窈窕女子 浑浊的眼睛瞬间亮起来 婉婉 她艰难地坐起 伸手就朝着她身上摸来 叶峰晚一把握住了她的手 祖母 是我 婉婉回来看你了 婉婉 老夫人骤然看到她 一只压抑的泪水 瞬间滚了出来 婉婉啊 你爹她 你爹她被抓到天牢里去了 祖母 我都知道了 我正想办法救我爹呢 你别难过了 真的 老夫人替蕾交加地看着她 叶峰晚伸手 轻拍着她后背倒 祖母 当然是真的 关在天牢里面的 那可是我亲爹 我岂能眼睁睁看着她身陷牢狱 而不管不顾呢 老夫人点头道 我们叶家一门 世代终烈 为了百姓 不曾有过半点死心 竟然会被污蔑 谈赃了赈灾银两 这平白的栽赃 压得你祖母 抬不起头来做人呢 这死后 更是没连见我叶家的 列祖列宗 叶峰晚神情坚定地说道 祖母 你放心 我爹的事情 交给我去办就行了 我一定会让我们叶家 重新强大起来 老夫人太眸 看着眼前的叶峰晚 现在对叶峰晚有多喜欢 就对叶峰雪有多恨 大难临头 那娘俩先跟叶家 划清了界限 拎着包袱出了叶府 自此 就再没有了人影 真是白瞎了她之前 对叶峰雪的疼爱了 想到这里 悲愤娇娇的老夫婶 用手指用力地去插自己眼睛 嘴上还说着 老天爷呀 我老婆子真是眼瞎了 才会识人不清 祖母 叶峰晚感冒抱住她 将她搂在怀里安抚着 祖母 你别难过了 之前的识人不清 现在清醒过来也不算晚 晚晚 你这丫头 祖母 祖母真真是委屈了你呀 没有 祖母 我并没有觉得受多大委屈 我现在嫁得很好 夫君很是疼爱我 老夫人点了脸头 抹着眼泪道 你爹说 她出了这个门 就凶多吉少了 甚至 甚至有可能 不能给我养老送终了 让我能原谅她 你说 你说她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叶峰晚在心里说 没有 我爹没有胡说八道 那个婚君真的要了我爹的命 不过 只要有我在 我一定不会让她得逞 想到明日就要行刑了 叶峰晚不敢再耽误 你现在最要紧的事情 是能养好身体 把这个家重新撑起来 等到我爹回来 不要让她看到 满府的狼藉和萧条 不然 她会难过的 我知道了 婉婉 你要去哪啊 老夫人紧张地拉着她的手 眼底满是不舍 叶峰晚低声道 祖母 我还要想办法去救我爹 时间紧迫 我不能再耽误了 那你快去 救你爹要紧 你可切记要小心呢 祖母不愿意看到你们爷脸 受伤回来 知道吗 叶峰晚用力点了点头 祖母 我知道了 大小姐 老奴送你出去 全叔看到她走出门来 忙迎上前来 叶峰晚看了她一眼 祖母和整个叶府 就拜托给全叔了 全叔惶恐地道 大小姐说的哪里话 岂不是折煞老奴 老奴跟阿星 都是老夫人一手扬起来的 自然是对老夫人不离不弃 更会守住叶府的经验 全叔 有你这句话 我就满足了 我们叶家终有一天 还会强大起来 说着 他朝着叶府后门急步走去 一路上有惊无险 走到段坊门口 看到门口正徘徊着一盏灯笼 他皱了皱眉心 迎着灯笼就走过去 提着灯笼的人 听到脚步声 忙提高了 看清楚来人是叶峰晚 欣喜地喊了一声 王妃娘娘 叶峰晚惊讶地看着他 小满 小满急着点头道 公子不放心娘娘 所以命奴才在这里后宅 叶峰晚点了点头 温柔地看着小满 那你岂不是等了很久了 不久不久 叶峰晚冲他露出一抹笑意 随着小满 往段坊的后宅内走去 此时段子虞正面色阴沉地 坐在暗机旁 写着什么 而刘善成则一点焦急 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公子 有脚步声了 刘善成面色一变 迅速打开门 就看到满身银霜的叶峰晚 一脚踏进了屋里 娘娘 你回来了 段子虞回头看到他 手下毛笔一顿 一刀墨痕就落在宣纸上 叶峰晚沉声道 段公子 我爹明天就要行行了 什么 段子虞愣出 梁九才疑惑道 怎么会这么突然 我刚在瑞王府回来 是听他说的 皇上担心夜长梦多 所以要提前动手 那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才行 还能有什么办法 那个昏君 提了心要杀我爹了 段子虞紧张地询问道 你可探到 夜想被关在哪儿 可见上了 一开始没有探到 但是求了你爹帮忙 哦 我爹肯帮忙 段子虞眼睛一亮 是啊 他说念及跟我爹同朝为官 就帮了我一次 段子虞皱着眉心 心中计较着 盘算着如何能将夜想救出来 叶峰晚猛然开口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叶峰晚硬扬切直地说道 我们明天去劫囚 这是下下错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去接求 那你说 还能有什么办法救我爹 段子虞脸色拧了拧 梁九才开口道 我们可以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 你说清楚一些 如何瞒天过海 叶峰晚深情胶着地看着他 我去说服我爹 让他帮忙买通龟子手 在行刑的时候 下刀拿捏分寸 不要看中要害不畏 这样必然会让夜想留下一条性命 如今领南王不在这儿 恐怕这件事情目前来说 也只能这样解决 娘娘 你觉得呢 要是你爹不同意呢 不同意去买通龟子手 段子虞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 的确是他所没想过的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自己老爹的性子 他清楚地恨 做人圆滑 绝不沾染一点措处 夜想的事情 能让叶峰晚见到他 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能让他付出再多 他是绝不会同意 叶峰晚神情疲累地看着他 你又不要为难了 此时明日在意吧 段子虞心疼地看着他 看着他没心处 话不开的忧愁 很想安慰他几句 但是此时此刻 他却不知道该怎样开口 我让小满 给你送一碗参汤过来 喝完之后再休息 叶峰晚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段子虞带着刘善成走了出去 整个房间里 只剩下叶峰晚衣衫 他坐在床榻上 褪去鞋子 抱着膝盖 吹着头在那里发呆 此时的他 心里无疑是很痛苦的 自己最亲的人 明日就要被砍头了 他不担心是假的 可是 他却想不出任何 两全亲密的办法来救他 事情仿佛陷入了僵局里面 他被扯进去 却拔不出来 若是你在就好了 至少能有一个 可以商量的人 守在身边 段子虞 他到底也是个外申 这时 小满在外面叫门的声音传来 娘娘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 叶峰晚吸了吸鼻子 将一瞬间释放出来的无处 全都收回去 一张越发清瘦的小脸上 是一抹强装出来的镇顶 娘娘 这是公子让我送过来的参汤 放那儿吧 谢谢你小满 小满鸡毛说道 这是奴才应该做的 娘娘客气了 这参汤是温的 娘娘最好趁热喝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小满抬头偷偷看了他一眼 看到他眼圈有些发红 灯尸有些愣住了 娘娘 你哭了 没有啊 我怎么会哭呢 你看错了 是 奴才看错了 嘟嘴了 你快些回去吧 我这酒喝下参汤休息了 是 奴才告辞 说着 小满鸡毛转身走了出去 叶凤婉看着他仓皇离开的背影 叹息了一声 也确实觉得肚子有些饿了 就下了床榻 捧着碗 将那碗参汤喝了下去 喝完之后 他抬起袖子擦了擦唇脚 重新躺回了床榻上 却总是没有睡意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 脑子里面就是领南王 那张戴着银色面具的脸 以及父亲最后见他 那慈禾的模样 叶凤婉抓狂地坐起身来 双手扯着头发 满眼都是痛苦之色 而他所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挣扎着难以入睡的时候 段子瑜正在被从宫里回来的段军师 行加法 长长的鞭 狠地抽在他身上 抽得血印底都出来了 却依然无法消除 段军师脸上的怒意 军师夫人哭着 在一旁求情 老爷 你快别打了 你再打下去 子瑜会死的 你走开 看我不打死他 这个不知分寸的臭小子 段军师一边抽打着 一边大声喝麻斩 段子瑜冷声道 娘 你走开 让爹打 别伤着你 段军师更是气得头顶冒烟 你听到没有 这浑小子丝毫没有悔感之心 你干嘛还要替他求情 子瑜啊 你这个傻孩子 你快求求你弟 你快呀 段军师拔告了音调 大声喊着 我打死你个臭小子 谁让你擅作主张 去把刘善城找回来 你这是萤火烧身 你明白吗 你若是想死 就不要连累了整个段家 小满在外面 听着那鞭子的声响 像是抽在他自己身上 那般难受 他用力地咬着牙 听到里面军师敷声哭喊着来 老爷 你想打 就连妾身一起打吧 妾身也不想活了 你滚开 不 我不走 段子瑜急忙道 娘 你快走 快走啊 不 他既然如此狠心 那就让他打好了 打死我们 他乐得轻松 军师夫人用力抱住了段子瑜 几乎挡住他大半个身子 你们 你们是想气死我是吧 你竟然敢拦着 看我连你也一块打 失去理智的段军师 竟然真的朝着军师傅审 狠狠地抽了过去 段子瑜眼睛通红地 一把抓住快要落下的鞭子 冲着段军师愤怒的大吼 爹 你疯了 段军师先是一愣 接着神色猙獰地骂他 臭小子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吗 你单敢管叶家的事情 你这是找死 爹 我帮王妃娘娘 只是纯属道义上的帮忙 段军师幽冷的眼眸落在他身上 他的身份是岭南王妃 难道你不知道吗 还是你早已经跟岭南王暗中有了交集 所以才会帮他的王妃 军师那凶狠的表情意思已经很明显 只要你敢说是 他一定会想办法除掉他 整个段家的家训 不容得任何后人忤逆 就算是他独生的儿子也不行 段子余断然否认道 我没有 那你为何会帮他 有什么理由帮忙 你跟叶家 可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段军师冷冷地贺问他 段子余用力咬着下唇 却是并不说话 只是神色倔强地跪在那 子余 你当时说话呀 你告诉你爹 你不要再气他了 你快说呀 段子余深深地吸了口气 爹 不要叫我爹 我没你这个儿子 老爷 你可不能这样啊 你可不能这样 你闭嘴 来人 将夫人带下去 臭小子 你还不肯说实话 段军师已经气得 太阳血都鼓了起来 手腕上轻轻爆出 军师夫人也着急地说道 子余 你快说呀 你到底为什么 要帮助那岭南王妃 你快向你爹说实话 你怎么还把他 带到家里来了 段子余猛然开口 因为我喜欢他 他声音落下 段军师和军师傅审 全都正冷来 一时间整个房间里 格外的安静 只有三人的沉沉呼吸声 两久之后 段军师才怒声道 你说什么 他是岭南王妃啊 你怎么能喜欢他呢 是啊 我的儿 娘给你寻了多少规格前进 哪个不是琴棋书华 样样精通呢 你怎么反倒看上 那么一个废柴呢 不 还是已经嫁人的废柴 军师傅着年裤也顾不上了 神色震惊地瞪着他 娘 他不是废柴 你没有见过他的灵动 他很聪明 他的聪明和善良 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段子余想起初见夜凤晚的时候 眸光越发地柔和起来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 看我不打醒你 大怒的段军师 再也顾不得说什么 只是用力地抽着段子余 一下又一下 段子余很是硬气 只是咬着牙 坑都不坑一声 住手 老爷住手啊 军师夫人急忙去抢的鞭子 却被他用力推开 军师夫人摔在一旁 看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儿子 猛然想到那个女人 就跌跌撞撞地往外跑 她打开房门 看到外面站着小满 急吼吼地喊着 小满 你住宿快被老爷打死了 你快点带我去找那女人 快呀 小满身子一阵 头眼往里面瞄了一眼 见段子余身上浑身是血 大吃一惊 急忙搀扶着军师夫人 往夜凤晚住的房间急不冲去 夜凤晚此时这么一护人 心里有事情 根本就睡不踏实 听到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她猛然睁开眼睛 外面的房门被拍得咚咚坐下 她急忙扑过去开了门 就猛然被冲进来的军师夫人 差点给撞倒 夫人 你怎么了 夜凤晚急忙扶着她 军师夫人哭着喊道 王妃娘娘 我求求你 求求你去救救我儿子 他就快被打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满 你说清楚 夜凤晚神情冷力地 看向一旁的小满 是老爷回来了 老爷正在重罚公子 打得很厉害 夜凤晚一听 急忙说道 快给我带路 小满扶着军师夫人 带着夜凤晚 往书房的方向急步行去 快走到门口的时候 夜凤晚就听到 一阵阵鞭子抽打的声音 还有段军师 愤生咒骂的声音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猛然推门就冲了进去 抬手抓住段军师 高高扬起的鞭子 沉声喝道 住手 娘娘 此时的段子余 已经被抽得眼眶发晕 诸然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猛然精神起来 拦忧地看向他 夜凤晚低头看了他一眼 眼底闪过一抹担忧 他并没有对他说话 反而是看向段军师的 军师大人 你既然不想段公子帮我 直接跟我说就是了 不要惩罚他 他到底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叫他打成这样 难道不心疼吗 王妃娘娘 难道你不知道 我们段家的家训吗 无论亲近哪一个王爷 都会给我们段家 带来灭顶之灾 你又何必拉着我儿子 去淘你家的浑水 爹 段子余焦急地喊着 担心他会说出 更难听的话来 是 我不该让段公子帮我 我知道错了 现在我就离开你们段府 只是 段公子他是无辜的 你不要再惩罚他 再这样打下去 他真的会没命的 那我的罪过就大了 叶凤婉说完 松开了段军师的鞭子 喊向满身血迹斑斑的段子余 是我连累了你 对不起 说完 他就拔腿往外面走去 娘娘 段子余跪爬着 想要追出去 却被段军师立合击声 站住 爹 他现在已经无路可走 你这是要逼着他 走投无路吗 你敢追出去试试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打断你的腿 段军师愤怒地指着他 段子余眼睛发晕 但是依然强撑着站起来 不顾一切地往外冲去 段子余 你只要给我走出的段府大门 从此之后 我段家 就没有你这个儿子 段军师冲着他背影怒吼 军师夫人冲进来 拦腰抱住了段子余 子余 你不要走 求求你不要去 段子余猛然跪在地上 冲着军师夫婶 连刻了三个头 又转身 冲着段军师刻了三个头 父亲 娘 是孩儿不孝 说完 他量强着起身 毫不犹豫地追出去 段军师咆哮的声音 从他身后隐隐传来 可段祖余再也顾不得了 只是心心念念地 想要追上叶凤婉 跟他一起离开 他觉得 岭南王不在京城内 他有必要保护他的安全 所幸的是 追出段府的门口 就看到叶凤婉和柳善成的身影 他急忙虚弱地喊道 娘娘 叶凤婉听到声音猛然回头 一眼看到身上伤痕累累的段子余 急忙迎上前来 段公子 你怎么跑出来了 你这身上的伤怎样 柳善成也在一旁道 是啊公子 你这血流得很厉害啊 我跟你们 一起离开段府 快走 叶凤婉皱了周眉心 想要拒绝他 可看到他那张虚弱的点 咬牙说道 我们不想连累你了 已经连累了 说这些还有用吗 让你走 你快走就是了 剧痛已经让段子余 几乎无法忍受 他撑着一口气说道 叶凤婉咬了咬牙 两人搀扶着段子余 离开了段府 三人走到一处客栈的时候 叶凤婉想上前敲门 可此时已经是夜半时分 客栈早已经关门了 哪里肯有人还会收留他们呢 段子余闭了闭眼睛 看到不远处的墙上 似乎张贴着什么 等等 娘娘 你看那是什么 我过去看看 叶凤婉忽疑地走过去 当看清楚上面的画像 以及写的文字时 危险地眯起了眼睛 好一个赶尽杀绝 最要地 也够狠 叶凤婉脸上 闪过一抹阴冷的寒意 她听到身后的脚步上 是柳善成已经搀扶着段子余走过来 玄少令 柳善成和段子余也是阴冷 叶凤婉皱了 揍眉心 隐隐地听到有脚步声传来 急忙看向两人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快点离开 柳善成脸色发白的喃喃道 他们是要抓我 你还看什么 还不赶紧走 叶凤婉瞪了她一眼 扶着段子余就往前走 那后面的脚步声 叽叽地追上来 惹得叶凤婉心里一跳 下意识捏紧了拳头 眼看来人逼近 叶凤婉二话没说 当机灵力地扫堂腿 就将人绊倒在地上 单腿压在她脊背上 用力掐住她脖子 你是什么人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啊 喝人是段子余的贴身书童 小满的声音 小满 叶凤婉狐疑地看着她 迅速松开了对她的前置 小满艰难地爬起身来 剧烈咳嗽着 一张脸因为用力地摁在地上 变得狼狈不堪 段子余皱眉看向她 小满 你怎么也出来了 小满用力平复一下自己的狐蚁 心有余悸地看了叶凤婉一眼 推到段子余的身边道 奴才是偷偷跑出来的 奴才担心公子在外面会受苦 所以带了一些银钱出来 也好 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还是尽快找个落脚的地方 可线下有对柳善城的悬赏令 估计客栈咱们是不能住了 小满眼睛一亮 奴才在京城有个老乡 不如去那里投奔她怎样 叶凤婉谨慎慎地问道 人可靠吗 当然可靠 其实也算是本家姐姐 因为顺在异乡 就走动得格外近一些 好 那咱们赶紧去 当几人跟着小满 走到一处暗巷的时候 皱了皱眉心 这个地方 不是京城最有名的青龙 怡红院吗 叶凤婉挑眉看向她 小满 你确定你那本家姐姐 是住在这儿吗 是啊 一旁的柳善城插口道 我怎么觉得 这个地方像是 怡红院后面的巷子 小满当即善善的 幸好是黑夜 看不清楚她的样子 不然肯定能看出 她现在羞愤的 想找个地方钻下去 她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这本家姐姐 是这怡红院里的头牌 小满 你真是胡闹 咱们能来这种地方吗 柳善城本就是书生 洁身自好得很 此时听到这话 更是气氛交加 叶凤婉刚想说话 就听到段子余 闷哼了一声 他急忙扶住她 看着她苍白的脸色 你怎样 我没事 段子余不想让她担心 只是摇了摇头 但是她额头上 已经渗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看得叶凤婉直就行 不管这是什么地方 小满 你先叫门 先给你家公子智商要紧 好 小满应了一声 急忙走过去 用力地拍了拍门 许久里面也没有动静 她急得跺了跺脚 又用力拍了几下 嘴上还喊着 小薛姐 小薛姐 片刻之后 里面终于传来动静 接着 有一道甜的能溺死人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谁啊 这大半夜的 小满急忙回头 看了一眼叶凤婉等人 等着开门 咬一声 木门打开 里面一名慵懒的女子走出来 只见她头发散开 没心处还残留着淡淡的春意 双手毫不在意地 去系着外衣的盘口 一张小脸 虽算不上绝美 但还算得上是有些姿色 小满 你这是 女子上上下下地 打量着背着包袱的小满 以及叶凤婉段子余等人 小薛姐 我家公子受了重伤 需要尽快找大夫医治 你能不能暂时 先收留我们一晚 好 先进来再说 女子丝毫没有怀疑 直接将她们让进了院子 并在关门之前 往外面警惕地看了看 这才将门给拴死 天房里虽然有些简陋 但是却尚能助身 她们一进入房间 就将段子余安顿在床榻上 那女子跟在最后走进来 将燃着的烛火弄得更亮一些 这才看清楚段子余身上的伤 着实是有些下神 叶凤婉直接询问道 姑娘 你这里有没有金疮药 女子打亮了她一眼 见她穿着和谈吐 并不像是寻常身份的人 别叫我姑娘 我有名字 小满和我香香姐 你就随她叫吧 叶凤婉吞了吞口水 改变了称呼 香姐姐 段公子她急需要处理伤口 你这里有金疮药吗 香香摇了摇头 小满急得眼泪都要落下来 那 那可如何是好啊 叶凤婉皱着眉心的 看来 我们只能想办法出去买金疮药了 一旁的香香插口道 这深更半夜的 你们去哪里买金疮药 药铺可早就关门了 一般可没人敢半夜开门做生意的 小满和柳善成六神无主地看着叶凤婉 这可怎么办 叶凤婉沉着脸没有说话 却听到外面有人站在院子里喊 香香 我的小美人 你快出来 怎么跟我玩去捉迷藏了 香香脸色一变 急忙冲着他们倒 我先出去看看 你们稍等一会儿 说着 她就走了出去 看到那急着在院子里乱找的人 娇吞了一句 渡远外 人家在后边呢 你咋就没看到 只穿了寝衣的渡远外 回头一把将她抱个满怀 啃着她的脸急不可耐地说道 说了让老爷我享受冰火两重天的 你这是要偷懒了 实在不是偷懒 是老家里出来的本乡兄弟出了意外 前来投亲呢 哦 确定是你的本乡兄弟 不是你的老乡好 瞧你胡说八道 我香香的名头 你又不是没听过 能干这种事吗 吃着锅里的 看着碗里的吗 香香在那老男人脸上捏了你 那老男人笑眯眯的道 那是自然 我可是付了大价钱 包了你三天呢 刚刚山上采药下来 药堂都没回 就急不可耐地来寻你 你可是我心心念念的亲美人呢 香香不耐地捋了捋自己头发 听到他口中所说的药堂 便心中一跳 你是郎中啊 对啊 包治百病 耿治香香的病 老男人的双手 就从香香身上往下早站 香香皱了皱眉推开他 那你带了药箱没有 那老男人点了点头 那你去帮我那本家兄弟治伤 你这三天的钱 老年就不要了 那男人眼睛一亮 玄机又皱眉倒 那 冰火两重天呢 自然是少不了你的 该给你的 都会一样一样地少不了你 只要你能治好他的伤 香香说着 冲他抛了个眉眼 好 他人在哪 我这就去给他治 那老男人重新返回了屋子里 穿戴整齐 背着自己药箱就走出来 香香带着他进去的时候 叶凤婉急忙让柳善成 先行到内室回避 香香冲着叶凤婉道 你们找的郎中来了 小满是一脸地感激 香香姐 这么快就找来了 不是 我没出门 我这个恩客正好是郎中 小满脸色有些不好看 叶凤婉在一旁忙说道 真的太谢谢香香姐了 香香看向一旁的渡园外 你先给这位公子治伤吧 有了郎中的帮忙 伤口自然处理得很好 但上好药包扎好后 那郎中又仔细地嘱咐他们 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给了他们一些草药 把这个熬出来 给他喝一碗 避免出现高热情况 谢谢郎中 小满感动地 只差给这郎中磕头来 不用谢我 要谢 你们就谢香香 他让我救人 免了我三天的抱歉 渡园外热气的目光 落在一旁的香香身上 香香面色不变 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既然处理完了 那就行了 你这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呢 都赶紧歇下去吧 这渡园外一把扯住他手腕 拖着他就往外走 叶凤婉想要赶上去 给香香倒一声血 但是香香却连看都没看得一眼 眼看着人离开了 小满就去小炉灶那里熬草药 叶凤婉在一旁给他帮忙 你这香香姐可够仗义的 小满灯使眼圈就红了 咬着嘴唇道 香香姐是苦命人 被人转卖到一红楼的 她可善良了 是啊 看得出来 人的确是很善良 只是误入了这烟花之底了 我曾经想着 等我攒够了钱 就给香香姐赎身 可是她不同意 之前我招公子就说 会借给我钱给她熟身 可她总是拒绝 她可能是不想拖累你吧 叶凤婉回想起香香那双大眼睛 虽然她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子风尘 但是那双眼睛却是干净明亮 药很快就熬好 小满给段子鱼喂了下去 她昏昏沉沉地睡着 叶凤婉抬头 看到天空已经露出了鱼豆白 她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今天她老爹就要被拉去行行了 想到这里 她咬了咬牙 走到院子里面 趁着众人都在熟睡 推门走了出去 你去哪儿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 女神软软的声音 她忙回头 冲着她做了一个 噤声的手势 我刚刚去看了 他们都还睡着 这么早 你出门干什么去啊 香香放低了声音 询问她 叶凤婉认真地看见她 我有点事情 香香姐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香香愣了一下 自从她见到叶凤婉第一面起 就觉得 这女子与一般人不同 她很亲和 令人很愿意靠近她 若是旁人知道 她住在这烟花柳巷之地 必然会透着一股子鄙视 但是她的眼里 没有任何鄙视 甚至连同情也没有 有的只是那种平等的对待 香香柔声道 你说吧 什么事情 你能收留他们几天吗 可以的 小满是我同乡 那两位我不管是谁 只要是跟小满一起来的 我就会收留他们 香香姐 谢谢你 叶凤婉冲着她笑了笑 突然很想去抱一下 这被落入封尘中的苦命女子 她走到香香身边 在她的惊恶下 用力地抱紧了她 凑在她耳边的 香香姐 拜托你了 不要告诉他们我的行踪 若是我没事 就会回来接他们 若是我有事 也让他们别再找我了 香香震惊地瞪大眼睛 她怎么听着这些话像是在交代后事的样子 她不自觉地声音颤抖起来 你到底去做什么事啊 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说着 叶凤婉转身离去 她走在大街上 冷风吹着脸 有些凉 她用双手搓了搓脸 看了一眼天色 觉得还早 就走到一家早早出摊卖小馄饨的地方 坐在凳子上 掌柜的 来一碗小馄饨 好嘞 您稍等啊 掌柜的没想到刚出摊就会来了生意 忙银轻地忙活起来 一边忙活 一边跟叶凤婉唠嗷的 小姑娘啊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叶凤婉垂着眼眸的 有点事情 要出来转转 你呀 吃完了馄饨 就赶紧地回家 你没看吗 这天阴沉沉的 这可是要有天大的冤情了 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掌柜的给叶凤婉撑好了馄饨 放到他面前 低声说着 叶凤婉心中一跳 什么冤情 咱们紫妖国的夜相 要被处死了 说他摊脏了江南水灾的银钱 这可真是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夜相围观清廉 那可是我们老百姓们 游牧共赌的 叶凤婉文言低着头 手里紧紧地攥着筷子 眼圈早已经红了 掌柜的好奇地看着他 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叶凤婉急忙揉着眼睛 没 被这馄饨汤的热气给熏着了 小姑娘 你小心着点 不一会儿 小摊上来吃馄饨的人越来越多 掌柜的也越发忙起来 里里歪歪地招呼着人 叶凤婉吃饱后 觉得胃里面暖暖的 深深地呼出一口热气来 刚想要给掌柜的送钱 却听到一道冷宁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掌柜的 给你钱 叶凤婉心中一阵 急忙去看 看到那一抹熟悉修长的身影 他下意识就要追上去 掌柜的急忙拦住他 姑娘 你还没付钱呢 这小本声音 还像姑娘海涵 叶凤婉急忙将银子 塞到了掌柜手里 转身就追了上去 姑娘 你这给的太多了 得找补给你啊 掌柜的拿着碎银子 在他身后大喊着 叶凤婉嘴上喊道 不用了 他的眼睛 已经落在内蒙修长的身影上面 急步走了过去 南宫夜 那人狐一地回头 惊讶地看着他 叶凤婉瞬间愣在那 看着那张陌生的熟眼 梁九才抱歉的 不好意思 我认错人了 没事 那人看了他一眼 转身就走了 叶凤婉自嘲地笑了笑 他是失心疯了吗 现在这个时候 怎么能想起南宫夜来 明明两人之前已经说好了 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 难道还稀计他会来帮助自己吗 他仰起头 看了看头顶上的天空 天已经大亮了 大街上不少人群 已经开始朝着关道上涌过去 五十三刻 宫门前 他的父亲将会被斩首失重 想到这里 他心里一紧 急忙跟着人群往宫门前急步走去 不错 他要接球 凭着一己之力接球 就算是飞蛾扑火 他也在所不惜 等他到宫门前的时候 那里已经站满了人 到处都是来给夜想送行的老百姓 他们完全不相信 平日里如此清和的夜想 竟然会贪赃灾严 叶凤婉站在人群中 看到宫门打开 锦衣为列队而冲 一辆球车 玄机缓缓地驶出来 站在球车里面的夜想 姿态潇洒 白色球衣丝毫不损他的气度 虽然原本的末法 已经变成了花白 但是他依然有他独特的魅力 人群里面自发地呼喊着他 众人跟随着他的球车 不断地往前移动 夜放满眼圈发红 这才是老百姓们拥戴的好官 那紫耀帝难道是瞎子吗 还是说 他根本就不愿意看到任何人 比他在百姓中的威望要高 他这样小肚鸡肠的人 还配当了一国之军吗 叶凤万随着球车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逐渐走到了形台旁边 他看到有人打开球车 将里面的夜想给压了出来 夜想似乎不想下跪 但是却被两人强制着 向监长官行了礼 监长官重重地派了派说案 叶庆直 你可知罪 叶想沉声喝道 臣无罪 听着父亲的声音 叶凤万的眼泪 险些就滚落下来 然而 他终究没有掉下眼泪 因为他看到 监长官已经开始在念皇上的圣旨了 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叶庆直贪赃江南赈灾银领 致使南疆百姓死伤无数 限职斩刑 以井效尤 五十一套 行行 围观的百姓中 有人先喊了一声 片刻之后 便呼啦啦地跪倒在地上一大骗人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监长官脸色有些难看 他担心夜长梦多 直接催促道 你们快点 还磨叽什么 那两名扛着大环刀的大汉 互相对视了一眼 王手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看向被绑在那儿的夜想 夜想 倒醉了 缘有头债有主 咱们现在就送你上路 希望你一路走好 话音落下 大环刀就朝着他脖子上砍下去 说是迟 那是快 叶凤婉一把抢过一名锦衣侍卫的长剑 然后用力一扫 将那人刺伤 他猛地踩在那人后背上 一个弹跳就跃上了高台 手中长剑毫不留情地 往那刽子手的大环刀上砍过去 只听当当一声巨响 那大环刀顿时断成了两截 叶凤婉动作利落地 砍掉自己老爹身上的束缚 拉着他就往台下冲 奸展官惊得大声呼喊 有人结求 快杀了他 快杀了他 叶凤婉眼眸一沉 手里的长剑 猛地用力朝着奸展官扔过去 只听一声惨叫 那名长剑扎在了 奸展官的帽盔上 吓得他嗷嗷直叫 一股难闻的气味 就在台上飘散开来 叶凤婉一脸鄙夷地望过去 简直是太恶心了 那奸展官直接就给吓尿了 叶凤婉又抢了一把长剑 扯着叶相的手腕就要逃走 那些锦衣卫将他们包围起来 他们一方面要控制 不停躁动的围观百姓们 另一方面 要阻止叶凤婉带着叶相逃走 叶凤婉和锦衣卫缠斗战 他知道 时间拖得越久 对自己就越没有好处 他很是着急 但是那些锦衣卫 可都是经过培训的 一时半会儿 竟然脱不了身 就在他刚刚解决 一名黑衣神的时候 冷不防听到叶相的声音 在他耳边突然想起 婉婉 小心 他下意识侧头 偏偷躲过了攻击 回头一脚踢在那锦衣卫脸上 瞬间就让他鼻血飙出来 叶相担心叶凤婉会吃亏 也加入了战斗 然而 到底是锦衣卫人多 寡不敌众 眼看着两人已经处于劣势 突然一声高鹤传来 紧接着 两条黑影也加入战斗 其中一名戴着面具的黑衣神 直接到了叶凤婉的身边 一把抓住叶相的后脖颈喝道 快给我推走 叶凤婉听到他的声音 心里一喜 这声音 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嘶哑 唇厚 好听到爆 那不是南宫叶是谁 南宫叶手里抓着叶相 且战且退 前边是清风在缠斗 他的功夫很高 一人之地 几乎阻退了所有的锦衣卫 南宫叶眼看着局势快要稳定下来 冷谋扫下了叶凤婉 跟在后面 叶凤婉急忙顶了点头 随着他就撤在了围观的百姓中 叶凤婉突然 发现一个惊奇的变化 也就是说 那些原本围观的百姓 竟然主动上前帮忙拦住了锦衣卫 自动自发地给他和南宫叶让开了道路 以方便三人尽快逃走 三人很轻松地撤到路边上 那边正停了一辆马车 三人还没进去 就眼见一条黑色人影迅速冲过来 坐在马车上 急声喝等 快上去 三人毫不犹豫地上了马车 那马车迅速往官道上急奔而走 简占官的声音 逐渐被淹没在围观的百姓中 叶凤婉坐在马车里 浑身紧张 一双明眸往一旁坐着的高大身影上看过去 那男人回头 直接与他对视 惊得叶凤婉 慌忙如小兔一般垂下了眼眸 婉婉 你受伤了 叶向震惊的声音传来 将两人之间的异样情绪打破 叶凤婉这才后知后觉的低头 这才看到 腿上的衣服已经被染红了 怎么回事 男公也突然挪过来 毫不避嫌地就伸手动他的腿 叶凤婉浑身一抖 连忙撤回 许是不小心被人伤的 用点金创药就好了 男公也皱了皱眉心 羞窗的手指顿在那 低头看到那片血润模糊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一把按下 你干什么 叶凤婉惊怒交加 又没有受伤的那条腿去踹他 叶向也在一旁插口 这位下士 男女受手不亲 况且我女儿已经有了夫家 你这 我是帮他看伤 你想多了 男公也突如其来的冷傲声音 惊得叶向一冷 他暗暗心惊 面前之人浑身上下散发出的那种 冷力害人的气势 竟然让人莫名地想要扶在他脚下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男公也不管不顾地 给叶凤婉撕开裤管 里面有一道极为恐怖的伤口 皮肉往外翻卷 看上去伤得很深 他幽伦的眼眸闪过叶抹心疼 皱着眉心问道 伤得这么重 叶凤婉低头看了一眼 这次觉得伤处疼痛难事 他垂着好看的睫毛道 刚刚有些紧张 所以没觉得有多疼 现在呢 男公也挨在他身边 将他的腿离所当然地搁在他腿上 沉声地问着 疼 叶凤婉只来得及说出这一个字 抬头看到他的动作 就急着想要离他远点 男公也的大手按住他肩膀 防止他继续动作 我这样 是防止你伤处的血继续往外流 叶凤婉眨了着眼睛 觉得这话没毛病 就连也觉得不妥的叶响听了之后 也是顿时释然 两人离得很近 彼此呼吸交缠 叶凤婉小脸有下巴烫起来 他很担心在自己父亲面前 他会说出两人之间的事情 但是 他似乎也顾及叶响 只是盯着他的伤处发了会呆 眼见不再流血 就闭上了眼睛甲位 叶响冲着叶凤婉时眼色 叶凤婉不敢说话 只是小心翼翼地瞪了他一眼 这才用口型跟叶响说了四个字 不用担心 马车行了许久 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叶凤婉深情胶着地往外看去 只见他们好像在一片山林当中穿梭着 他心中疑惑 就抬头看了一眼南宫夜 只见他依旧闭着眼睛 长长的眼睫毛 遮住了他狭长幽冷的眼眸 高高的鼻子 微微抿着的薄唇 端得是俊敏无比 叶凤婉无意识地咽了咽唾沫 却没想到 他正在此时睁开了眼睛 吓得叶凤婉被四季口水呛到 剧烈咳嗽起来 南宫夜皱眉看着他 你怎么回事 叶凤婉没功夫回答他 咳嗽了好一阵之后 呼吸才渐渐吻下来 都怪你 南宫夜摸了摸脸 他刚刚在睡觉好吗 这郁家之罪何患无辞啊 你是说 你被自己口水呛倒 要怨我 是啊 叶凤婉耳根子发红 是他那张脸太美了 美得让他连自制力都没有了 两人目光对视 空气中似乎有一道 不正常的气流在有动 叶香看不下去了 用咳嗽声提醒了自己的存在 叶凤婉连忙垂下小脸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才好 这也太丢人了 跟男人调情 还当着自己老爹的面 天呀 来到滚雷将他劈死吧 他简直是无地自容了 心里想着都怪南宫夜 就不管不顾地 伸手在他精壮的腰身上 用力拧了一下 南宫夜感觉到了 眼底闪过一抹亮色 但是面上 却依旧做出一副冷然的样子 这时 叶香开口询问道 这位侠士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南宫夜冷声道 冰月山庄 冰月 叶香眉头紧紧拧着 思索着 他似乎在哪里听到过 这样一个庄子名字 猛然间他眼睛一亮 他曾经记得 在一次早朝当中 兵部侍郎向皇上禀报 采购兵器装备的银两又涨了不少 当时气得紫耀地大怒 几次念叨了冰月山庄的名字 他记得清楚 叶香试探地询问南宫夜 你那庄子 是卖兵器的 南宫夜眼底锐芒一闪 打听着叶香 你知道的不少 多少有效而闻 南宫夜骄傲地冷笑道 不错 冰月山庄 是为紫耀国提供兵器的 唯一上户 叶凤婉心中一跳 这是他第一次 听到南宫夜说他的事情 他原来就想 他应该不会是普通人 却没想到 竟然有如此厉害的背景 能制造兵器卖给皇家 已经实在是了不得了 果然就听叶香说道 冰月山庄 实在是神秘的所在 没想到我叶某 竟然在有生之年 能来到这里 真是三生有幸 只是不知道 侠氏为何出手 救我叶某 南宫夜冷声道 我并不认识你 叶香顿时有些尴尬 眉心沉了沉 南宫夜突然把目光看向 某个想把自己埋到土里 不想见人的小身影上 我是为了他 婉婉 叶香惊讶地看着他 叶凤婉冲着叶香 干巴巴地笑了笑 爹 叶香疑惑地看向他 你们早就认识了 不 不认识 叶凤婉下意识摇头 南宫夜突然眸光幽冷地 看向他 啊 不是 之前我救过他一命 他救我们是传属来报恩的 是不是 叶凤婉有些恼怒地看向南宫夜 南宫夜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从尺缝中挤出这么一个子来 是 啊 原来如此 那实在是感谢霞氏的出手相救 叶凤婉舒了口气 坐在一旁不再说话 心里派马站 赶紧能到目的地 三人坐在这车厢里面 简直是尴尬得要死 似乎老天能猜出他心中所想 片刻之后 竟听到外面传了一道淤的声音 紧接着 马车就停了下来 叶凤婉迫不及待地打开马车帘子 看到他们 已经来到一处极为宽阔的广场上 远远的 有一道巨大的青铜大门正紧紧关闭阵 两旁还站着把守的士兵 到了 南宫叶冷然开口 率先下了马车 叶向随之跟了出去 四周青山环上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山林 像是天然的保护屏障 将这冰月山庄护在了其中 怪不得紫耀帝多次想对冰月山庄动手 却总也不得其法 原来是这么一处极为隐秘的地方 他能找到才怪呢 叶凤婉依旧坐在马车里 眼看着两人都跳下去 就有些着急了 他可是个伤员啊 难道他们都不管他的吗 他委屈地在里面叫了一声 爹 叶向听到 连忙想要回头来扶他 但是一个身影动作比他更快 直接二话不说 将他打横抱起 抱在了怀中 喂 你放开我 我让我爹扶我 叶凤婉又羞又怒地 瞪着他 南公爷低头呵斥 你闭嘴 叶凤婉当时就火了 这家伙自从见了他 就跟支枪钥匙似的 霸道得要上天 凭什么就游着他呀 南公爷 你放开我 他瞪着眼睛凶他 不放你能怎样 南公爷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叶凤婉的实际报复 直接张口就咬在他心口处 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臭丫头 真是活腻歪了 想谋杀亲夫呢 南公爷几乎从鼻子里面 喷出火气来 抱着叶凤婉 就急不往山庄里面走去 叶象随之跟在了后面 山庄里面 有不少忙碌的工人 他们统一着装 很安分地坐着自己手里的伙计 就连南公爷从他们身边走过 也不会抬头看上一眼 叶凤婉抬头偷偷观察着 觉得这冰月山庄里面 很是神秘 走过了很多个时间 终于来到一个宽敞的大院子里面 四周鲜花围绕 溪水潺潺 鸟语花香 当真是个人间仙境 来人 带叶想去客房休息 是 一名锦衣侍卫硬了 就走上前来 领着叶象下去休息 叶象这一路上周车劳顿 也折腾得够呛了 巴不得现在赶紧去躺着 眼下听南公爷这一说 便忙感激地道谢 那我呢 我也要跟我爹走 叶凤婉在他怀中 不安分地挣扎着 当然有安排你的住处 不过 先治疗腿上的烧药剑 说着 南公爷长腿一脉 将他带到一个 更加优深的院子里 他信不走到房间里面 将叶凤婉放到床榻上 怕他会不老实 又命令到 等我给你上药 不然小心我惩罚你 你敢 叶凤婉冲他嘴硬地 扬了扬下巴 你尽管试试 哼 叶凤婉别过脸去 不再搭理他 南公爷温柔的目光 从他小脸上停留一番后 这次拔腿走了出去 叶凤婉躺在床榻上 百无聊赖 好像有莫名熟悉的味道 总是充斥在鼻端 让他皱了皱眉心 他侧头望去 在枕头下面 就看到了一抹荧光 不知道是不是心有灵犀 还是鬼是神差 他手指揭开 那被锦背挡住的一角 赫然看到了一张银色面具 叶凤婉的心忽然狂跳起来 像是突然抓住了烫手山鱼 猛地将那银色面具扔在那 似乎又想再确认一遍 小心翼翼地又重新拿起来 很仔细地摸索着 这到底是不是他的银色面具 如果不是 这面具又如何会在这里 如果是 他眼底闪过一抹无法置信的镇静 很熟悉的触感 他几乎已经完全清楚了 上面的纹路 有多少个与岭南王 同窗共枕的夜晚 他都会将那银色面具 认真地摸索一遍 想象着那张面具下的一张脸 应该是什么样子 是英俊的 还是丑陋的 然而 他到底没有亏见他容貌的勇气 如今 在这里看到这张银色面具 他眼眶渐渐地热了起来 将那银色面具 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回远处 叶峰晚重新又冷静下来 这银色面具 确定是岭南王的无影 只是怎么会到了南工业的手里 按理说 他的人应该在岭南地界 不可能与他有任何交集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 银色面具 是他最在意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交到南工业的手里 就算他俩是好友 也不至于将这经常带的私密东西 相互分享吧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有脚步声从外面传来 叶峰晚心中一跳 慌忙闭上了眼睛 装作什么也没发现的样子 等人到了他近前的时候 他猛然睁开了眼 南工业的眸光异常温柔 困了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叶峰晚挣扎地坐了起来 心里生起 想要试探他的想法 便装作无意地 去拿一旁的锦被 搁在自己背后撑着 果然 南工业脸色一紧 急忙将那锦被一把抱住 然后快步走到一旁的 贵妃榻上放下 并不着痕迹地 将那银色面具 压在了最下面 叶峰晚皱眉质问他 为什么不让我 靠在后背上撑着 嫌弃 他只说了两个字 你敢嫌弃我 南工业只是抬头 看了他一眼 轻轻拂开了他的胳膊 给你熬了一碗无鸡汤 快喝下去 喝什么无鸡汤 我才不喝呢 南工业也不理会他 先是给他 小心翼翼地处理伤口 用温水清洗干净后 这才将金疮药 撒在里面 感受到他小腿 突然轻轻地颤抖了一下 他急忙停住手 抬头问他 疼吗 不然换你试试 南工业笑了笑 似乎格外能容忍 他的各种不友好 很快处理好他的伤口 并帮他仔细地包扎起来 这几日会有人伺候你 躺在这里休息就好了 你不是嫌弃我吗 干嘛要我躺在你床上 南工业眼眸一沉 皱着眉心道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床 叶峰晚心间一颤 别过脸去吃笑道 谁不知道 看这屋子里面的摆设 都是你惯常用的东西 难道会是别人的 南工业伸手 想要去揉他发顶 却突然想到了什么 极力地忍住 既然知道霸占了我的床 就要好好养伤 争取早点可以睡客房去 南工业 我已经是有父之父 你也是有父之父了 你觉得 我是你的床榻合适吗 就算你跟领南王是好友 也不会好到这种地步吧 叶峰晚咄咄逼人地询问他 可南工业却淡定地开口 这叫布局小结 他若是知道 我为了照顾受伤的你 也不会生气的 你 叶峰晚咬牙 怎么试探都无济于事 他如此镇定的模样 让他恨不得想要扒开他的心 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南工业记得很清楚 按照日子推算 大抵是快到了他生理期了 可是他现在身份是南工业 自然不能在夜里陪着他 可是他腹痛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叶峰晚觉察到 人还站在他床榻边 扭过头来 奇怪地看着他 你怎么还不走 喝下去 南工业声音里透着一抹心疼和沙哑 叶峰晚的心中动了动 他干嘛如此执着 让自己喝下这么一碗乌鸡汤呢 真的是想给自己补身体这么简单吗 我不喝 你就不走吗 是 他冷硬地回答 叶峰晚不满地撇了他一眼 端过还算温热的乌鸡汤 捧着晚就一口气喝了下去 好了 他将空晚往那桌子上移放 直接用袖子擦了他唇边的油紫 淡默地冲他说道 夜里寒凉 记得盖好杯子 说着 他拿着空晚 就将那锦被也随着抱了出去 事多 叶峰晚小声嘀咕着 疲乏地闭上了眼睛 半夜 叶峰晚是被腹中的脚痛给折腾形的 他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液体 从双腿间流出来 不顾腿上的伤急忙往地下滚 真是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真是要人命了 他抱着肚子 整个身体弯曲成了虾米状 依旧是止不住的疼 来人啊 他终于还是忍不住 无意识地喊出了声来 南姑夜本来是在院子里面的廊下睡着的 他让清风临时搭建了一个床榻出来 以方便守着夜风晚 此时听到屋里面有微弱的呼喊声 他眉心拧了拧 大步就推不过心来 原本应该躺在床榻上的神 此时已经滚在地上 整个身子躬着 看上去是那样的无主和脆弱 不用猜都知道 他正在经历着什么 南姑夜很想走过去帮他处理 可是一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 就硬生生地止住了脚步 南姑夜 是你吗 是我 他应了一声 声音里面 带着自己都觉察不到的心疼和温柔 你家府里有侧候的老嬷嬷吗 能不能让他进来帮我一下 好 南姑夜答应了一声 急步走了出去 秦宁是在睡梦中被南姑夜叫醒的 他眉宇间还带着一抹惺忪的睡意 当听到婢女说是少主寻她的时候 浑身一脸 急忙整理了衣服 就急步走了出去 宁儿见过少主 宁儿 去我房间里面一趟 秦宁闻言微微震住 一张秀美的小脸上 闪过一抹娇羞 他极力掩饰主心中的窃喜 试探着问道 是现在吗 不然呢 南姑夜冷静地瞪了他一眼 秦宁忙点了点头 好 另外 你去将你平时处理月室的东西 拿了一些 啊 秦宁满脑子疑惑 但是不敢问出口 只是听话地返回到房间 拿了一些东西出来 放到一个小包袱里面 南姑夜冷凝地盯着他 对了 当里面的人问起你身份的时候 你记得说你是我的新婚妻子 明白吗 是 秦宁高兴地简直要飞上天去了 她是冰月山庄的二小姐 虽然在身份上来说 她是这山庄里面最金贵的人 但是 那是因为别人敬容她 是南姑夜最疼爱的小妹妹 却从来没有以少主夫人出现过 如今 她竟是亲口给了自己这个身份 跟着南姑夜来到 她从不让人进去的房间里 她看到一名滚在地上的少女 在那一瞬间 南姑夜想都没想 直接轻身将她抱在怀里 别碰我 南姑夜 你快出去 敏感期的叶凤婉 愤怒地想个小刺猬 浑身竖起了尖尖的刺 南姑夜没有理会她 直接将她往床榻上一放 转身就大不离开 她必须要催促自己离开 不然下一秒 看到她那双无助的眼睛 她会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叶凤婉的璀璨老毛 打量着已经被吓上的秦宁 你是什么人 秦宁闻言猛然回过神来 啊 我叫秦宁 是她新婚妻子 叶凤婉听到她身份 双目忽然睁大 片刻之后 又黯然下来 垂下了长长的眼睫毛 秦宁暗暗打亮着眼前这个 看似很不好相处的女子 你是不是月室来了 我带来了东西 帮你处理一下好吗 你把东西给我留下 出去吧 叶凤婉淡淡淡地开口 秦宁间肩上的小包袱 望在她身边 愁愁地走了下去 谢谢你 南宫夫人 叶凤婉清淡的声音 从秦宁的背后隐隐传来 惊得她呼吸一乱 急步冲了出去 南宫也正站在外面 周然看到她走出来 似乎也并不意外 少主 她说不需要宁儿的帮忙 秦宁小心翼翼地看着她 南宫也点了点头道 知道了 少主 她是谁啊 她刚刚跟我道谢 喊我南宫夫人 秦宁脸红心跳地开口 她是我救回来的人 南宫也皱眉回答 语气里充满了不耐 似乎不想说再妥 那没什么事情 宁儿就下去了 去吧 对了 再给她送一碗安神汤过来 她的身体需要好好睡一觉 宁儿知道了 秦宁下去 不一会儿就将安神汤送到了叶凤婉的房间里 叶凤婉喝下安神汤后 觉得一阵困倦袭来 她暂时不去想腹中的疼痛 以及南宫也的真实身份 还有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新婚夫婶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恍惚中 腹中的脚痛暂时消散 隐隐有人躺在她身侧 脸上戴着她熟悉的银色面具 叶凤婉活头一色 主动勾住了她的脖子 王爷 是你回来了吗 婉婉好想你 笨珠的唇舌在她脖唇间流脸 扣开她的牙关 小心翼翼地伸到她口腔里面 然后 茫然停住不动了 她那茫然的表情 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那般 惹人心疼 南宫月双目一沉 将她轻身压在身下 加深了她主动送上来的吻 叶凤婉这一脚睡的机场 许是喝了安神汤的缘故 又许是梦到了岭南亡的缘故 沉浸在她给的温柔当中 无法自拔 当她睁眼醒来的时候 迷惑地转动着双眼 当看清楚头顶上的账满时 这才记起来 自己现在正处在南宫月的冰月山庄里 她猛然坐起 左右看了看 四想无神 她这才松了口气 伸手擦了擦唇脚流下的口水 她暗暗骂自己 竟然如此花痴 做个春梦都能流出口水来 可是 那梦境真的好真实 就像是真实存在过那般 因为 嘴唇好像有些肿 还有点疼 叶姑娘 你醒了 秦宁突然从外面走进来 身后的婢女还端着伺候她梳洗的东西 叶凤婉连忙收敛了心思 客气地冲她笑了笑 南宫夫人 你不用这么生疏叫我南宫夫人 不如叫我宁儿吧 少主也是这样叫我的 秦宁冲她甜甜一笑 叶凤婉疑惑地眨了眨眼 少主 啊 就是我夫君呀 啊 叶凤婉垂眸点头 心底闪过了一抹色染 秦宁没有觉察到 一边伺候她梳洗 一边说着 叶姑娘 你的腿受了伤 少主说让我好好照顾你 你若是缺了什么 就尽管跟我说就是了 叶凤婉疑惑地询问道 那你家少主呢 少主说她要出门几天 嘱咐你和叶祥安心待在山庄里面 现在京城你们也回不去了 我们的探子回来汇报 到处都张贴了你们的追杀令呢 叶凤婉冷笑 她们父女俩肯定现在已经是朝廷重犯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南宫夫妻 叶凤婉收敛了思绪 酸涩地开口 秦宁手中动作一顿 不是告诉叶姑娘 喊我宁儿就好 叶凤婉客气疏离地说道 凤婉不敢 毕竟是寄人篱下 能得一脚容身 已经是最大的恩情了 岂能不懂李淑忘了自己身份呢 一旁的婢女听她如此说 忍不住皱眉的 瞧你说的 你这岂是一脚容身啊 这冷香院可是我们少主平日居住的 这院子除了她自己 任何人都不得她说 就连我们也是因为要伺候你 才准许进来的 少药 秦宁猛然呵斥了她一声 那奴婢可怜兮兮地争辩 奴婢说的是实话吗 叶凤婉眸光一闪 急忙挣扎着站起来 那我还是去客房吧 秦宁忙劝道 叶姑娘 万万不可 若是少主知道了 会责罚我们的 叶凤婉坚持道 不会的 我坚持要住客房 毕竟我只是一个生人 何得何能住在她的院子呢 秦宁眸光闪了闪 小心翼翼地看着她 叶姑娘 你坚持要去住客房吗 对 麻烦少主夫人将我扶过去吧 况且有我爹在那边 我们也好相互相 照应 也好 既然叶姑娘坚持 宁儿也劝不住你 那我让人给你收拾一间 干净的客房出来 说着 就搀扶着叶凤婉往外走 出了韩香院不久 叶凤婉就看到一座 普通的院子 她的父亲叶祥 正在院子里面练剑 周然看到她被人扶过来 急忙迎上前去 万万 你的伤怎样了 没事了爹 再过几时 大抵就好了 这几时 已经能感觉伤口有些痒了 那就好 一旁的秦宁 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道 宁儿不打扰你们父女说话了 山庄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先早来 若是有什么事情 叶公愿尽管让韶药去寻我就是了 我将韶药留下 听后两位差遣 叶凤婉忙道 不用了 我们不需要人伺候 住在这里已经很麻烦少主夫人了 这怎么行呢 不让人伺候着你们 少主回来 该责把我这个女主人当得不称职了 秦宁温婉一笑 刻意咬中了自己是女主人的事实 叶凤婉吹眸道 那就麻烦你了 待秦宁离去 叶凤婉看向一旁的勺药 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事情 你下去歇着吧 勺药到底心机浅 本来就不想伺候他们 此时听了叶凤婉一说 更是开心得不得了 真的吗叶姑娘 叶凤婉点了点头 那勺药黑黑一笑 那我先走了 只是 要是我们家小姐问起来 你可要帮少药圆着点 叶凤婉文言愣了愣 你们家小姐 啊 不 我们家夫人 因为奴婢是陪嫁丫头 喊小姐习惯了 一时间改不了口 我知道了 看着少药去语离开的背影 叶凤婉的眼眸冷了下去 叶象在一旁安慰他 既然离下 都免不了如此 爹 现在京城里面 到处都张贴了我们的追杀令 叶象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沉溺了许久才叹息道 想不到我叶青汁 一声光明磊落 到头来 却落到如此一个名声 那些百姓到底是钦佩你的 若不是他们帮忙 我们也不会这么容易就出了京城 叶象欣慰地点了点头 是啊 对了 柳善成现在怎样 他虽然犯了错 但却也是我的得意门手 他的智水之道 的确是可行的 叶凤婉皱着眉心的 他现在跟着段子余 相信他会保护好他的 叶象突然低声叫他的名字 婉婉 啊 叶凤婉心里一紧 该来的还是要来了 父亲一定会问 他跟南宫叶的关系 果然 叶象沉吟了片刻 就开口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 跟南宫叶认识的 很久了吧 我不记得了 婉婉 你不要骗爹 爹是过来人 能看出他对你不一万 而你恐怕对他 也不是普通朋友 那样的感觉 叶凤婉小脸一白 急忙起身 一瘸一拐地 就往客房里面走 爹 我累了 想回去休息了 婉婉 你为何要逃避呢 有些事情 不是你逃避就能解决的 南宫叶竟然 不为皇家的追杀 胆敢甚至冒险 救出朝廷要杀头的重犯 他说是为了你 难道这是普通朋友 能做出来的事情吗 不一般又怎样 现在的我 已经是领南王妃了 而她也有了新婚夫人 难道你没看到吗 那个少主夫人 她就是啊 是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爹只是想提醒你 有些事情 藏在心里就好 明白自己的身份最重要 哪怕从前再刻骨骨铭心 但是此刻 你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 叶凤婉眼泪汪汪地看着叶响 我明白的 爹 等我腿伤好了之后 我们就去领南城找王爷 好不好 叶响叹息了一声 如今 也只有领南城 是我们的容身之地了 叶凤婉住在客房里 休养了几天 期间一直都是叶响亲自照顾她 看着她腿上的伤口渐渐合上 她才微微地舒了口气 这一日 叶凤婉看到惊慌失措的秦宁 朝着她这边走过来 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叶凤婉疑惑地问道 少主夫人 你怎么了 叶姑娘 求你帮帮我 如何帮你 你倒是说出来啊 秦宁哽咽着开口 少主她回来了 她要关我的禁闭 什么 你做错了什么 她为什么要关你禁闭 一旁的勺药一脸地抱怨 还不是因为你 是你自己要求来住客房的 可是少主回来 见你没有在寒香院里面 发了好她一通脾气 让我们夫人去禁闭房里 反省一个月呢 少妖 秦宁忍不住喝斥了一声 少妖愤怒地瞪着叶凤婉 夫人 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护着她 都是她点累了我们 叶凤婉的眼底 照上了一层寒霜 沉着脸看向少妖 我自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 若是南宫也追问起来 就说是我自己强烈要求 去住客房的 我们说了 可是她不信呀 她还依然坚持 要惩罚我们夫人 少妖被她的眼色吓得不轻 连声音也低了下去 这时 叶响从屋子里面走出来 婉婉 你也该去找南宫少主说一声 皇亲 你的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前往岭南城了 你们要走了 秦宁震惊地看着叶凤婉和叶响 叶凤婉笑了笑 是啊 早就商量好了要离开 线下她回来了 倒是的确该给她说一声 该自行了 秦宁忙说道 那就谢谢叶姑娘帮忙了 不用客气 应该的 你照顾我们这么久 不该让你平白受了委屈 叶凤婉疏离地开口 她说的一席话 惹得秦宁秀美的小脸上 染过一抹羞残之色 叶凤婉看都不看她一眼 直接越过她 就往韩湘远 一拳一拐地走了过去 虽然伤口已经缓慢地愈合了 但还是有些疼 她不能用力 只得小心地走站 快走到韩湘远的时候 她看到站在外面的清风 清风一看到她 忙给她拱手行李 叶姑娘 你家主子可在里面 在呢 那我进去看看 清风忙点了点头 她根本不用提醒叶凤婉 此时南宫也正心情不好 她相信 只要叶凤婉来了 那么她家主子 就会瞬间被治愈 叶凤婉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 听到里面传来一道冷力的声音 滚出去 我不是交代了吗 任何人不得进来打扰 找死吗 叶凤婉挑了挑眉 漫步走进去 冷声道 是啊 找死 你就是一掌劈死我 我也要进来 晚晚 正在屋内的南宫也 脸色一凝 迅速迎上前来 叶凤婉凶巴巴地瞪着她 你又在胡乱发什么疯了 南宫也皱眉看了她一眼 猛然扯住她手腕 就往床榻上拖 喂 暴力狂 你拉我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这个混蛋 叶凤婉一边骂着 一边挣扎着 可到底还是抵不过南宫也的力气 被她按在床榻上坐下 南宫也不由分说蹲下身子 掀开了她的裤管 看到原本很厉害的伤处 此时已经愈合得差不多 只剩下一道微微隆起的粉色疤痕 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叶凤婉抬脚就往她心口揣去 南宫也没防备 被揣放在地上 愤怒地看着她 叶凤婉控诉地看向她 南宫也 你就知道欺负我 你除了欺负我之外 你还有旁的本事吗 叶凤婉原本水润的璀璨眼眸里 此时满是雾气 看上去好让人心疼 该拿你怎么办呢 南宫也无力地放开她 走到一旁的桌子边坐下 倒了一杯点茶喝着 你不用为我烦恼 反正我来就是要跟你辞行的 另外 你也不要怪少主夫人 并不是她让我离开寒乡院的 而是因为 我不想住在你专属的院子里 既然断了 就要断个干干净净 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前扯 南宫也端插的手一端 真的 谁还骗你不成 我跟我爹已经决定了 既然京城容不下我们 我们就去岭南城 找我夫君去 依据夫君 让南宫也的心顿时就柔软下来 看着他那双愤怒的眼睛 他心神毅力 他此刻应该表现出来的 该是吃醋才对 你现在心里 真的只有岭南亡了 心心念念地总想去找他 就连岭南城那苦寒之地 你也义无反顾地想要追着去吗 南宫也皱眉看着他 叶峰漫冷声道 只要有夫君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 苦寒之地又怎样 夫妻之间 本就该是共同进退的 好 你既然要去岭南城 那我就让清风安排你去 正好有一批兵器 要送到那边 真的 叶峰晚双眸一亮 刚才的雾气已经散去 此时一片灿烂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南宫也猛然挨近他 吓了叶峰晚一大跳 红着脸倒退着 你对我的恩情 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谢谢你 南宫也瞪了他一眼 别过脸去不再搭理他 叶峰晚心中一抖 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是真心要感谢你的 为了报答你 今天晚上我跟你做饭 既算是践行 也算是为了感谢你救了我 行吗 你会做饭 南宫也狐疑地看着他 叶峰晚不由傲娇地 抬了他下巴 当然会啊 好 那我就等着你 给我做一顿饭出来 隔壁就是小厨房 清风就在外面守着 你需要什么 让他给你弄就是了 好 我知道了 那你就等着 我喊你吃饭就行了 叶峰晚说完 转身就走了出去 看着他那绝静的背影 南宫也眼底 闪过一抹亮色 叶峰晚的确是 需要一些食材 跟清风一说 他就跑去拿了 两人在小厨房里面 忙活了一下午 好不容易做出了一桌子 色香味俱全的大餐 因为他问了清风 听他说 南宫也喜好是偏清淡淡 于是他做的 都是一些爽口的菜 就算是有肉菜 也被他将油控干之后 才入菜 为了能让吃饭 更有情料一些 他让清风把一桌子菜 搁置到院子下面的葡萄架下 那边又清凉又安静 倒也的确是用餐的好地方 等会儿 你去把你主子叫出来吧 我先去收拾一下自己 这满身的油烟味 都要见不得人了 好 清风点了点头 叶凤婉回去客房 洗了个澡 确定身上没有油烟味之后 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这才往韩湘远急步走去 他担心南宫也会等急了 可是当他匆忙赶过去的时候 清风却告诉他 他还在房间里面忙着公务 叶凤婉点了点头 脚步轻轻地走到窗户边上 花灯初上 屋子里面倒映出一个人影 他正在书写着什么 时而皱眉 时而勾唇 那神情里的认真 简直对他是致命的吸引 似乎觉察到 叶凤婉正在窗边偷看他 他眸光朝着窗户这边望了过来 吓得叶凤婉呼吸都漏跳了半拍 急忙拍着心口 往后退了一步 好像脚跟踩在什么异物上 他腿一软 整个人就倒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他惶恐地回过头 正对上一双暗黑的眼眸 吓得他已经稳不住自己的心跳 只是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我来喊你是告诉你 饭已经做好了 你可以去吃了 南宫也点了点头松开他 长腿一脉 已经向着饭桌走过去 叶凤婉拍了拍心口 急忙追了上去 看到桌子上丰盛的饭菜 南宫也眼眸又深 扎着简单马尾的青爽女儿 就坐在他对面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像其他女子那般 喜欢用复杂的发饰 他的头发 想来都是一个马尾 看上去虽然简单 但是却更显得俏皮灵动 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 他好像瘦了 那尖尖的小下巴 让人看了 越发地莫名心疼 南宫也皱眉 看着桌子上的饭菜 想要给叶凤婉加一块肉 却是无从下筷子 怎么没肉 你不是不喜欢吃肉吗 不喜欢吃 并不代表不吃 那这不是吗 叶凤婉从一个盘子里面 翻找了半天 才找出那么一小块 已经空过油的白肉来 南宫也的脸色顿时沉下去 就这么点 已经聊胜于无了 叶凤婉用筷子夹了 放到南宫也面前的碗里 南宫也不理他 直接把盘子端到自己面前 然后挑了好几块出来 放到自己面前的碗里面 然后才把盘子放回去 他朝着叶凤婉伸出手 拿来 什么呀 叶凤婉满头雾水 睁大眼睛看着他 拿来就是了 怎么那么多 为什么 叶凤婉深深地吸了口气 好吧 他黑脸就由着他黑 他无理就由着他无理 反正是为了感谢他 救了自己和爹的命 他忍着还不行吗 南宫也无视他难看的脸色 直接将自己的碗 和他的空碗换了过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些肉不是挑给你自己吃的吗 难道你不需要补身体吗 就你这小身板 恐怕还熬不到岭南城 就会香挂了 你 叶凤婉的呼吸中了着 他这副身板怎么了 除了瘦了一些之外 也没什么毛病啊 吃干净了 吃什么补什么 补补你身上的肉 叶凤婉拿着碗的手 差点将里面的肉全都抖出去 吃什么补什么 他简直喝喝了 小心着点 就这么点肉 你在浪费了 南宫也及时帮他将碗给稳住 彼此手指相泡 中间像是有熊熊电流穿过 两人都及时往后收手 那么就悲剧了 碗突然就往地上掉下去 南宫也脸色一沉 迅速出手 勘勘在碗落地之前 接在了手里 交给了惊魂未定的叶凤婉 叶凤婉不敢看他沉黑的眼睛 接在手里 就闷头吃了起来 别抢着 没人和你抢 他话音刚落下 就听到叶凤婉 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南宫也几乎无语地 看着眼前咳嗽得 眼圈通红的小女神 他像是刚刚沐浴过 身上还有造酒的清香味 是那么的好闻 他是那么想亲她一下 他闭上眼睛 心里想着 一定要忍住 脑子里面念着清心诀 希望能尽快让自己 稳住心神 他刚睁开眼睛 就听到叶凤婉 出了清风喊 清风 拿酒来 酒 南宫也眼眸沉了沉 这丫头 竟然还敢跟他喝酒 清风一眼 拿了一坛子好酒过来 看到他拍开盖子 拿了两个酒杯 放在自己面前 一一摘满 南宫也看着他的动作 不动声色 南宫也 这杯酒我敬你 敬你救了我和我爹的命 我这辈子 恐怕都还不起了 我先干为敬 说着 他仰博喝了下去 南宫也沉着脸瞪着他 谁说要你还了 徐氏酒状怂人胆 叶凤婉 绷着一张小脸 张牙舞爪地 给南宫也拍桌子 你喝不喝 你不喝 就是看不起我叶凤婉 好 我喝 南宫也端着酒杯 优雅地喝了下去 叶凤婉又倒了一杯满上 这一杯 是祝你新婚愉快 希望你和你的少主夫婶 白头偕老 早生贵子 说完 又咕噜一下 喝了个干净 南宫也从来都不知道 他酒量怎么这么好了 他好像漏掉了什么 叶凤婉督着 被酒精浸染的烟红的唇板 催促着南宫也 你快喝呀 南宫也 难道你不给我面子 南宫也这次没有说好 而是不声不响的 就把自己酒杯喝了个干净 叶凤婉又真买了一杯酒 这一杯酒吗 这是我们的告别酒 自此之后 不知道何时才能再相见 我先干为敬 他看都不看南宫也 脸色已经铁青的样子 就已经自顾自地喝下去 他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再见面了吗 这怎么可能呢 南宫也皱了皱眉心 看着他小脸迅速红起来 脸色一沉 他并不是酒量好 而是在硬惯自己 想到这里 他急忙按住他手腕 你不许再喝了 南宫也 你不给我面子 我敬酒 你凭什么不喝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这不是讨厌不讨厌的问题 而是你不能喝酒 还丑能干什么 我能喝酒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说着他又趁南宫也不注意 抢过他的杯子 偷偷地喝了一大口 叶峰晚 你够了 南宫也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我都要走了 你还凶我 南宫也 你实在太可恶了 他根本没有任何杀伤力的拳头 落在南宫也心口处 却疼得他皱起了眉心 南宫也 我去了岭南城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南宫也心疼 不是见不到 而是天天会见到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南宫也扯着他的手腕 就往屋里走 走 回去 不 我也喝酒 咱们的酒还没喝完呢 叶峰晚奋力挣扎着 南宫也皱着眉心 二话不说将他打横抱起 抱到自己房间里 将他搁在了床榻上 叶峰晚的小手突然拽入他衣服 冲着他哭道 不要走 求求你 戴上面具给我看看好吗 给我看看 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却在南宫也的心里 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 他看到了面具 难道 他知道了什么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哪里有什么面具 你是不是喝醉了 南宫也将他身体扶起来 控制着他肩膀 狠力地瞪着他 他眼中的幽冷 吓了叶峰晚一大跳 他迷迷糊糊地伸手 捧着他脸颊挡道 王爷 我想你了 万万好想你 南宫也微微松了口气 果然是喝多了 他将叶峰晚放倒在床榻上 看着他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然后重新回到院子 坐在葡萄架下 将他亲手做好的饭菜 一口一口吃了个干净 手艺还挺好 菜很好吃 这时 清风坐到他面前 主子 武器已经准备好 明天就可以出发 运到柳南城了 南宫也缓慢地咀嚼着 叹息道 柳南城那边的战事 尽快结束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让婉婉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 想必现在京城里 瑞王和紫妖帝 已经斗成了一锅粥 我不起 继续留在岭南 坐山观虎斗就行了 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无论留下的那个是谁 都会被我们岭南大军 斩于马下 清风看着他面前 被清扫一空的盘子 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这些菜他也是帮了忙的 主子怎么就不肯给自己留一点呢 若是往常的话 他肯定让他陪着一起吃了 可是今天他好自私啊 自己都吃撑了 也不让他吃一点 九族饭饱之后的南宫也 在院子里练了一趟签 这才沐浴休息 等到天亮 他收拾完毕 就推梦向叶凤婉起床 叶凤婉如这酸疼的太阳血 觉得后脑勺疼得厉害 他抱怨地看着南宫也 昨天晚上 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 揍我后脑勺了 南宫也无视他毫无营养的问话 根本就不理会他 叶凤婉皱了皱眉心 仔细回想着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像他喝酒了 而且还喝多了 啊的一声 他突然尖叫起来 南宫也皱眉看着他 怎么了 昨天晚上 我是不是喝酒了 是不是喝多了 叶凤婉用力拽着他袖子 南宫也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你有没有对我做什么 南宫也眼眸沉了沉 啄啄地盯着他问 你希望我们发生什么 他骤然将叶凤婉压迫在床榻上 呼吸间都是他身上的香味 这清爽甜美的小丫头 他好想咬上一口怎么办 叶凤婉瞪圆了眼睛 双鼻支撑在床榻上 仰着脸避开他灼热的呼吸 你 你让开一点 南宫也吞了吞口水 还不快走 别耽误了改路 说着就放开他 起身站到一旁 叶凤婉偷偷地松了口气 随着那压倒一切的气势离开 他觉得自己呼吸畅快了一些 他腿脚发软地站起来 刚一迈步 就觉得眼前一阵晕血 整个人就往南宫也身上倒去 南宫也斜看着他 头怀送抱 不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没站稳 叶凤婉心中暗骂 这该死的宿醉 简直是让他丢人丢到家了 来 先用温水擦把脸 南宫也将他扶到椅子上坐下 给他拿了用温水经过的 锦布擦脸 他接过锦布 气气爱爱地开口 那个 南宫也 谢谢你 南宫也轻轻地应了一声 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的道谢 我要去岭南城了 我知道 他只回了淡淡的三个字 叶凤婉心里突然有点堵 他深深地呼吸了几口 鼓足了勇气看着他 那天 我刚来的时候 看到一张银色面具 南宫也神情一顿 心里划过了一道缺口 没等他开口 叶凤婉又追问他 那张银色面具 我认得很清楚 那是王爷的 他怎么会在你的手上呢 有一次他来我这儿做客 忘记在这儿一张 南宫也轻描淡写地解释 叶凤婉眼眸一暗 真的 当然是真的 这样的面具 他有很多张 那 你有见过他长什么样子吗 南宫也挑眉打亮着他 你很在意他的容貌吗 不是 叶凤婉黯然地垂下眼眸 打婚这么久 我也不曾见到过他真正的样子 是不是很可悲呢 他眼底的暗然触动了南宫也 忍不住动静地说道 或许 你这次去了岭南城 就可以见到他的真面目了 那 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说不上来 你见了就会知道了 走吧 时辰已经不早了 要是再拖下去 恐怕车队会等得不耐烦了 叶凤婉咬着嘴唇看向他 那 你能把那张面具送给我吗 看着他那双渴求的眼睛 南宫也不忍心拒绝 好 将银色面具交到叶凤婉手里 看着他宝贝式地摊在手掌心上 然后 往他怀里面揣去 南宫也突然感觉浑身有些发热 那张银色面具 平常都是被他戴在脸上的 如今 却贴紧他的心口位置 一股无名火突然变不全身 他猛然转身大步往外面走去 他担心再继续留下 会克制不住自己身体本能的反应 不行 他必须要审战 要用另一个真正的身份 让他变成自己真正的女人 叶凤婉跟着他走出去 心里纳闷 他是不是生气了 怎么闷头走路 连你都不理自己了 南宫也快走到门口的时候 就看到秦宁带着婢女站在那 少主 南宫也冷漠地点了点头 秦宁担忧地看着他 这一次要走多久 南宫也幽冷的眼眸落在他脸上 吓得他心肩遗产 一眼瞥到后面跟上来的叶凤婉 便低声道 少主不是说 让宁儿在叶姑娘的面前 再称为少主夫制吗 夫君要离开 做娘子的能不管不问吗 这恐怕不合情力吧 南宫也冷淡地回答 少走半月 长走一月 秦宁的小脸上 浮现一抹喜色 小手大胆地抓住他胳膊 那宁儿就在家里 安心地等着夫君回来 南宫也不着痕迹地 扶开他的手 直接往车队的方向走去 陈宁的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暗闪 当看到叶凤婉走来的时候 他脸上又堆满明媚的笑意 叶姑娘 你要走了 叶凤婉的态度有些疏离 麻烦你了 少主夫人 秦宁笑咪咪地回答 没有 你是少主的客人 我这女主人照顾客人 是应该的呀 况且叶姑娘又这么好看 宁儿实在想跟你多亲近亲近呢 只是现在 我要去寻我夫君了 连累少主夫人禁足 真是不好意思 有缘再见 说着 叶凤婉淡淡地行了一礼 就迈不离开 秦宁转头看着她纤细的背影 脸上的笑意忽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憎恨的猙獰 她身后的婢语走上前来 小姐 少主对这个女人态度不一般 秦宁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这还有你说 那如何是好 她都跟少主走了 秦宁冷笑道 算了 少妖 她若是跟少主纠缠不清 早晚都会来冰月山庄的 到时候 再整她也不迟 是 少妖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叶凤婉本以为 自己是跟老爹 坐一辆马车的 可她上去之后 顿时就傻眼了 豪华的马车里面 一双长腿交叠 南宫月侧躺在那儿 正闭目养神 叶凤婉赶忙退回去 想要下去寻找老爹的马车 去哪儿 南宫月冷凝的声音 从她头顶上飘来 叶凤婉尴尬地看着她 我去找我爹的马车 南宫月睁开电眼的双眸 看着她 叶厢的马车 已经先行一步离开 你只能做这个 你也去 你不希望我去 南宫月的语气里 充满了挑衅 不是 你不是说 清风带队去岭南城 送武器吗 我还以为指示她去呢 叶凤婉说着 走进马车里 寻了个角落坐下 看着她离得自己远远的 南宫月眉心凝结在一起 坐那么远 是怕我吃了你 才不是 她小脸有些微微泛红 南宫月抬手 指了指自己身侧的位置 那坐到这边来 我坐这里就行了 南宫月也不再强迫她 只是对着外面 交代了一手 走吧 马车就开始急驰起来 叶凤婉跟南宫月 同在马车里坐着 起初的时候 是觉得有些不自在 但在马车走了 很长时间之后 她慢慢的 也就没想那么多了 马车里面很宽敞 她很想躺一会儿 因为她实在是困了 难受地撑着眼皮 叶凤婉偷眼看了一眼南宫月 只见她正侧躺着 闭目养神 丝毫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 她微微地输了口气 然后动作幅度很小地 趴在一旁的暗机上 这一趴上去 瞌睡虫就钻进了脑子里 没多大功夫 她就睡着了 突然 马车一阵颠簸 她整个身体被颠起来 迷迷糊糊地就往前滚了出去 当撞到一个温暖怀抱里面的时候 她彻底地惊醒 第二次痛快松抱 南宫月双手还住她的腰 将她揽在怀里 好整以下地看着她 叶凤婉恼羞成怒 一晚将她推开 自作多情 叶凤婉不想让自己 沉浸在她给的不清不楚的情绪中 深深地吸了口气 抬头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空 璀璨的眼眸看向南宫月 你能不能不要再调戏我 南宫月惊讶地看着她 调戏 是啊 都说朋友妻不可欺 你总这样对我 难道你就不怕王爷知道吗 叶凤婉周围 看着她那双尘黑的眼眸 她好像很能隐藏 总是不让人看清楚 她的真实情绪 南宫月轻调地看着她 朋友妻不客气 你无耻 叶凤婉抬腿就往她身上踹去 南宫月轻而易举 抓住她的小脚 顺手还在上面捏了两把 登徒子 叶凤婉怒骂了一声 用力拽回自己的脚 毫不犹豫地转身 就往马车下面跳去 惹不起 她躲得起 南宫月没想到 她会如此刚烈 急忙扑出去救她 晚晚 只听到耳边 一阵惨烈的尖叫声 叶凤婉整个神 已经往悬崖下掉去 原来此时 马车正行在一处 两边都是悬崖峭壁的关道上 她不计后果地往下跳 自然就朝着悬崖边上摔下去 南宫月迅速扑下去 将她一把抱在怀底 手中的长剑插在悬崖壁上 看着怀里面惊悔未定的她 梁峰呼呼地吹着两人的头发 彼此缠绕在一起 已经分不清楚 到底是她的 还是她的 叶凤婉几乎是抖着嗓子 询问道 这里 这里是悬崖 不然你以为呢 我以为就是普通的关道 不然我也不会跳啊 岭南城本就是山城 苦寒之地 越往那边走 道路就会越难走 怎么可能会是平准的土地 叶凤婉靠在她温暖的怀抱里 夜里的风寒冷 几乎刺穿她的整个身体 她下意识 往南宫月怀底靠了靠 南宫月的呼吸重了重 感觉到叶凤婉正小心翼翼地 搂着她的腰身 眼底浮现了一抹半生 她突然惊唤着她的名字 晚晚 叶凤婉抬头 水润的眼眸 看着她那英俊的容颜 南宫月沉声询问她 如果我们俩会死在这儿 你会怎样 死 叶凤婉眼睛眨了眨 然后毫不犹豫地 闻上她冰凉的唇瓣 她的蚊很青涩 几乎是没有任何张法 牙齿都像是在啃的 啃的嘴唇有些发麻 又有些疼 但是却撩起南宫月 浑身燃烧的火焰 若不是两人身下就是悬崖 她早已经加深了这个吻 任性地品尝她的美好 叶凤婉猛然放开她 璀璨的眼眸里 像是蒙上了一层水雾 南宫月 如果我们现在就死在这儿 我不想让自己心里会留下遗憾 南宫月愣了一下 幽冷的眼眸越发地深邃 她下意识抱紧了叶凤婉的腰 轻轻地顶着她额头低难道 我也是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任何遗憾 这时 上面突然有人大声地呼喊 少主 少主 叶凤婉兴奋地看着南宫月 有人来救我们了 南宫月点了点头 沉声喊道 把绳索抛下来 片刻功夫就看到一条拳头粗的绳索掉落在两人身旁 南宫月暗黑的眼眸胶着在叶凤婉身上 你先上去 不一起吗 南宫月低声道 上面人冲不住两人重量 叶凤婉小脸有些尴尬 他只是不想单纯地让他自己留下 你先上 南宫月温柔的声音惹得他心间一颤 他点了点头伸手拽住了绳索 看着他身影渐渐地离自己远了 南宫月眼底的宠溺久久没有散开 叶凤婉和车夫合理将南宫月拉上来 两人这才上了马车继续往岭南城的方向赶去 重新回到马车里面 气氛登时跟从前不一样了 有些尴尬 也有些忧伤 叶凤婉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他不知道自己的选择究竟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但是他已经跟领南王打婚了 那么他就不会再离开他 或许他跟南宫月之间 只能算是老天给他开了一个满笑 他爱的终究还是要错过 心意难平 他用力地吸了口气 试图让自己忘记在悬崖峭壁上心里的激透 正恍惚间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紧接着就听到车夫紧张的声音 少主 好像是军队围上来了 叶凤婉文言心里一跳 急忙打开马车帘子往外面看去 就见不少拿着火把的骑兵 正往他们这边包围过来 怎么办 叶凤婉回头看向南宫月 南宫月皱了皱眉心 他也摸不清楚这支军队是什么来地 把这个拿着 一杯不时之许 叶凤婉接过他递来的一把 好看小巧的匕首 重重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外面有人大喝道 里面的人滚出来 军爷饶命 军爷饶命啊 咱们只是过路的 车夫的求饶声在他们耳边响起 有人后骂了一声 随即响起的是鞭子的声音 以及车夫惨烈的叫声 叶凤婉扯住南宫月手臂 走 我们出去 南宫月仔细地盯住他 待会儿你要小心一些 剪辑行事 若是能自己逃走 就一定不要管我 记住了吗 叶凤婉果断地回答道 没记住 你 你觉得我可能把你扔下吗 晚晚 这不是一起用事的时候 那些人是蛮医的败兵流口 越是这样的人 他们越是心狠手辣 我担心你会受伤 你以为我会怕吗 叶凤婉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一道破空声猛然袭来 他小脸一紧 一把扯住南宫月的手腕 两人迅速跳下了马车 两人刚刚落在地上 整辆马车就突然爆裂 并熊熊燃烧起来 刘皇剑 南宫月的眼底满是令人胆寒的冷意 还好两人反应够快 不然此刻两人就被烧成火人了 愤怒的双眸向一旁的始作俑者望去 只见一匹高头大马上 一名身形壮朔的男神 正虎视眈眈的看着两人 在看到那人的一瞬间 南宫也心中意紧 那不正是蛮衣一族 最残暴好战的三皇子 多磕吗 他样貌虽然算不上丑陋 但是他那凶狠的眼神 却给人一种凶神恶煞的感觉 只是 他头发散乱 只用一根草绳扎着 头顶上还插了三根孔雀的羽毛 看上去有些滑稽 多颗狼一般的眼神 落在娇修的叶凤满身上 脸上露出了猙獰的掠斗之意 哼 把那男人杀了 是刘仙的女的 听到没有 多颗大声地命令着 一些蛮衣士兵 冲着南宫月就攻了过来 多颗侵略的眼神 落在叶凤满身上 他今晚出来 本来打算偷袭岭南城的 却不料 遭到那边的强烈反攻 以至于自己落荒而逃 本以为就这么返回满意走来 却不成想 老天竟是给自己 送了一个紫药国 极品小美人作为补偿 叶凤满眼看着南宫月 被那些凶狠的满意士兵围攻 他急得跺了跺脚 猛然撇到一旁观战的多颗 眼眸一沉 迅速朝着他扑了过去 然后他手里藏着的匕首 毫不犹豫地扎紧他身下的马腹中 剧痛让猎马受惊 挣扎着狂跳起来 试图将坐在马背上的多颗给甩出去 这一变古来得太快 多颗来不及多想 眼看着猎马 就要将他带到悬崖那边 急忙抽出腰间的砍刀 将暴跳的猎马抹了脖子 他从马上摔下来 阴冷炙热的眼眸 就朝着叶凤婉看过去 好一个野性十足的小美人 是他多颗的才 小美人 你过来 多颗笑眯眯地 冲着叶凤婉招了招手 叶凤婉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看到南宫野那边战况基点 心里想着 要如何去帮他的忙 可此时 多颗已经朝他攻击过来 蒲扇一般的大手 朝着他胸前就抓过来 叶凤婉急速后退阵 反脚就往多颗头上踢去 多颗动作俐落地偏头躲过 大手猛然钻入他脚踝 小美人 好香啊 无耻 叶凤婉愤怒地喝骂一声 迅速震开了他的前置 多颗这下更来了性质 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敢骂他 这小美人不但样貌好 身手好 胆气更是厉害 他毫不犹豫地冲着叶凤婉扑过去 可此时 叶凤婉猛然被什么东西绊倒 脚下一个猎切 摔在了那 多颗正好攻到他身边 轻而易举地就将他抓在手里 多颗还没来得及开口 一双尘黑的眼眸就剧烈收缩 一把小巧匕首 正割在他喉间 叶凤婉冷冷地看着他 让你的人都住手 听到没有 否则 我现在就割了你的脖子 多颗下意识吞了吞口水 他能从叶凤婉的眼底 清楚地看到杀意 小美人 我并没有恶意 疼痛猛然袭来 一条血线忽然从他喉咙处崩颠而出 吓得他浑身一惊 急忙大吼 堵住手 他完全没想到 一个女神竟然狠到如此地步 说动手就动手 丝毫不拖泥带水 哗啦啦一阵响声之后 南宫月突出冲围冲到了叶凤婉面前 一开始他以为 叶凤婉是被多颗抓住了 正急得不行的时候 猛人看到那把搁在多颗喉间的匕首 他不拙痕迹地松了口气 走到叶凤婉面前 迅速将他拽到怀里 叶凤婉放心地看了他一眼 匕首丝毫没有离开多颗的喉咙 他在等待南宫月的一声令下 然而 地上突然传来一阵又一阵的震动声 南宫月眉心一沉 如果所在不错 应该是蛮衣大军追上来了 继续拖下去 对两人没有好处 想到这里 他长臂一身 抱住叶凤婉纤细的腰 抢了一匹战马 朝着岭南城的方向急驰而去 众人眼看着两人离去 这才跑到多颗的身边 查看他的伤势 三皇子 给我追 反应过来的多颗像个愤怒的野兽一般 暴怒地嘶吼着 南宫月和叶凤婉两人坐在一匹马上 飞快地急驰站 彼此身体相靠 两人的眼神精彩绝艳 彼此对视一眼 皆是温暖的划不开的柔情 一枚通关玉佩 扔到岭南城把守城门的士兵手里 他们接过一看 迅速开了城门 让两人骑马进去 随着他们的身影消失 岭南城的大门 玄机又关闭 相较于城外的危险重重 城内倒是极为安静 道路两侧点燃的皆是大红的灯笼 到处都能见到 穿着盔甲巡逻的岭南城士兵 南宫月勒住缰绳停下了马 叶凤婉心里一紧 下意识抓紧了手中的马缰绳 难道分别在即了吗 过山 在城内一处十分危恶的府邸前 南宫月下了马 晚晚 到了 他的声音里没有任何的不舍 相反 竟是有一丝 叶凤婉听不出的喜悦 到了 叶凤婉机械地应了一声 紧紧地咬着下船 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难过情绪 从他心里不断地滋身扩大 直到几乎将他淹没 眼眶不争气的一射 眼泪已经在眼睛里打转了 南宫月心疼地看着他 抬手揉了揉他软软的发顶 哑声道 这里夜里很冷 比不得在京城 你穿得太单薄了 换些金服 叶凤婉用力地仰着小脸 冲他绽放出一抹最耀眼的笑容 踮起脚尖 勾住他的脖子 轻轻地摇了一下 他那紧紧抿着的唇瓣 旋即 他快速退开 眸光灼灼地看着他 南宫月 谢谢你 让我心里再也没有了遗憾 从此 我们各自安好 说着 他转身朝着那微鹅的青铜大门 急步跑去 南宫月看着他的背影 心跳加速 双手俯过他咬过的地方 有微微的麻 有微微的糖 但更多的则是甜蜜 这时 清风闪身而至 主子 南宫月身上的气势 又恢复了从前的一贯清冷 跟着清风 往疑似的黑暗处 大步走去 叶凤婉被人引着 进了王府里面 远远看到叶想正在等他 他隐藏起心底的悲伤情绪 大步走到叶想面前 婉儿 怎么现在才到 路上遇到了蛮医的流寇 所以耽搁了一些 哦 那你可怎受伤 叶想听他一说 急忙追问道 叶凤婉赶紧摇头 没有 这就好 叶凤婉疑惑地看向整个王府 周门询问道 爹 怎么没见王爷呀 啊 王爷不在府里面 听说是有流寇找民 他出去寻房了 那没有人安顿我们吗 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夹杂了喜悦的声音 豁得传来 只见青岚向着二人 快步走过来 娘娘 奴婢见过王妃娘娘 见过相爷 青岚规矩地向两人行了礼 叶凤婉急忙扶起他 青岚 你快起来 娘娘和相爷一路上周车劳顿 肯定是饿了 刚刚奴婢已经命人 准备好了饭菜 就在暖阁那边 叶凤婉柔柔地开口 谢谢青岚 那你带我们过去吧 叶凤婉和叶象两人 在青岚的引领下 朝着暖阁走去 青岚带着叶凤婉和叶象 进了暖阁 里面放了碳盆 果然是比外面温暖了不少 叶凤婉一边搓着手 一边皱眉询问他 青岚 这岭南城夜晚竟然会如此冷 青岚苦笑道 可不是 这里原本就是苦寒之地 昨夜温差很大 本是一毛不生的地方 是王爷来了之后 这里才渐渐可以让人居住了 只是来这里的大都是难民 这平常人家 哪里会有人来这边受罪呢 叶凤婉点了点头 他来的时候看得很清楚 这岭南城道路规照 百姓的房屋修建得也极其稳固 看来 岭南王在这里 的确是耗费了不少心血 心里这么想着 越发的想要快点见到他 青岚早就让神给叶象安排了住处 让人带走叶象之后 就领着叶凤婉往岭南王的房间走去 他一边走 一边心里惆怅 现刻间 就已经走到了他房门口 娘娘 你进去先休息吧 青岚命神将干净柔软的起义给他 略带歉意地说道 奴婢得到消息匆忙 所以这些衣服准备得不惊细 待明是奴婢再陪娘娘去添置可好 青岚 麻烦你了 叶凤婉感激地看着他 自嘲地说道 如今我们妇女 已经被子妖帝追杀了 恐怕会连累了王爷 青岚看着他那璀璨的眼眸道 娘娘 你说的哪里话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王爷对你的心意吗 我明白 青岚 我想沐浴一下 能帮我准备一下吗 啊 奴婢把这个给忘了 是奴婢的错 娘娘 您这边请 青岚急忙带着叶凤婉 到了另外一个厢房里 只见那里搁置着一个很大的芋桶 花瓣漂浮在上面 香气四溢 娘娘 水是温的 奴婢伺候你沐浴吧 说着 青岚就要帮她脱下衣服 叶凤婉现在 急需一个安静的地方 好稳定一下自己心神 青岚 不用麻烦你了 我自己来就好 青岚也不坚持 只是点了点头道 娘娘 那奴婢就在外面守着 娘娘要有什么吩咐的 尽管吩咐奴婢 爷凤婉听着青岚的脚步声 渐渐远去 这才脱下自己衣服 将自己整个身体 埋进了温热的水中 她脑子里面回想着 男公也离去时的面容 用力咬着嘴唇呢喃道 我还是领南王妃 你还是你的男公少主 想着想着 泪水突然掉落在她面前的水面上 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水很温暖 让叶凤婉的整个身体都热起来 也让她渐渐地不再失忆难受 随后 她又被即将见到 领南王的忐忑情绪所代替 她记得清楚 领南王说 万万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一定会让你成为本王的女神 如今 她已经来了 那么这句诺言 领南王一定会想要迫不及待地兑现吧 想到这里 她就任命地叹了口气 她觉得 自己怎么突然变成了坏女神 怎么可以同时心心念念着两个男人呢 真是花心大萝卜 她自嘲地按脑自己 这时 一道清俊的声音猛然传来 万万 说谁是花心大萝卜 惊得叶凤婉呼吸一乱 迅速把身子往水里缩了缩 震惊地往外面看去 领南王身穿玄色锦衣 坐在轮椅上缓缓醒来 你不要进来 怎么了 领南王停住轮椅 灼热的眼眸落在她因为被热气 熏忍得有些红红的小脸上 叶凤婉颤着嗓衣道 我还没洗好呢 领南王温柔一笑 沉吟了片刻才柔声说道 那本王出去等晚晚 说着 她真的操纵轮椅转了出去 叶凤婉急忙将身上的花瓣清理干净 然后拿了紧布仔细地擦干身子 再换上轻便的起衣 这才走出去 领南王一见她 头发湿漉漉的 就皱着眉头道 婉婉 过来 怎么了 她不紧地看着她 但是却听话地走到她面前 并蹲下了身子 领南王手中 拿了一块干净柔软的颈布 在她湿答答的墨发上 轻熟地擦拭着 一边擦着 还一边说道 领南的气候 和鼻部的旁的地方 千万别着凉了 叶凤婉将小脸搁在她腿上 正由她帮自己擦着头发 眼眶微微发射 过了一会儿 领南王才到 好了 叶凤婉急忙站起 走到她身后 帮她推着轮椅 往房间里面走去 香房里面很是暖和 有碳盆燃烧着 还点了熏香 一点淡淡的香味 充斥在她鼻肩 让她紧张的心情有所缓解 两人进了房间后 门在暗人的身口 自动关闭 叶凤婉站在她身后 看着她坐在轮椅上的背影 用力地闭了闭眼 引去内心里面的忐忑和惶恐 伸手去帮她捡衣服 晚晚 我自己来 她突然按住叶凤婉的手 声音嘶眼地开口 叶凤婉羞残地点了点头 别过脸去 反正她紧张的一颗心 都要跳出来了 领南王的衣服又那么繁琐 要是真让她脱的话 可真费不少的劲 领南王脱下自己外衣 双手一撑就坐到床榻上 然后暗黑的眼眸 就浇着在叶凤婉身上 叶凤婉深深地吸了口气 走到她身边 挨着她坐下来 晚晚 累吗 啊 有一些 那你先躺下休息吧 她说完后 就随手拿过几本折子 翻看起来 叶凤婉愣了一下 眉心轻轻地拧了拧 她这是要放过她的意思吗 躺在那里等了一会儿 都不见她有任何动作 叶凤婉就好奇地 知己在 看着正处理公务的领南王 不困吗 领南王温和璀璨的眼眸 落在她小脸上 带着浓得化不开的丑腻 王爷 你不怕我连累了你吗 领南王理所当然地回答 怎么算连累 你我是夫妻 我始终都会顾你周全的 可是我现在 已经是朝廷重犯了 我结求 皇上已经给我下了追杀令 想杀你 除非是先杀了我 只是一句话 就已经表明 她会保护她的态度 叶凤婉心里深深地愧疚 她何德何能 竟然让她如此保护呢 她复杂地看着领南王 王爷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现在很自责 也很难受 我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我心里真的好痛苦 看着她即将滚出来的泪水 领南王眼眸一暗 伸手将她搂在怀里安抚着 我不会逼你做任何选择 我这里永远是你的避风口 明白吗 叶凤婉的心底越发地愧疚 她泪眼朦胧揪住她衣袖 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可是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爱上了别人 我的心里有了别人 别人 领南王眼眸一闪 尘黑的眼底闪过一抹冷人 叶凤婉捕捉刀烂 倒吸了一口冷气 浑身打了个机灵 她怎么就突然跟她坦白了呢 可是潜意识里 她又不想欺骗她 领南王灵力的眼神看着她 那个人是谁 王爷 你能不能不要问了 这是我的错 是我对别人动了情 领南王眼眸沉得吓人 良久 他将手中的折子扔到一旁 落下了围账 睡觉 烛火熄灭 叶凤婉的眼角滚下一颗晶莹的泪滴 她主动挨进了领南王的身体 双手笨拙地在她身上行走 她似乎在为自己的错误而刻意地讨好她 领南王的身体慢慢僵硬 只是黑夜中沉沉的呼吸声 表明了她此刻正忍受着极大的煎熬 忽然她用力攥入叶凤婉的手腕 叶凤婉极地的声音 小心翼翼地弯展 你不喜欢吗 婉婉 我要的不但是你的人 还有你的心 叶凤婉徒劳无力地躺在她身侧 心里难受不已 她要她的神 她可以给 但是心底 却已经放进去了南宫夜 领南王潮湿的吻落在她眉心上 睡吧 说完后 侧过身不再看她 领南城的夜晚 果然冷得要命 让叶凤婉觉得 该一床博备都嫌不够 出于本能 她钻进了温暖的怀抱里 紧紧地贴着领南王 感受到她身体的温暖 这才沉沉地睡去 领南王几乎是睁着眼熬过了一夜 怀中的人睡得很是香甜 她主动地挨进自己的身体 像是小野猫似的 钻到她怀里面 她不敢惊动她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她略带了一些血丝的黑尘眼眸 落在她的小脸上 满满的自责和宠溺 她突然不想等了 她想尽快让怀中的叶凤婉 知道真相 给她仔细地掩好被子 她抽身而起 穿好自己衣服 就轻手轻脚地坐上轮椅 离开了房间 叶凤婉这一觉 睡得很是香甜 当她睁眼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日上三甘蓝 温暖的太阳透过窗帘照进房间里 让她下意识地眯了眯眼 侧头看了一下 岭南王早已没了人影 看着她躺过的地方 让她心中一动 慢慢地蹭了过去 呼吸间都是她的味道 莫名地让她心安 她自嘲地笑了笑 双手扯着自己脸颊的 叶凤婉 你果然是心大 心里面放了两个男神 也不觉得心累 待心里那一点酸涩 渐渐消散之后 叶凤婉觉得 自己应该出去找她谈谈 她既然已经嫁给了她 就永远不会离开她的 深深地吸了口气 她准备起床 此时外面传来轻轻地敲门声 紧接着 青蓝的声音传进来 娘娘 你可醒了 醒了 青蓝呼呼而入 手上还端了洗漱用的温水 叶凤婉下意识问道 青蓝 王爷呢 回娘娘 王爷带着叶响去寻房了 这几日蛮医一族愈发的嚣张 岭南城周边的村落 总会受到他们骚扰 所以 王爷每天都会早起去带兵寻房 他亲自带兵吗 叶凤婉想起 他身体看上去是那么孱弱 不知道在这岭南城 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能不能撑得住 是啊 王爷都是亲自带兵的 叶凤婉突然有些心疼她 心到 自己也会带兵 或许能帮她分担一些什么 想到这里 她就急忙到 青蓝 你帮我去找一套轻便的衣服来 青蓝狐疑地看着她 娘娘 你要去哪 我要去找王爷 青蓝急忙阻拦 娘娘 万万不可 这岭南城可比不得京城 到处都能见到蛮衣的流口 那些流口心狠手辣 不管男的女的 只要是长相好的 就直接掳走 若是长相差的 老得活着 幼儿就一刀给砍死 他们竟然这样狠 连无辜老人幼儿也不放过 叶凤婉眼底 崩射出冷力的仇恨来 青蓝叹息道 是啊 娘娘 你还是在府中 等着王爷回来吧 叶凤婉点了点头 她知道 无论自己说什么 青蓝也不会放她出去的 眼下 也只有先暂时稳住青蓝 等她不注意的时候 再悄悄地溜出去 伺候叶凤婉用完早膳后 青蓝就开始忙去了 整个王府里面 她操持的事情很多 所以她伺候叶凤婉的时间很少 叶凤婉的心中自有计较 自然不愿意让青蓝守在自己身边 便也由着她去来 自己则以消失为名 在整个王府里面 慢慢地转悠转 路上时不时遇到忙碌的下人们 都给她恭敬的行礼 王妃娘娘 她微微点头 冲着他们温和地笑着 让他们觉得 这个新来的王妃娘娘 看上去很好相处的样子 在王府里走了半天 也不曾找到马舅 她当时就宁静了眉心 她肯定不能去找青蓝询问 不然 她一定会阻止自己出门的 可是没有马儿做角力 这偌大的岭南城内 但凭着她两条腿去跑 一定能累死她 有了 脑子里面灵光一闪 她记上心来 她身上有银子啊 可以去集市上买 这么大的一座城 一定会有集市的 想到这里 她就急忙往王府外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趁着把手的侍卫不注意 她偷偷地溜了出去 得到自由的叶凤婉 新奇地打亮着这个城市 虽然在战乱之中 但是王府附近的百姓 却都十分安定 时不时有走街串巷的货廊 大声地招呼声音 有人看到叶凤婉 热情地向她介绍着 这位小娘子 这里啊有新的珠花 你看看感兴趣吗 叶凤婉走过去 随手拿起一个珠花弯档 麻烦问一下 你知道这附近有马市吗 我想买一匹马 就在不远处呢 前边拐个弯就是了 谢谢掌柜的 叶凤婉面上一醒 将那珠花插在发间档 这珠花多少钱 十个铜板 叶凤婉从荷包里 掏出十个铜板 递给掌柜的 就朝着她指的方向 急步走去 叶凤婉挑来挑去 挑了一匹很满意的 枣红马 他是严控 不管挑什么 都挑顺眼好看的 挑马也是一样 这匹枣红马 长得很是好看 更为重要的是 他一身枣红段子式的皮毛 很是让叶凤婉惊艳 叶凤婉笑隐隐地询问道 你这枣红马有名字吗 还没有呢 你现在已经是他主人了 你起一个就是了 那好 看你的皮毛 很是光亮洞神 红得像焰火那般 不如就叫火焰好了 那老板在一旁夸赞道 火焰 果然是极好的名字 跟他很配啊 真是一个好名字 叶凤婉微微一笑 翻身上马 冲着老板招了招手 就急奔离开 火焰跑起来很稳 速度也很快 没多大会儿 就将叶凤婉带到了城门处 那里有重兵把守 恐怕要出城是有些困难 叶凤婉来回巡视了几圈 眼界有马队过来要出城 他便跟了上去 等到守城的士兵们 询问到他的时候 他谎称去城外看亲戚 士兵们一看 他是女子 又只身上路 又多嘱咐了几句 姑娘 马医的流口就在城外留脸 你一个单身弱女子 最好还是不要出城了 叶凤婉点头道 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若你执意要去 也不好来你 只是 你务必要在天黑之前赶回来 不然这天黑之后 城门关闭 恐怕就麻烦了 好 我知道了 叶凤婉认真地点了点头 好不容易离开城门口 那些蓄到的士兵 叶凤婉骑在马上 这被岭南王训练出来的士兵 都很有人情味 很是亲切 想到早上青南所说的话 叶凤婉急奔在 岭南城边角的村落中 试图寻找岭南王的身影 不知不觉中 他走到遗处荒陵的村落 在漫天的灰尘中 他隐隐听到凄厉的哭声 叶凤婉眼眸一沉 迅速骑马冲过去 就看到几个士兵 正在撕扯着一个女人 不远处有孩子凄厉的哭喊声传来 他凝眉一看 就看到那些士兵 竟然守着志同 肆意地凌辱着 早已衣不蔽体的女子 当真是可恶 叶凤婉抱贺一声 扬起手中的马鞭子 狠腻地朝着士兵们抽过去 他迅速跳下马 趁着那些人 完全蒙逼的状态中 伸手利落地 当场揍晕了好几个 他们原本人不算很多 只有十几个的样子 但是对付这一对母子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所以 大部队早已经先行离开 只留下他们几个在享乐 却不成想 竟然会半裸杀出了程咬金来 二话没说 上来就先揍神 等连续揍到了好几个之后 他们才震惊地发现 来人竟然是一名 身量不高的弱女子 一名长相凶恶的刘寇 冷力地盯着叶凤婉 你是什么人 竟敢多管闲事 叶凤婉狭长的眼眸 微微半眯着 冷力地喝道 谁给你们的权力 可以让你们 肆意欺凌着女子 那刘寇嘴底 说出最张狂的话来 哼 我们蛮衣一组 才是最强大的民族 所有的人 都应该沉浮在我们脚下 让他享受 他应该赶救我们才对 叶凤婉毫毫不留情 扬起手中的鞭子 狠立地抽在那张 丑陋的嘴脸上 嘴里回骂朕 回家让你妈享受去 凶恶的刘寇脸上 被抽得皮开肉绽 一只眼瞬间血红肿胀起来 只听他愤怒地嘶吼着 给我杀 杀了这个恶毒的女人 那被凌辱的女子 惶恐地从地上爬起来 哭着爬到自己孩子身边 将他小心翼翼地护在怀里 嘴上还说着 双儿不要怕 双儿不怕 娘没事 那孩子吓得瞪大了眼睛 看到娘亲身上的衣服 已经被撕扯烂烂 就爬到一名 晕过去的流寇身边 解开她衣服 用尽吃奶的力气 将她衣服脱下来 女人震惊地 看着眼前的小小智童 双儿 你这是 智童声音颤抖地说道 给娘亲穿上 冷 女人流着眼泪 将衣服裹在自己身上 用力将智童抱在怀里 叶凤婉起初冲过来的时候 她的狠力功夫 将那几名流寇吓到揽 但是冷静下来 剩下的起人 就开始围攻她 心里打算着 将她立即耗尽之后 再慢慢地收拾她 叶凤婉冷笑了一声 灵活的马鞭子一动 就将一神给卷了过来 然后一拳砸在她太阳穴上 让她砸得晕死过去 与此同时 她的后背上 也承受了重重一击 整个人扑倒在地上 她愤怒地回头 冷得如寒冰一样的眼眸 看着缓缓朝她走来的 蛮夷流口 贱人 不过是用三脚猫的功夫 也想一人挑战我们兄弟这么多人 你是哪来的自信 那刘寇话还没说完 就见叶凤婉一个鲤鱼打挺 从地上一跃而起 手中的鞭子如影随形缠住她 并拖着她迅速冲到了火焰旁边 然后将马鞭子缠到了火焰的马蹄上 嘴里喝道 火焰 一声令下 火焰像是离弦的剑一般冲出去 一声惨叫 顿时响彻了整个天空 远在不远处巡逻的岭南王 脸色一紧 用力一加马腹 东南方向似乎出事了 众人紧随着她 往东南方向冲了过去 燃血的夕阳下 弥漫着令人胆寒的肃杀 叶凤婉抢了一把砍刀拿在手里 将那两名母女护在了身后 神情嘲讽地看着剩下的四名流口 他们每个人眼里 对叶凤婉都有忌惮之意 很想杀了她 却谁都不敢上前来 叶凤婉嘲弄地看着他们 来啊 你们蛮衣一族 不是号称胆子很大吗 不怕死吗 四人面面相去 谁也不敢先靠前 终究有一个 咬了咬牙 先仰着手里的砍刀 朝着叶凤婉扑过去 叶凤婉灵活地毛腰躲过 完手往后一劈 只听当当一声巨响 那人手中的砍刀被击落 她往下利落地一扫 就听到一声惨呼声 眼前顿时出现一片血色的红雨 那人惊恐地低头看去 只见自己的双脚 已经生生被叶凤婉砍了下来 她砰的一声 直听停地躺在地上 已经痛晕了过去 剩下的三人心中大趣 想要转身逃走 可此时早已经腿转 再也移动不了半分 你们三个是一起上 还是单挑 叶凤婉霸气地将砍刀 往地上一插 恰腰站在那 三人浑身一抖 全都跪摆在地上 女侠 饶了我们吧 三人一口同声地说着 叶凤婉皱了周眉心 将信将疑地走过去 她却完全忽略了 蛮衣人的狡猾和无耻 眼看着她走得近了 三人却同时出手 朝着她狠力地攻击过去 大意中的叶凤婉 一时间处境堪忧 她被三人围在中间 衣服被砍刀割破了好几处 并隐隐地开始流血 娘 大姐姐受伤了 小小的志同眼里流出了泪水 那女子惊恐地看了一眼 身在困境中的叶凤婉 用力地捧了捧志同的脸颊道 娘这就去救大姐姐 你别怕 啊 说着 她鼓足了勇气 从地上捡起一把砍刀 就往一名士兵身上 狠狠地刺过去 鲜血突然涌了出来 那名士兵惊恐地回过头来 对上女人愤怒的双眸 扑通一声 那名士兵也摔倒在地上 而与此同时 她的另一个铜板 手里的砍刀朝着女人脖子砍过来 叶凤婉脸色一变 迅速将手中的砍刀抛出去 打掉了那名士兵手里的武器 女子手中的刀 一刀刺进了她肚子里 看到她惊恐地瞪远眼睛 无法置信地倒了下去 她到死也不愿意相信 她竟然是被岭南城 那些最低贱的女子所杀死 叶凤婉手中没了兵器 更是被紧剩的流口死死压制 她迅速后退着 却一下子 双腿不小心陷入了流沙当中 岭南城多流沙 到处都是死亡陷阱 可这一点 她却并不知道 眼看着她掉下流沙 那名流口发出报复的笑声 神色猙獰的 朝着那女神迈步走过去 叶凤婉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流沙困住 她着急地想要冲出去 但是那流沙的蔓延速度很快 轻刻间就已经到了她腰间了 她浑身的力气已经完全消失 越是挣扎 陷入的就越深 她索性认命了 姐姐 这时 一道稚嫩的声音忽然传来 她脸色一紧 下意识朝着志同看过去 只见她正朝着自己这边冲过来 叶凤婉冲她大喝道 别过来 志同被她吓住 惊慌地站在那儿 浑身颤抖 叶凤婉小声地说道 用你手里的砍刀 去杀死伤害你娘亲的真 快点去啊 幼小的志同垂下眼眸 看了看手里的砍刀 再看了一眼冷着脸的叶凤婉 犹豫了片刻 转身朝着那名贼口扑过去 不无意外地 一道淒厉的惨叫声传来 叶凤婉闭了闭眼睛 流沙此时已经到了心口的位置 她几乎已经闷得透不过气来了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 那对母女得救了 这时 那女人衣衫不整地爬过来 艰难地将砍刀递给她 快 抓住砍刀 快点 叶凤婉奋力地伸出胳膊 然而 还差一点 只差那么一点点 看着细长的手指被流沙吞噬 她自嘲地笑了笑 眼底善过一抹悲凉 天要亡她 她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抓住 快点抓住啊 女人嘶哑的声音猛然在她头顶响起 她大惊 看到女人大半身体已经快被流沙淹没 小小的志同竟是在后面 用力拽着娘亲的脚踝 两人的冒险之举惊到了叶凤婉 她哑着声音喝道 不要再过来 快点往后退 往后退啊 女人还想再试一下 然而 她手里的砍刀片刻就被流沙吞没 连带着她的胳膊也被吞进去 她吓得慌忙往后一拽 这才躲过了流沙的清洗 老天爷 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好人惨死吗 女人悲凉的声音响着整个空旷的原野 这时 幼童惊喜的声音豁然响起 娘 有马队 女人眼睛一亮 急忙挥舞着双手大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岭南亡正带着巡防军走到这 她接到士兵密报 说有流河在这一带地方冲没 就特意带人过来巡防 不料听到有人求救的声音 岭南亡沉声下了命令 走 过去看看 她刚冲到女人面前 就看到有人已经陷进了流沙里 紧紧只剩下头发露出来 女人跪伏在岭南亡的脚边 快点救她 快点救她呀 岭南亡皱了皱眉心 连忙命令士兵去阻止流沙 他们早已经习惯了流沙的存在 也深知当流沙亲袭的时候 如何自救 只是片刻功夫 就已经露出了夜凤满的模样来 坐在马上的岭南亡突然看到那张小脸 心里吐的一跳 迅速从马上飞下来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王爷 她身后的夜响 发出一声担忧的呼喊声 此时夜凤晚昏昏沉沉淡 只觉得所有呼吸都已经被流沙堵住 突然之间 有新鲜鲜的空气从鼻子里钻进来 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就看到领南亡那张银色的面具 她艰难地伸出满是沙尘的双手 我是在做梦吗 不 晚晚 我来救你了 领南亡深深地自责 若是她再晚来一点 再犹豫一下 她的晚晚就会葬身在这片流沙当中 想到这里 她就心惊胆战 懊恼不已 夜凤晚闭上眼睛 只觉得脑子里一阵阵地发黑 缺氧得厉害 我还以为 我已经死了 好累啊 领南亡再也顾不得起她 整个人跳进流沙里 用力将她抱在了怀中 王爷 众人嘶吼着 迅速挖掘又重新聚拢过来的流沙 夜凤晚疲惫地靠在领南亡的怀中 低声道 你来了 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说着 就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领南亡用力将她抱在怀里 几乎要将她揉进自己身体里面 她绝不能失去她 绝不能 夜象也被吓坏了 她完全没想到 掉进流沙里面的人 就会是自己的女儿 这丫头不是应该在领南亡府吗 她怎么跑出来了 不过 她回头看到内心 已经被杀死的蛮夷流口 以及那躲在一旁哭泣的母女 顿时就明白过来 肯定是她想要救这对母女 才不慎掉进这流沙坑里的 过了好一会儿 领南亡才将夜凤晚 从流沙坑里救出来 她翻身上马 抱着夜凤晚 就朝着领南城 急驰而去 夜象走到那对母女的身边 低声地询问着 你们家里 可还有什么亲人吗 那志同流着眼泪道 我爹爹已经被流口杀死了 夜象点了点头 伸手揉了揉 她乱糟糟的发顶 那你们就跟我们回岭南城吧 也不枉晚晚救你们一场 说着 命人给他们母女 送来了一匹马 那志同伸手指了指不远处 一直在徘徊的早红马 那边是姐姐的马 夜象点了点头 走过去拍了拍火焰的马踪 她便喷了喷鼻子 跟在了夜象身旁 夜凤晚只觉得 自己掉进一团 墨色的黑雾里面 她睁开眼睛 到处都是一片黑暗 什么都看不清楚 她茫然地四处奔走着 却怎么也无法 冲爆黑暗的束缚 她看到前方有一点光亮 她想靠过去 但是她眉眉走到 浓雾的最边缘 就被那层浓雾罩住 这让她很是崩溃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她像是疯了一般 肆意挥舞着手中的匕首 那把匕首 是南宫叶送给她的 晚晚 晚晚 突然 她听到有两道声音 在呼喊她 她猛然一睛 睁开眼睛 看到浓雾里面 出现了南宫叶 和顶南王两道身影 晚晚 到我这边来 南宫叶冲她招手 顶南王温柔的声音 也随着响起 晚晚 到本王这儿来 夜风晚璀璨的眼眸里 滚出了泪水 她看看南宫叶 再看看 令南宫叶南王 猛然抱着膝盖 蹲在地上哭道 不要 我不要你们任何人 你们快走 你们快走 她大哭着 眼泪落到 令南王的手心里 她呼吸一乱 看着她紧紧锁着眉头 在她怀里面挣扎起来 不要 你们快走 我不要看到 你们两个任何一个 我谁都不要 我求求你们 快走啊 她哭泣的声音 将令南王的心都扯腾了 她不知道 自己的双重身份 竟给她带来 这么深的困扰 竟然成了她的心魔 她实在是好恨自己 用力地握紧拳头 她将夜风晚 放到温泉水里面 轻轻地拍着她的脸颊 晚晚 醒醒 晚晚 夜风晚迷糊地睁开眼睛 堆上领南王陈宁的黑眸 她心中一紧 下意识扯住她袖子 我没死吗 怎么会呢 本王的晚晚命大得很 怎么会死 夜风晚只在猛然发现 自己竟然跟她一起在温泉水池子里 薄薄的衣衫贴在身上 露出她已经发雨成熟的玲珑曲线 我怎么会在这里 夜风晚双手捂住脸颊 言语间带了一丝羞涩 你身上都是泥沙 带你过来清洗干净 况且 这温泉水有去批乏的功效 能让你流舌的体力尽快恢复过来 凌南王温柔地看着她 夜风晚放下心来 挪开手 看到凌南王穿着一件白色蟹衣 露出她精壮的胸肌来 她垂下头 不敢再看一眼 凌南王心疼地看着她问道 婉婉 你现在感觉好点没有 这里的流沙太可怕了 这要是稍有不慎 就会将人吞噬 必须要想办法治理才行 是啊 凌南城本就是贫瘠苦安之地 也不知道 在我刚来的时候 这里除了石头就是泥沙 夜风晚静静地听她说着 心里想着 她能将凌南城治理成这样 一定是耗费了不少心血 我或许有办法 能帮你治理那些流沙 真的吗 凌南王惊讶地看着她 夜风晚舔了点头 她隐约记得 在前世的时候 学过不少的地理知识 那上面清楚地写着 如何治理流沙地的方法 如果晚晚可以帮我 那是凌南城的百姓之福了 你都不知道 这可恶的流沙 每年都会吞噬 多少不小心失足的百姓 夜风王眼眸亮晶晶地点了点头道 我试试看 凌南王抬头 认真地看着眼前人 只见她或许是因为温泉水浸泡太久的缘故 整张小脸红润得像个大苹果 很想让人咬上一口 她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 长臂一伸 就将夜风晚搂在了怀中 你要做什么 她紧张地呼吸都乱了 紧紧紧拽着她胸前的衣服 忐忑地看着她 晚晚 你不是一直说 想看看我的样貌吗 夜风晚愣住 眼睛旋即一点点点亮 产生万道 你同意让我看了 凌南王用力地点了点头 夜风晚认真地看着她 柔软的小手伸向她的银色面具 在上面流连了许久 迟迟不肯揭开 我不想看了 她突然抽回手 又别过了脸去 怎么了 我习惯了你现在 有银色面具的样子 晚晚 你是不是害怕了 我怕什么 你担心我的样貌 会和你想的不一样 会失望 我没有 晚晚 你不是说过吗 不管我是美的还是丑的 你都会在我的身边 那为什么连 揭开面具的勇气都没有呢 凌南王将她禁锢在温泉池的角落里 让她无处可躲 叶凤满想要将她推开 但是她却纹丝不动 王爷 你先让开一点 不要离我太近了 彼此周遭都是她的气息 惹得叶凤满连心跳都乱了几拍 解开吧 你不是一直都想开吗 凌南王的声音有些急迫 又像是苦惑 让叶凤满的手 不由自主又落在那张银色面具上 她极力抑制住手指的颤抖 以及快要跳出口腔的心脏 她咬了咬牙 闭上眼睛 手指往上一挑 揭开了她的银色面具 时间仿若静止 她猛然睁开眼眸 看到南宫野那张英俊的容颜 她的呼吸纵然停住 晚晚 岭南王柔声喊着她 眉宇间的丑溺 是怎么也无法藏处的 听到她的声音 叶凤满突然惊醒过来 她猛地从水里面站起来 不顾自己身体暴露在她面前 一把拉住她手腕低声道 南宫野 你疯了 竟敢冲到这顶南王府来 若是被王爷发现 你会没命的 南宫野惊愕地看着她 扯着自己走 不由自主地挣脱她 晚晚 你放手 你看看我到底是谁 叶凤满身体顿时僵住 正正了两久 看着南宫野 片刻之后 他忽然转身拔腿就走 晚晚 你去哪儿 南宫野急忙冲过去 拉住他胳膊 让他扯到了怀里 你放手 南宫野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我是喜欢你又怎样 但是你现在在领南王府 冒出领南王 你觉得有意思吗 南宫野皱了皱眉心 他原本以为 露出自己真实面目就可以了 却不成想 叶凤满竟是完全不相信 南宫野从怀里 掏出一枚玉佩 交到叶凤满手里 晚晚 你好好看看这个 叶凤满低头一看 正是领南王 惯常随身携带的玉佩 他记得很清楚 这的确是领南王的所有物 南宫野看着他惊愕的眼神 以为他相信了 却不成想 他竟然说出口的 第一句话就是 南宫野 你竟然偷了王爷的玉佩 此刻的南宫野内心是崩溃的 在叶凤满的面前 他根本就想不出任何办法 来证明自己就是领南王 叶凤满推着他 趁着王爷还没回来 你赶紧走 赶快离开王府 南宫野猛然将他抱在怀底 不顾一切去寻找他柔软的唇半 叶凤满剧烈挣扎着 眼看挣扎不过 他顺势咬住了他舌尖 疼得他迅速退了出来 婉婉 你想谋说亲夫吗 你让我去哪儿 这就是我的王府啊 叶凤满愤怒地扯着他衣领 你想逼我揍你是不是 你笑得去 南宫野的话还没说完 就觉得眼前全影一晃 一阵钻心的疼 从他心口处传来 叶凤满竟然真的动手揍他了 南宫野 你要是不走 我今天就一直揍你 一直揍到你离开为止 说着 他拳头竟然真的朝他身上招呼过来 若是粉拳也就罢了 可是今天他的拳头 那可是实打实的 落在他身上 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二话没说 拔腿就跑 他想过无数次 面对叶凤满的可能 深情的 痛苦的 却从来没有想过 竟然是会被揍走的 眼看着南宫野跑得没了踪影 叶凤满这才浑身瘫软 坐在温泉水里面 许久之后 他才怅然地叹了口气 回到房间的时候 青岚迎上前来 伺候他更换衣服 叶凤满下意识询问道 青岚 王爷呢 魂娘娘 王爷在书房处理政务 我去书房找他 叶凤满不知为何 心里对他多了一抹愧疚 他希望能快点见到他 走到书房的时候 看到窗户上 倒映出那一道伟岸的身影 他的心跳了跳 犹豫了片刻 才敲响了房门 进来 宁南王冷然的声音 顿时响起 叶凤满的双手放在门边 是一了片刻之后 这才吞闷而出 看到书碗前 戴着银散面具的那个人 他一颗心才落下来 王爷 婉婉 你身体怎样了 还有不舒服吗 没有了 听到他那独特的嗓音 叶凤满偷偷松了口气 你怎么了 看你脸色不好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宁南王放下手中的笔 好整以下地看着他 叶凤满心虚地看了他一眼 你的朋友刚刚来过王府了吗 朋友 你指的是谁 南宫叶 没有啊 你见过他了 叶凤满连忙摇头 没 我没见他 南宫叶沉思了片刻 深深地看了叶凤满一眼 婉婉 你想不想听我讲一个故事 故事 他挑了挑眉 看着领南王的幽深的眼眸 下意识点了点头 从前 有一个皇子 他并不受宠 他是皇上在一次醉酒之后 和一个宫里最低贱的马奴圣诞 领南王的语气里 带着令人胆寒的气息 叶凤满不知不觉走近他 坐在他身侧 然后呢 那马奴在生下他之后就死了 不过在临死之前 他却说出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 他其实并不是卑贱的马奴 他是一个武器世家 被人拐卖出的千金小姐 他临死的时候 将能被武器世家认回的信物 交给了他的奶母 让奶母等他长大之后 让他重新返回世家 认识归宗 领南王嘲讽地笑着 仿佛又回到小时候 那颠沛流亡的生活 那他长大之后 被世家认回去了吗 领南王叹息了一声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那马奴的身份 很快就被查清楚了 皇上为了掩盖 自己做下的错事 以免被世家追走 就千方百计地 想要杀死那皇子 那个皇子迫不得已 随着他的奶母 去了奶母所在的山村 叶凤马用力地咬住了嘴唇 他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画面 一名小小的少年 身上背着一个硕大的包袱 被年轻的奶母带着逃亡 惊急划破他的手 他不敢哭 石头割破了他的脚 他也不敢喊疼 只是跟着奶母闷头急跑 生怕跑得慢了 就会被人杀死 他想着想着 叹息了一声 眼底已经有了惊盈 灵南王回头 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温温 你是心疼他了吗 叶凤婉点了点头 他清除紫妖地的为神 做事狠觉毒辣 出手不留余地 杀人灭口这样的事情 他真的能干出来 在那山村里面 生存了几年 少年瘦尽了冷眼 但也学会了 飞檐走壁的功夫 他精彩绝艳 很快就开始引人注目 不知何时 皇家得到了消息 派了杀手暗杀他 为了不连累山上的族亲 他就隐姓埋名 想走江湖 直到有一天 他遇上了那个家族的人 然后 皇上为了对世家有所交代 迫不得已 将那皇子接回了皇宫 只是那少年 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实力 不被皇帝所迫害 只能装作腿残 面目被毁的样子 在那勾心斗角的皇宫内 夹着尾巴做身 成儿就算是这样 皇上也并不打算放过他 美其名曰是给了他封地 但是那封地 却是一毛不拔的苦寒之地 他的目的 就是让他在这封地里 自生自灭 叶凤婉心托得一跳 他隐约已经能猜到 他口中所说的皇子是谁了 他打钉着陵南王 难道他现在的残疾 以及戴上面具 都是为了掩人耳目吗 王爷 你说的 是你自己的故事吗 陵南王伸手揭下自己的面具 婉婉 我不想再隐瞒你了 叶凤婉震惊地看着眼前熟悉的脸 他站在那儿 就像是傻了一般 不曾有半点动作 婉婉 陵南王担忧地叫着他名字 急步走到他身旁 想要将他抱在怀里 却听叶凤婉猛然开口 别碰我 婉婉 王爷 我是该喊你南宫少主 还是该喊你领南王呢 叶凤婉嘲讽地看着他笑着 婉婉 我是有苦衷的 骗子 你这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 巨大的冲击让他没办法接受 这么久的时间一来 他在两人之间纠结不清 现在突然知道真相 他实在无法接受 狠狠地往他胸口吹了一拳之后 他转身就跑 婉婉 你去哪儿 叶凤婉丝毫不理会他 迅速地冲出去 然后跑到外面 打了一声呼哨 一匹枣红色马迅速冲到他身边 火焰 我们走 他死时脑子里似乎想要爆炸 心口处燃烧着熊熊火焰 他必须要释放出来 于是他翻身上马 朝着王府门口迅速冲了过去 门口的侍卫自然不敢阻拦他 放任他离开之后 就急着去向岭南王汇报 岭南王迅速让清风给他背马 二话没说 骑在马上也追了出去 他真的担心圣诺中的叶凤婉 会出现什么事情 叶凤婉觉得 辛苦的火几乎要燃烧起来 将他灼烧一般 诚然 他听了一个极其凄惨 又忍辱负重的故事 里面的男主人公是令人钦佩的 然而 他在这男主人公的生活里面 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傻角色呢 他自己在因为爱着一个 却又不得已嫁给另一个 而痛苦万分和无奈的时候 然而 人家却在戏耍着他 想看跳梁小楚一般 看着他左右逢圆 可恶 简直是可恶到了极点 他愤怒地冷吼了一声 驾 双腿用力夹着马腹 急风一般 飞奔在岭南城的街道上 叶凤婉心中难受得厉害 他突然想要喝酒 想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神经 他以为只有喝醉了 才能忘记自己被人戏耍的事实 想到这儿 他就不再像是眉头苍蝇那般的乱转 而是奔着一家酒家就走了过去 看到招牌上挂着一个大大的酒坛子 他眼眸一沉 迅速地跳下马 就急不走了进去 掌柜的 给我了两坛上号的女儿红 掌柜的好客地迎上来 看着叶凤婉道 来了 客官 您几位啊 就我自己 是 掌柜的应了一声 连忙命令伙计去搬酒 片刻之后 他的酒就被送上来 他也不用酒碗 直接抱起酒坛子 就往嘴里面灌着 这时 一名锦衣公子 突然来到他面前 钦佩地看着他 姑娘好酒量 不知在下能不能陪姑娘喝几杯 叶凤婉皱了着眉心 刚要赶着他离开 却听到外面传了一阵喧哗声 他脸色一变 不用想都能猜到 是南宫也知道了他行踪 已经追上来了 看出叶凤婉眼底的担忧 那锦衣公子忽然笑道 姑娘 你可是有什么心事啊 叶凤婉眯着眼看着他 只要你能让我躲开外面的人 我就让你陪我喝酒 怎样 姑娘是得罪人了 锦衣公子惊讶地看着他 听到外面脚步声越来越近 叶凤婉不耐烦地说道 你到底帮不帮 帮 当然帮 不过 咱们得换个地方喝酒 锦衣公子看了他一眼 就抱着酒坛子 往后院接不走去 叶凤婉皱了皱眉心 逃出银子搁在桌子上 就追着锦衣公子的脚步走了 后院正停了一辆马车 锦衣公子指了指 就跳上了马车 叶凤婉也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就听到锦衣公子命令了一声 马车渐渐地离开 马车上 锦衣公子上下打量着他 姑娘 你可是有什么心事吗 你不觉得 你话很多吗 是 是我多嘴了 那公子自嘲地笑了一声 便不再开口说话 叶凤婉神清冷凝地 看着外面的灯笼 眼底弥漫着 令人看不透的情绪 走了许久 马车才缓缓停下 锦衣公子旋即开口 姑娘 到了 叶凤婉抬头往外面看去 只见面前一座三层红楼 上面挂着一层层的红色灯笼 看上去 毫不着腰 这是哪儿 这是清平月 也可以说是 你想要喝酒的地方 既然能喝酒 那还犹豫什么 说着 叶凤婉率先走了进去 当他走进去的那一瞬间 他就知道 这是一处什么地方了 这是男人寻欢作乐的地方 只不过 里面的人不是女人 而全是青衣色的男人 他们个个长得眉清目秀 不是女子 却圣死女子 尤其是眉间点着的一点梅花窗 更是刁身 叶凤婉回头 冷然地看着锦衣公子 你带我来的这是什么地方 锦衣公子拍了拍手中的酒坛子 你不是说要喝酒吗 只要这地方适合喝酒 你管它是什么地方呢 再说了 这个地方能更好地掩饰你行踪不是吗 叶凤婉皱了皱眉心 该死的 竟然觉得他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你最好别跟我耍花样 我今天暴自的想要杀神 希望你不是被杀的那个 锦衣男人皱了皱眉心 确定他不是吓唬她之后 笑着道 我是有多无辜啊 我想着要帮你 却被你这样警告 你最好没存别的心思 这时 一道妖娆的声音焕然传来 只见一名体态妖娆的绝美女子 漫步走过来 她妆容极美 穿了一件五彩的羽衣薄纱 看上去 如同九天上的玄女那般 美艳逼扇 秦二爷 你来了 那被称为秦二爷的锦衣公子 轻笑道 羽公子 别来无恙 叶凤婉皱了皱眉心 看来人的面相 像是一名极为风情的女子 却不承想 竟然是被称为公子 别来无恙 秦二爷 你可是有阵子没来了 是不是有了新欢 就忘了旧爱了 羽公子妖娆地走到她身边 刘云秀一甩 就是一阵香气扑鼻 秦二爷下意识眯起了眼睛 脸上戴上一抹陶醉状 羽公子 你误会了 这位朋友是我萍水相逢带来的 他说 要寻一个喝酒的地方 你秦二爷的嘴里 有真话吗 羽公子凑近了他 试图从他脸上看出端倪 秦二爷将话头扯到了叶凤婉身上 当然是真话 你不信问问这位 废话少说 我要喝酒 叶凤婉说着 抢过秦二爷怀里抱的酒坛子 就往里面的包厢急步走去 羽公子戴眉轻轻拧了拧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挨紧秦二爷问道 到底是什么人 秦二爷的脸上露出一抹阴冷的笑意 多客想要的人 你怎么知道 羽公子惊讶地看着他 我刚从他王府出来 看到他让人弄了画像 模样与他一般无二 你是打算将他送给多客 有何不可 你知道他的底细吗 可别省了麻烦 我做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多管闲事了 你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说着 他就越过羽公子 朝着叶凤婉走过去 那羽公子咬了咬牙 眼底闪过一抹复杂 此时叶凤婉自针自饮 整个人的情绪 沉浸在九夜的辛辣州 心里难受得厉害 被骗得痛苦 让他喉咙发色 几乎要落下泪来 他仰博喝下最后一杯酒 一双凝动的眼眸 却越来越像是寒冰那般动人烂 秦二爷在一旁看着他 姑娘 你的酒好像没烂 叶凤婉皱了皱眉心 拿起酒坛子用力晃了晃 听不到里面想动 他似乎不死心 将那酒坛子翻过来倒 倒出来的 也的确是只剩了几滴来 与公子在一旁试试地插口 这边有上好的梨花鸟 姑娘若是想喝 我让人给你送几坛过来如何 秦二爷在一旁不满地说道 与公子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既然有好酒 还不赶紧送上来 那与公子皱眉道 这要看姑娘的意思 叶凤婉冷淡地开口 拿上来 那姑娘稍等片刻 与公子说完就急不走了下去 姑娘 你这到底是遇到什么上些事了 至于借酒消愁吗 秦二爷试探地询问他 叶凤婉幽冷的眼眸落在他身上 我们很熟吗 秦二爷愣了一下 看着他眼底的戒备 大笑道 的确是不熟 是秦母多嘴了 来 给姑娘赔罪 说着 就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 叶凤婉淑离地冷横了一声 我可没让你喝 秦二爷已经喝下 擦了一下唇酒的酒汁 姑娘说话直爽 深得秦母的心思 秦母真心愿与姑娘结交 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叶凤婉看到没看的一眼 只是看着羽公子 已经命人拿了酒坛子过来 来了来了 上好的梨花酿 羽公子笑着 坐到了叶凤婉的身侧 叶凤婉将酒坛子接过去 直接放在自己面前 羽公子和秦二爷相互对视了一眼 彼此心照不宣地 拿了酒碗倒酒 叶凤婉却丝毫不理会两人 只是闷头喝酒 倒是令两人神情有些尴尬 秦二爷冲着羽公子 眨了眨眼睛 隐隐有些着急 他要让羽公子尽快动手 不然 这时间拖得越久 就越会有麻烦 羽公子会议 跪行到叶凤婉的身侧 趁着他面前 酒碗已经空了 急忙拿起来 叶凤婉脸色一沉 动作迅速地把酒碗 又重新抢回手里 他的速度之快 惊得羽公子瞪圆了眼睛 这就是传说中的 出手如电吗 羽公子尴尬地解释 姑娘 我只是想给你倒杯酒 叶凤婉语气冷然 不用了 我自己喝就行 你们随意 秦二爷健壮 皱起了眉头 叶凤婉原本酒量就不好 再加上心情抑郁 更是不济 片刻的功夫 他眼神就有些迷蒙起来 已经喝醉了 一旁的羽公子察觉到 赶紧碰了碰 秦二爷的胳膊 他看到叶凤婉的样子 顿时眉心又舒展开来 一谈酒又喝完 叶凤婉亮亮呛呛的站起 朝着外面就走 姑娘 于公子赶紧追过去 将眼看着就要撞在人身上的 叶凤婉一把扶住 一名身穿紧袍的肥胖大汉 大声赤字叹 喂 你不扰眼睛啊 是啊 我眼下 真的没张眼睛 不扰 怎么会被人愚弄 叶凤婉脸上露出一抹苦涩的笑 于公子将他扶住 关切地问道 姑娘 你喝多了 我扶你去客房里面休息吧 你走开 叶凤婉一把将他狠力地推开 跌跌撞撞地就往外跑 于公子急忙大喊 快拦住他 几名大汉拦住了他的去路 叶凤婉半眯着眼眸 打亮着他们 你们想干什么 感情 你这里是黑店 只许人进来 不许人离开的 姑娘 不是不让你离开 而是你实在是喝多了 你这样上路 我怎么能放心呢 你又是秦二爷带来的神 看在他的面子上 也不能就这样让你走了呀 不如先休息片刻 等酒醒了再离开 如何 叶凤婉眨了眨眼 谁是秦二爷 我怎么不认识他 看他什么面子 于公子听了 求助地看向 站在叶凤婉身后的阴冷男子 秦二爷脸色一凝 猛地抬手 砍在叶凤婉的后颈上 将他打晕了过去 于公子当即就愣住了 震惊地看着他 你这样行吗 怎么不行 还磨叽什么 赶紧找两码车来 连夜送出去 于公子急忙转身却安排 此时南公叶和叶象 到处寻找叶凤婉 却不曾看到他的身影 快要寻到酒家的时候 听到叶象的一声惊呼 王爷 你看 是婉儿的马 南公叶眼眸一沉 迅速地骑马过去 看到清风将那匹枣红马 牵在手里 他嘶声叫沉 在原地打着转 却怎么也不跟着清风走 看来 晚晚是来过这家酒家 南公叶说着就跳下马 坐在轮椅上 带人急步冲进了酒家里 掌柜的没想到 将近打烊的时候 会来了这么多人 便匆忙迎上钱 这位军演 可是要买酒吗 掌柜的 我们不买酒 只想问你 刚刚可有年轻女子 来你这里喝酒 清风冷然开口 掌柜的仔细回想一下 摇摇头道 我这酒家来的客人不少 小老儿实在是记不得 有没有年轻女子来过了 叶响在一旁 胶着地开口 你再仔细想一下 实在是 这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真的是抱歉啊 南公叶眼底沉入寒冰 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寒意 令人心惊胆战 掌柜的不敢抬头看他 只是看着一旁的叶响 叶响担忧道 时间已经很晚了 晚晚在这岭南城 并没有任何相熟之人 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恰在这时 一鸣跑堂地走过来 掌柜的 你忘了吗 之前秦儿也带走的 那位年轻姑娘 掌柜的眼睛一亮 连忙道 啊 是了是了 想起来了 之前的确有一位年轻姑娘 是在这边喝酒的 那人呢 南公叶下意识冷声喝道 掌柜的吓了一大跳 浑身一抖 啊 走了 刚走不久 清风急忙询问道 掌柜的可曾看到 他们去哪个方向 呃 是去了东面 他们说 想换个地方喝酒 这 小老儿倒是不清楚 他们到底去了哪儿 叶香差异地问道 那秦儿也又是什么人 跑堂的小伙计解释道 你说秦儿也啊 他是生意人 就在前面的秦家当铺 他的生意 叶香看向南公叶请示道 王爷 先去秦家当铺询问下 走 南公叶一声令下 众人就朝着秦家当铺行去 秦家当铺的生意 结束得早 况且掌柜的又不在家 小伙计又偷懒 就早早地卸下门面 自己打了二两黄酒 弄了一点小菜 正悠哉悠哉地喝着 外面突然响起 光当光当的杂门声 他皱了皱眉心 打了个响亮的酒格 嘴上嘀咕着 找我晚了 谁回来啊 刚一开门 就看到有官兵 冲进了屋子里 其中有一名坐在轮椅上 戴着面具 看不清楚真实面目 但是那双沉冷的眼睛 却是着实吓人得很 小伙计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君业 小的没犯事啊 我问你 你家主子秦儿去了哪 清风冷冷地看着他询问 小伙计苦着点道 小的不知道啊 主子的事情 小的怎么会知道呢 真的不知道 清风猛然扯住他一顶 吓得他浑身打了个寒颤 不 真不知道啊 带走 南宫也递喝了一声 那小伙计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浑身一抖 一股难闻的味道 就充斥在众人鼻端 清风一眼看到地上的诗意 联盟倒退了半步 还不肯说实话 那小伙计连忙开口 说 小的说 二爷他告诉小的 要去酒家喝酒 清风这没到 酒家已经去过了 并不在 那小伙计愣了一下 片刻又惶恐地道 那 那小的真不知道了 他平日这个时辰都会去哪 这你可知道 平日里 小伙计紧皱着眉头 仔细想了好一阵 啊 清平月 他 他会去清平月 寻宇公子 南宫月听到这儿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这岭南城是他的封地 他如何不知道 这清平月是个什么地方 可夜想并不知道 他疑惑地问道 这清平月是个什么地方 清风没敢回答 而是看下了南宫月 主子 咱们现在就去吗 走 南宫月搁在轮椅上的拳头 或人或计 夜半时分 整个清平月 依旧一副歌舞生平的样子 有很多夜不归宿的男人 依旧在寻欢作乐 而一队官兵 则暗无声息地 将整个地方包围起来 紧闭的大门 豁然被踹开 从外面涌进不少的官兵 惊得里面的人脸色大变 更有甚者尖叫了起来 都闭嘴 谁敢出声 这长剑可不是吃素的 清风一抖手 长剑就刺入正厅的柱子上 颤巍巍的剑铭抖动着 吓得众人连大气也不敢出 女公子急忙迎出来 她女巷的脸庞上 还带了一抹妖娆的红血 出了什么事情 当她看到门口坐着的南宫夜市 吓得心里一紧 急忙迎上前去 王爷 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于清云 你好大的胆子 南宫夜猛然出手 单手捏住了她下额 疼得她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 王爷 清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王爷 于清云被她掐着双脚离地 双手下意识挣扎着 南宫夜很力地问道 秦儿在哪儿 叫人交出来 秦儿 于清云瞳孔猛然剧烈收缩 时人无数的南宫夜 自然看出他必然是见过秦儿的 当即用大了力气 捏得于清云忍不住门横起来 于清云 你最好不要跟本王耍花样 本王能让你的清平月开在这陵南城 自然也能让你这清平月 一夜之间一为平地 王爷 秦儿没来过 我真的没见过他 很好 于清云 本王让你看看 说谎的下场是什么 清风 命人点火 里面的人都看好了 一个也不许出去 于清云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 王爷 你真的敢图进 这清平月的上百条性命 南宫夜幽暗的眼眸 仿说能吞噬一切的黑洞 有何不可 夜凤晚浑身剧痛地睁眼醒来 他摸着后颈 迷迷糊糊地往四周瞧去 只见他正在一辆马车里面 你醒了 一道阴冷的声音 豁然在他身后响起 他猛然回头 对上秦儿那双满是蒜尼的眼眸 你要带我去哪儿 叶凤晚冷冷地看着他 秦儿大笑道 去了你就知道了 叶凤晚阴牙一咬 想要对秦儿出手 却发现 自己双手双脚 皆被捆绑 即使想要动一下 也困难得很 你这个混蛋 小姑娘 你应该要感谢我秦儿 我把你送去的这地方 保准让你吃香的和辣的 混蛋 你最好祈祷老天爷 别让你再落回我的手里 不许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小姑娘 你这些大话 还是留着吧 眼下 还是先顾好自己再说 说着 他就看到马车忽然停下来 外面传来说话声 秦儿脸上顿时露出得意之色 这么快就到了 叶凤晚皱着眉心 心里暗暗恼恨 自己真是喝酒误事啊 又暗恼这个秦儿是个伪君子 竟敢趁人之威 弄得自己现在又深陷险地 不知道这混蛋 到底要把自己带到哪儿去 正当胡思乱想的时候 猛人听到外面 想起了一阵喧哗声 紧接着 马车门突然被打开 他瞪圆了眼睛看过去 正看到一张粗犷的面首 那不正是自己和南公叶 遇到的 蛮夷流寇的头子吗 只见秦儿一脸鲜蜜地 看着那男子 三皇子 你瞧瞧 你苦心寻找的 可就是他 叶凤晚心里跳了跳 想不到此人 竟是蛮夷一族的三皇子 多颗阴冷的眼眸 在叶凤晚身上扫过 片刻之后 哈哈大笑道 哈哈 不错 老天待我多颗不保 得来竟然全不费功夫 来人 叫人带进皇子府 本皇子要今晚就成亲 秦儿 你也不能走 今晚 要喝了我的喜酒再走 三皇子 那可要恭喜了 你看 我秦儿把这美人给你送来 那 我被你们在路上拿走的货 是不是可以还给小的了 多颗皱着眉心等 那批货 就当是你给本皇子送的贺礼了 我这大婚既然邀请了你 你不得送贺礼吗 躺在马车里的叶凤晚一听 郁杰的心口 这才吐出一口气来 他似乎能想到秦儿那张 清白交错的脸 真是活该 叶凤晚被人扶进一个房间里面 不一会儿 就有人过来伺候他洗漱 并给他送来一套大红的嫁衣 这蛮夷的嫁衣 与紫耀国的不同 相对来说 实在是有些暴露 火红的长裙 隐隐地露出细长的脖颈 还有胸口的大片肌肤 看上去不禁令人遐想纷飞 叶凤晚皱着眉心 看着铜镜里面那个陌生的自己 他的头发原本不算很长 但是此刻 已经被编织成了一条条的发片 每条发片里面绑了一些五彩的羽毛 看上去毫不轨利 一名身穿蛮夷衣服的老嬷嬷 笑眯眯地看着他 姑娘 你可真美 比我们蛮夷的公主 都要美上几分呢 叶凤晚浑身被绑住 动弹不得 但是他的眼底 却是满满地不屑和嘲弄 收拾完毕之后 老嬷嬷就扶着他 往外面急步走去 因为他的双脚被绑住 所以老嬷嬷走得急慢 此时的皇子府里面 十分热闹 这多科也是一个厉害人物 不但临时决定自己要大婚 还把消息全都送出去 不到一会儿功夫 就有不少人赶过来了 多科身穿新郎服 坐着扑在一张虎皮的椅子上 看到老嬷嬷扶着新娘过来 她哈哈大笑着 大不迎上前去 众人恭贺的声音 也玄机响起 恭系三皇子 贺系三皇子啊 多科摆了摆手 得意洋洋地说道 你们有所不值 我这小娘子 可是紫妖国的小辣娇啊 脾气可是呛得很 身手也是极厉害呢 众人大笑起来 有的更是大胆地开玩笑 哈哈 再厉害的小辣娇 不也被三皇子给收服了吗 这是这洞房花烛夜的时候 不知小辣娇 能不能翻身呢 多科听了白手大笑道 咱们蛮夷的男神 那可都是厉害的男神 怎么也不能让女人翻身呢 众人又是发出了一声大笑声 一时间 皇子父好不热闹 叶凤婉双手紧紧捏住 一把小小的匕首 搁在手掌心里面 那是南公叶送给她的 低头看到那把匕首 她眼光有些发色 好了 急事已到 行李吧 慢着 叶凤婉冷然的声音 瞬间让现场安静下来 多科走到她身旁 皱着眉头问她 你还有什么事情 叶凤婉伸手揭开头上的红盖头 露出一张绝世青城的容颜 众人看了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好一个娇俏动人的小娘子啊 那水嫩的小脸 简直是嫩出了水来 多科下意识挡在她面前 不愿意她的美貌被旁人看到 你想干什么 叶凤婉冷冷地看着她 杀了晴儿 多科的眼眸豁然沉下去 下意识去寻找晴儿的身影 晴儿听到叶凤婉的话 心里一抖 下意识就要逃走 站住 叶凤婉冲着她愤怒地大喝一声 她看向一旁 站着没动的多科道 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晴儿 我是不会跟你成亲的 你知道 紫耀国的女子大多性子刚烈 虽然手脚被绑着 我也依然能让你取一具尸体 多科面色一片 她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娇娇弱弱的女人 说起狠话来 竟然比男人还要狠 好 多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手一扬 一枚飞镖射出去 正好射在晴儿的脖子上 晴儿嘶吼了一声 呼通一声倒在地上 鲜血顿时攀涌而出 将尸体抬下去 有人硬揽 迅速上前清理了现场 多颗炙热的眼眸 又重新落回那张绝美的小脸上 现在你总该满意了 叶凤满嘲讽的一笑 好女不二嫁 我叶凤满早已经嫁过人了 绝不会再嫁给你 多科的脸色顿时沉下去 雄壮的手臂猛然捏住 她纤细的手腕 你已经穿上我多科的嫁衣 就是我多科的皇妃 胡说 没有行礼 如何算得 那现在就行礼 多科不由分手地拉住她 朝着摆在一旁的蒲团 就大步走过去 叶凤满被她扯住 手心地匕首滑了出来 狠力地刺伤了她的手腕 片刻之间 鲜血就从她手腕处翻译一出 贱人 多科愤怒地大手一挥 一巴掌出在叶凤满脸颊上 疼得她浑身都抖起来 扑扑在地上 嘴角却是擒了一抹 令人心疼的决绝 整个皇子府 因为多科的受伤 而变得混乱不堪 叶凤婉抱紧双肩 坐在角落里 她已经被丢进这地牢里面 足足有三天了 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但是她却一点也不在意 是死是活又怎样 她早已经心如死灰了 脸颊上的疼痛 越来越厉害 圣怒之下的多科 那一巴掌打得极为狠力 疼得她几乎耳朵都要失聪了 直到现在 耳目还在轰隆隆地作响 突然 有一丝香气扑鼻而来 她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那是隔壁牢房中的人 已经到了用餐的时间 她下意识将灼热的眼眸 掉向隔壁牢房 看到那人正吃得香甜 似乎觉察到叶凤婉的视线 那人突然停了手 转过头凝视着叶凤婉 好一会儿之后 她将自己的饭食 透过牢猪的缝隙 要给叶凤婉送过一半来 我不饿 好得吃一点吗 宁做饱死鬼 也不做饿死鬼 那人露出血白的牙齿 冲她微笑着 叶凤婉心中一动 没想到 在这蛮夷之地 还能遇到如此良善之人 叶凤婉一边吃着她 分过来的饭食 一边小声地询问她 我看你的待遇 和其他人不同 你是为何被关进 这地牢里来的 那人苦涩一笑 宣机说道 我 我是满医的四皇子 我就多雷 多雷 叶凤婉顿时愣住 连嘴里的饭菜 都忘记了咀嚼 多雷善笑道 是啊 我是四皇子 但是因为我主张和平 却被主张好战的多克陷害 将我关在这暗无贴日的地牢里 叶凤婉周梅道 多克如此独断专行 凶狠残暴 你们满医皇族就眼睁睁看着吗 唉 不看着又怎样啊 满医混乱 幸好掠夺 多克的做法 正好合了他们的心意 也大多都是拥戴他之人 就连父皇也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夫婶 我能待在这种地方吗 叶凤婉不再说话 自己身为局外人 况且 自己都自身难保 如何再能管别人的险事的案 自此之后 多雷似乎有意照顾他 总将自己的饭菜分给叶凤婉一半 才不至于他在地牢中饿死 这一夜 叶凤婉身体下意识打了个急顶 本能地张开了眼睛 就看到多雷那双暗黑的眼眸 你 你怎么跑到这边来了 叶凤婉皱眉看着他 嘘 怎么了 宫里已经乱了 什么 听说是岭南王夜心满意皇宫 杀死了父皇 也俘虏了多可 什么 叶凤婉的心下意识提了起来 是南宫也来救他了吗 他终究还是寻到这里来了 他以为 自己这一辈子 也不会再见到他了 千真万确 刚刚是我的忠心侍卫过来跟我说的 现在这地牢里面 已经全是我的人了 你跟我走吗 多雷看着他璀璨的眼睛问道 叶凤婉二话没说 直接就答应下来 多雷带着他出了地牢 看到整个蚂蚁皇宫 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到处都充满着难闻的血腥味 两人冲到大殿的时候 看到南宫也独坐在轮椅上 那张银色面具 犹如暗夜里索命的羞罗 令人看了心惊战 这就是岭南王南宫夜吗 多雷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间 眼神是狂热的 可叶凤婉的心里 却蔓延出一丝苦涩来 这几日来 他也想得非常清楚了 觉得自己有些太执着 太任性了 南宫夜不得已的隐瞒 确实是有苦衷的 这时 听到南宫夜立声喝问道 多克 本王再问你一句 人到底在哪 多克脸色苍白地讥讽道 先见后杀 南宫夜瞳孔一阵收缩 猛然一拍轮椅把手 一枚羽箭瞬间击声而出 正好射在多克的胳膊上 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岭南王 你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 不是 只有我多克还活在这世上 就让你的岭南城名不聊声 一旁的多雷听了 皱了皱眉心 眸光落在一旁士兵身上挂的佩剑上 他一把抢过 迅速朝着多克扑了过去 狠狠地将一剑插死了他心口 多雷 你 多克瞪大了眼睛 无法置信地看着眼前 病若苍白的少年 他不是向来都病炎炎的 不喜战争吗 连剑都拿不起的人 如何能一剑直接刺死自己 还刺中了他的心脏 丝毫不刹呢 多克死都不能瞑目 他聪明一世 却被半猪吃虎的四皇子多雷 给算进来 多雷举着带下的长剑 大声呼喊 我已经杀死了多克 从此之后 整个蛮夷在无好战之人 剩下的蛮夷族中也大声呼喊着 跪在了他脚边 多雷眸光灼灼看下了南宫爷 柳南王 这下你可满意了 南宫爷 沉黑的眼眸 只是淡淡扫了他一眼 越过他 落在他身后那道纤细的身影上 几日不见 他小脸憔悴了很多 下巴尖得厉害 更显得那双眼睛盈盈动身 婉婉 过来 叶凤婉心里疼得厉害 他不想听话地走过去 可又像是受了蛊惑一般 慢慢地走到他面前 南宫爷仔细地打量着他 当看到他小脸上 又隐隐地青丝的时候 他皱眉道 这是怎么回事 叶凤婉躲过他的触碰 是多克打的 南宫爷阴致的眼眸 猛然落在多克的尸体上 又看向多雷道 四皇子 本王助你成为蛮溢新皇 需要你为本王做一件事情 多雷不解地看向他 哦 什么事情 将他的尸体 鞭打三天三夜 多雷下意识瞪大了眼睛 鞭尸 不错 他不该对我南宫爷的女人兜售 南宫爷的眼底 声称起一抹害人的寒意来 多雷复杂地看了叶凤婉一眼 吹眸答应了下来 叶凤婉坐在马车里面 跟南宫爷一起返回岭南城 此时 南宫爷身上已经褪去了浑身的冷地 摘下了面具 露出那张清俊的容颜 弯弯 他轻喊着叶凤婉的名字 眼底是小心翼翼的试探 叶凤婉瞪了他一眼 别过脸去不搭理他 别以为我会原谅你 南宫爷突然发出一声闷哼 整个人痛苦难带地捂住了心口 叶凤婉心里一紧 下意识冲到他面前一把扶住他 你怎么了 南宫爷靠在他怀里 脸上冷汗津津的 可能是九伤复发了 我也是 疼得厉害吗 你怎么这么笨啊 竟然杀到蛮夷皇宫来 你小小的岭南城 怎么能跟蛮夷大军抗衡 南宫爷勾了勾唇 扬起一抹得意的笑 是是是 本王的岭南铁骑 所向披靡 战无不少 叶凤婉猛然将他推开 自大狂 南宫爷皱了皱眉心 哼了两声 叶凤婉急忙又将他抱住 此时马车突然晃动 他整个人往他身侧摔去 而南宫爷顺势将他抱在怀里 扣住他后脑 不由分说地就稳住他冰凉的唇板 耳边只有南宫爷轻浅地呼吸声 让他沉沦地闭上了眼睛 回到岭南王府的叶凤婉 没来由地一阵轻松 他在青蓝的伺候下 美美地洗了个澡 心情忐忑地等着南宫爷回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整个身体卷在紧背里面 不时听着门口的动静 当那熟悉的车轮声压过来的时候 他的一张小脸瞬间就红透了 晚晚 我回来了 叶凤婉将整个头蒙进了被子里 门声回答 我已经睡下了 南宫爷姐姐面具 从轮椅上下来 坐到了床榻上 叶凤婉紧张地呼吸几乎完全停住 小小的耳朵听着耳边的动静 然而除了绵长的呼吸声外 再没有任何 他终于还是抵不住好奇 慢慢地睁开一双灵动的眼 掀开紧背 好奇地往外张望 南宫爷见瘦的身体 暴露在他眼前 惊得他耳根子一红 下意识尖叫了一声 他紧紧闭着眼睛 大声地嚷嚷 你快穿上衣服 穿上衣服啊 婉婉 我换起衣呢 你怎么那么大反应 南宫爷调笑的声音 从他耳边传来 叶凤婉猛然睁开了眼睛 看到南宫爷促霞地笑 一脚踢在他后腰上 让他踢下了床榻 他动作俐落地放下床满 没好气地说道 让你戏弄我 今天罚你睡地上 婉婉 这地上凉啊 给 叶凤婉卷起他锦被 就往地上扔去 南宫爷哭笑不得 一把抱紧了被子 抿着脖唇 走到一旁的软榻上 将被子放上去 婉婉 今天真的不让我睡床吗 不许 他没好气地声音 无情地传来 南宫爷无可奈何地 叹息了一声 躺在了软榻上 叶凤婉睁着眼睛 看着账顶 等了许久 不见房间的有任何动静 他皱了皱眉心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账卖 看到软榻上的人 似乎已经沉沉地睡着 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看到南宫爷紧紧闭着双眸 呼吸绵长 似乎是真的睡熟了 睡 就知道睡 看不漫你睡成猪 叶凤婉冲着他刺牙咧嘴 南宫爷唇脚突然上扬 一把抓住他手腕 将他轻身压在身下 晚晚说谁是猪的 我 原来是说你自己啊 南宫爷做恍然大悟壮 叶凤婉气急 他想说的事 我没说 却被南宫爷占了嘴上便宜 简直是气死他了 南宫爷突然凑到他耳边 轻轻地吐出一句话来 晚晚 准备好了吗 让他身体瞬间变得紧绷起来 他面红耳赤地开口 没有 可是我等不及了 他大手磨蹭着他软软的脸颊 叶凤婉莫然出口 我怕疼 南宫爷先是一愣 接着展颜笑道 我保证会清理 南宫爷将他轻身抱起 动作很是温柔 他勾住了他脖子 将头埋在他心口 根本不敢看他一眼 将他放在床榻上 然后放下账卖 像是隔绝了一切 晚晚 他温柔地吻着他 吻得他一轮情迷 一双水润的眼眸里满是令人心疼的雾气 我会好好疼你的 叶凤婉点头 额头抵着南宫爷的额头 紧紧抓住他手臂 南宫爷轻笑着 安抚着他紧绷的情绪 叶凤婉闭着眼睛 嘴唇颤抖地开口 南宫爷 你能不能快点 快点 南宫爷整个人愣了一下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如此磨叽 神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你何必如此折磨人 他话音刚落下 就觉得一针剧痛袭来 他下意识咬住南宫爷的肩膀 承受着那磨人的痛处 一夜痰痪 叶凤婉都不知道 自己是睡过去的 还是晕过去的 总之 在他强大的攻击力之下 他灵魂就像是出了窍 已经完全不是他自己了 临近中午 阳光正暖 南宫爷睁开眼睛 看着怀中睡得香甜的小女神 一抹笑容出现在他脸上 他何时笑得如此幸福过 大体 就是跟眼前的小女人 在一起的时候吧 他伸手捏了捏他脸颊 叶凤婉烦躁地摆了摆手 试图将他赶开 晚晚 该醒了 叶凤婉睁开迷惑的眼眸 片刻之后才有了焦距 看到眼前放大的一张 带着不怀好意的笑脸 灯时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 你是八辈子没碰过女人吗 竟然如此的贪吃不知足 差点就把我折腾死了 叶凤婉没好气地冲他后 南宫爷的神情有一瞬间的委屈 他竟然作死地回答 是婉婉的身体太有吸引力了 叶凤婉咬牙 抬脚踹在他身上 又是一脚将他踢下了床榻 南宫爷皱了皱眉心 这是他第二次被踢下床了 这要是传出去 他领南王的面子往哪搁呀 正想着如何警告他 不许乱说的时候 就见他面红耳痴地 扔出了床单来 拿去扔了 南宫爷看到上面盛开的一朵梅花 心情顿时愉悦起来 连带着被踹下床的火气 也冲淡了不少 婉婉 他竟然又飞扑了过去 叶凤婉正浑身疼的难受 闭着眼睛头又不回地道 滚 不许再爬床 不然一脚踢飞 南宫爷忍不住抱怨道 婉婉 哪家的男人经常被踢下床的 叶凤婉猛然睁开眼睛 皱眉瞪着他 我家的酒梯 看到他那双喷火的眼睛 南宫爷呼吸一停 忙妥协道 好 就让你踢 就让你踢 这还差不多 叶凤婉白了他一眼 继续皱眉躺着 天知道 他简直是痛死了 谁说做这事的时候 都是罪先欲死的 怎么他觉得 反倒是跟兽刑一样 难不成 是南宫爷经验不到 若是南宫爷此刻能猜出 叶凤婉心中所想 肯定气得想要瞪眼了 他看着叶凤婉脸色不好看 贴近了问道 还是疼得厉害 叶凤婉从鼻孔里面出气 哼内的一声 南宫爷皱了皱眉心 起床穿好自己衣服 操纵着轮椅就出去了 许久之后 叶凤婉听到他轮椅声 又疑惑地朝他看过来 南宫爷英俊的容颜沐浴在阳光里 看上去很是温暖 婉婉 我回来了 你去干什么了 去帮你拿药了 来 我帮你上药 说着 他就往床上爬 叶凤婉心里一跳 猛人抓住他手腕 紧张兮兮地询问他 你 你拿的什么药 南宫爷理所当然地 眨着眼睛回答 让你不疼的药啊 叶凤婉很想死过去 这货竟敢去拿药 他去拿药 这样岂不是让旁人都知道 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南宫爷 你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事情 南宫爷握住他的手腕 婉婉 你多心了 真的 你没和旁人说 南宫爷凑在他耳边低声道 这种事情 我怎么会跟旁人说 这药 我是以别的名义要的 这还差不多 南宫爷帮他好不容易上完药 他这才舒服了些 疼痛也稍稍减轻了些 这脑子一空下来 他猛然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来 南宫爷 南宫爷坐在他身边 温柔地看着他 叶凤婉璀璨的眼眸里 带了咄咄逼人的审视 这冰月山庄的秦宁 是怎么回事啊 南宫爷不解地看着他 他 怎么了 你 你不是说他是少主夫人吗 叶凤婉咬牙 很想掐死这个装傻冲愣的混蛋 南宫爷轻描淡写地给他解释 骗你的 只不过当时想让你死刑而已 你说你是宽我的 可我怎么觉得秦宁倒不是 她是世家的嫡长女 也就是说 你现在和世家那边 还没有分割清楚吗 分割不清楚的 冰月山庄是以武器骑驾 现在是我当家 那秦宁呢 他是不是世家给你接手当家的条件 南宫爷抬头惊愕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看来我果然是猜中了 他的身份到底还是没那么简单 没有 万万你误会了 我不爱秦宁 我早就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可是秦宁看你的眼神可不一样 我能看得出来 女人最了解女人了 万万 我向你保证 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南宫爷这辈子 只爱你一个 南宫爷说着 亲吻着他的手指 叶凤婉身体发转 听着他的情话 明明觉得不该轻易就相信 但是却该死得深信不疑 并扑到了他怀里 这接下来的事情 几乎就是善而不疑了 不知道是不是抹了药的缘故 这一次 叶凤婉体会到 前所未有的欢愉 入夜 一片静谜 整个顶南王府 陷入前所未有的安宁当中 清晨 南宫爷很早就去处理公务了 叶凤婉赖了回床 想着答应南宫爷 要帮他处理流沙的事情 就也早早地起床 清兰进来伺候他 皱着眉心道 娘娘 外面有个志同和女子 跪了许久 哭着闹着要见你 叶凤婉猛然想起 自己在城外救世的两人 你让他们去偏厅等我吧 是 清兰听了就走了出去 当叶凤婉来到偏厅的时候 就见到前来求见的母女二人 大姐姐 志同一见到她 就迅速地往她身上扑来 双儿 女子一把扯住她 冲着她用力地摇了摇头 叶凤婉轻笑道 没事的 看到叶凤婉的笑容 小双儿眨巴着黑亮的眼眸 大姐姐 娘说 你揪下我们 差点丢了自己性命 我们愿意 给你当牛做马 报答你 说完后 郑重地给她磕头行礼 叶凤婉忙忙腰扶起她 快起来 一旁的女子自责地开口 双儿说得是啊 妾身知道 娘娘身体金贵 我们两条贱命 不值得枉费娘娘如此 叶凤婉皱着眉心不悦地说道 人命起分贵贱 眉身可以倾尽自己的性命 那女子浑身一震 看着眼前明艳逼人的叶凤婉 感激地跪摆在地上 叶凤婉蹲下身子 看向双儿 双儿 你们家里可有什么人吗 双儿抿了抿唇 眼泪就滚落下来 这怎么哭上了 叶凤婉赶紧将她拉在怀里 安抚她 原本是有爹爹和弟弟的 可是他们被蛮衣人杀死了 大姐姐 等双儿长大后 一定要去蛮衣 给爹爹和弟弟报仇 叶凤婉叹息道 现在蛮衣换了心花 心花忍爱 不会再掠夺了 以后不会再发生战事了 双儿瞪着一双黑亮的眼睛道 那他们原来杀掉的人 就可以一笔勾销吗 我的弟弟很小 就被他们刺穿了身体 我发誓 一定为弟弟报仇 叶凤婉看着那张笑脸 满满的仇恨 他心里清楚得很 一旦仇恨的种子埋下 想要挖虫 就会很难了 他没有再说话 而是看向一旁的女子 那你今后打算 戴着双儿如何生活 那女子展颜笑道 娘娘放心 切身会刺绣 总已养活双儿了 那也好 我命人送你们一些本钱 这样也可以尽管 开门做生意了 娘娘 万万使不得 女子鸡猫拒绝 小双儿更是说道 大姐姐 我们不需要你的钱 我们有手有脚 能养活自己 今天来这儿 就是要感谢大姐姐 救命之恩 永生不忘 叶凤婉笑着 揉了揉她软软的发点 双儿说的话 姐姐记在心上了 希望双儿将来 能够出人头地 能够让你娘亲 过上开心的日子 嗯 双儿一定会的 小小人冲了她 一本正经的保障 待双儿母女离开之后 叶凤婉随便吃了些东西 就带着青蓝出了府 青蓝不解地跟在她身后 娘娘 我们去哪儿啊 我们一起去看看流沙地 我隐约记得一些 如何治理流沙的方法 不知道这里 能不能用得上 真的吗 青蓝激动得眼睛发亮 这流沙地 一直是吃人的坟墓 岭南城每年 都会有很多人死在里面 若是真的能治理了 那简直是老百姓的福音了 叶凤婉点了点头 青蓝陪着她 两人骑马 一路朝着城外 急驰而去 路过青平月的时候 叶凤婉看着 一危废墟的一片土地 眉心拧在了一起 青蓝跟着她停下马 疑惑地询问道 娘娘 怎么了 青蓝 你知道这里 发生过什么吗 娘娘 人都被遣走了 叶凤婉依系还能记得 初来青平月的时候 一片歌舞生平 怎么这才几日的时间 就被夷为平地了 她隐隐觉得 这件事情 与自己一定有关系 她或许该问问南宫叶 是如何找到 蛮夷皇宫的 两人出了城后 看到那片流沙地 眼底闪过了一抹担忧 如此面积巨大的流沙地 想要真正地治理起来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正当胡思乱想的时候 叶凤婉猛然看到一道亮光 她下意识眨了眨眼 朝着不远处的密林看过去 只看到一只羽剑 猛然朝着自己面门激势而来 娘娘小心 清兰一声惊呼 迅速将叶凤婉扑倒在地上 一只羽剑擦着他们面门 惊醒而过 娘娘 你怎么样 清兰紧张地看着她 我没事 叶凤婉摇了摇头 刚想要说话 就看到又有不少羽剑 急事而来 她面色一变 急忙拉住清兰 有埋伏 咱们快走 是 清兰点了点头 打了一声呼哨 就看到两匹马儿 朝着两人速度奔来 叶凤婉身轻紧张 刚翻身上了枣红马 就听她一声嘶吼 扬起前蹄 像是失控一般 朝着那流沙地急冲过去 身后清兰胶着的喊声传来 娘娘 快跳马呀 叶凤婉不知道 火焰究竟出了什么状况 但是她实在舍不得 这么好的马 她试图勒住马缰绳 想要控制住她 却怎么也无法 让她安静下来 火焰发出声嘶力竭的吼声 像是那流沙地 有无穷的魔力 正在吸引着她 娘娘 你不要再犹豫了 清兰飞扑过来 抓住了火焰的马尾巴 试图阻止她 然而火焰的力气太大 只用力一甩 就将清兰给甩飞了出去 甩倒在地上 叶凤婉咬了咬牙 眼看着就要冲进流沙里面 便毫不犹豫地跳下马 眼睁睁地看着火焰撕叫了一声 跳进了流沙里面 轻刻间就被吞没了 娘娘 你怎么样了 清兰急忙扑到她身边 紧张地看着满头汗水的叶凤婉 我没事 叶凤婉摇了摇头 沉冷的目光 落在流沙坑对面的密林里 好像那里有几双眼睛 在狠立地看着她 让她心里隐隐不安 等两人回到岭南城的时候 已经将近黄昏了 叶凤婉跟清兰骑在一匹马上 神情间满是冷力之色 王府里面 此时南公叶已经处理完公事 早就命令小厨房做好了晚膳 送到两人的房间里面来 南公叶看到他们进门 忙走上前去 帮他把披风解下来 晚晚 你回来了 叶凤婉却一下子抱住她腰身 将小脑袋搁在她胸口 南公叶暗黑的眼眸 闪过了一抹疑惑 将她从自己怀里拉出来 伸手揉着她发顶 怎么了 南公叶 火焰没了 火焰 南公叶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就明白过来 她口中的火焰 正是那笔藻红马 怎么回事 你不是早上骑着她出去吗 南公叶担忧地看着她 叶凤婉抿着唇不说话 只是用力地抱紧她 南公叶的脸色渐渐变得阴雨 引去眼底的叶抹担忧 温柔地对她道 好了 先来吃饭 你看 你现在都瘦了 需要补身体 叶凤婉被她拉着坐到饭桌旁 看着满桌的风筝佳肴 她却是半年胃口都没有 来 这是香足小牌 你尝尝 对你口味吗 南公叶夹了一筷子 放到她面前的盘子里 我没胃口 天大的事情 也得吃完饭再说 南公叶坐到她身边 将她抱在怀底 让她坐在了自己腿上 等叶凤婉反应过来 她长臂已经 孤住她纤细的腰身了 不能 不能这样 谁让你没胃口吃饭啊 我来喂你 说着 她竟真的加了菜 往她嘴里面送 叶凤婉满脸羞红的拒绝 我自己来就行了 不用你喂 晚晚 听话 好 叶凤婉点了点头 从一开始的不适应 到逐渐适应为她卫视 她心情逐渐的平复了一些 用过晚膳后 南公叶就拉着她 去王府的花园里消失 整个王府虽然不大 但是却很规整 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里面种植了不少的花图 此时开得绚烂 一阵阵的花香传来 令人心旷深意 叶凤婉抱着她胳膊 低声地询问道 南公叶 你能告诉我 清平月的神都去哪了吗 南公叶脚步一顿 片刻之后才冷然开口 已经遣散了 遣散了 那到哪里去了 南公叶停下脚步 诧异地看着她 婉婉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地方 我今天在流沙地那儿 遇到了刺杀 我看到对面密邻里面的人 其中有一个 很像语公子 南公叶眼皮一跳 下意识握紧了拳头 叶凤婉着急地询问道 南公叶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让与公子怀恨在心了 婉婉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那 或许是我看错了 婉婉 既然外面这么危险 不如 你就在王府里面 修养身体 流沙地不及日一时之礼 南公叶 你护得了我一时 能护得了我一世吗 叶凤婉璀璨的眼眸 落在他脸上 直直地看着他 南公叶呼吸一紧 眼底闪过了一抹复杂 我不能只活在你的羽翼之下 我不能拖累了你 我想要的感情是 两人互相需要 而不是一方 依附在另外一方的身上 这样才会公平啊 婉婉 你不会是我的拖累 我知道 南公叶 我想要证明自己 况且 这里流沙地 势在必行 你也不想看到 许多无辜的百姓 被流沙所吞噬吧 那好 那我多派几个人保护你 有青蓝就够了 青蓝自己我不放心 那好吧 但是不要太多人 我可不习惯 那么大的排场 好 我会看着安排的 南公叶温柔地看着他 夜色逐渐寒凉 南公叶担心他会受凉 就提议送他回寝殿 而他自己 要去书房里面 处理一些政务 南公叶来到书房后 清风旋即出现在他面前 宇清云现在人在哪 南公叶银色的面具 在月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幽冷的光芒 清风皱眉回道 是从来 你带人进过去寻他 他恐怕要对婉婉不利 出了什么事情 南公叶愤怒地说道 婉婉在城外遇到了刺杀 清风震惊道 是宇清云做的 不错 晚晚说看到对面密林里 有个人影很像他 那 书下现在就去查 清风说着 转身就往外走 南公叶突然阻止了他 慢着 朱子 还有什么吩咐 找到宇清云之后 就直接动手 不留活口 南公叶冷力地开口 他没想到 自己对宇清云仁慈 反倒是他倒打一耙 竟敢对婉婉下手 触动了他的逆临 他必然让宇清云 似无葬身之地 是 书下遵命 说完 清风就消失在他眼前 南公叶看着 沉沉的夜空 低声道 婉婉 我不会让任何人 伤害一旦 一日 夜凤婉睁眼醒来的时候 南公叶早已不在他身侧 他揉了揉眉心 将治理流沙的方法 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之后 就急忙收拾起身 他先去寻了清兰 让清兰出去找一些百姓 过来帮忙 夜凤婉命令他们 挖出了一条河道 将河水引进了流沙坑内 起初因为流沙的缘故 河水灌进来 玄机就渗下去了 一旁的清兰请示道 娘娘 还要继续往里面灌水吗 继续灌 直到水位慢上来为止 清兰命令下去 帮忙的百姓们 扩宽了河道 水流逐渐变得湍积起来 足足灌了一整天的水 免看着流沙地 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清兰心里着急起来 娘娘 这水都已经放了一整天了 夜凤婉皱了若眉心 他何尝不知道 这水已经灌了一天了呢 可是 水位依然没有出现 也就是说 这个巨大的流沙坑 比他想象的还要难搞 叶凤婉坚持道 继续 娘娘 不如奴婢在这盯着 你先回去休息吧 夜里天气寒凉 奴婢担心 您是提过吃不消的 叶凤婉抬手 理了理被冷风吹乱的发丝 看着源源不断流进 沙坑里的水 你不用管我 我没事的 清兰没想到 夜凤婉竟然如此倔强 他咬了咬牙 转身就往回走 刚回过身 就看到领南王坐在轮椅上 正行过来 奴婢见过王爷 清兰赶紧行礼 领南王摆了摆手 他腿上还放了一件厚重的羊毛大肠 婉婉 你怎么来了 公务都处理完了吗 叶凤婉将他递过来的大肠披在身上 领南王关切地问道 我担心你 就过来看看 这里怎样了 目前还没有看到成效 但是我确定这个方法没问题 想不及再等等看 领南王安慰着他 他伸手握住叶凤婉冰凉的小手 不由地宁静了眉心 是不是拢得厉害 没事的 我不怕冷 他低垂着头 有些羞涩地想抽回自己的手 领南王的眼眸沉了沉 固执地握住他的双手 用自己的大手帮他温暖着 叶凤婉的小脸 也不知道是害羞的 还是火把硬着的 红得厉害 好多人都看着呢 怕什么 你是本王的王妃 还怕别人说三倒四吗 叶凤婉呼吸一清 看着南宫爷那双温柔的眼眸 心头狂跳起来 领南城的百姓 自发前来帮忙 他们点燃了火把 将整个流沙坑的地带 照得犹如白昼那般 这时 一名白絮老者走出人群 走到叶凤婉和领南王面前 跪拜了下去 王妃娘娘 为了百姓们的生命安全 来治理这流沙坑 不费苦寒 当真是领南百姓之福啊 叶凤婉急忙轻身上前 扶住了他胳膊 老人家 你快起来 王妃娘娘 小老儿有生之年 唯一的愿望 就是看到这流沙坑被填死啊 老人家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这流沙坑给填死 请相信我 领南王沉宁的眼眸 落在那张清澄的小脸上 眼底闪过一抹沉沉的温暖 他果然没有看错 婉婉的善良和执着 正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领南王冲他点了点头 缓缓地行到他身侧 今晚 本王受着全城的百姓 正式介绍一下我的王妃 他叫叶凤婉 从此便是这岭南城的女主人 也是唯一的女主人 叶凤婉的眼睛顿时变得亮镜镜的 南宫叶竟然说 她是唯一的女主人 这是要变相向自己表示忠诚吗 毕竟这个时代的男子 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 婉婉 你听到我说的了吗 听到了 叶凤婉欢喜地 有些舌头打结 南宫叶笑了笑 打去倒 那你 你得给我反应啊 叶凤婉愣了一下 猛然附身在她银色面具上 倾听点水地亲了一下 然后迅速地退开 脚急的月光下 她小脸却是红得厉害 灵南王欣喜地看着她 她如此大胆的动作 让她几乎没了呼吸 若不是百姓们在前 她真想好好地将她抱在怀里 周围围观的人群中 发出了欢呼声 每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对他们两人的祝福 而此时 青岚发现流沙坑的水位 竟然升上来了 娘娘 快看 水漫上来了 叶凤婉急忙转头去看 看到水位真的已经升了上来 她大声命令百姓们 往流沙坑里面填土 原本准备好的泥土 推到了流沙坑里 发出巨大的声响 将慢上来的水位 逐渐压下了一线 众人石柴火焰高 忙碌到将近半夜的时候 那些泥土终于将 整个流沙坑填满 眼看着水不再往上蔓延 泥土也不再往下塌陷 她这才轻轻地输了口气 南宫月心疼地 看着疲累的她问道 是不是这样就好了 叶凤婉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差不多了 再让人种上一些树苗就可以了 好 我这就让人去做 南宫月点了点头 就命令了下去 叶凤婉看着 已经治理好的巨大流沙坑 心里是满满的自豪感 她终于凭着自己的本事 得到岭南城百姓的认可 万万 眼看着天都要亮了 我们现在回去 南宫月霸道地拉住她手带 拉着她就往一旁马车走去 在回去的马车上 叶凤婉就沉沉地睡去 回到王府 领南王将她抱在床榻上 轻轻地捏了捏她脸颊 万万 醒醒 叶凤婉嘴上咕咚着 翻了个身继续沉睡 双手还下意识勾住领南王的脖子 万万 先醒醒 领南王皱了皱眉心 回来的路上 青岚说 叶凤婉已经一天没吃过东西了 这怎么可以呢 怎么也得吃点东西再睡 叶凤婉带眉紧紧地粗着 无论她怎么喊 就是不肯睁眼醒来 没办法 领南王只能俯下身子 亲吻着她唇瓣 堵住了她的呼吸 叶凤婉被迫睁眼醒过来 水润的眼眸看到罪魁祸首的时候 二话没说 直接伸手用力将她推开 领南王再次很悲催地滚下了床 但是这一次 她却没有生气 相反很开心地说道 婉婉 你醒了 你好没良心啊 我都累成这样 你竟然还不放过我 领南王被她指责得有些无辜 我没有啊 那你刚刚在干嘛 我是想喊你起来吃东西 领南王赶紧指了指桌上的参汤 叶凤婉抱怨道 喊人是用亲的吗 不亲怎么办呢 喊你半天也没醒 看来 果然还是用亲的管用 领南王得意地携笑着 叶凤婉皱眉瞪着她 下不为例 知道了婉婉 下不为例 领南王笑眯眯地应来 赶紧拿起汤匙 亲手为她喝参汤 叶凤婉听话地喝了下去 水润的眼眸认真地看着领南王 眼底闪过一抹愉悦 幸福大抵就是如此吧 一碗参汤很快就喝完了 柳南王给她仔细地擦了擦唇脚 揉声道 现在可以睡觉了 叶凤婉点了点头 钻进了被窝里 只露出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南公叶 那个 你不睡吗 南公叶只觉得 脑子里像有什么突然爆炸开来一般 眼前一片绚烂的花朵 她毫不犹豫地直接钻进被窝里 睡 下一秒 叶凤婉就有些后悔喊她了 一番云语之后 叶凤婉浑身像是被拆散了那般难受 她懒洋洋地躺在她怀里 听着她强有力的心跳声 小脸红红淡 也因有汗水亮晶晶淡 南公叶用手指 缠着她软软的发丝把腕战 婉婉 叶凤婉嘀嘀地应了一声 紧紧闭着双眸 但是却并没睡着 满影已经暂时安定下来 我想带你回去京都 叶凤婉睁开眼睛 惊讶地看着她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本有是苦寒之地 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领南王心疼地 吻着她的小脸 叶凤婉坐下身子 捧着她的脸颊 着急地看着她 我能受得了啊 婉婉 我不想委屈了你 领南王觉得 还是紫耀国京都 那种温暖的天气 适合她的婉婉 这段时间 她能感受到叶凤婉的身体 一到夜里就很冰冷 她喜欢往自己怀里面钻 她本来身体脊弱 生理期的时候 会痛得死去活来 她要趁着她生理期到来之前 将她带回京城 叶凤婉 要着唇半担忧地说道 可是 我跟我爹现在 是在紫耀地 追杀令上的人 领南王冷笑道 她现在自古不下 如何还能伤你 她怎么了 瑞王现在逼宫 恐怕不用多少时日 她这个皇帝 就瘦到头了 叶凤婉震惊地 瞪圆了眼睛 瑞王 她真的有这本事吗 当然有 不然 她如何让紫耀帝 白吃一本 让自己的左膀右臂 全都斩了 叶凤婉紧靠在她心口 脑子里面浮现出 瑞王的阴质的模样来 她更不想回去了 我不想回去 怎么了 领南王疑惑地 看向她 反正 我不想回去 看到瑞王 好 既然晚晚不想回去 那就先不回去 都听你的 领南王 轻易地刮了刮她鼻翼 叶凤婉 这才放下心来 她现在很享受现状 才不要回去 面对瑞王的混蛋呢 第二日一早 领南王很早就去处理政务了 叶凤婉在王府里面 百无聊赖 正想去找青蓝 跟她一起出府逛逛 却碰到青蓝急匆匆地走过来 娘娘 一个叫双二的小姑娘 在外面找你 双二来了 叶凤婉欢喜地走出去 她刚一出去 就看到双二小小的身影 在着急地走动着 双二 她开心地喊了一声 可双二在看到她的一瞬间 眼泪就滚落下来 你这是怎么了 双二 你别哭啊 叶凤婉急忙搂着她 拿着锦帕 替她擦着眼泪 大姐姐 我娘被人抓走了 求求你 求求你去救救我娘 你先别急 慢慢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凤婉忙安抚着她 我娘给一个富贵人家做衣裳 她昨天说 要叫衣裳给人家送过去 让我在家里等着 可是她去了许久 也没回家 是一夜都没回家吗 嗯 双二用力地点了点头 又咬着唇半挡 我娘从来都不会夜不归宿的 无论天大的事情 都会先回家 跟我说一声 可这一次 竟是一夜没回来 双二担心 娘会不会是被坏人抓走了 双二 你先别怕 你娘可跟你说过 那会人家住在哪 嗯 记得 没用的 双二去找了 人家说 根本没见到我娘 双二 先别哭了 走 现在大姐姐带你去找姨娘 说着 叶凤丸拉着双二的手 就往外走 青蓝担忧地喊着她 娘娘 对了青蓝 你跟我一起去 是 青蓝点了点头 忙跟在她身后 两人在双二的带领下 来到一处十分考究的庄园前 门口有两名侍卫正把守着 纵然看到双二前来 便凶恶地喝道 哎 你怎么又来了 跟你说过了 你娘根本就没来 你还来这干什么 赶紧走 我娘来过了 你们撒谎 双二流着眼泪 愤怒地指着门口的侍卫 大声嚷着 一名侍卫脸色猙獰的 仰手就朝双二小脸上狠狠抽过来 嘿 你这臭丫头 找死是不是 叶凤蛮眼眸一沉 猛然钻入她手腕 用力地反手一拧 又听到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 顿时响起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另外一名侍卫 也抽出妖精的配刀 指着叶凤蛮 清男在一旁立声喝道 大胆 见到领南王妃还不下跪吗 那侍卫脸色一变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磕头如捣钻一般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啊 说 你们到底见没见过 一名妇人前来府里送衣服 那侍卫忙回答道 见过 见过 叶凤蛮猛然推开她 她扑倒在地上 不停地冲着叶凤蛮磕头 小双二像是暴怒的狮子般 迅速冲过去 揪住侍卫的衣领 愤怒地冲她大吼 你说 我娘到底去了哪 你娘她送完衣服之后 就离开这儿了 是真的 不敢诟你 你胡说 小双二嘶声喊着 眼泪又滚落下来 叶凤蛮将她搂在怀里 双二 先别哭了 青岚 你去将这家的主人叫出来 仔细询问一番 是 青岚瞪了那两名侍卫一眼 就急步走入了府中 不一会儿 一名锦衣夫人就急步而出 看到叶凤蛮后 当即向她行了跪拜之礼 妾身见过王妃娘娘 夫人请起 那锦衣夫人抬头 看到跪在地上的两名侍卫 皱着眉心的 是不是你们两个冲撞了王妃娘娘 娘娘 妾身这就去惩罚他们 叶凤蛮冷声道 慢着 先别急着惩罚他们 本宫问你 昨日下午 可见过一名绣房的女子 来给你们服上 送绣好的衣服吗 那锦衣夫人皱了皱眉心道 这 娘娘 你稍后片刻 这些琐碎事 都是由管家摸摸处理的 妾身还真不知道 叶凤蛮冷淡地开口 那就麻烦夫婶 把管家摸摸交出来吧 片刻之后 一名管家摸摸急不走出来 胡同一声就跪在地上 锦衣夫人忙询问道 摸摸 昨儿下午 可见一名送绣衣的娘子 啊 见过 是真家娘子 奴婢看她绣活好 又肯吃苦 就将府里的一些活计 给了她做 叶凤蛮满忙低头 寻问双儿 双儿 你娘可姓真吗 我娘不姓真 是我爹姓真 那就是了 叶凤蛮点了点头 又看向那管事摸摸 不知道真家娘子 送完衣服之后 又去了哪儿 啊 这 奴婢也不知道啊 啊 不过给她 结算银两的时候 她倒是说了一句话 奴婢还隐约记得 我娘她说了什么 啊 她说 要去那边的 宋记糕点铺子 买下凤梨糕回去 双儿脸色一变 拉着叶凤婉 就朝不远处的 宋记糕点铺子 跑过去 此时铺子里 没多少客人 正在堂里 打盹的小伙计 看到有人冲进来 就急忙迎赏前来 招呼着 小双儿眼圈通红地 拉住小伙计的手腕 伙计大哥 你有没有见过我娘亲 你这小孩子 你娘是哪个 我都不知道 小伙计皱着眉心 瞪着着急 快要哭出来的小丫头 叶凤婉安抚地 拍了拍 小双儿的胳膊 仔细地询问了 小伙计 她娘亲叫真娘子 是来买凤梨糕的 大概是昨天下午吧 你可有印象 小伙计看到叶凤婉 眼她穿着不凡 联盟给她行了个礼 这堂里面 来来往往的客人居多 小的还真想不起来 不过 我可以把我家掌柜的 请出来 看她有没有印象 说完 小伙计就往里面走去 去喊掌柜的 双儿用力捏着叶凤婉的手 眼睛里满满地胶着 叶凤婉心疼地看着她 叶儿 你先别着急 你娘一定会没事的 可是大姐姐 我娘她从来不会丢下我 除非她遇到什么意外了 小丫头忍了许久的眼泪 又滚了下来 叶凤婉沉声保证的 叶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寻到你娘的 这时 掌柜的从外面走进来 当看清楚叶凤婉的样貌 急忙行礼 草民见过王妃娘娘 掌柜的 免礼 掌柜的拱着身 恭敬地询问 刚刚听伙计说 王妃娘娘是要寻人 对 叶凤婉点了点头 将那真家娘子的事情 说了一遍 那真娘子 草民倒是有些印象 当时她要了凤梨糕 说自己女儿十分爱吃 我看着剩的也不多了 便将一些碎的 也都给了她 她还一个劲地说不要呢 我说这些是不要钱的 就全当我白送的 她这才收下 是娘 大姐姐 是娘 娘知道我最爱吃凤梨糕了 叶儿流着眼泪着急地说道 叶凤婉脸色沉拧下来 真娘子既然买了凤梨糕 应该会在第一时间赶回家 给双儿吃的 可是她根本就没回家 那肯定就是出事了 她正沉思的时候 看到青岚走进来 脸色一片凝重 青岚 你打听得怎样了 我娘娘 有人见过真娘子 踢着凤梨糕 被一名高大的男子带走 叶凤婉脸色一沉 眼底闪过一抹冷意 她刚想命令青岚去报官 冷不方一道冷 朝着她的眼颊击视而来 她急忙片头躲开 听得一声闷响 那只羽箭 整个没入她身后的墙壁里 天哪 那掌柜的吓坏了 赶紧跪在了地上 叶凤婉脸说道 不管你们的事 说着 就冲着青岚使了个眼色 她小心翼翼地 将那羽箭拔出来 只见上面绑了一个白色布条 隐隐能看到自己 青岚将那布条交给叶凤婉 她展开一看 好看的眉心拧在了一起 青岚在一旁担忧地问道 娘娘 这上面写了什么 叶凤婉没有回答她 而是看下了青岚 你先送双尔回家 我去找真娘子就行了 大姐姐 你知道娘亲在哪儿吗 能不能带双尔去 求求你了 双尔抱着她胳膊哭着 叶凤婉低头看了她一眼 你先让青岚姐姐送你回家 不到傍晚的时候 你娘亲就可以回家了 而且 还会给你带回 你最爱吃的凤梨糕呢 真的吗 小双尔惊喜地看着她 叶凤婉伸手揉了揉她发顶 姐姐怎么会骗你呢 快些回去吧 青岚在一旁欲言又止 娘娘 你 叶凤婉的眼底 闪过一抹冷力 你想让她送回家 是 奴婢遵命 但是娘娘 叶凤婉神情冷凝地回答她 我自有去处 你不用追问了 青岚也不敢再问 只能拉着依依不舍的双尔 离开了叶凤婉 叶凤婉大步走出 送几糕点铺子朝着城外的方向急步走去 当时她看到纸条上面写着 想要救真娘子 就来城外实力的一座破庙 必须你一人来 否则 真娘子性命不保 她顿时明白了过来 此番真娘子的失踪 跟自己不无关系 来到城外 她看到不远处一座破庙 冷力的眼眸危险地眯了起来 越是靠近破庙 她就越是感觉到强烈的杀气 在那破败的庙堂里面扮演出来 眼前庙门紧闭 她脚步豁然顿住 沉吟了片刻后 便猛然深深过门地打开 满是灰尘的大殿正中央的柱子上 正绑了一名披头散发的女子 她听到门响 猛然瞪大眼睛 当看清楚是叶凤婉的时候 死声大喊起来 娘娘 你不要过来 危险呢 叶凤婉皱了皱眉心 下意识地听了她的话 停住了脚步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 她身后大门突然被关闭 无数的雨剑冲着她急事而来 惊得叶凤婉脸色一变 迅速抽下自己腰带 朝着房梁上甩了过去 借着腰带的力量 她整个人飞向了房梁 她人落在房梁上 此时上面正隐藏了不少杀手 诸然看到她 全都吓得忘记了呼吸 连本能反应都没烂 竟敢偷袭我 谁给你们的胆子 叶凤婉怒吓一声 手里腰带甩出去 如同一道鞭子抽在他们身上 痛得他们跌下了房梁 叶凤婉旋即从房梁上跳下来 璀璨的眼眸里是令人胆寒的霸气 谁让你们绑架真娘子的 让那人快点滚出来 那些弓箭手互相对视了一眼 纷纷抽出妖间的佩剑 朝着她攻击过去 叶凤婉冷笑一声 飞扬的裙摆犹如跳舞 看上去是那样的优美 也是那样的令人心惊胆战 她的招式很诡异 明明看上去是无害的 但是当那一拳一脚 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就会让他们痛彻心扉 踏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片刻功夫 整个大殿之内 除了痛苦的亨击声之外 再无任何声音 真娘子几乎是被吓蒙了 她是见识过叶凤婉的本事 可是却完全没想到 她竟然会如此厉害 十几条大汉 在她手底下走不了几招 就倒在地上悲惨地痛呼起来 这简直让她无法相信 叶凤婉幽灾地站在那儿 顺手将腰带 又重新拴回自己裙子上 就这么点本事 还想引我来这庙堂里 你们主子倒也真有意思 是吗 王妃娘娘果然厉害 奴家嘀咕了你 一道奸细的声音 豁然传来 惊得她心口一跳 抬头望去 只见身穿一身红衣的 羽公子漫步走出来 那炫目的红色 穿在她身上 竟是带了一种极致的腰上 是你 叶凤婉眉着眼睛看着她 眼底是眼湿的冷毛 羽公子阴冷的眼眸 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仕途从这女人的眼底 能看到一丝害怕和恐惧 但是现实却让她失望了 她根本看不透这个女人 她为了引她过来 设下埋伏 却被她轻而易举地给破了 而如今 她就站在自己面前 气势如此强大 你的目的是我吧 何不放了真娘子 这件事与她无关 羽公子眯了眯眼 侠称到凤某闪过一抹狠毒 直接抬手 一枚飞镖就朝着真娘子收过去 叶凤婉眼眸猛然放大 她离着真娘子有些远 想要飞身救她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电光火石之间 她迅速抓起身旁 落下的一只羽箭 朝着那枚飞镖就支了过去 接着 一道爆裂的声音 突然震惊了众人 只见那只羽箭 竟然将就要飞到真娘子面前的飞镖 给撞飞来 飞刀擦着她耳朵飞过 吓得她惊呼了一声 惊恐地背上了眼睛 片刻之后 剧痛没有袭来 她这才睁开了眼 看到那枚飞镖和羽箭 同时掉落在地上 羽公子双手胡掌道 王妃娘娘果然是好身手 叶凤婉狠狠地瞪着她 我再说一遍 你现在将真娘子放了 此时跟她没有关系 你又何必要连累无辜呢 羽公子皱着眉心道 放了真娘子 你愿意留下当我们的人质吗 叶凤婉脸色沉了沉 抬眸看了一眼 浑身颤抖的真娘子 我可以当你们人质 羽公子机翘地看了她一眼 冲着身后的黑衣人 抬了她下巴 那两人上前 就要解开真娘子身上的绳子 娘娘 得了自由的真娘子 急不走到叶凤婉身旁 叶凤婉回头看着她 双尔还在家里等你 你快点回去吧 好 我们一起走 说着 真娘子就拉着她手腕 叶凤婉低头看着她的手 我还不能走 为什么娘娘 难道你真的要留下 给她们当人质吗 她们会杀了你的 你不用管我 你先走 叶凤婉冷声命令她 真娘子用力地将凤梨膏抱在怀里 紧张地看了叶凤婉一眼 然后迅速跑到羽公子的身边 你们不是抓到我吗 继续将我绑起来啊 不要让娘娘做人质 叶凤婉脸色严厉地看着她 真娘子 娘娘 我不能连累了你啊 我宁愿自己死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娘娘 留下做人质啊 叶凤婉叹息了一声 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 你才是被连累的那个 他们原本就是为着我来的 为了你 不错 他们将你绑来的目的 就是要引我出来 叶凤婉神情复杂地说道 真娘子听到这儿 嘴唇都哆嗦起来 她猛然将叶凤婉挡在身后 冲着羽公子大声喊起来 你们不许伤害娘娘 谁也不要过来 羽公子冷笑了一声 大手一挥 一鸣黑衣杀手就大步走过来 提着真娘子的衣服后领 大步往外走去 喂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随着真娘子的离开 整个破灭的大殿内 顿时安静下来 羽公子皱了皱眉心 脸色沉宁地看着叶凤婉 你知道 为什么要将你留下做人质吗 叶凤婉挑眉看着她 你想为清平月报仇 羽公子面色一变 紧紧地盯了她许久 呼得仰天大笑道 哼 我在这岭南城内 苦心经营着清平月多少年 却被她一夜之间浅散 凭什么 叶凤婉没说话 只是毫无畏惧地看着她 就是因为你 因为寻找你的下落 她才如此狠心 羽公子阴冷的眼底 闪过一抹凌然的杀意 叶凤婉不屑地挑眉道 你想怎样 既然她如此在意你 那我就毁了你 我也要让她尝尝 痛失所爱的滋味 说着 她双手猛然捏住 叶凤婉尖尖的下巴 叶凤婉脸色一沉 迅速出手 朝着羽公子攻击过去 羽公子迅速后退躲闪 大手一挥 就有一张大网 从顶上落下 将叶凤婉照在其中 并迅速掉了起来 叶凤婉整个人 被困在一张巨网道中 身体很快腾空 摇摇晃晃地在半空之中 你卑鄙 竟然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 叶凤婉满脸的轻蔑之色 羽公子抬头看着她 眼底弥漫的杀意 却越来越少 手段下三滥又怎样 目的就是要将你抓住 叶凤婉暗暗咬牙 她整个人被困在巨网当中 没了重心 就是当巨网划开 她整个人也会从半空中 直接摔下去 这么高的距离 恐怕不死也残废了 叶凤婉在心里不禁暗骂着 这时 羽公子突然残忍地下了命令 来人 在这里夹起一堆火 叶凤婉暗道 我靠 这是要将我变成烤全羊吗 混蛋 你是想烧死我吗 羽公子发出了一阵张狂的笑声 待会儿 岭南亡来了 恐怕就能吃上烤肉了 你 你才是烤肉 你全家都是烤肉 娘娘强 你会不得好死 叶凤婉愤怒地在上面大声吼骂着 与公子愤恨的眼睛盯在叶凤婉身上 恨不得要将她盯出一个窟窿来 你说谁是娘娘强 叶凤婉急笑道 就说你 你是娘娘强 明明是个男神 干嘛要变态地穿女人的裙子 你 我看你是垂死争扎 小爷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来人 放柴 点火 没多大会儿功夫 干柴就从外面抱进来 放在叶凤婉身下 于公子又大笑了杨盛 哼哼 待会儿 就能闻到烤人肉的滋味了 点 干柴瞬间燃烧起来 让半空中的叶凤婉 浑身变得煎熬起来 火苗窜得很高 好在她身上难受得很 皮肤已经开始疼起来 身下浓烟滚滚 她无法挣脱巨网的前置 只能承受着那种灼烧的感觉 于公子的脸上露出残忍的笑意 你说 令男王看到你烤焦的皮囊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他一定会是痛苦的吧 我突然很期待 看到你烧焦的模样 叶凤婉的身体在巨网里面翻滚着 尽量躲避火苗的直接接触 猛然间 她听到一道咔嚓的声音 惊得她抬头一看 只见头上的绳索 竟然被火苗烤得 已经快要断掉了 若是从这巨网里掉下去 她将必死无疑 叶凤婉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视线被农历的烟雾 熏得几乎看不清楚任何东西 她从身上撕扯下了一块布头 然后捂住自己鼻子 已争取自己不被农烟给熏晕了 收拾好之后 她迅速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 抬头计算着自己与房梁的距离 若是她能弹过去 那么她就不会被烧死 也不会掉下去摔死了 虽然腰带长度恐怕不够 但是她必须要试一试 不然她就彻底没了活路 想到这里 她毫不犹豫地将腰带甩了出去 然而那腰带的长度根本就不够 她徒劳地将腰带攥在手里 鼓劲用力 难道她夜凤婉就要死在这破庙里吗 她实在是不甘心 正当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面的门重燃被踹开 她心里一跳 下意识朝门口看去 就见一道熟悉的人影 出现在她视线之内 王爷 她用力呼喊出声 可刚一开口 浓烟就灌进她嗓子里 让她喉咙一通 再也发不出声音来 南宫夜听到她的呼喊 瞳孔距离收缩 当看清楚半空中倒掉的那张巨网 她整个人在轮椅上 突然飞了起来 夜凤婉的眼睛 几乎被浓烈的烟尘给喧瞎了 她迷迷糊糊肿 就被扯到一个熟悉的怀抱里 她下意识钻进她怀中 片刻功夫 她就可以自由呼吸了 已经脱离了那片活海 婉婉 你怎样 南宫夜担忧地看着她 我没事 她话刚说完 就觉得喉咙一色 一张口吐出了一口污血 南宫夜见状 眼底翻腾着巨大的怒火 用力握紧了拳头 宇清云 此时的宇清云 已经带人迅速隐藏到 破面后边的密林之中 她通红的眼睛 看着她浓烟滚滚的破妙 脸上满是猙獰的恨意 一名属下走到她面前 催促瞻 公子 咱们快走吧 若是岭南亡追上来 咱们可就逃不掉了 宇清云用力握紧了拳头 怒吼了一声 一拳砸在了身旁的大树上 鲜血从她手缝里流出来 一摸在她腰着的红衣里面 南宫夜 我绝不会放过你 公子 该走了 于清云咬了咬牙 把腿就钻入了密林当中 南宫夜派人搜遍了整个破妙 也没有找到宇清云的身影 她让清风带人去密林里面继续搜寻 叶凤丸躲在南宫夜的怀里 话几乎完全说不出来 身上因为被火灼烧 碰到哪里 哪里就疼 南宫夜急忙将她抱上马车 快马加鞭往岭南亡复干去 郎中赶来的时候 叶凤丸的整个皮肤 已经呈现了红色 一张小脸也不例外 看上去很是吓人 身上被郎中用了药 叶凤丸的意识是清醒的 她嗓子里面痛得厉害 无法说出话来 就伸手扯了扯南宫夜的袖子 南宫夜心疼地看着她 用力地握住她滚烫的小手 叶凤丸用手指挠着她手心 戴着血丝的眼眸中 是一抹绝强 婉婉 你想要什么 叶凤丸冲着一旁的书案 弄了弄嘴 眼底满是渴求的挣扎 南宫夜顿时明白过来 她是要纸和笔 想到这里 她就急不走过去 拿过纸和笔 叶凤丸手指尖难地握住笔 开始写字 婉婉 不要写了 你不要写了 南宫夜自责地握住她的手 阻止她的动作 她简直恨极了自己 没有及时对雨青云动手 让她钻了空子 将她的婉婉 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之内 她恨不得将所有的痛苦 都落在自己身上 也不愿意看到叶凤丸 变成如今的样子 南宫夜心疼地握住她的手 往自己脸上打去 婉婉 都怪我 你打我吧 叶凤丸抽回自己的手 固执地握住纸和笔 在上面艰难地写了几个字 给我拿铜镜过来 南宫夜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问道 铜镜 婉婉 你拿铜镜做什么 叶凤丸神色冷明 眼底是不容置疑地坚持 南宫夜犹豫了一下 这才走到一旁 拿起铜镜 稍微一犹豫 那铜镜就被她扔在了地上 发出了一道刺耳的声音 叶凤丸愤怒地瞪着她 南宫夜却睁眼说瞎话 婉婉 是我手滑了 不小心把铜镜给摔坏了 她刚靠近叶凤丸 就被她闲乎地推开 婉婉 你怎么了 叶凤丸挣扎着从床榻上下来 却被南宫夜猛然抱紧 婉婉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若是我及时赶到 你就不会烧成这样了 她用力将叶凤丸抱紧 璀璨的眼眸里是深深的自责 叶凤丸身有她抱着 心情慢慢平复下来 可心里却一直想着 她的脸是不是毁熟了 不神 南宫夜为何会拦着自己 不让自己用铜镜呢 南宫夜看她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才松了口气 她将叶凤丸小心翼翼地放在床榻上 替她摇好背脚 转身起步走了出去 原本闭着眼睛的叶凤丸 却猛然睁开了眼睛 她侧耳倾听了片刻 轮椅声渐渐远了之后 她才起身坐了起来 身上虽然疼得厉害 但是她却咬牙坚持着 连鞋子也顾不得穿 就挣扎着往外走 这时 青岚正端了身汤走进来 急忙扶住了她的胳膊 娘娘 青岚 给我拿铜镜来 我要铜镜 她声音嘶哑难听 但是却依旧固执地说出来 铜镜 挪逼这就去拿 说着青岚就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她就拿了一面新的铜镜过来 伸手递给了叶凤丸 叶凤丸鸡猛接过 当看清楚那张满是红斑的小脸 顿时忘记了呼吸 许久之后 她才脸色苍白地将铜镜 猛然扔了出去 娘娘 你怎么了 出去 出去 叶凤丸别过脸去 躺在床榻上 冷声说道 青岚不敢再说话 只能将地上 已经摔碎的铜镜收拾起来 这才褚褚地走了出去 叶凤丸的心口 剧烈起伏着 她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毁了容貌 那丑陋的红斑 简直是不能让人直视 连她自己都很讨厌这一副组貌 那南宫叶呢 她面上表现出来的不在乎 谁知道 她内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想到这里 她就觉得猴头干涩发紧 一股抑郁堵在了心口 让她无法呼吸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外面又想起了声音 她下意识闭上眼睛 感觉有人躺在了自己身侧 她心口跳得厉害 整个身体绷得更紧 南宫叶将她冰冷的身体 抱进自己怀抱里 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来温暖她 叶凤丸动也不敢动 额头上的冷汗 没一会儿就渗了出来 南宫叶感觉到她身体不对劲 低头温柔地问她 婉婉 你醒着吗 叶凤丸眼睫毛颤了颤 猛然睁开了眼睛 她双手用力一推 就将没防备的南宫叶 推到了地上 婉婉 南宫叶 你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 虽然嗓子痛得厉害 像是被灼烧那般的藤栈 但是她依然嘶声大喊 南宫叶看着圣怒的叶凤丸 眼底悄然闪过一抹心疼 婉婉 为什么又要赶我走 我不想看到你 南宫叶眼眸沉了沉 看着别过脸去的叶凤丸 妥协道 既然你不想看到我 那我就先出去吧 叶凤丸也不理她 眼眶里面一直隐忍的泪水 在南宫叶的脚步声消失后 悄然落了下来 她双手碰着满是红般的脸颊 眼底弥漫的满是悲伤 南宫叶 你一定会嫌弃我的 南宫叶抬头看着天上的圆月 狭长到凤某底 是满满的愧疚 她好恨自己 如果能去得早一些 她的婉婉就不会受伤了 她多恨不得那些伤势落在自己身上 王爷 这么晚怎么还没去休息 清风手里拿了一件厚厚的大肠 来到她身旁 可曾查到雨清云的下落 清风小心翼翼地回答 她去了京城 什么 去了京城 南宫叶的眼睛猛然危险地眯起来 不错 她带着身边的杀手 归顺了瑞王 南宫叶皱了皱眉心 是属下疏忽了 娘娘出事 属下该死 清风说完就跪在她脚边 南宫叶低头看了她一眼 最不怪你 若是我没有一念之间的仁慈 就不会让婉婉受伤了 真要怪 也是本王的错 王爷 是雨清云太过狡猾 属下没想到 她竟然会聪明地找替身迷惑了属下 清风一想到 自己盯了几天的神是个替身 就气得咬牙切齿 她的确是狡猾 不许 也不会跟在我身边这么久 替我收集了这么多情报 南宫叶冷声道 清风一点地担忧 王爷 那她现在投奔了锐网 她可是知道我们不少事情 不必担心 她知道的多是皮毛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只是婉婉身上的烧伤很厉害 要尽快回去京城治疗才行 不然 她的脸可就真的要被毁烂 是 王爷 那我们何时启程 南宫叶沉声道 越快越好 明天就动身 清晨当叶凤婉醒来的时候 就看到南宫叶那张英俊的脸 她心里一跳 下意识挡住了自己脸 南宫叶握住她的手 不让她挣脱 晚晚 南宫叶 你放手 叶凤婉此时情绪极度敏感 脸上越是表现得强势愤怒 就越说明 她此刻心里很是惶恐 南宫叶像是一块橡皮糖一般 粘在她身上 晚晚 我不放 我为什么要放手 你是我的晚晚 我死也不会放开你 你 你简直是无赖 叶凤婉生气地冲到后站 晚晚 你说的都对 你说我无赖 我就是无赖 叶凤婉简直被她的样子给气笑了 她完全没想到 平日里那么冷傲的一个人 竟然会说出这样赖皮的话来 南宫叶紧紧握着她手腕 晚晚 我们回京城 叶凤婉震惊地看着她 为什么 带你回京城疗伤 南宫叶话还没说完 就被叶凤婉恼怒地打断 南宫叶 你是不是嫌弃我现在的脸了 是不是 晚晚 我没有 你为何要这样问 你还说没有 你还敢说没有 如果真的没有嫌弃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去给我治伤 为什么 南宫叶下意识解释道 你的伤能治好 为什么不去治那 不 我的伤不用你管 你出去 你肯定是嫌弃我了 晚晚 我在意的是你整个神 而不是你的容貌 如果你心里 真的因为这个块过不去 那我现在就把自己的脸毁了 说着 她竟真的拿了长剑 往自己脸上刺去 南宫叶 你疯了 叶凤婉奋力夺过她手中长剑 藏在了身后 可是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 晚晚 叶凤婉的眼泪瞬间流下来 她一下子扑到南宫叶怀中 南宫叶 我好怕毁了容后 你就不要我了 南宫叶顾忌着她身上的伤 不敢将她抱得很紧 只是痛惜地揉着她发点 晚晚 你都不在意我曾经是个残匪 也不在意我的容貌 依然觉着人都要嫁给我 你觉得 我会在意你受伤的脸吗 我爱的是你整个人 叶凤婉扶在她怀里 听着她温柔的话语 一直敏感且坠坠不安的情绪 这才渐渐地稳定下来 叶凤婉本能地想要回避去京城 南宫叶 可不可以不回京城 晚晚 我们回京城 一时要尽快治好你的伤 第二就是雨清云 她投奔了瑞芳 恐怕她会在京城内兴风走浪 我要必须找到她 给你报仇 南宫叶 你到底对雨清云做过什么 她为何要这么恨你 我遣散了她的清平月 只是因为这个吗 叶凤婉似乎有些不信 南宫叶低声说道 晚晚 我不想隐瞒你 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 雨清云的事情 我曾经答应过她 永远不会遣散她的清平月 让她在陵南城内 安稳地度过余生 可是 你没有做到 你因为我 而动了她的清平月 所以她会怀恨在心 恨不得将我杀死 也恨不得将你杀死 叶凤婉倒吸了一口冷气 她没想到 这雨清云竟会如此的恨毒 雨清云现在去了瑞王的身边 因为自己有了瑞王做靠山 就会衣食无忧了 但是她伤了你 我一定会让她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 南宫叶冷人的眼底 闪过一抹杀意 叶凤婉紧紧握住南宫叶的手 好 我们回京城 听到南宫叶又带叶凤婉回去智商的消息 叶像很想一起跟着回去 但是她知道 若是自己一起回去 会给他们带来无尽的麻烦 再三思虑之后 她决定暂时留在陵南城 回京的马车里 叶凤婉缩在南宫叶怀抱里面 看着她的银色面具 南宫叶 你说 要是我脸上的伤永远也治不好 我能不能也跟你这样 戴一个面具啊 不会的 你的脸一定会治好 南宫叶温柔地抚摸着她长长的发丝 叶凤婉伸手捧着她脸颊道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真的变丑了 你能不能也给我一张面具 好 南宫叶亲吻着她的手指 眼底是毫不掩饰的爱意 叶凤婉听了她的保证 这才放下心来 小脑袋搁在她心口 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许久 叶凤婉沉沉地呼吸声传来 南宫叶低头一看 她竟是已经睡着了 眼眸温柔地盯着那张小脸 喃喃地说道 婉婉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都会是我南宫叶手心里宠的保 叶凤婉似乎听到她说的话 水润的唇半伸不住勾起 惹得南宫叶心里一跳 低头就吻了上去 马车在路上行了许久 远远地看到城门在望 叶凤婉的心情顿时变得忐忑起来 除去她顶南王妃的身份 她现在还在官府通缉的追杀令上 叶凤婉紧张地看着南宫叶 南宫叶 我担心我会连累了你 南宫叶坚定地摇头道 不会的 怎么不会 我劫囚了 紫妖帝一看到我 一定会第一个要杀了我 南宫叶冷哼了一声 她现在已经没这个本事了 叶凤婉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 紫妖帝现在已经生病了 病入膏肓 已经没有力气再追究你劫囚的事情了 叶凤婉文言眼眸一晒 紧紧攥住南宫叶的手腕 她是不是毒发了 不错 南宫叶用力地点了点头 叶凤婉代没清楚 心里想着 怪不得南宫叶非要此时回到京城来 原来是这紫妖国快要变天了 那现在是太子监国吗 南宫叶冷笑了一声 南宫叶 那个废物 你觉得可能是他吗 那会是谁 总不能是瑞王吧 皇上恨极了他 怎么可能让他接触皇权 万万很聪明 皇帝生性狡诈多疑 自然是不会将机会给瑞王 所以 他宁愿将监国大权 交给一无是处的南宫叶 也不会交给瑞王 叶凤婉拙没道 那现在皇宫里面负责政事的是南宫叶吗 不是 是上官家的当家人 上官刘云 眼看着叶凤婉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 他又解释道 就是上官玉儿的父亲 啊 是皇后的娘家 不错 那现在看来 这南宫云算是一个傀儡了 他面上坚国 实际上却是被外戚抢了全 南宫叶赞同地点了点头 叶凤婉猛然开口询问道 那刘家呢 难得超转 欲得全都发费到边疆做了关机 皇后如此痛恨刘家 自然是不会让刘家有好下场的 南宫叶又沉声道 不过 刘家倒是有一人躲过了一劫 叶凤婉下意识问道 是刘山 南宫叶疑惑地看着他 你猜出来了 叶凤婉讥笑了一声 并美人刘山 可要比刘盈有心机得多了 他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保全自己 不错 他的理由是要落法维尼 擎封古佛为刘家赎罪 替病重的皇上欺负 他落到这样的下场 还会有机会翻身吗 叶凤婉沉沉的眼眸看向马车外面 眼底是沉沉的寒意 一阵困倦袭来 他皱着眉心打了个河浅 南宫叶长臂一身将他勾到怀里 困了 叶凤婉抿了敏唇 在南宫叶怀中寻了一个十分舒服的姿势 闭上了眼睛 再睡会儿吧 等到了王府我再喊你 叶凤婉没有应声 只是用力地抱紧他胳膊 满足地睡了过去 许久 他听到南宫叶在他耳边呼喊着 他迷蒙地睁开眼睛 看到南宫叶那双璀璨的双眸 婉婉 到家了 到了 叶凤婉眨了着眼睛 迷糊地坐了起来 来 我抱你下去 不用了 我自己走就是了 你不是还要用轮椅的吗 叶凤婉知道 他不愿意在瑞王面前 暴露自己的真实模样 南宫叶握住他的手道 那好 晚晚先下马车 叶凤婉点了点头 随着他一起下了马车 看到外面 正有不少人在等着他们 王爷 你回来了 上官玉儿明显是经过了盛装打扮 艳丽的公裙 精致的妆容 一双明眸灼热地落在南宫叶身上 南宫叶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上官玉儿迎上来 想要推他轮椅 被他冷眸一扫 惊得他收回了自己的手 尴尬地看着他 王爷 玉儿一直盼着你回来呢 本王这不是回来了 是啊 所以玉儿很开心 给你背下了接风韭菜 上官玉儿害羞地看着他 叶凤婉从后面走过来 咳嗽了一嗓子 王爷 你慢慢去和玉妃娘娘用膳吧 我先回去休息了 说着急步就往前走 上官玉儿上前一步 拦住了他去路 慢着 叶凤婉皱眉看向他 玉妃娘娘有事吗 王爷 你怎么把他给带回来了 他可是被皇上追杀的人 南宫叶幽冷的眼眸 落在上官玉儿脸上 什么追杀令 叶青之士朝廷重犯 贪赃灾淫 皇上判他斩首示众 上官玉儿轻蔑地看着叶凤婉 叶凤婉争变道 我爹没有贪赃灾淫 是有人陷害他 上官玉儿讥讽地看着他 胡说八道 贪赃的灾淫都从你叶父里面搜出来了 难道你还想否认 证据确凿 你再否认 岂不是让人笑话 你 我爹没有贪赃灾淫 是有人陷害叶家 叶凤婉愤怒地冲他喊着 上官玉儿挑衅地看着他 真是华天下之大机呀 婉妃娘娘 如果真的是栽赃陷害 你为什么要带着叶相去逃命呢 向皇上说清楚不就行了 叶凤婉用力地咬了咬牙 这上官玉儿简直是太咄咄逼神了 她的目的就是要让她叶凤婉出丑 再无资格踏进岭南王府内 怎么 没话说了 婉妃娘娘 你得有自知之明啊 你这样踏进岭南王府的大门 是会连累王爷的 一只沉默不语的南公爷 突然紧紧握住叶凤婉的手腕 婉婉 王爷 走 跟我回去 南公爷拽着他手腕 就往里面走去 上官玉儿见状 神色一僵 急忙提着裙子追上去 王爷 叶凤婉跟着南公爷往里面走 侧目看了他一眼 只见他幽冷的眼眸里闪过阴谋温暖 他低头唇脚微微上扬 上官玉儿拦在南公爷面前 气急败坏地看着他 王爷 你怎么还把他带进去 南公爷抬头冷冷地看着他 这里是他的家 你想让他去哪 将他交给官府啊 他可是追杀令上的人 本王的王妃谁敢动 南公爷突然冷然开口 叶凤婉下意识愣住了 看到他那沉溺的眼眸 眼底滑过了一抹开心 上官玉儿却在一旁急得跺脚 王爷 他 住口 南公爷呵斥了一声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拉着叶凤婉的手 快步离开 贱人 上官玉儿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眼底满是毫不掩饰的愤怒 他的贴身奶娘 低声凑在他耳边道 玉妃娘娘 你还是赶紧抓住王爷的心要紧哪 府里那边传来了消息 说让你无论如何 也要取悦陵南王 以扶植上官家族的势力 上官玉儿猛然回头 眼底划过了一抹力气 王爷他根本理都不理我 我如何能抓住他的心 还不如一个贱人 哎 王妃娘娘 这男人嘛 只要女神主动 总也不会拒绝的 你 你让我对他主动 他不过是个残妃而已 上官玉儿说得咬牙切齿 奶娘又继续叮嘱他 人虽然是残妃 但是 他可是领南王啊 只有取得他的支持 上官家族才能打败瑞王 取得整个紫耀王朝的统治权 娘娘 您心里要有一杆秤啊 孰轻孰重 应该有个打算 上官玉儿戴没清楚 他何尝不想主动取悦陵南王 可是他一直以来的冷淡和疏离 让他彻底没了自信 如今看到他与叶凤婉相邪归来 他几乎要被气死了 他竟然不如一个废柴嘛 奶娘 你帮帮我 奶娘眯着眼笑道 好 我来的时候 正好从府中带了一些药 用了这些药 岭南王自然是离不开你的床榻了 哼 叶凤婉 你这个贱人 我上官玉儿早晚要把你扫地出门 等着瞧吧 说着 他大步往自己院子急不走去 叶凤婉被南公爷拉到房间里 看到等在那儿的清禾 眼底浮现出一抹笑来 清禾 我回来了 清禾站在那儿 像是傻了一般 先是用力地揉了揉眼睛 接着便猛然扑过来 一把抱住了叶凤婉 又哭又笑 娘娘 你可回来了 奴婢好想你啊 好担心你 清禾哽咽着 叶凤婉挑眉看着他 这不是回来了吗 不许哭鼻子 我这一天累得都不行了 快伺候我更衣睡觉 好好 奴婢这就伺候你 清禾一边用袖子擦着眼泪 一边帮叶凤婉整理衣服 她越是擦 眼泪就掉得越是欢湿 到最后 叶凤婉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塞给她一个紧帕 别哭了 你眼睛红肿得跟个兔子似的 真是难看死了 真的吗 清禾急忙收了眼泪 用紧帕擦了干净 叶凤婉嘲笑道 当然是真的 红红的都快成兔子眼了 娘娘 南宫夜在一旁柔声道 晚晚 你和清禾叙叙旧 我去处理一下公事 很长时间没回来 王府的事情 恐怕已经堆积入山了 王爷 清禾刚刚忘记 还有岭南王在 一时间忘了行 如今听到他说话 羞惨地躲到叶凤婉身后 你们周婆二人 也是很久不见了 先叙叙旧吧 我先去忙了 说着 就操纵轮椅行了出去 清禾挽住叶凤婉的胳膊 喜悦地看着他 娘娘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 你在这岭南王府 怎么样啊 叶凤婉坐在椅子上 顺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 清禾文言 委屈地抿着唇道 奴婢过得可不好了 哦 怎么不好了 娘娘 还不是那个玉妃吗 她欺负奴婢 是没主子的野丫头 天天让奴婢去做粗活 你看看我这手 清禾探开自己手掌心 让叶凤婉看 指尖上面纵横交错的 全都是破裂的口子 叶凤婉心疼地握住她的手 这是怎么回事啊 娘娘 她命令奴婢这一天 必须要将王府里面的衣服 全都清洗干净 如果洗不干净 就不让奴婢睡觉 她凭什么让你去做这些粗活 叶凤婉愤怒地说道 她说 娘娘是罪人 奴婢也是罪人 所以 连最低等的下人都不如 让奴婢不但洗主子们的衣服 甚至连她身边那些丫鬟们的衣服 也都得给洗干净 清禾越说越委屈 到最后干脆抹起了眼泪 叶凤婉安慰她 好了清禾 别哭了 奴婢洗衣服不委屈 奴婢委屈的是 他们说娘娘是罪人 叶凤婉冷声道 我爹是被冤枉的 他根本就没有探赃那些灾淫 是皇帝他想要杀我爹 他嫉妒我爹在百姓之间的威望 所以想要杀了他 娘娘 是真的吗 清禾惊喜地看着他 当然是真的 我已经找到了证人 来帮我爹洗刷冤情 但是根本就没用 那个婚君 一心一意地想要杀死我爹 所以我才不顾一切去劫求 娘娘 那王爷可以帮我们叶家 洗脱冤情吗 如今我们叶家 只剩下老夫人一个人 孤苦伶伶地在府里 身边剩下的 也都是一些老奴在伺候她 叶凤婉坚定地说道 我这次回来 一定要给我爹洗脱冤情 让老百姓们都知道 我爹两袖清风 一心为了百姓 是绝对不会做出 探葬灾淫这种事情来的 清禾雀悦地几乎跳起来 娘娘 那实在太好了 对了 娘娘 你的脸怎么了 为何要一直戴着面纱呢 清禾说着 就要替叶凤婉解些面纱 叶凤婉连忙往后退 躲开了她的手 不小心烧伤了脸 什么 娘娘 烧伤 清禾当时就瞪远了眼睛 叶凤婉语气躲闪地说道 现在没事了 王爷带我回来找御医 看看能不能除掉疤痕 你不用担心了 那得让王爷快点给你去看啊 伤在脸上 这么重要的事情 可不能脱呀 清禾焦急起来 是 不能脱 南宫月的声音突然传来 紧接着 他操纵轮椅走进了房内 而他身后 则跟着满面封城的太医 杜青山 臣杜青山 见过王妃娘娘 清禾急气地说道 杜太医 你快点给我家娘娘看看点 她的脸必烧伤了 叶凤婉皱了重眉心 清禾 清禾惶恐地看了南宫月一眼 连忙躲到叶凤婉身后 杜太医过来 就是给你看脸的 南宫月说着让开 让杜青山走上前来 叶凤婉顺手摘下脸上戴的面纱 杜太医请 当清禾看到他脸上那些红斑的时候 南宫月的眼圈灯是又红了 叶凤婉苦涩地笑道 是不是很丑 没有 奴婷是心疼娘娘 叶凤婉的心态早已平静 横竖都是一副皮囊 丑也好 没也罢 只要南宫月不嫌弃 她也不会去再一拦 我倒是无所谓了 你却受不了先哭了起来 清禾 你这是要嫌弃你家主子吗 奴婷不敢 清禾连忙跪在了地上 你起来吧 下去给我做一些点心过来 我已经想念你的手艺了 是 奴婷这就去给娘娘做 清禾擦了擦眼泪 起身离开了厢房 杜太医看着叶凤婉的脸 神情逐渐凝重起来 叶凤婉皱眉问道 杜太医 这伤疤还能消除吗 娘娘这伤有多久了 三天了 一旁的南宫月插口道 受伤之后 让郎中用了一些药 就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杜青山沉吟了片刻 微臣不能保证 能将疤痕去掉 但是却能试试 若是疤痕落下的时间不长 应该会很快消除的 只是 只是这药膏 恐怕会对娘娘身体 有所损伤 会有什么损伤 南宫月眼底 豁然闪过一抹冷意 此药里面含了蛇香 恐怕王妃娘娘用了之后 会不宜怀上子嗣啊 南宫月眼眸瞬间变得幽暗 而叶凤婉也下意识 皱起了眉心 杜太医 没有别的办法吗 南宫月沉吟了许久 才开口问道 杜太医为难地摇了摇头 这个暂时还没有 叶凤婉看了一眼南宫月 用力地握住她的手 这药膏不用了 婉婉 南宫月震惊地看着她 叶凤婉小声凑在她耳边 我还想给你生下孩子呢 南宫月浑身一震 一把将她用力地拢在怀里 清禾 从杜太医离开 是 清禾忙带着杜太医走了出去 南宫月将叶凤婉抱在怀里 用力地收紧 再收紧 你快勒得我喘不上来了 对不起 婉婉 南宫月急忙松开她 一点地歉意 叶凤婉捧着她脸颊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南宫月 你会嫌弃我脸上的疤痕吗 不会 南宫月斩定截铁地回答 那就是了 容貌跟孩子比起来 当然是孩子最重要 我想要个小孩子 凭着你我的容颜 她一定会长得很好看 叶凤婉一念的憧憬 南宫月没再说话 而是附身 针在她柔软的唇瓣上 叶凤婉急忙推开她 气喘吁吁地问道 等等 怎么了 你不喜欢小孩子吗 为什么对我刚才说的话 没有任何回应 婉婉 我们现在就生个小孩子 说着 她将叶凤婉一把抱起 朝着床榻上急步走去 叶凤婉从来没感受过 南宫月如此的热情 在她的引领下 她脑子已经不受控制 一片空白 眼前晃动的 只有南宫月那张邪魅的容颜 以及她眼底的深情和温柔 一夜缠绵 她身体疲累至极 沉沉地睡过去 而南宫月看着她那张 就算是有了疤痕 却依然清澄的小脸 久久不曾入睡 婉婉 我不在意你的容貌 我只愿与你种此一生 诸火摇曳 眼不住满事的遗孕 叶凤婉睁眼醒来的时候 南宫月还没离开 她看着她那迷迷糊糊 带着点恍惚的眼神 柔声地问着 小蓝猫 醒了 你怎么还没去处理公务啊 叶凤婉浑身酸软地难受 觉得南宫月的身体好暖和 好舒服 忍不住往她怀里面蹭了蹭 南宫月长臂一身 将她搂在怀里 而叶凤婉迷蒙的眼睛 瞬间等待 南宫月 不要了 她面红耳痴地拒绝 能清楚地感受到 南宫月身体的变化 她下意识想要逃离 不要什么 小蓝猫 南宫月凑在她耳边 吹着她好看的耳窝 让她原本就敏感的身体 一阵又一阵地站立 我 我想要起床了 她挣扎着 想要逃离她怀抱 南宫月一把捞回她 将她牢牢地锁在自己宽阔的怀抱里 你还记得吗 当初娶你的时候 你还给我炖过大补汤呢 是啊 叶凤婉尴尬地回应 当时她还以为 南宫月是真的残废呢 那你现在觉得如何 我的本事怎样 她坏心地去咬她耳垂 经过这几天缠绵 她早已经对她身体了如指掌 清楚地知道 哪个地方最经守不住了不 不厉害 叶凤婉本不想让她骄傲 却不承想 她为这三个字付出极大的代价 南宫月竟然一早晨的时间 都赖在她身体上 简直把叶凤婉累得要晕死过去了 守在外面的清禾听到房间里 传来一阵又一阵磨人的声音 一张脸几乎变成了血红色 她下意识咬住牙 猛然听到一阵脚步声缓缓走来 她脸色一紧 急忙抬头看去 只见上官玉尔正扶着刘老夫人走过来 清禾脸色一变 焦急地往房间里面看了一眼 就听到上官玉尔弄声道 大胆见闭 竟敢不行礼 奴婢给老夫人 玉妃娘娘行礼 清禾急忙跪在地上 惶恐地说道 贱婢 谁让你站在这里守着 你忘了自己的本分 是该做什么吗 上官玉尔大步冲上前来 一巴掌抽在清禾的脸颊上 顿时抽得她小脸变得肿胀起来 清禾捂着脸正变道 奴婢的主子回来了 自然是该回来伺候主子 放肆 上官玉尔看了一旁的刘老夫人一眼 只见她板着脸没说话 她气冲冲地走过去 伸手就提住了清禾的耳朵 清禾低叫了一声 眼眶顿时就红烂 快滚出去洗衣服 奴婢 奴婢还要伺候主子呢 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是不是 你敢忤逆我 看我不拧死你 说着 伸手就像清禾身上拧了过去 拧得清禾小脸顿时变得苍白 刘老夫人皱眉道 好了 母妃 上官玉尔急忙收了手 你先别忙着收拾这丫头 这都什么时辰了 这夜凤晚竟然还在睡觉 清禾脸色一紧 下意识往里面看了一眼 王妃娘娘她昨晚睡得晚 上官玉尔拔高了声调责骂的 她多大的本事啊 让老夫人亲自来看她 她竟然还在睡懒觉 刘老夫人也不满地皱眉 是啊 这都睡到现在了 成什么体统 莫非 不如我们闯进去 让她揪出来 看看她到底是真睡着 还是在装睡觉 就是不肯去给你请安 根本就是不把你老人家 放在眼里吗 上官玉尔装容精致的脸上 闪烁着恶毒的光芒 好 我倒是要看看 这女人到底多大的家子 说着 两人就往里面闯 清禾当时急了 急忙跪下磕头道 求老夫人 你们先别进去 先别进去 上官玉尔眼中力气一闪 一脚踢在清禾身上 清禾往后倒去 头碰在墙角上 灯时鲜血就涌出来 上官玉尔扶着老夫人 就冲进了房间里面 透过摇曳的珠帘 上官玉尔看到 床榻上竟然有两个人的影子 站住 南宫叶沉冷的声音 豁然传来 惊得老夫人和上官玉尔 同时止住了步子 互相看了一眼 眼底皆是 怎么南宫叶还在这里的意思 出去 南宫叶冷凝的声音 带着沉沉的寒意 惊得两人身体抖了抖 莫非 上官玉尔求救似的 扶住老夫人胳膊 先出去再说 先出去再说 刘老夫人气得脸颊直哆嗦 扶开她的胳膊 大步就走了出去 上官玉尔忐忑地 站在老夫人身边 惶恐不安起来 片刻之后 穿戴整齐的叶凤婉 和南宫叶从里面出来 只见南宫叶坐在轮椅上 银色面具挡住她的脸 看不出她的情绪 但是 她眼底却弥漫着 令人胆寒的冷意 叶凤婉众人看到 浑身狼狈的清禾 双眸一沉 急忙蹲下身子扶起她 娘娘 都是奴婢的错 奴婢没拦住老夫人 和玉妃娘娘 清禾说完 眼前一黑就晕死了过去 来人 快来人 叶凤婉立声大喝 天刻之后 有郎中赶来 让清禾给扶了下去 叶凤婉缓缓缓站起 一双冷力的双眸 骤然落在上官玉儿身上 吓得她本能倒退了一步 莫非 她惶恐地躲在刘老夫人身后 叶凤婉 你等那么大眼睛做什么 难不成想要吃人 刘老夫人虽然也害怕 但是好歹 自己是王爷的奶母 叶凤婉自然不敢 对自己怎么样 只见叶凤婉冷冷地看了她 你让开 刘老夫人愤怒地指着叶凤婉 叶凤婉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女人不属妇道 勾引王爷 白事里不理正事也就罢了 竟然还如此地嚣张跋扈 老夫人 南公爷猛然开口 惊得她浑身一哆嗦 抬头看着南公爷那冰寒的眼眸 叶儿 我是为了你的名声着想啊 若是让旁人知道 你们大白天在房间里 做那些事情 他们只不定在外面 如何败坏我们 岭南王府的名声呢 本王想要尽快要个孩子 这有什么不对吗 什么 上官玉儿和刘老夫人 同时瞪大了眼睛 尤其是上官玉儿 愤怒地冲到南公爷面前 还是罪臣之女 怎配剩下王爷的孩子 他不配 难道你配吗 南公爷急俏地看着他 上官玉儿复杂地看着南公爷 眼里满是委屈和不甘心 王爷 南公爷抬头冷声寻问道 秦和的伤是你打的 不 不是 上官玉儿急忙否认 可怜兮兮的眼神 看向刘老夫人 他是吃过叶凤满 狠利的苦头胆 此时更是害怕到了极点 南公爷皱眉看向他 真的不是你 不是 上官玉儿急忙否认 叶凤婉在一旁冷哼了一声 不是你 难道是老夫人了 胡说 刘老夫人眼见南公爷的眼神很吓人 忙推脱的 怎么可能是我 他身上伤这么重 我一个老婆子 怎会有这么重的力道 上官玉儿吓得脸色苍白 几乎要哭出来 莫非 叶儿 原来就是你的不对 你也不看看 这都什么时辰了 你 老夫人 你是不是该去佛堂念经了 南公爷阴瑟瑟的开口 刘老夫人文言脸色一变 急忙拍了一下自己额头 啊 是啊 我老婆子该去念经了 佛祖保佑 千万别怪罪我去晚了 说着 拔腿就转身急不走了 母妃 山官玉儿哭叫着 拉住刘老夫人的哭管 刘老夫人嫌恶地甩开她 哎 你好似为之吧 山官玉儿顿时坐在地上 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叶凤凡走近她 蹲下身子 山官玉儿 山官玉儿 我最后问你一遍 清禾到底是谁打的 是 是 是她 山官玉儿实在没办法了 只得将站在自己身后的奶娘 拉下了水 将脏水泼在她头上 奶娘当即跪在地上 主动坦诚道 是奴婢动得少 还请王妃娘娘 走发奴婢吧 叶凤凡冷哼了一声 很好 有勇气承担罪责 实在是让人钦佩 不过 你胆子很大呀 敢欺负清禾 你们都忘了我之前 是怎么说过的吗 若是清禾在这王府里面 受到什么委屈 我一定会加倍地还回去 很好 缘有头 债有主 来人 将这婆子拉下去 打四十大板 山官玉儿脸色一变 急忙跪着 爬向南宫叶 王爷 你不能这样大奶娘的 她年纪大了 可受不住这四十大板 南宫叶幽冷的眼眸 落在她小脸上 你可怜她 是 她是玉儿从小到大 一直似乎着的奶娘啊 原来是这样 婉婉 你看呢 南宫叶挑眉 看向了盛怒的叶凤婉 王爷 你的意思呢 叶凤婉皱眉 看着她 心口有些发毒 在床上的时候 情话连篇 说什么只爱她一个 如今上官玉儿一求情 就没个准主意了 依着本王看 既然玉儿跟奶娘 主不情深 不如一人二十算了 有冷淡漠的余调 让山官玉儿身体 剧烈一倒 叶凤婉文言 眼睛瞬间一亮 这个可以有 一旁的山官玉儿文言 却是哭着扑上来 用力抱住了南宫叶的腿 王爷 不可以啊 您真的要连玉儿也一起打吗 叶凤婉蹲下身子 嘲讽地看着山官玉儿 山官玉儿 刚刚可是你说的 奶娘年纪大了 受不住四十大板 现在王爷给你出了主意呀 一人二十 既成全了你主仆情深 还能保住你奶娘的命 这是多好的提议呀 不 不能打我 也不能打奶娘 王爷 玉儿求你了 山官玉儿哭得妆容也花了 整个人狼狈不堪 山官玉儿 你在动手打青河的时候 可曾想到了 我的人也不是你能动的 啊 叶凤婉猛然抓住她头发 狠狠地用力一扯 叶凤婉 你这个罪人 你敢动我 我爹绝不会放过你的 山官玉儿头皮被扯得生肯 气急嘶声大喊起来 叶凤婉 她不同意一人二十 就让奶娘一人承担 你说了算了 叶凤婉猛然松开对山官玉儿的前置 拍了拍手 转身离开了 山官玉儿哭着蹭到南公月的轮椅旁边 王爷 南公月厌恶地看了她一眼 哭成这个样子 成何体统 王爷 是叶凤婉那个剑 山官玉儿话没说完 冷不防看到南公月沉冷的眼眸 吓得连忙改口 是她的错 她欺负戒身 南公月嘲讽地看着她 何来欺负之说 山官玉儿 现在你所在的 可是她所住的院子 若是她欺负你 也该是她去找你的麻烦吧 山官玉儿委屈地咬传道 亲身是陪这母妃过来的 以后这个院子 你不许再踏足半步 什么 山官玉儿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怎么可以 这可是南公月的主愿 若是不准自己踏足 那么自己岂不是再也不能见到她了 南公月已经不耐地感人了 还不赶紧带你奶娘回去顶板子 王爷 你不能阻止 妾身来这个院子 若是妾身不能踏足 那岂不是不能看到你了 山官玉儿用力扯住她的衣袖 南公月冰冷地吐出两个字来 放开 山官玉儿猛然松开 用力咬住唇瓣 不敢大声哭泣 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 本王可以去你的院子 王爷 你去过吗 除了大婚第二日 在我院子里面坐过之外 您何时再去过 你连碰都没有碰过我 我爹和我娘 前几日还在问我 你何时能回来 让我尽快为你南公家延续子嗣 可是这样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南公月文言 眼眸豁然变暗 这上官刘云果然是手身的够长 连他岭南王府的家事也管了 回去告诉你爹 我岭南王府的家事 用不着你上官家来插手 南公月冷声说完 操纵着轮椅就离开了 王爷 山官玉儿泪如雨下 看着南公月离去的背影 屈辱和悲伤 一下子涌上心头 让他无法承受 奶娘心疼地将他抱在怀里 娘娘 奶娘 对不起 是我无能 我没有护住你 山官玉儿哭着 扑进奶娘怀里 奶娘伸手替他擦掉了眼泪 娘娘 快别哭了 你看 你这妆都哭花了 奶娘 我怕疼 我不能替你挨板子 山官玉儿一边哭着 一边拽着奶娘的袖子 娘娘 这有什么 不就是四十大板吗 若是能活着 奴婢就继续伺候你 若是我活不成了 娘娘 就叫奴婢葬了就是了 奴婢是上官府的家奴 生死原本就不由自己 奶娘安慰着山官玉儿 山官玉儿收了眼泪 脸上满是争鸣的恨意 叶凤婉 这令南王府内 有我没你 你等着敲 山官玉儿指甲 狠狠掐进自己掌心里 看着流出来的鲜血 他嘴角闪过一抹阴毒的笑意 南公叶在清禾的房间里 寻到了叶凤婉 只见他正在照顾清禾 给他擦拭头上的伤口 听到身后的车轮声 叶凤婉也没招呼 南公叶的意思 倒是清禾小声地提醒他 娘娘 是王爷来了 叶凤婉错眉开口 他来就来呗 理他做什么 清禾自然是不敢无理的 连忙挣扎起身 要给南公叶行礼 清禾 你不许动 叶凤婉沉声命令他 清禾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娘娘 叶凤婉瞪了他一眼 回头看向南公叶 清禾受伤了 这几天就免了他的礼 南公叶欣然答应 好 都听完完的 叶凤婉一听他这样说话 就来了气 转头看着他吼道 你少来 你什么听我的 我让你将善官玉尔赶出岭南王府 你能同意吗 同意 南公叶想都没想 一口答应 叶凤婉震惊地看向他 你真的同意 原本将他娶进来 就是皇上的遗孙 他若是安分 就可以相安无事 要是他不安分 扰了我们生活 自然是要让他离开的 那 那上官家呢 你如何给上官家一个交代 尤其现在 他们还把制朝政 控制着监国太子 这些事很麻烦 所以 晚晚要给我将他送出去的时间 叶凤婉文言顿了一下 这才点了点头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替我爹洗头冤情 现在皇上病重 太子监国 那我就去陈情太子 让他招告天下 说我爹根本就没有贪赃在野 他只是被人陷害了 我要让我爹 正大光明地重治业家 叶凤婉严肃地看着南宫爷 南宫爷皱眉道 南宫云雾心朝政 你就算跟他说了 他也做不了主 可是 我总要试试啊 晚晚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去处理 如果事情明朗了 我会跟你说的 嗯 好 叶凤婉原本紧皱的眉心 这才舒染开来 从清禾的房间离开之后 叶凤婉就急匆匆出了王府 来到了怡红楼门前 他驻足抬头 看着那高高的金子招牌 冷不防有人朝他突然撞过来 嘴里还喝骂道 滚开滚开 叶凤婉下意识错身闪开 却看到一顶轿子 急匆匆进了怡红楼内 轿帘被风护震吹开 他不经意一撇 却看到了一张四层相识的面容 那不正是宇清云是谁 叶凤婉双手猛然攥紧 毫不犹豫地跟在轿子后面 进了怡红楼 怡红楼内 不值得复礼堂皇 因为是京城内 达官贵人们的温柔香 为了勾人流连不想离开 这里面的姑娘们 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 香粉扑鼻 到处都是一片油香 叶凤婉随着宇清云的轿子 跟到后院 看到他从轿子里面走出来 稍微犹豫了一下 就把腿追了上去 谁料 身后突然窜出一个神来 一下子将他压到墙壁上 听得他眼眸一沉 正想动手揍人 就听到一道软软的声音 小心有人 香香姐 叶凤婉惊讶地看着他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离开之后 香姐这才松了口气 低头看着他 幸好我顺着你的身形 你这脸是怎么了 叶凤婉动了动自己面纱 又往里面看了一眼 哪里还有宇清云的身影啊 她皱了皱眉心的 不小心被烧伤了 香姐关切地问道 很严重吗 严重倒是不严重 只是可能毁了容 香姐闻言一愣 随后叹息道 你也往好处想 我还以为你去劫囚 这辈子都不能再见到你了 真是没想到 今天竟然还能再见到你 香姐 我们就站在这里说话吗 叶凤婉皱眉 这人来人往的 她还紧紧压着自己 被一个女人壁东 一阵阵支粉气 往她鼻子里面钻着 这滋味还真是不太好受 对 你瞧瞧我 怎么就傻了 走 你去我房间里面 说着 香姐拉着她手腕就走 来到香姐房间后 她热情地给叶凤婉 倒了杯热茶 容颜精致的脸上 是见到她的真心喜悦 香姐 小满他们去了哪儿 你知道吗 叶凤婉记得 因为自己的事情 段子余跟段家闹翻了 自己又去劫囚 去了岭南城 跟他们不告而别 现在也不知道 他们究竟怎样了 香姐笑着说道 知道啊 就在前边的巷口 看了一间私塾 他们都在那边呢 真的 叶凤婉眼睛一亮 当然不是骗你的了 段公子教书教得可好了 听说一些穷人家的孩子 也去那边上学 他们出不起学费 就帮着做一些农活 用来做生计 叶驸马急忙站起身子 香姐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们 啊 现在啊 香姐愣了一下 片刻之后才到 你等着 我去和妈妈说一声 然后换衣裳给你出门 叶凤婉点了点头 坐在屋内 等着香姐回来 片刻之后 香姐才回来 只是脸色就不太好看 香姐 怎么了 是妈妈不让你出门吗 香姐为难地说道 不是 是有客人点了我 叶凤婉敏日的感觉 不会这么巧吧 她危险地眯起双眸 是谁点了你 香儿啊 你快点 别让羽公子和瑞王爷 久等了 外面穿了一道催促的声音 叶凤婉眼底寒忙一闪 猛然打开门 大步走了出去 哎 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在香香的房间里啊 一名打扮妖娄的半老徐娘 手里拿着一把团扇 拧着眉心上下打量着叶凤婉 我是香姐的妹妹 是来给她赎身的 赎身 香姐在她身后 猛然瞪圆了眼睛 那半老徐娘盯着叶凤婉看着 伸手就朝着她面纱抓过来 妹妹 你干什么 叶凤婉一把捏住她手腕 疼得她当时嗷嗷叫起来 此时 有不少看热闹的人围过来 周然看到妈妈被人抓着手腕 很多打手就要上前帮忙 你们谁敢过来 信不信 我直接捏碎她喉咙 叶凤婉眼眸闪烁着杀意 让那些打手望而却步 你别这样 香姐担心地走到叶凤婉身边 担忧地看着她 叶凤婉冷冷地说道 姐姐 我要给你熟身 带你离开这儿 你可愿意 我 香姐眼底闪过一抹挣扎 看着她手掐着妈妈的脖子 已经让她痛苦地憋红了脸 你可别惹上人命官司啊 叶凤婉又冷声询问道 你走还是不走 香姐咬了咬牙 沉吟了片刻 终于答应道 走 你敢 妈妈从嗓子眼里 挤出了两个字来 叶凤婉凤婉凤在她耳边 语调轻隆地说道 我要帮姐姐熟身 你说个价出来 妈妈具体挣扎着 眼球几乎就要凸出来 她艰难地开口道 你 你想要我说话 得先放了我再说 叶凤婉松开对她的前置 她抓着自己喉咙 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怎样 需要多少饮料的熟身费 妈妈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一道音笼的声音 惑人传来 这里好热闹啊 叶凤婉几杯一浆 猛然回头 正对上 雨清云那双妖娆的眼睛 仇人相见 愤怀眼红 叶凤婉当即就扑过去 朝着她就出了手 凌厉地掌风骤然袭来 惊得雨清云迅速后退 她一下子撞到身后的门柱上 咚得一声摔到一旁 一口鲜血就冲口而出 你 你是什么人 雨清云倒在地上 身旁的护卫将她护在其中 叶凤婉冷斥了一声 哼 要你命的神 叶凤婉看到一旁 晾晒着不少颈部 她冲过去拿在手里 然后用力一甩 缠住了雨清云的脖子 再用力一扯 就将她拉到自己身边 雨公子 众人见状大惊 想要涌上来救她 却听叶凤婉大喝了一声 你们谁敢过来 我现在就勒死她 一旁的妈妈吓坏了 她不知道从哪来的煞星 直接让她这一轰楼变得如此混乱 这雨清云现下可是锐王的红神 可是得罪不起啊 她面带祈求 看向一旁的香儿 香儿 她是你妹妹 你劝劝她呀 别动雨公子 懂了这雨公子 咱们这整个宜红楼 可就有遭殃了 香儿不管多岁 只是担忧地看着 盛怒的叶凤婉 雨清云咬牙道 你放了我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你竟敢攻击我 什么仇什么怨 我就看着你这张脸不顺眼 想毁了她 叶凤满双手 慢慢滑向她腰间 摸了一把匕首出来 你敢 雨清云挣脱不开她的前置 眼眸惊恐地看着她拿着匕首 已经落在她脸上 哼 那你瞧着 不在你这脸上刻上贱人两个字 还真对不起你这张脸 叶凤婉幽冷地笑了一声 匕首就已经刻了上去 猛然间 一个小狮子突然急事而来 叶凤婉早已察觉 迅速扯着雨清云侧身躲开 那狮子落到地上 没入了头中 身穿简衣的锐王 偏偏走出来 他那英俊的脸上 带着一抹浅浅的笑意 但是那笑意 却让人看了浑身发冷 锐王忍不住鼓掌赞道 姑娘好身手啊 叶凤婉眼底冷亡闪过 讥讽道 你想多管闲事 姑娘真是冰雪聪明 不知道 她如何得罪了姑娘 姑娘能不能看在 本王的面子上 想放了她 雨清云看向锐王 眼底满是忐忑 锐王殿下 叶凤婉 业余地看了锐王一眼 生死仇敌 这种闲事 你也要管吗 锐王文言皱了皱眉心 哦 这么严重 在她脸上刻字 已经算是便宜了她 你既然想要帮她的忙 那就刻在你脸上 怎样 想起鸡毛站在她身后 提醒道 妹妹 她是王爷 什么王爷 本姑娘只知道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锐王脸色有些难看 这女人简直是找死 竟然连自己也不放在眼里 只是 看到她手中的人质雨清云 她又有些犹豫了 这新鲜的玩物 她若是毁了容貌 那就无趣了 姑娘 她是本王的人 你杀了她 你也不会逃出这一红楼的 锐王阴冷的眼眸 犹如蛇星一般 紧紧地盯着叶凤婉 叶凤婉 叶凤婉痴笑了一声 还没杀 你怎么知道我逃不出去 锐王皱了皱眉心 看着雨清云脸色 已经变得苍白 本王如何做 姑娘才肯放了她 叶凤婉灵动的眼眸转了转 只是瞬间动作 就让锐王心里一跳 这女人看上去好熟悉啊 尤其是这双眼 叶凤婉挑眉看向锐王 你是王爷 应该很有钱对不对 姑娘想要多少钱 锐王松了口气 只要是有条件 那就还有商量的余地 叶凤婉冲着一旁的妈妈 扬了扬尖尖的下巴 你问问妈妈 给我姐姐熟身 需要多少饮料 妈妈浑身一倒 看向锐王的时候 眼底满是恐惧 锐王樱直地看向她 需要多少饮料 妈妈赶忙回道 锐王殿下要人 不用花钱的 叶凤婉冷声道 好啊 把我姐姐卖身器交出来 快点 妈妈眸光闪烁着 这没有卖身器啊 叶凤婉手中的刀一紧 王爷 这可不是我想 往她脸上刻字 是妈妈逼我的 她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锐王阴声道 怎么 你这银红楼 不打算开了 开 王爷 您可别生气啊 妈妈嚎哭着 跪在她脚边 锐王大号了一声 麻丽的 卖身器拿出来 是 这就去拿 这就去 妈妈爬起来 朝着里面 快步跑去 没一会儿 就见她拿了一张宣纸出来 哆哆嗦嗦地交到叶凤婉手里 叶凤婉结果 转手递给了湘姐 姐姐 看看是不是卖身器 湘姐低头仔细一看 果然是那卖身器 她激动地握在心口 是 王爷果然是爽快人 只是放劝王爷一句 你这么费心救下的这个人 阴得很 可小心他背后阴你 叶凤婉嘲讽地说道 锐王怀疑地看见他 你们认识 哼 何止是认识啊 简直是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呢 叶凤婉说着 伸手拍了拍 雨清云的脸颊 雨清云当时脸色血红 咬牙道 王爷 你不要听他胡说 我真的不认识他 叶凤婉不再跟他废话 而是看向了香香 姐姐 快去收拾你的金银细软 我们拿到了卖身器 就从此离开这一红楼 妈妈听他这么一说 脸色一紧 还想拦着 但是看到叶凤婉眼眸一沉 吓得他闭了嘴 好 香姐急忙返回自己房间 去收拾去了 锐王打量着叶凤婉 姑娘 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不知道姑娘 可否让本王一见真容 叶凤婉一口拒绝 不能 锐王差点被气出一口黑血 他可从来没见过 敢如此对自己说话的人 不对 见过一个 那就是叶家的废柴 叶凤婉 这时 换了一身简单不一的香姐 从里面拿了包袱走出来 脸上满是喜悦 妹妹 好了 锐王沉吟着开口 既然你们要走了 那姑娘还不将她放了 放了她 王爷 你真当我傻呢 如果此时放了她 我们姐妹恐怕连这大门都出不去 就被你逮回去吧 锐王尴尬地皱了皱眉心 脸上快速闪过 被人看中心思的复杂 那你的意思呢 还请王爷背下一辆马车 我们带她离开这一红楼 你 你不要得寸进尺 锐王阴毒的眼眸 落在叶凤婉脸上 好啊 那我就毁了她的脸 说着 叶凤婉就真的拿了匕首 凑到她脸上 不要 求求你不要 雨清云下的浑身都哆嗦起来 锐王见状立声喝道 来人 给他们背马车 不一会儿 就由马车行了过来 叶凤婉冲着香姐使了个眼色 她赶紧先上了马车 锐王上前一步拦住了叶凤婉去路 我怎么相信 你将她带走之后 不会伤害她 那你就祈求上天 我会大发善心了 因为你根本没得选 叶凤婉大笑了三声 扯着雨清云就上了马车 锐王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 她咬了咬牙 嘴角勾起一抹狠毒的笑声 她双眸微眯 看着渐行渐远的马车 哼 从来没人敢忤逆本王 除了那个人 虽然你很像她 但是你并不是她 所以 你也并不会有跟她一样的好运 王爷 你真的就放他们走了 马马见自己的当红头牌被人带走 着急地走到锐王面前询问她 锐王脸上带着猙獰的笑意 哼 怎么会 那车夫是本王身边最厉害的杀手 他们姐妹 是逃不出去的 叶凤婉和湘姐坐在马车里面 坐在他们身边的是雨清云 湘姐紧紧抱着小包袱 看到马车行驶在关道上 紧张地看向叶凤婉 妹妹 我们是去哪儿啊 噓 叶凤婉冲她使了个眼色 然后毫不犹豫地 一拳砸在雨清云的后脑 将她砸得两眼一翻 当时就晕死过去 妹妹 你把她怎么了 湘姐没想到她会真的动手 惊恐地捂住嘴巴看着她 湘姐 你以为锐王那老狐狸 真的肯放我们离开吗 湘姐闻言瞪圆了眼睛 不然呢 叶凤婉恨恨地咬牙道 她派来的车夫 可是一等一的杀手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那 那可怎么办呢 湘姐 你别担心 你敢跳车吗 叶凤婉用力握住她手腕 湘姐咬牙点了点头道 敢 那就好 待会儿我们就跳车 叶凤婉朝着外面看了看 眼瞅着夜幕降临 未免南宫也担心 她要尽快跳下马车 回岭南王府 马车又往前走了一阵 叶凤婉看到两边都是草丛 她心一横 直接拉住湘姐的手 快速跳了下去 马车急迟离开 而叶凤婉和湘姐 扶在草丛里 咬牙一声不靠 片刻之后 叶凤婉才拉起面色痛苦的湘姐 湘姐 伤到哪里 好像是胳膊上有一点擦伤 湘姐抬起胳膊 看到已经流出了血来 连衣服也被磨破了 湘姐 我们现在赶紧离开这儿 回去后 我给你上点筋疮药 叶凤婉拉着湘姐 重进了夜幕当中 等回到岭南王府的时候 时间已经很晚了 南宫夜早已经等了她半天 若是再看不到她回来 她就有带人出去寻找了 一看到满身狼狈的叶凤婉走进来 她急忙操纵轮椅迎上前去 你去了哪儿 婉婉 叶凤婉身后的湘姐 惶恐地躲到她身后 眼眸忐忑 南宫夜愣了一下 她是 她是湘姐 湘姐 这是我夫君 岭南王 湘姐赶紧跪在地上 给南宫夜行了礼 奴家见过顶南王 起来吧 叶凤婉走到南宫夜身旁 抱着她胳膊 开心地说道 王爷 今天我终于出了一个恶气 哦 什么恶气 我等一下跟你说 湘姐擦伸了胳膊 我先带她下去智商去 说着 叶凤婉就拉着湘姐往里走 南宫夜不好跟进去 等了一会儿 才见叶凤婉又出来 她擦了擦手 笑着对南宫夜道 先给她安排一个住的地方吧 你看着安排就是了 叶凤婉拉着湘姐的胳膊 湘姐 你去住清禾隔壁的房间吧 谢谢妹妹 不 谢谢王妃娘年的收留 湘姐惶恐地看着她 湘姐 什么王妃娘娘 你曾经收留了我 我自然不能知人不报啊 湘姐感激地看着她 谢谢娘娘 湘姐 那你先下去赶紧休息 我们明日就去私塾那边 是 湘姐扶身行了礼 转身急步走下去 南宫夜看她满身的尘土 上下打量了她 婉婉 你还没说完 到底是出了一口什么恶气 我撞到了宇清云那个混蛋 什么 你有没有受伤 受伤 我没受伤 瑞王的老狐狸 护她跟护什么似的 我没机会下手 不过 我也没让她痛快了 我让她替我把湘姐的卖身器 从那宜红楼里要出来了 叶凤婉得意地坐在床榻上 晃着腿 南宫夜疑惑地看着她 湘姐 啊 她是小满的同乡 那天我被从段家赶出来的时候 是她收留了我们 哦 那应该感谢她 是啊 我还知道了刘善成的下落 只要刘善成作证 我爹就可以洗脱罪名了 南宫夜点了点头 沉思了片刻 又不解地问道 你是说 你从段家被赶了出来 叶凤婉语气黯然地回答 是啊 段子余受了我的连累 南宫夜心疼地将她拉到自己怀里 是不是段君是为难你了 倒不是为难 她的身份在那个时候 选择明哲保身是正确的 只是段子余很够朋友 为了帮我的忙 被她父亲戳打得浑身都是伤呢 南宫夜伸手揉了揉她发顶 眼眸温柔地看着她 用力地抱紧她 她帮了你 我会记在心上 以后会还给她的 叶凤婉疑惑地看向她 怎么还 到时她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再帮她就是了 嗯 也只能这样了 瞧你 这身上脏的 跟泥土里滚出来的似的 快去沐浴 换一身衣上来 知道了 当叶凤婉沐浴完 看到南宫夜 给她准备的丰盛晚膳的时候 眼睛开心地 密成一条细缝 你怎么知道我饿极了 叶凤婉一边说着 一边往嘴里面送青菜 含糊不清地开着口 你慢点吃 南宫夜皱眉 她那狼吞虎咽的样子 真担心她会噎着了 我早就饿得不行了 南宫夜心疼地 往她满里加了一筷子菜 又柔声道 晚晚 不如这几日 就不要出门了 免得再遇到瑞王 会很麻烦 我才不怕她呢 不是怕 而是最近京城内 暗潮涌动 若是瑞王知道你回来了 恐怕会对你不利的 叶凤婉冷声道 她敢 她既然说了 与青云是她的人 那就心愁旧恨一起清算 瑞王太不狡猾 你恐怕不是她的对手啊 不是还有你吗 我万一真被她抓了 你可要记得去救我 叶凤婉眉着眼 又吃了一大口 南宫夜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他是可以去救她 但是一想着她会遇到危险 她心就提了起来 她不想让叶凤婉受到任何伤害 她宁愿受伤的那个人是她 对了 你今天去宫里 可跟太子说了我爹的事情 说过了 他说需要再斟酌斟酌 南宫夜想起南宫云退位的态度 面色就难看起来 叶凤婉皱眉道 他还要怎么斟酌 有刘善成给我爹作证 他还等什么 你也知道 现在处理证实的是上官刘云 太子自然是要跟他商量一下 再做打算 这个废话 好了 不说这些伤脑筋的事了 你吃饱了吗 叶凤婉点了点头 南宫夜行到他面前握住他的手 走 出去消消食 去哪里啊 叶凤婉随着他脚步往外走 两人一直走到后院的荷塘边上 叶凤婉奇怪地看着他 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南宫夜抬起头 温柔地笑着看着他 晚晚 你看池塘里面 叶凤婉不急地回头看过去 只是一眼 就再也别不开视线 荷塘里面的莲花开得正好 有白的 有粉的 随风摇曳 毫无妖娆 这还不算什么 更让人惊艳的是 一个很大的莲花灯摆在正中间 呈现出一个大大的心思 烛火摇曳 与真正的莲花交相回应 怎一个美次了得 啊 真好看 晚晚 生辰快乐 南宫夜凑在他耳边小声道 啊 生辰 叶凤婉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他怎么不知道 是今天生辰啊 之前来的时候 我特意问过了叶小 他说你的生辰是在今天 所以我特意准备了这盏河等 叶凤婉文言眼眶发色 他自从来到这意识之后 就忘记了生辰的存在 他一直为了活着而艰辛地努力着 却没想到 有一天竟然会有人帮他忌惮 谢谢你 叶凤婉服下身子 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 南宫夜笑盈盈地看着他 从袖子里面摸出一个紫色荷包来 这是什么 叶凤婉好奇地看着荷包 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物啊 不是有星星河灯吗 那不算礼物吗 叶凤婉冲着他眨了眨眼 南宫夜没有说话 而是在荷包里面 拿出一枚品相很好的玉镯出来 来 万万把手给我 叶凤婉听话地递过去 看到他将那玉镯套上自己手外 脸颊红红地抬眸看向他 南宫夜 你是想用这手镯套我一辈子吗 南宫夜深情款款地开口 是啊 这玉镯是母妃留下的 他说 只要戴上这玉镯的女子 才是我南宫夜的妻子 叶凤婉调皮地眨了眨眼 真的啊 那这玉镯有几个 南宫夜下意识回答道 就一个呀 当他抬眸看到他俏皮的笑容 这才明白过来 他是故意在逗弄自己 万万 叶凤婉笑眯眯地钻进他怀里 仰头看着他 眼底满是令人心悸的光芒 南宫夜故意拌起点 你是不是想着 这玉镯能多几个才好 才不是呢 一个最好 要是再多一个 我就给你砸了去 明亮的月光照在他脸颊上 风吹起他的面纱 带了一丝朦胧的美感 一双明眸带了令人窒息的蛊惑 南宫夜几乎是控制不住的 低头稳住他柔软的唇瓣 叶凤婉呼吸忽然被夺走 惹得他一阵头晕目眩 天下之后 他身体就几乎要软成水 坐在他怀里面 南宫夜大手不老实地伸进他衣服里 叶凤婉大惊 急忙按住他的手 南宫夜 这里可是后花园 南宫夜的手骤然停住 轻身将他抱起 然后往自己院子里面 急行而去